室友,海贼王中,你最喜欢哪个美女?汉库克,还是罗宾?默克看着室友,眼神中带点鄙视,因为这话,已经很说明问题了。这家伙,就是汉库克,罗宾两人。最重要的是,这家伙喜欢这两人,因为什么他还能不知道?不就是图人家产奶量高吗?海美其名曰,饿了谁,也不能饿了孩子。我呸,你就是馋人家身子,还不死不承认。 室友见默克看着他不说话,不由十分中二的道,我可是愿望之神,只要你告诉我,喜欢哪一个角色。我可以让你,穿越到海贼王的世界里,让你拥有无上的实力。可以,左拥右抱享其人之福。默克,这二逼室友,他是福了?真的,以他对家伙的了解。你要是不回答,铁定没完没了。于是想了一下,片刻后回答道,个人喜欢贝尔梅尔,纳美,诺奇高。 达斯奇,古伊娜也不错。还有维奥莱特和雷贝卡,当然,佩罗娜也是相当可以的。啊?是有一脸的猛逼,因为在他的心中,默克提到的这些人。 也就那美得人气高一些,其他人,有时候都想不起来。就像维奥莱特和雷贝,贝尔梅尔,诺奇高,存在感很低很低的。也就佩罗娜的能力,差一点让草帽一伙团灭。而且,招式呈现出来的效果,十分的搞笑,才让人记忆犹新。 他心中,对此十分的不解,问道,为啥呀? 唉,不得不说,他这忠二室友,还没有长大啊。 于是凑到他耳边,给他上起了人生第一课。 随着默克的话,忠二室友双眼越来越亮,脸上的表情越来越震惊。 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许久之后,对默克道,卧槽,还得是你,真会娃啊。 此时此刻,他对默克的敬佩,那就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随即他手一挥,更加中二地道。 我是愿望之神,既然你已经诚心回答,那便实现我之前对你的诺言,穿越吧。 呃,下一秒,是有整个人都僵在了那里。 因为,默克消失了。 没错就是消失了。 明明刚刚就在他眼前,可现在,凭空消失了。 仿佛,默克从来没有在那里过。 哎,是有整个人都不好了。 因为,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只听他下意识地嘀咕道,难不成,这一个月来,天天一个人打撸啊撸,消耗太大,产生幻觉了。 要不然,怎么解释,一个大活人,凭空消失在他的眼前。 此时,他的俊脸都已经下得惨白惨白的了。 海贼王世界,在东海的一个小岛上,一个身材修长的男人,在岛上一个角落中抽着烟。 他实在是不敢相信,自己那中二的室友,竟然一挥手,就将他挥到了海贼王的世界里。 难不成这货,真是那什么愿望之神? 神也有这么中二的。 不得不说,这比来到海贼王的世界,还要让他难以相信。 最重要的是,这二货能不能靠谱一些? 送他来海贼王世界就送吧。 可是说好的无上的实力呢? 实在不行,给个金手指也行啊。 什么空间啊? 什么系统啊? 什么商城啊? 什么百倍修炼速度啊? 你倒是来上一个啊? 什么都没有。 让他这个普通人,在这个强者为尊的世界里,怎么活? 时间转眼即逝,转眼他就已经来海贼王世界一个月了,已经从一开始的猛逼,到热血沸腾,再到接受事实。 一颗心都已经冷了。 若就是一种罪。 沙克洛克达尔弱者是没有资格谈正义的。 克洛克达尔所谓理想,只是同时拥有实力的人才能说的现实。 克洛克达尔,我夺去的。 金钱吗? 名声吗? 信赖吗? 生命吗? 雨水吗? 想要我还你什么? 我夺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克洛克达尔,这是克洛克达尔的经典语录。 不,在这个世界里,都能称得上智里名言了。 身穿的他,身体再锻炼,也只可能比普通人强上一些。 最多从一打几,变成一打十。 要是想装个逼,在这个普通的,不能在普通的小地方,大喊一声,我要打三十个,倒也行。 可那又有什么卵用? 到了大海上,也就是分分钟被捏死的蝼蚁。 当然,还有一条变强的路子,那就是恶魔果实,可是恶魔果实,哪里有那么好的呢? 而且,以他这样的实力,除非是那中二室友突然良心发现,给他扔一颗过来。 否则,算了吧? 出海即死! 因为太弱了。 所以,理智战胜了热血,认命了。 直接咸鱼吧。 话说,咸鱼系统来一个也行啊。 你个老六,默克朝着天骂了一声。 默克,默克,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粗狂的声音,在他的身后不远处响起。 他不由转头看去,只见这个小岛上的村长,急匆匆地向他这边走来。 默克一脸疑惑。 他穿越到这个小岛上后,就是这位村长收留了他。 而且,这位村长,十分地开明。 只要做完了安排的事,基本就会管他去哪儿了。 除非真的有事,村长是有什么事吗? 对于这个收留他的村长,默克还是十分感恩与尊重的。 所以,本来作者的他,立马站了起来。 默克的这一举动,自然也身在了村长眼中。 他不由深深地看了一眼默克,眼神中带着几分愧疚。 最后叹了一声,跟我来吧。 默克点了点头,跟了上去,同时心中万分的疑惑。 不由追问了一句,村长。 倒不了什么事了? 村长沉默了一下,随后脸上露出了纠结的表情。 许久之后才到,海贼来了,默克不由将在了那里。 来这个世界,也有一个月了。 对这个世界,也有了一定的认知。 海贼来一般有三件事,抢劫、收钱、抓壮钉。 前者,属于路过的海贼。 他们行事,无所顾忌,烧杀抢掠什么都干。 这个率先排除。 因为,真要是这个,动静肯定不小。 哪怕他所在的地方,偏僻了一点,也照样能听到动静。 后面两个,就是那些拥有固定一个区域的海贼所为。 在这个区域内,他们要求所有的村镇上交财物。 同时,也要提供人钉,冲到海贼团里。 成为海贼团中的炮灰。 而现在他所要面对的,只怕就是,默克本能地想转身离开。 默克,村长见此,一颗星提了起来,立马叫住了他。 默克闻声停了下来,看向了村长。 看着他满脸纠结,还有复杂的眼神。 也能明白,村长此时的两难之境。 让他去,那村中就少一个人去当海贼的炮灰。 不过,他必死。 不让他去,那村中的年轻人,就得多去一个人。 那些,可都是村长从小看着长大的,村长过来找他。 就说明他内心深处,已经有了决断了。 毕竟,一个外来的人,如何比得上本村的年轻人。 但是,他又选择告诉了默克。 这是因为,有那么一瞬间,他内心的善良与原则,占了上风。 毕竟他这种行为,就是让默克,代替村中的人去死啊。 可在默克选择离开的时候,喊住了默克。 显然,在人命面前,还是选择了,将打破自己的原则,让自己变成一个恶人。 人性就是如此。 如果没有这种生死选择,他绝对是一个好人,可是,没有可是。 现实就摆在了面前。 而这个人性的选择,又摆在了默克的面前。 因为,村长年老,他想要离开的话,绝对追不上他。 但是,今天之后,他面对的,必然就是整个村子的针对与敌视。 他在这个小岛之上,也再无立足之地。 默克不由皱起了眉头,因为这也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哦,他果断选择了后者,因为大不了,想办法搭船离开这个小岛。 毕竟,上了海贼船,那几乎就是必死之局。 你看看原著中,那些小喽啰,一死一大片啊。 他要是上了海贼船,他必然就是这一大片中的一员。 村长看出了,默克初一已决,立马补了一然。 来的可是亚尔利塔海贼团。 船长亚尔利塔那可是悬赏五百万贝里的大海贼。 就是一般的海军看到他,都得退避三射。 你要是上了他的船,应该不会不会,他想说,不会死的。 可是,他却怎么也说不出来。 因为,这话他自己听了都脸红。 但是,他不能再纠结了。 否则,村中就得多送出去一个小伙子。 这是他万万不想看到的。 谁? 默克不由瞪大了双眼。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来这里要钱要人的,竟然是他。 这也算是海贼王中,一个比较出彩的配角了。 随即他想到了一个关键点,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 立马问道,是不是那个满脸雀斑,体型肥胖,样貌丑恶,提着铁棒的女海贼。 村长微微一愣,有些诧异的道,你知道他。 默克此时,则是整个人都快要热血沸腾了。 亚尔利塔依旧还是原来的样子,那就说明,他还没有吃下那颗超人系,滑滑果实。 那他不就有机会了? 黑胡子能为了暗暗果实,在白胡子海贼团一待就是几十年。 他默克为了这颗滑滑果实,也不介意在亚尔利塔船上待上一段时间。 当然以他的实力,上了亚尔利塔的海贼船,危险系数十分的高。 但是,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啊。 之前,他是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所以才认命了。 可是,现在机会就摆在面前。 作为一个穿越者,这要是还摆烂,那也太费了。 于是点了点头,对村长道,好,我去。 什么? 村长一脸震惊,看向默克的时候,眼神都有些不对了。 因为默克前后的变化太大了,心中不由暗道,难不成这小子,本就想追随亚尔利塔。 这倒不是他多想,毕竟在这个世界里,有很多人,因为海贼的名声,而对其崇拜,甚至追随。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真是太好了。 因为,这样一来,他内心的负罪感,就会小伤很多。 只是他没有问出来,因为他怕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 两人达成一致之后,便向小岛唯一的港口去。 村长走在前面,默克在后。 村长仿佛想起了什么,立马出声提醒道。 对了,纳亚尔利塔,虽然性格十分的残暴。 但是,只要你不停地夸他漂亮,再事事顺着他。 反倒是比其他海贼好对付多了,你上了船就夸他。 往死里夸,只要他高兴了。 在船上,就不会有其他人欺负你。 哪怕你,只是一个新人。 不得不说,人老成精啊。 很快港口就映入了两人的眼帘。 首当其冲的,就是亚尔利塔海贼团的海贼船。 没办法,实在是太显眼了。 全体粉红色不说,船帆上还画着一个个巨大的爱心。 这要是,换成其他漂亮的女海贼,还能接受。 可是亚尔利塔那样,再配上这海贼船。 简直,村长那老家伙,怎么还没来? 这还缺一个呢? 他是不是,忘了,我手中铁棒的威呢? 亚尔利塔此时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村长立马飞奔而去。 亚尔利塔小姐,你是如此的美丽动人,老朽就是忘了,谁也不可能忘了你啊。 卧槽,默克直接被村长的骚操做给惊呆了。 再看看亚尔利塔那脸。 那台,还有那凶悍的气质。 这村长也夸得下去,还夸得如此这般的肉麻。 不昧良心吗? 佩服佩服啊。 不得不说,这村长真是死死地拿捏住了亚尔利塔。 这不,本来一显怒色亚尔利塔,在听到村长的真心夸赞的时候,脸上的怒色瞬间就化为了笑容。 老家伙,你还是有眼光的。 哈哈,亚尔利塔不由大笑了起来。 随即,扫了一眼跟着村长过来的默克,这就是你们村最后一个。 眼神之中,带着几分审视。 因为,他能感觉出来,眼前这小子和这小岛上的其他年轻人大有不同。 村长立马点头,这可是我们村中的一把好手。 而且他本身就十分地崇拜你。 说着,就对默克疯狂识眼色。 就拆明说了,你快夸他,狠狠地夸他。 啊,这,默克嘴角不由抽搐了一下。 不过脸上硬挤出一个职业性的笑容,然后昧着良心硬夸道。 你在我心中,就如同天上的繁星,那样的璀璨。 又如夜晚的明月,是那样的柔情似水。 可谓是,世间再无您这般美人了,村长。 小子,你有前途啊。 其他村民,比村长都昧良心啊。 海贼们,来对手了,地位不稳了。 亚尔利塔此时看默克的眼神,已经从审视变成了十分地满意。 虽然他手下的海贼也天天夸他,可是从来没有像眼前这小子一样,夸得这般令他心情荡漾。 哈哈,亚尔利塔再一次大笑了起来,只是这个时候,他的脸上多出了几分娇羞。 这,默克顿头皮发麻,按道,是不是自己用力过猛了,万一被这娘们看上,他可是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看着亚尔利塔,那满是雀斑的脸,还有那圆筒形的身材。 默克脸皮一阵抽搐,这已经不是关不关灯的问题了。 是要老命的问题了,好在。 默克所想之事并没有发生,亚尔利塔很快恢复了过来。 不过,亚尔利塔对默克还是十分友善地问了一声,你擅长什么武器? 默克想了想,我擅长枪术,两百米内百发百中。 这话他可不是说说的,当初大学军训实弹射击的时候,他的射击成绩那是全校第一。 后来被教官看中,特别训练了一下,步枪二百米,毫无压力。 教官说他有当神枪手的潜力,一度动员他参军。 可惜,他治不在此。 教官一度惋惜不已,却也尊重他的选择。 亚尔利塔,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船上火枪队的队长了。 啊? 海贼们一个个张大了嘴巴,一脸的不可思议。 村长与一众村民,也是目瞪口呆? 这么任性的吗? 就是默克也是震惊之极,本来他还以为,亚尔利塔好歹也会试试他的枪法。 没曾想,他直接就认命了。 默克都让他整不会了。 不过,让他感受最真切的是,来自强者的为所欲为。 只要你拥有绝对的实力,你的每一道命令,你的属下都会遵从。 不管这道命令,有多任性,多离谱。 就这样,默克上了亚尔利塔的海贼船,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海贼。 看着远去的亚尔利塔海贼团,村民们一个个露出了担忧的表情。 一个老者,实在是没有忍住,对村长直接说出了心中的担忧。 村长,这默克不会报复我们村的那几个年轻人吧? 对啊,我家小海可也上了船。 现在那默克,可是亚尔利塔海贼团中的火枪队长了。 这要是针对我家小海,我家小海不就死定了? 呜呜,一个中年大妈,说着说着,悲痛地哭出声来。 因为,这种事极有可能发生。 其他几个年轻人的父母,也齐齐看向了村长。 眼神之中,带着几分不善。 随后他们的目光,又齐齐看向了村长身边的一个年轻小伙。 这小伙是村中,士林人中年纪最小的,本来他们也是对其十分同情的。 可是现在因为他,让他们的孩子陷入了危机之中。 立场就变得不一样了。 因一人而害了几个村中年轻人,这是多么不智的选择。 哪怕他们明知去当了海贼,基本都是一个死。 可是,没有默克这一茬,至少心中还有希望。 可现在,有的只有绝望。 村长此时,脸色也变了。 之前,他光想着让默克顶掉一个名额。 这样,村中就少牺牲一个人。 可是现在他才发现,这本就是一个送命题,他无论怎么做,都会被诟病。 不让默克顶,村民会说他分不清清书。 让默克顶了,村民也会说他不治,因为一个人而害了其他几个小伙。 可是如果,让默克顶掉他们自己孩子的名额,他们只怕又是另一番嘴脸了。 这就是人性。 唉。 村长不由叹了一声,心中无比沉重。 因为,他没有想到,他丢掉了自己内心的善良,还有自己的原则,换来的却是村民的不解与指责。 船长的亚尔利塔此时,拿着半张图纸站在船手,望着前方。 草帽小子,你给我等着吧。 等我找到了莉雷亚的宝藏,我就能招兵买马大肆扩张。 到时候,定要你好看。 莉雷亚的宝藏。 站在亚尔利塔不远处的默克,一下就捕捉到了关键点。 双眼不由猛的一亮,因为在他看来,亚尔利塔得到的那颗超人系,滑滑果实,或许就是出自这个宝藏中。 一想到这种可能,默克双手不由紧握。 不过他压制着那颗躁动的心,免得让人看出点什么来。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半个月过去了。 亚尔利塔在附近的海域绕了不知道多少圈,终于一个只有方圆极里的小岛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亚尔利塔兴奋的,下意识地挥动着手中的铁棒。 船长,不好了,左侧出现了一艘海贼船。 啊? 亚尔利塔先是一愣,随即脸色不由大变。 并且,迅速朝着左侧看了过去。 默克同样如此,只见一艘十分奇特的海贼船, 朝着这边急速而来。 为什么说特别呢? 因为他的船手十分的特别,初看是一头大象。 细看,这大象的长笔顶端竟然顶着一个小丑特有的红鼻子。 再仔细看看,发现那红鼻子竟然是一个巨大的炮口。 我了个去,默克整个人都呆住了,因为这个船太有特点了,一下就能认出来。 这应该就是小丑巴基的海贼船,果然,当默克看向对方的海贼旗的时候。 旗上代表着海贼的骷髅,同样有一个红鼻子。 这一下,百分百就是小丑巴基了。 毕竟,这样的海贼旗,在海贼王中,也是别无分号了。 他的目光,又转回到了亚尔利塔身上。 也就是说,这两个家伙,就是在这里相遇,之后组成讨伐草帽陆飞的联盟呢。 所以,默克的目光,落在了不远处。 那个小的不能在小的小岛上。 因为,这么一来,超人戏,滑滑果实,在这个小岛上的几率,直线上升了。 默克激动的,整个人都在颤抖。 也许很多人看不上超人戏,滑滑果实。 但是,不得不说。 有些恶魔果实,真的是被小去了。 比如时间属性的驰黄果实,多么牛逼的,一颗恶魔果实,结果落在银湖福克西手里,成了杂鱼一般的存在。 再比如亚尔利塔吃的,这颗滑滑果实,不仅仅拥有着美容的效果,还能将攻击划开。 这要是开发到极致,绝对弥天。 所以,恶魔果实主要还要看是谁吃这话可不是说说的,像夏洛特,卡塔库利,夏洛特,佩罗斯佩罗,Mr.3。 前两人是超人戏,诺诺果实,和超人戏,甜甜果实。 后者是超人戏,辣辣果实。 可以说,这三种果实十分的相似。 特别是夏洛特,佩罗斯佩罗,和Mr.3,开发果实的路数,都十分的相似。 但是两者之间的实力,却是天差地别。 所以,除了个别恶魔果实之外,主要还是要看人。 何况,在默克看来,这超人戏,滑滑果实,比这三颗恶魔果实,强上不少。 小丑巴基?这可是悬赏一千五百万贝里的大海贼。 在东海过千万的海贼屈之可数。 而身为东海海贼的亚尔利塔,对于这些的大海贼,自然是了然于凶。 一下就认出了小丑巴基的海贼旗,脸色立马沉了下去。 悬赏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也是对实力的一种佐证。 所以,此时的亚尔利塔,心中警惕了起来。 随即他看了看眼前的小岛,之后又看了看,快速驶向这里的小丑巴基的海贼船。 现在他那里做着两难的选择,上岛,那双方必然会为了宝藏而发生战斗。 可一旦发生战斗,极有可能是以他的失败,甚至是死亡而结束。 可是让他放弃就在眼前的宝藏,却是十分的不甘心。 不过,亚尔利塔马上做出了决定。 只见他一挥手,带着几分猙獰的道,全速前进,以最快的速度登岛,一定要在小丑巴基之前将宝藏找出来。 不仅仅是他,默克也紧张了起来。 小丑巴基虽然在海贼王中属于一个小巴塞,但是远不是现在的他所能匹敌的。 海贼船在亚尔利塔的指令下,立马朝着小岛驶去。 并且成功在小丑巴基之前登上了小岛,一上小岛。 亚尔利塔立马跟着藏宝图上的路线,向小岛的中心位置急速而去。 包括默克在内的海贼,都跟在他的身后。 很快,一个巨大的洞穴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就是这里了。 亚尔利塔眼中闪过一丝喜色,随即一挥手,所有的海贼跟着他冲入了洞穴之中。 可当他们进入洞穴的时候,都傻眼了。 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六个分岔口,很显然。 到底是走哪一个岔口,应该就在他缺失的半张图纸之上。 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时间去一个个寻找了。 所以,立马让众人分成了六波,分别走进了六个岔口。 进来之前,默克就不露痕迹地走在了最后。 在进入洞口之中,他就趁着众人没注意,直接一个闪身躲到了洞口外的一侧。 同时注意着洞中发生的一切,在看到所有的海贼分成六波的时候,默克的脸上不由露出了喜色。 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对他而言,太有利了。 现在他要做的,就是等只要找到超人系恶魔果实的不是亚尔利塔,他就有很大的几率得手。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直到,他看到了小丑巴基一伙,也已经登上了小岛。 洞中才有了动静,船长。 我们找到了,里边有好多的财宝。 一个海贼从第三条岔路飞边而出,默克双眼不由一亮。 而后在那海贼诧异的表情之中,堂而皇之地走入了第三条岔路。 因为是自己人,倒也没有产生什么怀疑,只是认为和他们一样,都是急着捞点好处呢。 毕竟,海贼嘛,哪个不贪财? 何况里边还有七八个兄弟在看守呢? 啊,快速冲入第三条岔路的默克,还没有来到最深处,就听到了一声惨叫。 脸色不由为之一变,显然里边发生了变故。 这可不是他想看到了,默克快速冲了进去。 则则,恶魔果实,竟然是恶魔果实。 当默克冲到最深处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海贼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颗恶魔果实,肆意地笑着,只是此时他脸上的笑容,显得十分的争鸣。 最可怕的是,在他的四周。 六个海贼,躺在了血泊之中。 其中有四个是后背中刀,显然这是趁着对方不注意,快速偷袭,而后再直接杀向另外两人。 啪,默克想都没有想,举起枪就是一枪。 正中对方的胸口,那个海贼只敢胸口一疼,下意识地低头一看。 而后他转头看向了默克。 再看到默克的瞬间,不由愣了一下。 竟然是你在中枪的瞬间,他脑中浮现出很多人。 唯独默克这些新手不再齐烈,随即他缓缓地倒了下去。 此时的他眼神中,带着不甘。 别看他只是亚尔利塔海贼团中的一个小队长。 却是东海海贼之中,少数知道恶魔果实的人。 他知道,只要吃下恶魔果实,立马就会成为东海的一方强者。 所以,他毫不犹豫向身边的手下下了杀手。 因为这是他变强的唯一机会,毕竟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普通人。 努力修炼十几年的他,也仅仅只是成为了亚尔利塔海贼团中的一个小队长,管着七八个人。 有着野心的他,如何能放弃这样的机会? 可没有想到,恶魔果实已经在手中了,却没有机会吃下。 默克迅速走了过去,从他手中夺过恶魔果实,直接吃了下去。 而后骂了一句,白痴得到了旧吃,得一个屁啊。 恶魔果实这种东西,第一时间吃下去,才是最好的选择。 小队长,他彻底闭上了双眼,只是在死前,他被狠狠地扎了一次心。 是啊,得一个屁啊。 刚刚就应该第一时间吃下去,不过默克却没有再管他,而是细细体会起自己的变化。 没有一会,默克不由瞪大了双眼。 卧槽,不应该是超人戏,滑滑果实吗? 怎么变成超人戏,吸收果实了? 抢错果实了? 还是说,因为他的到来,产生了蝴蝶效应。 令这个世界,有了变化。 不过马上,默克兴奋了起来。 因为与超人戏,滑滑果实相比。 这颗超人戏,吸收果实,更加的牛逼。 不,是超级牛逼。 什么阵阵果实,什么暗暗果实,什么响雷果实,都弱爆了。 因为这颗果实的能力,是能吸收所有触碰到的物质,然后将身体同化成同样的物质。 触碰到了铁,化为了铁人。 触碰到了闪电,也可以和爱尼路一样,释放雷电。 甚至还能如同自然戏能力者一样,元素化。 如果暗暗果实,是自然戏中最特殊的存在,那么这颗吸收果实,绝对是超人戏中最特殊的存在。 你卡果实,不要靠边站。 踏踏踏,就在这个时候,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默克脸色微微一变,因为来人应该就是亚尔利塔,和他的手下们了。 毕竟,刚刚已经有一个家伙去汇报了。 再加上,他刚刚的那一声枪响。 铁钉是让亚尔利塔,意识有问题。 所以,加快速度过来了。 默克将手触碰到地面,随即他的身体急速发生了变化,身体表面变成了与地面一样的土黄色。 没错,此时默克的身体已经同化成泥土。 而在同化结束的瞬间,默克嘴角不由微微上扬。 如果吃下恶魔果实,只是初不了解这颗恶魔果实的能力的话。 那么亲身体会之后,更加明白他的恐怖之处。 只见他一抬手,地面立马有了变化,如同水面一样,涌动了起来。 而那几具尸体,则是被淹没,消失得无影无踪。 甚至是半点血迹都没有留下。 泽泽,还真是一个杀人约祸的好能力呢。 连挖坑埋人的步骤都省了。 当一切回归平静的时候,亚尔利塔带着一帮人冲了进来。 亚尔利塔在进来的瞬间就愣住了。 因为这里只有默克一人。 这就奇怪了,每拨人都有七八人才对。 他虽然是一个暴躁的家伙,却也不傻。 心生警惕,看着默克立声道, 默克,怎么只有你一人? 其他人呢? 默克嘴角微微上扬,露出几分得色。 正于开口的时候,他的眼角余光看到了一个盒子,整个人都愣住了。 这个时候,他才注意到,跟着亚尔利塔进来的人都拿着许多财宝。 显然,藏有财宝的岔路不止一条。 而这个盒子就是其中之一。 最最关键的是,这个盒子他见过。 就在刚刚那个被他抢夺了恶魔果实的小队长脚边,就有一个。 极有可能就是用来装超人戏,吸收果实的。 如果真是,那么眼前这个盒子里又装着什么呢? 超人戏,滑滑果实。 可这样一来,滑滑果实依旧还在。 那么,他吃下的超人戏,吸收果实,又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是他那个中二室友,给他安排的福利。 见默克回答,亚尔利塔的脸,立马飞了下来。 他绝对容忍不了,自己手下的一个小喽啰,敢无视自己。 怒道,默克,你在问你话呢? 快说,其他人去哪了? 否则我让你尝尝这铁棒的威力。 一边说着,亚尔利塔迈步走向了默克,一边还挥了挥手中的铁棒。 默克的目光,终于再一次回到了亚尔利塔的身上。 看着他依旧还肥胖的身体,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脚一踏。 啊,随即亚尔利塔身后发出一声惊呼,他本能地转头看去。 只是一眼,亚尔利塔的瞳孔,缩如针尖状,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十分诡异的场景。 只见在那个手捧宝盒的小喽啰的脚下,地面中竟然伸出两只手。 一只直接狠狠地轰在了小喽啰的下巴上,将人打倒在地。 另一只手,则是从小喽啰手中,抢过了宝盒。 最后,缩回了地下,连同宝盒一起消失在了众人的面前。 似一群小喽啰,不由一个个都倒吸一口冷气。 更是本能地退后几步,好似离默克远上一些,才能让他们安心一些。 恶魔果实能力者? 亚尔利塔此时此刻,心中无比的震惊。 小丑巴基,为何能悬赏过千万? 为何能称霸一方? 甚至连东海的海军都不敢轻易去招惹。 不就是因为对方是一个恶魔果实能力者吗? 当他再一次看向默克的时候,眼神已经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之前的轻视,早已经变成了凝重于警惕。 不过,马上他就不淡定了。 因为,他马上就看到,在默克的脚边一只手托着刚刚被抢走的宝盒,从地下伸了出来。 将宝盒递到了默克的面前,默克接过之后,直接打开。 果然,里边也放着一颗恶魔果实。 亚尔利塔见此瞳孔都在地震,他从来没有想过,能与成为强者如此的近。 该死! 他后悔了。 同时,他恨恨地瞪向一边的一个小喽啰。 都怪这个家伙。 要不是他过来说这边也有财宝,他定然会一一查看那边得到的财宝。 又怎么会错过这颗恶魔果实呢? 也因此,他彻底失去了理智。 大吼一声,混蛋,那是我的。 随即便冲向了默克,手中的铁棒刚刚举起,向默克砸去。 大友要将默克砸成肉饼的架势,轰隆隆,可就在他要砸中默克的时候,地面涌出一面坚硬如铁的土墙,成功挡下了这一击。 不好,亚尔利塔能成为悬赏几百万的海贼。 战斗精力自然不会少,立马就感觉不妙。 可是一切都晚了。 只听默克轻土一声,突刺。 下一个瞬间,土墙中心位置,一根长枪刺了出来。 这攻击太出乎意料了。 而且,彼此离得太近太近了。 再加上,他本来就属于那种,比较笨重的力量型。 就是想躲也躲不开啊。 扑吃,长枪直接洞穿了亚尔利塔的身体。 要知道,这只是东海。 亚尔利塔也只是一个悬赏几百万的海贼。 可不会出现新世界那种,身体被轰出一个大窟窿,还能活下来的人。 船,船,船长辈,啊! 小喽喽们一个个都惊呆了。 要知道,在他们的心中,亚尔利塔就是无敌的存在。 反正,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能打败亚尔利塔。 要不然,也不会臣服于亚尔利塔麾下。 逃啊! 小喽喽们终于反应过来了。 一个个甚至连手中的财宝都顾不得了。 直接扔了,转身就跑。 可是默克又怎么会放过这些家伙? 土盾! 你石铺流! 默克脚下的土仿佛活了过来,如同海浪一般卷起,像一众小喽喽而去,最后将它们吞噬。 当一切回归平静的时候,一众小喽喽的身影显露了出来。 不过这个时候,它们一个个都被泥土所包裹,保持着之前逃跑的姿态。 仿佛是一座座泥土雕像。 如果没有人打破包裹它们全身的泥土,将它们救出来。 它们将会被泥土所腐蚀,最终化为真正的泥土雕像。 默克看着这个场景,心中再度感叹恶魔果实真不愧是变强的捷径。 此时,它的实力,估计在东海已经无人能敌了。 即便是斯摩格拿它,也没有办法。 不过,它还有着最大的不足。 那就是本身,实力并没有提升。 靠的是果实能力这种情况,最容易被人抓住机会一击反杀。 就像拥有接近大将实力的爱尼路,被实力远不如它的路飞给反杀了。 虽然,它的果实能免疫雷电的伤害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爱尼路过于依靠恶魔果实,从而没有锻炼自身的实力。 导致身体过于孱弱,才被路飞一顿乱全给反杀了。 所以,它要弥补这个不足。 可想要弥补这个不足,就必须得找一个合适的物质吸收,将其成为永久性的能力。 没错,果实能力也是分境界的支配、操纵、觉醒。 刚刚吃下去,恶魔果实的能力,就像是化为了一个人的天赋。 可以自由支配能力,招式只不过是能力者,对能力的一种运用。 就像萨伯吃下稍稍果实,立马就能运用自如一样。 通过不断地开发果实能力,对果实能力的认知与运用达到了另一个层次,则是操纵境。 达到这个境界之后,同样一个招式,威力也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 可以说,凡是达到这个境界的能力者,即使是伟大行道都有一席之地,最后就是果实能力的觉醒一旦达到觉醒层次,那能力与能力者本身已经彻底化为了一体。 能力者可以完全发挥出恶魔果实本身的威能。 果实觉醒是能力者中的最强状态。 凡是达到这个层次的人,即使是在新世界,都能成为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只是,达到这个层次的能力者,寥寥无几,而默克现在就是最初的支配镜。 支配镜的吸收果实,可以吸收一个整体的物体,或者是物质,成为永久性的能力。 可以看作,形成一个永久性的被动技能。 比如现在的泥土能力,它立马就化身为自然泥土果实能力者。 可是,这不是默克想要的。 因为,即使成为了自然性,也只能在东海和伟大航道前半段称王称霸。 一旦进入新世界,但凡遇上一个拥有武装色的,立马就凉凉。 所以,默克的初心没有改变。 还是想改变自己身体的潜力。 只有这样,他除了果实能力之外,本身也能通过修炼与不断的战斗,提升身的实力。 他的目光,不由落在了地上的刀剑之上。 老实说,刀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只要吸收了它,就能化为一尊铁人。 他的身体也会彻底改变,拥有了提升的空间。 但是,普通的刀剑,他有些看不上。 至少也得是明刀这一层次的,因为那样一来。 一旦吸收,他的身体强度就达到明刀的层次了。 一想到明刀默克,立马想到了斯摩格所在的罗格镇,因为在那里,有着不止一把明刀。 所大的雪走,三代鬼车,还有达斯奇的小叶石羽,都是不错的选择。 所以,下一个目标罗格镇,默克是一个十分果决之人,有目标就不会犹豫。 于是,他将两个装恶魔果实的盒子,拿在手中。 一个装那颗超人戏,滑滑果实。 另一个,则是从这里取上一些体积小幼值钱的东西打包。 毕竟,不管哪个世界,钱都是不可缺的。 随即就走了出去。 可当他来到地面上的时候,却发现巴基这个家伙,已经带着手下等在出口处了。 在看到默克出现的瞬间,目光立马变得不怀好意起来。 默克也看向小丑巴基,一时有些出神。 毕竟,这位可是气韵之子。 就算是吃了超人戏,幸运果实巴卡拉,都没有他的运气好。 以一个战武渣的实力,棱氏成为了七五海,甚至是四皇。 就问你服不服? 在他面前,陆飞都要靠边站。 毕竟,陆飞是一路硬杠过来的,说是九死一生也不为过。 要不是主角光环,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 可是这个家伙,简直就是简陋王啊。 一路简陋,成为了四皇,可谓是躺赢。 小子,把你手里的东西交出来。 不则本大爷让你生不如死,此时巴基的脸上满是贪婪之色。 这要是换一个人,默克直接弄死。 不过这家伙吗? 算了,这个世界如果少了他,会少伤很多乐趣的。 何况这个家伙,十分的有眼力。 只要你展现出足够的实力,他自己就会消失。 所以,默克并没有理会巴基,而是伸出手对向太阳,现在烈日当空。 强烈的阳光照下来,默克很清楚地感受到阳光的温度。 下一秒,默克的手亮了起来,他的嘴角则是压都压不住了。 果然,是可以的,这才看向巴基,玩味地轻笑一声,小丑巴基对吧? 作为东海的大海贼,你身上应该有罗格阵的永恒指针吧? 恶魔果实能力者! 巴基可是跟着海贼王罗杰混过的,虽然实力拉得很。 可是其见识,绝对不是东海的这些没见识的海贼所能比的。 所以,一下就看出关键。 脸色顿变,瞳孔也不由缩了缩。 但是巴基,只对强者低头。 面对其他人,也是一个张狂性格。 随即盯着默克,冷冷地道,罗格阵的永恒指针我是有。 可是你是谁啊? 让本大爷教,本大爷就得教啊。 默克并没有因此动怒。 而是带着几分恶趣味地道,你有被光踢过吗? 巴基文言,先是一愣,随即是满脸的问号。 最后一脸不现。 你以为你是,啪的话,还没有说完。 他就看到,默克的右腿上,开始汇聚光亮。 最后,整条右腿都散发着光芒。 他是见过黄元动手的,所以真的被震慑住了。 不过马上回神,怒吼道,小子,不管你玩的是什么把戏。 今天都要死在本大爷手中他可是知道,这个世界,不可能出现同样的恶魔果实的。 黄元还活得好好的,眼前这个家伙,又怎么可能会拥有黄元的能力呢? 这时,一个骑着单轮车,手中提着常见的上前道,巴基船长。 这样的家伙,何须你自己动手。 默克一眼扫去,立马认出。 此人就是巴基的德力手下卡巴基·巴基文言,看了一眼,默克那发光的右腿。 按道,让他去先去试探,倒也不错。 虽然,对方不可能是黄元的闪闪果实。 可不管如何,对方也是一个能力者。 于是点了点头,并且嘱咐了一句,不用留守卡巴基文言,也是点了一下头。 随即发动了,他最强的一招,惊人女警三重奏汤烟温泉杀人事件,只见他利用旋转转转起烟雾,跳到空中向默克斩去。 大友将默克一分为二之时默克站在那里丝毫未动,仿佛面对攻击的不是他一般。 卡巴基在东海的海贼之中,也算得上不错了。 别看他连悬赏多少,都没有血。 可是他的实力,比没吃恶魔果实之前的亚尔利塔,还要强上一些。 毕竟,这家伙好歹和索大过过两招。 亚尔利塔则是直接被陆飞KO的主。 所以,别小看他,速度还是相当不错的。 转眼间就来到了默克的面前,手中长剑直接刺穿了默克的心脏。 则则,卡巴基得意地笑了起来。 可巴基此时,双眼几乎都要瞪出来了。 惊呼一声,卡巴基快退。 卡巴基一脸不解。 他已经将人解决了呀。 船长为何如此着急,还让他退。 却不想这时,他听到了默克的声音。 看来,你是真的想体会一下被光踢的感觉啊。 卡巴基双眼中的瞳孔猛的缩收针尖撞,脸上更是满事不可思议。 要知道,他刚刚那一件,可是洞穿了对方的心脏啊。 射都不死。 他带着无比的震惊,看向了默克,并且目光落在了默克的胸口。 瞬间,脸色大变,眼神已经从不可思议变成了惊骇。 因为他发现,眼前这个家伙被他常见洞穿的地方,竟然没有留下一滴鲜血。 随即眼神中的惊骇,又化为了恐惧。 嘣,下一个瞬间,默克的腿横扫而出,直接击中卡巴基的腹部,强大的威能之下。 卡巴基直接被踢飞了出去,你你你,此时小丑巴基指着默克,一时震惊地不说出话来。 因为,此时默克展现出来的能力,与黄元一般无二。 打破了他几十年来的,对恶魔果实的认知。 最后喃喃道,难不成黄元死了? 想来想去,只有这一个可能。 虽然,这个可能,真的不太可能。 毕竟,以黄元的速度,他想走的话。 谁也拦不住,默克这时瞬间化为了一道光束,急速来到了巴基的身边。 当巴基反应过来的时候,默克已经恢复了人形。 吓得巴基,整个身体都四分五裂了开来。 并且向不同的方向散去,随即,巴基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 因为一阵剧痛直冲脑门,让他停了下来。 他回头看去,只见默克踩着他的脚,冲着他玩味地笑着。 这位大爷,我错了,不得不说,真不愧是小丑巴基,果断从心了。 默克,现在还要我手中的财宝吗? 误会,都是误会,巴基一脸的讨好家卑微。 更是十分知趣地,将永恒指针双手对到了默克的面前。 这是罗格阵的永恒指针。 算你识去,默克接过罗格阵的永恒指针,并确定方向之后,化作一道光束,朝着罗格阵而去。 呼巴基见此,不由深深松了一口气,随即立马朝着卡巴基冲去。 可当他来到卡巴基面前的时候,却发现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显然早已经没了气息。 瞳孔不由在地震。 此时他才明白,刚刚是真的躲过了一截。 几天之后,一道光束落在了罗格阵。 正是默克,他的目标十分的明确,找了一个人,问清了武器店的位置。 就直接来到了武器店。 却是没有想到,正好看到一个戴着眼镜的女子,在他之前走入了店中。 默克不由微微一愣,按道, 这不是达斯奇吗? 他可是一度,作为古伊娜之后,所大的官配。 而且,在武器店相遇,这不是他和所大的情节。 真是没有想到,他也有这样的待遇。 不过,他也不是一个见到女人就走不动到的人。 惊讶过后,便恢复了平静,跟在达斯奇的身后走了进去。 一进去就看到了武器店的老板,秃顶,红鼻,就是他了。 默克嘴角不由微微上扬。 随即,他的目光在店中扫射一遍。 那些刀架上的刀,他是一刻都没有停留。 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一侧放那些最不值钱的刀的刀头。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三代鬼车就在其中。 而且,价格也特便宜,只要五万贝利。 老板我是爱取石羽的,这时达斯奇已经走到了老板面前。 老板点了点队,将石羽递到达斯奇面前。 你的石羽已经打磨好了,打磨费五千贝利。 达斯奇并没有马上付钱,而是将石羽抽出,仔细打量了起来。 他是一个刀斥。 对于鸣刀,无比的痴迷。 老板显然,也了解达斯奇。 没去催促,而是将目光转到了默克身上,一脸笑容。 客人,您想挑把什么样的刀? 我这,什么层次的都有。 默克并没有回答,而是走到了刀筒边上。 用手一一触碰,当他触碰到一柄,刀柄以及刀鞘上有一小段白色布条刀时, 默克立马感受到了一股阴森又霸道的力量。 鬼妾!好浓的鬼妾! 不用说,这就是三代鬼车了。 默克直接将其取出,然后拔了出来。 刷、寒光、炸蟹,同时更加霸道的鬼气扑面而来,令默克为之一阵。 没有想到,这鬼气竟然有射人心魄的能力。 他不由想到了,原著中所大鬼气,或许就是从三代鬼车而来。 助手默克这边的动作,成功吸引了老板的注意。 在看到默克试图抚摸三代鬼车的时候,他不由惊呼了起来。 嗯? 本来正在仔细打量着手中十语的达斯奇,也不由看了过去。 只是一眼,他的眼神就变得炯炯有神起来。 更是直接冲到了默克身边,死死地盯着默克手中的三代鬼车。 随即更是从怀中取出一本刀谱,很快就找到了三代鬼车的记录。 刀柄,没有灌木,无木钉,有篱口,刀柄,以及刀鞘上围的一小段白色布条。 刀身,长八十八厘米,刀宽一点七厘米,刀锋,较长,弧度较大,无血槽,认为是典型的火焰花纹钢烧刃,折叠断打而成。 没错了,这是三代鬼车。 而默克却是没有管他们,手已经抚摸着三代鬼车的剑身。 下一个瞬间,能力发动。 只见抚摸着三代鬼车的手,瞬间变成了刀刃状,其上更是散发着与三代鬼车相同的鬼气。 此时的他,仿佛化身为拥有森森鬼气的斩斩能力者。 这一幕,自然也落入了老板与达斯奇的眼中。 两人齐齐惊呼一声,恶魔果实能力者。 默克这才转头看向老板,淡然轻笑一声。 这把三代鬼车我要了,多少倍力? 老板闻言,眉头一挑。 随即劝道,既然你知道他是三代鬼车,应该知道他是一把妖刀。 他的主人,没有一个是善终的。 你直接说多少钱? 老板还没有说完,就直接被默克打断了。 呃,老板愣了一下,又犹悦片刻道。 那边的刀都是五万倍力,你从那里挑出了它,说明你们有缘。 所以,只要给五万倍力便可。 什么? 达斯奇在一边不由惊呼了起来,一脸不可思议的样子。 而后更是十分耿直的道,快买下它,正常情况下,它可是值一千万倍力的。 默克这才看向达斯奇,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多谢。 然后转头看向老板,这刀我要了。 不过,我知道你这里还有一把铭刀,名为雪走,拿出来看看吧。 什么? 本来目光死死盯着三代鬼车的达斯奇,不由再度惊呼了起来。 同时看向老板的眼神,也变得炯炯有神起来。 啊? 老板一脸震惊,他万万没有想到,对方竟然连雪走都知道,看来真是有备而来啊。 不过马上恢复了冷静,而后搓着手,一脸尖笑。 虽然不知道,你是如何得知雪,走在我这里的。 但是,既然你知道它,想来你也知道它的价值吧。 默克并没有废话,从怀中取出一枚蓝宝石,用拇指轻轻弹了过去老板本能的结果。 他是一个生意人,虽然做的是刀的生意,可是生意人的眼光还是有的,一眼就看出,这颗蓝宝石是极品中的极品。 咕噜,他不由咽了一口唾沫。 因为这蓝宝石的价太高了,这要是卖给那些大贵族,怎么也得大几千万? 而雪走,也就一千万。 当然,明刀对于剑客而言,也是奢侈品。 往往有价无市,可再高的价,也远远不及这颗最顶级的蓝宝石。 就算再加上那三代鬼车,也能大赚一笔。 呼,老板深吸一口气,再一次看向默克的时候,眼神都变得不一样了。 因为眼前这家伙,太豪气了。 试探地问了一句,这要用这蓝宝石换雪走,和三代鬼车? 默克点了点头,雪走也就一千万,即使遇上特别喜欢他,而且也有钱的剑客,最多也就二三千万的样子。 三代鬼车也是一样,他足够了老板与达斯奇文言,双眼齐齐一亮。 能准确地说出刀的市场价格,也就代表着,眼前这位也是一个懂刀之人。 这让两人不由生了几分好感。 老板深深地看了默克几眼,随后笑道,那您等一下,说完之后,转身便进入了柜台后的一间房间,没一会,双手捧着雪走走了出来。 并递到了默克面前,从现在开始,他就是您的了。 默克看着雪走,心中不由窃喜不已。 刀! 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喜欢,毕竟谁小时候没有一个侠客,刀客的梦。 目的已经达成了,默克自然也不会在这里逗留。 毕竟,他的目标可是伟大航道,新事件,因为那里才是他的舞台。 默克将双刀挂在腰间,便走出了这家武器店。 你能稍等一下吗? 达思奇见默克要走,立马跟了上去。 因为他还没有仔细看过这两把刀呢。 当然,要是能上一下手,那就更好了。 可惜,默克并没有理会,反而加快了离开的脚步。 不过,达思奇并没有放弃,也加快了速度。 默克回头看了一眼,眉头微微轻皱。 不得不说,这女人真有些烦人。 何况现在的她,一心只想提升实力。 女人,那时拥有足够的实力之后,再考虑的是。 再说了,有了实力之后,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崩,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从一个拐角处冲了出来。 狠狠地撞在了默克的身上啊。 对方发出了一声惨叫,同时叫骂了一句。 你这个家伙是铁做的吗? 这么硬? 疼死大爷了。 默克脸皮抽搐了一下,吸收了三代鬼车,身体同化之后。 他还真称得上是铁做的。 不过,默克看着倒在地上的家伙,眼皮不由跳了跳。 因为这个家伙,也算原著中的一个名人。 没办法,这个家伙的特征太显眼了。 看看这草绿色的机关头。 右眼下还会有眼纹,穿着鼻环,面若恶鬼。 胸膛刺着黑色的翼状半环纹身,腰间佩戴短刀。 这不就是陆飞的超级脑残粉巴托洛米奥吗? 对了,这个家伙,就是出生罗格阵的。 等等,怎么好像哪里不太对呢? 对了,巴托洛米奥这个家伙,这个时候,还没有吃下屏障果实吧? 如果一切都按原著来,他是不是就可以将这屏障果实也抢下? 我去,是了,整个海贼王世界中。 也就只有这两颗恶魔果实,是最好截胡的。 但是,前提是,必须要将一切回归原来的剧情。 可是,这个家伙在原著,是因为看到陆飞,被巴基和亚尔利塔联手处死时,才动了出海的心思的。 也是那时候,他开始视陆飞为偶像。 现在的他,只是一个罗格阵的小流氓。 可关键是,亚尔利塔被他干掉了。 巴基也被他吓得不轻,还没了亚尔利塔这个盟友,会和原著一样,来罗格阵大闹一场吗? 会吗? 如果不会,那巴托洛米奥还会出海吗? 再等等,为什么? 一定要巴基和亚尔利塔? 他也可以啊。 反正只要将陆飞,压制在罗杰的那个处刑台上就可以了。 可为了一颗屏障果实,和陆飞对上,好像也不是不行。 默克双眼亮了起来,这可是屏障果实。 有了他,那么就能培养出一个强大的手下。 而这个时候,巴托洛米奥已经站了起来,一脸凶恶地盯着默克。 小子,今天你要,又是你巴托洛米奥,达斯奇已经追了上来,看着巴托洛米奥的眼神极为不善。 但,作为罗格镇的海军,哪能不知道巴托洛米奥这样的小混混。 毕竟,这些家伙,也是罗格镇不安因素,时常会去关照关照他们。 达斯奇下事,巴托洛米奥脸一僵,同时往后退了一步。 这个时候,他还不是之后的超新星,只是一个小混混,而海军就是他的克星。 咕噜,巴托洛米奥不由咽了一口唾沫,随即果断转身跑了。 一边跑,一边还道,误会,都是误会,达斯奇见此不由翻了一个白眼。 随即一脸关切地向默克问道,你没事吧? 默克看着巴托洛米奥离开的身影,随即又看向了达斯奇。 目光扫过他手中的食欲,最后落在自己腰间的三代鬼侧和血走上。 眼神不由一闪,心中顿时有了一个想法。 那就是,距离路飞到来,还有一段时间。 他不可能在罗格镇干等吧? 总得找点什么事来做做。 比如,剑术。 毕竟,他不可能除了恶魔果实能力之外,一点别的战斗能力都没有。 援助已经证明了,全方位提升,才能毫无破绽。 而剑道,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虽然达斯奇实力一般,可教他这样一个剑道小白一些基础剑术,还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要怎样,才能让达斯奇答应,教自己剑术呢? 随即默克不由笑了,将腰间的血走取了下来,递到了达斯奇的面前。 你这是…… 达斯奇被默克的举动给整得有点猛逼。 虽然有点冒昧,但是我想请你教我剑术。 这血走便是报酬啊。 本来就已经猛逼的达斯奇更加的猛逼了。 默克随即又拍了拍腰的三代鬼车。 笑道, 你也不想这把三代鬼车在我手中蒙尘吧? 呃…… 这话,怎么怪怪的? 感觉哪里不太对?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三个月过去了。 斯摩格看着达斯奇,眼神之中带着几分审视。 因为他发现,这三个月来,达斯奇时常请假。 特别是最近半个月,哪怕人在这里,也时常走神。 完全不在状态。 达斯奇,你怎么了? 斯摩格还是没忍住,问了出来。 本来,只要不影响公事。 他是不会管属下的私事的。 可现在,已经影响到了。 达斯奇闻言,摇了摇头,没什么斯摩格上笑。 没什么? 斯摩格眼皮跳了跳。 他眼又不瞎,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于是追问了一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让你这么魂不守舍? 不过这话,刚一出口。 他不由想到了,最近一段时间,基地中的传言。 说,达斯奇一直和一个男人约会。 难不成是真的? 谈恋爱了? 达斯奇却是达非所问,斯摩格上笑。 你觉得,女人是不是在剑道上,就是不如男人? 斯摩格都有些跟不上他的思维了,很显然地愣了一下。 不过,这事也看出点什么了,安慰了一句,女人只是在身体力量上,比起男人来有所欠缺。 可也仅此而已,毕竟,对于剑道,力量只是其中一个因素罢了。 所以,你不用气馁,力量上不足,那就在其他方面补上。 只要你一直保持努力,将来剑豪之中,必有你达斯奇的名字。 是吗? 达斯奇闻言,先是双眼一亮,可是马上又暗戴了下去。 难难道,可是那家伙怎么解释? 才短短三个月的时间,什么? 斯摩格没听清,一脸的疑惑。 而这时达斯奇,转身走了出去,眼神之中,带着几分失落。 斯摩格,这家伙,不会真的恋爱了吧? 不管怎么说,现在达斯奇,真是像极了失恋的女人。 可一个失恋的女人,又问起见到来了。 作为单身几十年,有事全靠双手打拼的斯摩格,感觉自己一个头两个大。 他站了起来,此时他下了一个决定。 必须要搞清楚,达斯奇到底怎么了? 他可不想自己看好的属下,就这样颓废下去。 于是他跟了上去。 罗格镇边缘的一个小树林之中,默克站在那里,擦拭着三袋鬼车。 雪走则是靠在一边的树上。 他和达斯奇约定好了,达斯奇教他三个月的建树。 三个月结束之后,雪走便是他的了。 而今天,就是三个月的最后一天。 如果之前,默克只是为了弥补自身的部族,而修炼剑道的话。 那么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剑士了。 因为,通过这三个月, 他彻底融入了这个世界,拥有了勇者之心,强者之心,剑豪之心。 他再也不是那个,在宿舍吃泡面,看骗的大学生了。 嗯? 默克双儿耸了耸,转头看向一边,不由笑了起来,达斯奇你来了。 达斯奇握着石羽的手,不由紧了紧。 这三个月来,前一个月再叫默克基础剑术,后两个月就是两人在不断地对战。 也是因此,默克的战斗经验直线上升。 达斯奇抿了鸣嘴, 默克,你是我剑部的人中最有天赋的剑士,仅仅用三个月就达到了我六年的成果。 不,你已经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剑道,而我却还拘泥去学来的剑招。 所以,你已经超过了我,今天是最后一天,是应该结束了。 一边说着,达斯奇一边走到了雪走的边上,将其拿在了手中。 作为刀吃的他,心中也因这把雪走多了几分喜色。 因为从今天开始,这把雪走就独属于他了。 这是他应该得的,因为在这三个月里,他毫无保留的教授默克剑术。 随即他又看向了默克,我知道,从半个月前,你就已经收着力了。 在你走之前,能让我看看,属于你自己的招式吗? 默克闻眼点了点头,他双腿微曲,摆出了一个拔剑的姿势。 下一秒,他和手中的三代鬼侧,同时释放出了鬼气。 甚至连他的双眼,都已经变成了墨绿色。 一刀流,鬼燕闪! 瞬间,默克就消失在了达斯奇的面前。 当他再一次出现的时候,他已经在达斯奇身后三四米入,缓缓地将三代鬼侧收入刀鞘。 轰于此同时,达斯奇身边的一棵三米高的大树被斩断。 而在这被斩断的大树上,却是燃起了一种子中带着几分绿色的火焰,开始急速燃烧起来。 当然,这鬼焰是鬼气所化。 达斯奇却是瞪大了双眼,眼神之中满是震撼。 这家伙明明三个月前,连正确的挥剑姿势都不会。 可是现在,却已经发动如此强力的剑招了。 只怕离剑豪之境,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别说他了,就是默克自己,有时候也十分疑惑。 自己为何有这么离谱的剑道天赋? 想来想去,他只想到了一个不太靠谱的可能。 那就是他吸收了三代鬼侧,化为了鬼侧剑人,所以才会在剑道上拥有如此出众的天赋。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他本来在剑道上就有着这般天赋。 只是上一世,根本就没有修炼的机会,不过,他更倾向于前者。 他踏踏,这时一阵脚步声响起,默克与达斯奇奇奇看了过去。 在看到来人的时候,两人又奇奇愣了一下。 因为,来人正是斯摩格上校。 默克虽然知道,早晚会遇到他,可是却没有想到,会在这里,以现在这种方式。 而达斯奇,却是有些心虚。 不过下一秒,两人奇奇傻眼了。 只听斯摩格先是对达斯奇道,这就是你的男友。 说着审视了默克几眼,冲着默克冷声道。 你小子,既然和达斯奇在一起了,那就让着点他。 一个大男人,怎么还和自己女人计较? 啊? 默克一脸猛逼。 达斯奇也是一脸猛逼,不过马上脸红了起来。 先是瞥了一眼默克,而后立马跑向斯摩格, 并解释道,斯摩格上校,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只是来教剑术。 你教他剑术? 斯摩格一脸的不幸,刚刚那小子的一剑,他可是看到了。 相当了得。 就是放在海军本部,也妥妥地能混上一个少校。 虽然达斯奇在剑道上也颇有天赋,可是现在的他还太难。 以他现在的实力,反不来这小子,教他还差不多。 斯摩格的表情,狠狠地扎了一下达斯奇的心。 不过,还是和斯摩格将事情缘由都说了一遍。 什么? 听完之后,斯摩格不由惊呼了起来。 当他再一次看向默克的时候,眼神都变得不一样了。 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道,所以,这个家伙,还是一个恶魔果实能力者。 所以,这个家伙,从毫无剑术到现在这个层次,仅仅只有了三个月。 好吧。 默克的剑道天赋,真的惊到他了。 要知道,他可是责法的弟子。 据他所知,他这一届,再加上上下两届,都没有出过这么变态的家伙。 就是责法所有的学员中,也只有当初的黄元、赤犬、亲至三人,才有这样的变态天赋吧。 忽斯摩格深深吸了一口烟,而后吐了出去。 一时之间,烟雾缭绕,却也让他冷静了不少。 此时此刻,他看默克的时候,就像是在看一件西石之宝一般。 有没有兴趣加入海军? 如果你愿意,我亲自推荐你进海军本部。 以你的天赋与实力,多了不敢保证。 一个本部少校之位,还是可以的。 当然,这仅仅只是你的起点,默克文言,却是摇了摇头。 虽然加入海军也不错,但是太没有自由了。 就像眼前的斯摩格,海军本不让他待在这罗格镇,那他就得待在这罗格镇。 最最重要的是,默克可不想屈居人下。 更不想成为天龙人的走狗,所以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多谢看重,不过质不在此。 此话一出,斯摩格的表情微变。 看默克的眼神,也变得锐利起来。 因为在这个世界,乘客不是成为海军,就是成为海贼。 其他的可能极小。 所以,眼前这小子,如此果决的回绝,极有可能已经下定决心,出海当一名海贼了。 而以这小子的天赋,一旦成为了海贼,必成大患。 这可不是他想看到的。 但是,此时默克还不是一名海贼,更没有做出什么违法与伤害别人的事。 他的原则,让他无法在这种情况下,除掉这个未来的隐患。 哎,最终斯摩格不由叹了一声,暗道,希望这小子,看在何达斯奇的份上,不要走上歪路吧。 斯摩格上校,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海军士兵,急速向这边来。 呃,斯摩格眉头不由皱了起来,出什么事了? 海军士兵,发现草帽一伙,草帽海贼团。 斯摩格先是有些惊讶,随即眼神变得犀利起来。 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家伙,绝对不能让他走出东海。 要不然成长起来,必然会成为连海军都头疼的存在。 要知道一个月前,陆飞就打败了阿龙,被悬赏三千万成为了东海赏金最高的海贼。 这可是初次悬赏啊,自然也就成为了罗格镇海军格外关注的对象。 刷着一下,连达斯奇与默克都齐齐看了过来。 达斯奇是因为知道,草帽一伙,有一个出色的见识。 而默克却是兴奋了起来。 心中喃喃道,终于来了,陆飞,罗罗诺亚,索隆,那女,乌索普,今天绝对是有趣的一天。 他已经迫不及待的了。 斯默克转头对达斯奇道,达斯奇,我们走。 达斯奇,是斯默克上校。 随即立马跟上了斯默克,不过在路过默克的时候,眼神落在他的身上,十分的复杂。 默克却仿佛没有注意到一般,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离开。 而后用手对准天上的太阳,手上感受着来自阳光的温暖。 光元素立马被吸收。 随即,默克再一次化为了光系身体。 吸收了三代鬼车,成为永久性的能力,发动吸收果实能力之后。 依旧,还能吸收其他物质,转化身体。 只是,当不用能力时,会恢复成鬼车见人的状态。 刷默克化为了一道光束,直接就朝着罗格阵阵中而去。 那是什么东西啊? 因为,默克并没有特意地去避开。 不管是斯默格,还是达斯奇,都注意到了光束的存在。 瞳孔齐齐一缩,同时心中十分的不解。 特别是斯默格,因为在他看来,这光束,很像是和他一样的自然性能力者。 默克却很快就来到了镇上,再一次来到了那家武器店。 因为他知道,罗罗诺亚,索隆,必然还是会去那家武器店。 果然,当他再一次走入武器店的时候,罗罗诺亚,索隆,已经在武器店之中了。 不过三代鬼车和血走,都已经被他截胡,所以这店中可没有什么名刀了。 所以,最后他只买了两把五万贝利的刀。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没钱。 否则,也不至于买店中最差的刀。 武器店老板一见默克到来,双眼一亮。 尊贵的客人,您这一次,又想买点什么? 看到默克的时候,老板就像是在看闪闪发光的镜子。 默克轻笑一声,这一次来,不是来买刀的,随即一指罗罗诺亚。 索隆,我是为他而来。 嗯? 罗罗诺亚,索隆一脸诧异,随后仔细打量了一下默克。 可是思索再三,也没有想到,在哪里见过。 不过,很快他的目光就落在了默克腰间的三代鬼车上。 瞳孔微微一缩,虽然他不认识这是什么刀,但是作为一名见识,直觉告诉他这是一把好名。 同时,他从默克身上感受到了与自己相似的气息,那是独属于见识的。 嘴角不由微微上扬,因为他已经猜到对方的来意了。 手也下意识地放到了合道一文字上。 同时有点兴奋的道,你想站,便站老板微微一愣。 目光在洛洛诺亚,索隆与默克身上来回的扫视,随即也反应过来了。 立马道,我这家店后面有一个小型事件场,不如话没有说完,可是话中的意思已经再明白不过了。 默克,洛洛诺亚,索隆奇迹点了点头,好,可谓是十分的默契。 两人跟着老板走入了柜台后的大门,穿过一个小库房,来到了一个足有50平方的事件场。 默克与洛洛诺亚,索隆相视一眼,随即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个地方,已经足够他们比试了。 两人相继来到事件场的中间,彼此间隔四五米站定之后,都摆出了拔剑的状态,罗罗诺亚。 索隆的目光,再度落在了三代鬼侧上,十分清楚,这是一把好刀。 手中的两把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刀,只怕承受不住。 那就用一刀留吧。 他拔剑的姿态发生了改变,右手握在了何道一文字的剑柄之上。 下一秒,两人齐齐拔剑,然后冲向了对方,并且同时斩向了对方,和道一文字与三代鬼侧狠狠地斩在了一起。 强大的力量下,使得双方都被震退了几步。 这一剑,竟然不分上下。 默克与洛洛诺亚,索隆双眼齐齐一亮。 默克是因为,他对自己剑道上的实力,有了一个准确的判断。 同时也是高兴,高兴自己剑道上的实力,已经和这个世界的剑道天才,处在同一个气泡线了。 而且,有恶魔果实的加持,还有这三个月来的锻炼,在力量上也已经不输洛洛诺亚,索隆了。 他的心境在这一刻,彻底升华。 气势也顿变,变得更加的锐利。 整个人就像是一把出鞘的利剑一般。 洛洛诺亚,索隆自然也感受到了默克的变化。 不过他并没有退却,而是战役更浓了。 因为,眼前这个家伙,是他在东海遇到最强的剑势。 当然,那个拥有一双阴眼的家伙除外。 当当当,两人在不断地挥剑,三代鬼彻和河道一文字不断地斩在一起, 发出金属相击之声。 两人的身影,也在事件场中,不断地来回穿梭。 好好好在一边旁观的老板,此时看着拼尽全力的两人,眼神之中满是兴奋。 他也有了一个剑豪梦,可惜他并没有那个天赋。 可是有生之年,能见到这样的剑术对决,死而无憾了。 再一次的对撞后,两人再一次各退了几步。 这一次,两人并没有再一次冲向对方。 而是死死地盯着对方,企图看出对方的破绽。 也在蓄力发动,更强地攻击。 一刀流! 飞龙! 火焰! 罗罗诺亚! 锁龙双腿一个发力,整个人跳到了半空,并将河道一文字放置于身后。 随后一道龙形剑招形成,并将它包裹在中间,最终人与龙齐齐向默克而去。 见到这一招,默克瞳孔微微一缩。 不得不说,所大就是所大,每一招招式,都十分地霸道,而又夺目。 真不愧是海贼王中,人气最高的人物之一。 而且这一招,不光是看上去厉害。 威力也十分地不凡,一旦被他砍中,敌人伤口会冒出高温的青色火焰,彻底将目标燃烧殆尽。 一刀流,修罗斩! 默克在地面,整个人也兴奋了起来。 只见他深吸一口气,随即身体微距。 反手拿着三代鬼车,并将他伸到了身后。 鬼气从他的身上奔涌而出。 而后凝结成一尊手提长刀的修罗。 就在洛洛诺亚,索隆的龙形剑招就要击中自己的时候,默克手中的三代鬼车果断挥出。 鬼气凝结出来的修罗,也将手中的刀挥了出去。 轰两人的攻击,再一次狠狠地轰在了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气静。 以两人为中心,向四周席卷去。 刮得两人身上的衣服,刷刷直响。 老板更是如同身在七八级的台风之下,整个人都有一些站不稳。 好在身后就是墙体,可是即使如此,他依旧是死死地盯着两人,生怕错过半点。 当下一秒,罗罗诺亚,索隆破开了默克的修罗,和道义文字斩在了默克的身上。 这个时候,罗罗诺亚,索隆已经收力了,毕竟两人是鄙视,而不是生死斗。 可是即便如此,这一刀要是挨石了,绝对也能让默克受伤。 至少罗罗诺亚,索隆与武器店老板都是这么想的。 可是没有想到,和道义文字斩在默克身上的时候,却是发出了金属相机的声音。 怎么可能?老板不由惊呼了起来,随即他也想起来了。 眼前这位,可不仅仅只是一位剑士,还是一个恶魔果实能力者。 罗罗诺亚,索隆也满是震惊。 他的目光落在了,默克被他斩中的地方。 衣服已经破开,露出了默克那白皙的皮肤,其上却上,没有半点伤痕。 我输了,默克虽然败了,却半点也不起来。 甚至有些高兴,他才修炼多久。 而罗罗诺亚,索隆呢? 这一战能判断出,他已经拥有了能与罗罗诺亚。 索隆争锋的剑到实力了。 他相信下一次相见,他的剑术绝对已经超过罗罗诺亚。 索隆了。 默克将三代鬼车收入刀鞘之中,随即站着罗罗诺亚。 索隆一笑,想来你也会去伟大航道吧? 期待与你再一次相见。 到时候,我们再比一场。 好。 罗罗诺亚,索隆想都没有想,果断答应了。 因为默克是他在东海,唯一一个势均力敌的剑士,他是很乐意有这样的对手的。 而且,他并不觉得默克的剑术差他多少。 因为他看得出来,默克真正差的是对敌的经验。 最重要的是,真的打起来。 说的或许是他。 因为,对方的身体如铁一般坚硬。 他刚刚那最强的一招,竟然伤不到对方分厚。 简直不可思议。 难不成,他和陆飞一样,也是一个恶魔果实能力者。 默克离开了,毕竟他还有其他事要做。 找罗罗诺亚,索隆比试也只是想清楚地了解一下,自己的剑术在那个段位。 现在吗? 他迅速向楚行台走去,因为不论剧情和人物怎么,因他而变。 有一点绝对不会变,那就是,陆飞绝对还会去楚行台。 而这就是他的机会了,只要他将陆飞,压制在楚行台上。 所以,有的剧情都会回到原来的位置。 果然,当他来到楚行台的时候,巴托洛米奥和他那个青梅竹马德扎亚,已经在楚行台处的广场上了。 特别是巴托洛米奥那,极有特点的长相和打扮,真是太眨眼,一眼就能找到。 很快他的目光,落在了楚行台上。 只见一个戴着草帽的家伙,正在不断地向上攀爬着。 果然,默克脸上的笑容,已经怎么也压不住了。 默克用手触碰地面,能力发动。 默克的身体,立马开始有了变化。 进入了自然系,泥泥状态。 因为对上陆飞,这个主角光环逆天的家伙,还是自然系完全一些。 随即默克轻土一生,泥石束缚,下一秒,楚行台下方的泥土,仿佛活了过来。 疯狂涌出,将整个楚行台下方都缠绕住,并且急速向上,大有要将整个楚行台都要吞噬的架势。 夏露飞这个时候,也已经发现了下方的异常。 吓得双眼都要瞪出来了,毕竟,这个时候,露飞还不是二年后的他。 箭是有限的狠,见到的能力者,也仅仅只是一个垃圾的不能垃圾的小丑巴基。 不过露飞是一个十分执着的人,他想办到的事,没有办到之前。 根本就不会停下自己的脚步,他加快速度,飞速向楚行台的最高处,爬去。 然而,在默克的控制下,泥土上升的速度更快。 就在露飞达到楚行台顶端的时候,泥土也已经达到,直接将楚行台最高处的平台,连同露飞一起吞噬。 啊?啊? 露飞只留一个头在外面,眼神也变得慌乱了起来,因为他发现,无论他怎么挣扎,都挣脱不了。 整个人仿佛陷入了一个泥潭。 与此同时,默克脚下的泥土如海浪一般涌起,将他拖到了露飞相等的位置。 你是海贼吧? 那心中早就应该有了死的准备了吧? 说话的同时,默克将手中的三代鬼侧缓缓抽出,做出了要将他斩于刀下的架势。 你谁啊? 露飞慌了,拼命地挣扎起来。 哪怕他知道,再挣扎也是无用。 因为,这是一个人求生的欲望。 可当默克刀斩下时,露飞反而平静了下来,并且朝着下方露飞了一个笑容。 也正是这个笑容震撼了在场所有人。 默克也笑了,因为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轰隆隆与此同时,天上一阵雷响,紧接着一阵雷电从天而降,好巧不巧地轰在了默克的身上。 不过,一切都在他默克的意料之中。 在这一道雷霆之下,默克直接被轰得整个人都炸开了。 化作无数的泥点,向四周飞溅。 不过,马上无数的泥点,又急速汇聚到了一起。 默克已经恢复如初。 不过这个时候,他已经在地面了。 他的嘴角微微上扬,心中更是笑道,拢你个老六,就知道你会来这一手。 啊,这在广场的一角,达斯奇一脸的震惊。 斯摩格也是瞪大了双眼,转头看向达斯奇。 你不是说,他是类似斩斩果实的能力者吗? 类似斩斩果实能力者个屁啊。 刚刚那妥妥的元素化。 这摆明了,就是一个自然能力者。 估计就是自然系,你你果实能力者。 此时此刻,斯摩格看末的眼神,变得更加的不一样了。 见到天才,外加一个自然系能力者。 这样的家伙,要是加入海军,将来必成大器。 说不定,就是未来的大将之一。 随即,他的目光又落在了陆飞的身上。 眼神立马变得冷冽了起来。 现在最重要的是这个家伙,达斯奇跟上,化身一落。 整个人化作了一团烟雾,朝着陆飞而去。 速度极快,只是这个时候,陆飞也已经脱困了。 并且也已经看到有海军的人,最关键的是,那美与乌索普也已经过来了。 拉着陆飞,就跑,嘖嘖。 默克看着斯摩格与达斯奇向陆飞追去,看着巴托洛米奥看向陆飞,那崇拜的眼神。 怎么也压制不住心中的兴奋,不由笑了起来。 真没有想到,您不仅仅是一个厉害的剑客,竟然还是一个自然系,宁宁果实能力者。 不知道,什么时候,武器店的老板,已经来到了默克的身边。 一脸笑容,看默克的眼神带着几分讨好与羡慕。 默克转头看向老板,心中带着几分疑惑,因为不明白,这个家伙为何来。 所以不由问道,有诗? 老板犹豫了一下,不过马上下定了决心。 是这样,我老婆有一个妹妹叫阿塔。 是一个喜欢做菜的厨娘,为了追求更好的厨艺,去了伟大行道。 说是在那里有更好的食材,她想去见识一下。 如果,我是说如果,你去伟大行道,正好经过厨娘岛的话,拜托你帮我和老婆打听一下她的下落。 因为,她最后一次消息,就是在那里。 说完之后,老板冲着默克,深深地鞠了一躬。 啊?默克十分地诧异,因为援助之中,也没见老板对罗罗诺亚。 索隆说这事啊。 看来,因为他,这个世界,已经有一些变化了。 正是因为这个,他突然想看看,这变化到底是什么样的。 于是点了点头,放心,厨娘岛我去的。 阿塔,我也会帮你们打听的。 老板闻言微微一愣,他可是拜托,如果经过厨娘岛的话,帮他打听一下阿塔下落。 因为他十分明白,他可没有那么大的脸,能让默克特意去厨娘岛,帮他寻找阿塔。 阿阵,回神之后,老板露出了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随即大喜,太感谢您了,如同援助。 在龙这个超级老爹的帮助下,陆飞一伙成功冲出了罗格阵,向伟大航道而去。 很快他们逆流而上,冲上颠倒山。 就此,他们踏出了进入伟大航道的第一步。 默克此时的注意力,已经在巴托洛米奥这个家伙身上了。 他倒是要看看,他的那颗超人系屏障果实到底是怎么来的了。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随着斯摩格也已经跟着陆飞离开,罗格阵变成了一个混乱的地方。 毕竟,罗格阵能成为四海最弱,最平稳的存在。 斯摩格可是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现在,没了斯摩格的震慑,不管是海贼,还是巴托洛米奥这样的地痞流氓,一个个都无法无天了。 特别是巴托洛米奥这个家伙,本来就是无法无天主。 斯摩格一走,再也没有人能约束他了。 老大,打听到消息了。 来我们罗格阵的是东海十二号基地的野狗上校。 谁? 巴托洛米奥整个人都闷逼了。 东海海军三大害,门卡上校,老鼠上校,还有就是这个野狗上校了。 也就斯摩格这个傻子不知道,而底下的民众早已经各个心知肚明了。 但是,有一说一。 这三个家伙,是东海三大害没错。 可是他们的实力,一个比一个若巴托洛米奥笑了。 本大爷正好要出海,那就借他们的人头,来养一次名。 同时,也算是给罗格阵除一害了。 他好歹也是罗格阵出生的人,他可不想这野狗上校,最后坐上这罗格阵最高长官的位置。 否则,只怕整个罗格阵都会活在地狱之中。 暗中盯着巴托洛米奥的默克,眉毛一条。 罗格阵是什么地方?那可是东海的咽喉,海军本部绝对不会让一个弱者坐在这个位置。 就算人品不行,实力也一定要行。 就算不如斯摩格,也有一定的实力来震慑住东海的海贼。 否则这么多年来斯摩格的心血,就复制东流了。 巴托洛米奥是有点实力,可也只是针对普通人的。 队上,能接替斯摩格的人,只有死路一条。 卧槽,此时的默克,心中直犯嘀咕。 难不成,其中又有什么说法? 或者说,这家伙就是在这之前,得到了屏障果实。 否则,他可不认为,现在的巴托洛米奥能打得过,海军派来接替斯摩格的人。 三天之后,一艘小型军舰驶入了罗格镇的港口。 很快,船上走出一队海军,为首的是一个十分高大的海军上校。 嘖嘖,而当他们走出港口,来到了镇上的那一刻。 巴托洛米奥带着一群人围了上去,还一脸蔑视地盯着野狗上校。 十分张狂地道,野狗上校,我知道你看了不少,拿点出来给兄弟们分分。 要不然,你今天可过不了今天这一关。 暗中的默克磁脚抽搐了一下。 这巴托洛米奥可真勇啊。 哈哈,野狗上校这个时候,仿佛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笑的事一般,放声大笑了起来。 巴托洛米奥却是表情一宁,因为野狗上校的笑声,真的是刺激到他了。 甚至让他有一种很不安的感觉。 替瞬间野狗上校就消失在了原地,再一次出现的时候,他就已经站在了巴托洛米奥的面前。 近的,只要一挥手,就能打中对方的脸。 六士,暗中的默克,不由瞳孔,不由微微一缩。 说到海军,六士就是一个绕不开的东西。 可以说,大部分的海军将校,除了用舰的,基本都会挤着六士。 甚至有些用舰的,都会六士。 但是不得不说,凡是掌握六士的海军,没有一个是弱者。 因为六士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修炼的,而是要达到五百倒立。 别小看这五百倒立。 比如,测试海军战斗力的倒立值,也是证明一个人的战斗力强弱的一个标准。 这个世界最普通的海军士兵倒立值为10,超过五百以上,便算是超人。 看看,CP9中的人,有几个也才五六百倒立。 当然,这个数值并非稀有和顶尖的。 可是在伟大航道前半段,也称得上小有实力。 更别说在这个最弱的东海,绝对称得上强者。 而且还是碾压式的强者,下巴托洛米奥吓得双眼都快要瞪出来了。 他本能的后退,可是现在的他,又哪里是掌握了六士的海军的对手。 崩,野狗上校,直接一脚踹了过去,正中巴托洛米奥的腹部。 强大的力量下,巴托洛米奥就如同断了线的风筝,直接飞了出去。 而后野狗上校并没有停下。 踢一脚踹出,踢一脚踹出,同样的招式,简单又直接。 可是巴托洛米奥所带来的小喽啰,没有一个能接下一招的。 不可能,这不可能。 此时已经倒在七八米之外的巴托洛米奥,看到这一幕,脸上满是惊骇与恐惧。 很快进摆的小喽啰,全都倒在了地上。 他们不是断腿,就是断了手臂,又或者断了肋骨。 可见野狗上校并没有手下留情。 最后,他一步又一步走向了巴托洛米奥。 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个嘲讽的笑容。 巴托洛米奥吓得从地上跳了起来,忍着痛一步一步后退。 同时,还是不敢相信,怎么可能? 你连西平那个家伙都打不过。 西平? 野狗上校闻言,好像想到了什么。 随即不由笑了起来,笑得十分欢乐。 我说,谁给你这样的小喽啰的勇气,竟敢对我动手。 原来,你认识西平那个家伙啊? 现在想想,也是了。 西平这个家伙,就是出身罗格镇的。 而且和眼前这些人一样,都是小混混。 有人认识他,倒也不奇怪。 可那个家伙,就是他的白手套啊。 那一次败给西平,那也人是做做样子。 毕竟,这家伙干了一票大的,不能再留了。 而且那一次,也是碰巧在大海上来了一次遭遇战,总不能真抓住那个家伙吧。 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放走之后,找个机会,无声无息地杀了。 再将其抢来的钱财,通通归于自己。 最后用这个钱财,去打通一些关系。 损失的那点名声,和这些相比,算个比啊。 要不然,他怎么会坐在这东海第一的位置? 有了这个位置,他能捞更多的财富。 到时候,打通关系的钱财就更多了。 他之后,自然也就升得更快了。 多好的事啊。 可是没有想到,给这些垃圾造成他很弱的错觉了。 拜托他,虽然不如斯摩格,可好歹也是和斯摩格一届的海军学员。 在伟大航道,他的实力或许不算什么,可是在这东海。 斯摩格一走,还有谁是他的对手? 根本就没有义和之将。 就像眼前的这些乌合之众,随手便可灭杀。 我和你拼了,这个时候,巴托洛米奥也已经回过神来了。 眼神中带着疯狂,脸上则满是争鸣。 因为他明白,他除了拼死一搏,再无退路了。 就算死,至少也要死得有尊严一些。 巴托洛米奥直接扑向了野狗上校。 可惜,巴托洛米奥的动作,在野狗上校的眼中,就如同乌龟一样,慢得很。 野狗上校,一个闪身,轻松躲开。 巴托洛米奥扑空之后,与他擦身而过。 野狗上校抬腿就是一脚,踹在了巴托洛米奥的屁股上。 强大的力量下,巴托洛米奥再一次被踹飞了出去。 野狗上校,嘴角不由上扬,露出一个冷笑。 同时,他向四周扫了一眼。 巴托洛米奥对他而言,和那些小喽啰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同样可以一招秒。 现在如同猫系老鼠的局面,就是为了震慑住罗格镇上的所有人。 不管是本地的地痞流氓,还是外来的海贼。 让他们明白,罗格镇哪怕离开了斯摩格,还有他野狗上校。 依旧不是他们能乱来的地方,可是他并没有注意到,巴托洛米奥飞去方向,正是他的那些手下的方向。 那些手下,可只是一些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海军,一个没注意,被打飞过去了,巴托洛米奥,撞了一个阵阵。 立马人仰马翻。 而此时,其中一个人手里的盒子掉了下来。 一颗有点像苹果的水果,滚到了巴托洛米奥的身边,卧槽,默克双眼都亮了。 野狗上校也变了脸色,只怕他也不曾想到, 会出现这样的乌龙。 那可是,他意外得来的恶魔果实,他是准备用来搞关系的。 巴托洛米奥先是愣了一下,随即一下就将恶魔果实拿在了手里。 想都没有想,直接就往嘴里塞。 你敢,瞬间,野狗上校就消失在了原地。 可是他再快,也有一定的距离。 或许原著之中,他就是慢了一步。 从而让巴托洛米奥吃掉了这颗恶魔果实。 而巴托洛米奥也凭着这颗恶魔果实,密封翻盘了。 不说击败野狗上校,至少能安全离开了。 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快过默克,再加上他早就有准备。 所以,早早地吸收了阳光。 此时,化作一道光束,在巴托洛米奥吃下恶魔果实之前, 来到了他的身边,并且一把从巴托洛米奥手上将恶魔果实夺了过去。 你又是谁野狗上校生生地停了下来, 看着默克的眼神之中,充满了忌惮。 因为,一眼就认出来了,默克这可是自然系能力。 而且是类似黄园大将的闪闪果实能力。 这让他不得不重视,不得不忌惮。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是,这个恶魔果实是我的了,多谢了。 说到这里,他不由将手中的恶魔果实,晃晃。 巴托洛米奥,都已经在手里了,刚开始还以为走大运了呢。 结果,野狗上校,真是气得咬牙切齿。 这可是之后,他用来打通上面的关键。 要不是忌惮默克的能力,他早就已经动手了。 不过,既然对方已经知道这是恶魔果实了。 自然不可能再还给他,也就是说,双方必战。 替野狗上校,也是一个十分果决的人,救了决断之后,便不再废话。 整个人再一次消失在了众人的面前。 当他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在默克的身前了。 指枪! 只见他食指如枪一般,戳向默克的眉心。 当,默克并没有选择躲避。 而是仗着能力,准备反击。 就在,野狗上校的手指,击中默克眉心的瞬间。 默克手中的三代鬼撤出窍,在空中划过一道寒光。 可就在斩中野狗上校的瞬间,野狗上校再一次使出了T,进入了高速度移动状态。 从而躲开了默克这一击,再一次出现的时候,已经在十米之外。 此时此刻,他看着默克的眼神又变了,带着几分震惊,几分疑惑地道。 你还真是自然能力者。 不过,黄元大将依旧活得好好的。 你又是怎么得到闪闪果实的? 他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类似闪闪果实的自然系恶魔果实。 本来,他还以为,默克拥有的,只是类似闪闪果实的超人系恶魔果实。 最多有类似闪闪果实的移动方式和攻击方式。 可经过刚刚那一下,他已经试探出了,对面这个家伙,真的是自然系,否则不可能拥有元素化。 默克咧嘴一笑,这就不关你的事了,话说,你有被光踢过吗? 话声一落,默克脚上光元素汇聚,使得整条右腿都亮了起来。 不好,野狗上校,脸色不由大变。 替与此同时,默克右腿已经踢出,一道光束迸射而出。 轰隆隆,先一步躲开的野狗上校,就看到那道光束穿过刚刚他所站的地方,击中了港口的一艘军舰。 其强大的威力,直接洞穿了军舰的整个舰体。 并且在一阵轰鸣声中,从中间断成了两截,并迅速下沉。 野狗上校,不由倒吸一口冷气。 这要是被击中,不死也惨啊。 一想到这里,他头皮也是一阵发麻。 不过,到底是责法交出来的人? 即使人品不行,实力还是有的,胆气更足。 默克带给他的压力,不仅没让他退缩。 反而,让他站一大掌,只见他死死地盯着默克,自从被分来东海,当东海的副总长,已经很久没有痛痛快快地打一场了。 化身一落,默克身体发生了变化。 只见他浑身长出了灰色的长毛,手也开始变成了爪子。 现在终于知道,这家伙为什么叫野狗上校了。 因为,这家伙是动物系野狗果实能力者。 屁,下一个瞬间,野狗上校再一次消失。 草,不得不说,这剔自己用的时候,十分的爽。 可是,当对手用的时候,就十分的令人头疼了。 默克只能全神戒备,当他再一次出现的时候,已经在默克的身后。 只枪! 当,这一次,他没有选择用元素化。 因为,当野狗用出能力的时候,他心中就隐隐有一种不安。 所以,反手就将手中的三代鬼侧,向后斩去。 准确无误地斩中了野狗上校的手指,让默克没有想到的是,从野狗上校手指上传来了十分恐怖的力量。 震得默克手颤了颤。 不得不说,动物系的恶魔果实,真的太适合提出达人了。 不说别的,单单力量上的提升,就令人感到可怕。 不过,最最让默克心惊的,还不仅仅是如此。 因此时转过头的他,看到野狗上校的手指上,竟然缠绕着武装色。 尼玛,这是在东海呢。 武装色缠绕,要不要这么离谱。 默克心中疯狂吐槽,同时又万分庆幸。 最重要的是,在心中不断地提醒自己。 以后不能小看任何一个人,更不能过分依仗元素化。 一个不好,陷入铁块幻术的结局,就悲剧了。 默克瞬间化为一道光束,把两者之间的距离,拉开了一段距离。 此时此刻,他看野狗上校的眼神,都有一些不一样了。 野狗嘴角不由微微上扬,露出几分得意。 这就是他的最后一张底牌。 不久前觉醒了武装色。 虽然,仅仅只是最初步的。 甚至只能勉强缠绕双拳之上,可已经足够了。 这也是他有把握身上本部少将的一张底牌。 而此时,默克也升了战役。 闪耀,下一秒,默克身上光元素汇聚,使得默克整个人如同一个小太阳一般。 强光令所有人都不能,也不敢直视。 因为,只看一眼,双眼就如同火烧一般,疼得睁不开。 一刀流,鬼燕闪! 趁着这个机会,默克与三代鬼车上的鬼气,全都涌现,最后融合为一体。 刷默克的身影一闪而逝,再一次出现的时候,已经在野狗上校的身后,缓缓将三代鬼车,收入刀鞘之中了。 扑痴,当默克身上的光芒散去时,野狗上校身上,有一道伤口炸开,鲜血狂飙而出。 野狗上校一脸的难以置信,要知道,在这东海,他可是对自己的实力,有着绝对的信心的。 没有想到,混蛋,野狗上校不由低骂一声,不得不说默克的那招,真的是令人头疼了。 让人双眼无法失误,他又觉醒的是武装色,又不是剑文色。 哪能在无法失误的情况下,躲开对方的攻击。 蓝角,野狗上校,反身就是甩出一道蓝角斩击。 当,默克的反应也不慢,手中三代鬼车瞬间出窍,并且挥出,硬生生挡下了这一招。 不过强大的冲击力下,令他连退了四五米。 蓝角,野狗上校,又怎么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 一个蓝,直接出现在了默克的身后,纸枪,食指对准默克的后脑勺就戳去。 可是下一秒,他整个人定在那里。 他的手指,离默克的头,只有不足十厘米。 但是野狗上校却发现,此时此刻,他竟然动弹不得半分。 他低头一看,不知何时,他整个身体,已经被从地上涌上来的泥土缠绕,并且束缚住了。 此时的他,一脸的震惊与不解。 刷,而就在这个时候,默克手中的三代鬼车,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向野狗上校的颈部斩去。 不好!野狗上校,脸色不由大变。 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根本就无法躲避。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三代鬼车离他越来越近。 铁块! 别无他选,他只能选择被动的防御。 刷三代鬼车划过野狗上校的颈部,显然他的铁块,无法防下默克这一击。 先是一道伤口缓缓显现了出来,紧接着,鲜血狂飙而出。 不,不不可能,野狗上校一脸的难以置信。 眼前这个家伙,明明就是类似闪闪果实的自然系果实。 怎么又能控制泥土了? 不过,这时候他发现,不知何时,眼前这个家伙的皮肤,不再是那么的光亮,反而暗淡无光,甚至泛着黄。 可惜一切都晚了。 此时的默克,却是嘴角上扬,露出一个笑容。 就在刚刚应接下野狗上校篮角,被逼退四五米时。 他就顺势用手接触到了地面,人也从闪闪,变成了泥泥能力。 还有,铁块果然是最强幻术。 这家伙,在他诡气爆发的权力一刀下,直接就破防了。 死的不能再死,咔嚓,与此同时,在一个阴暗的角落中。 一个人冲着默克拍照,并且十分专业地找一个合适的角度,抓住了默克收刀石的样子。 颇有一种藐视天下之意。 与此同时,默克却是寻找起巴托洛米奥的身影,却发现早已经不知所踪了。 默克不又愣了愣,难难道,真不愧是重要角色,命就是硬啊。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再留在罗格镇的必要了。 只见他,用手对准天上的太阳,再一次转化成了闪闪能力。 最后,整个人化作一道光束,直接冲向了颠倒山。 而后迅速冲到了伟大航道,并且迅速来到了第一个小岛。 伟大航道之上,可以选择好几条路线。 而每条路线上的第一个小岛,那都是有着卖情报的地下势力。 几乎可以买到,所有小岛的永恒指针,就是有点贵。 所以,默克一落到小岛之上,就立马找到了酒馆,见默克一个服务员,立马一脸笑容地迎了上来。 您需要点什么?默克也不废话。 开门见山地道,我要一个雏娘岛的永恒指针。 说完,鼻子不由耸了耸,因为有一股香味扑鼻而来,令默克有了食欲。 于是又补了一句,再给我来上一桌,你们这里最出名的菜肴。 好嘞,您随意找个地方坐,我去去就来。 则则,默克随意找一张空桌,就坐了上去。 可一群人,一个个都齐齐看向了默克,有些眼神更是不怀好意,甚至发出了阵阵冷笑。 又来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新人,估计,还做着海贼王的美梦吗? 新人不都是这样吗? 幼稚得很默克眉毛一条,扫尸在场所有人,眼神带着几分不屑。 要知道,在这里的老人,基本都是一些,没了勇气的废人。 只会在这里,在新人面前,装装样卫,其中有一个标形大汉站了起来,并走向了默克。 小子,特定小岛的永恒指针可不便宜。 想来你是有点钱的,把我们那一桌也挤付了,再留点钱下来,给我花花如何? 说的好像是询问,可是语气,却是不容置疑的。 默克坐在那里,抬头看着来人,看着他一副吃定自己的样子,不由笑了起来,一个只敢窝在伟大航道入口第一个小岛的废物,也敢嘲笑那些怀有梦想的人。 虽然,那些家伙,大多都不是好人,可是比你这些废物强得多了,进酒馆之中,瞬间进入了一片肃静之中。 不管是来人,还是本来打算看好戏的人,此时一个个表情都僵在了脸上,因为默克的话等同于一巴掌扇在他们的脸上。 瞬间,所有人看默克的眼神都变得不一样了,不再是看戏的样子,而是一个个仿佛要吃了默克一般。 特别是那个镖形大汉,此时瞪大了双眼,眼神之中满是怒火。 你可是他刚要发镖,却迎上了默克的眼神。 此时的默克瞳孔已经变成了紫色,同时,鬼气从他的身上喷涌而出,向四周席卷去。 首当其冲的,就是镖形大汉,刚说出一个字,整个就如被重击。 脸一白,身体也晃了晃,其他的话全都硬生生憋了回去。 私在场所有人都感觉一股阴冷之气刮过,令他们不由打了一个寒颤。 最最重要的是,眼前这个小子的气势已经变了,给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众人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他们好歹也是从四海闯出来的人。 见识还是有些的,哪能不明白,今天是遇上硬查了。 默克却是冷声道,将身上所有的财物留下,便可离开。 否则,今天就用你们的命,来承担冒犯我后果。 众人的脸为之一僵,他们是想欺负一下新人,再分分一杯羹。 哪曾想,反被打劫了? 这一下,所有人都傻眼了。 可这些都是手上沾满鲜血的海贼,贪婪是他们的本性,哪能轻易将手中的钱财拱手让人。 哐当,一个坐在靠着窗户的海贼,直接打破了窗户从中跃出。 轰隆隆,可是还不等他高兴,酒馆中的众人。 就看到默克的食指已经对准了这个家伙,并且食指上聚集了大量的光元素。 紧接着,一道光束迸射而出,直接就击穿了那个逃出去的家伙的后心。 并且去世不减,狠狠轰在了百米外的一棵大树上。 恐怖的威力,直接将那棵树都轰断了。 因为酒馆的窗户十分的大,所以大部分人都看得一清二楚。 酒馆再一次陷入了一片寂静之中。 咕噜,思有人咽了一口唾沫,有人倒吸了一口冷气。 回神之后,看默克的眼神完全变了。 再也没有半点轻视与不甘,有的只有敬畏。 随即,立马将所有的钱财都恭恭敬敬地放到了默克的桌上。 然后才退了出去贼哈哈哈哈。 就在这个时候,一声十分有特点的声音,在酒馆的一个角落中响起。 卧槽,这笑声一起。 默克脸上的表情,虽然没有变。 可是,一颗心却是提到了嗓子眼。 因为海贼王中,许多人物都有着十分特殊的笑声。 甚至一听笑声,就能知道他们是谁。 比如现在这个笑声,绝对是未来四皇之一的黑胡子。 默克的瞳孔猛地一缩,他万万没有想到,刚入伟大航道,就遇上了这样的大boss。 以他现在的实力,可不是其对手。 呼默克缓缓呼出一口气,使得自己平静一些。 而后,转头看向笑声响起的角落。 果然,只见本来背对他的一个大汉,此时转头看着他,眼神之中带着几分欣赏。 而在他的身边,坐着一个一副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家伙。 独Q。 默克一眼就认出来了。 黑胡子手下最初四大将,分别就是拉斐特、吉扎斯、巴杰斯、范、奥卡和这独Q。 不过现在黑胡子,怎么跑到这伟大航道的入口来了? 不对,反过来说,这里是四海的入口。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黑胡子手下四大将,其中拉斐特就是出生西海。 原为西海警察,外号魔鬼警长,魔鬼警察。 更是黑胡子海贼团的航海士,未来黑胡子海贼团五号船船长。 再加上黑胡子身边只有独Q一人,那是不是代表,现在是黑胡子去西海, 之后成功将拉斐特收入麾下的时间点。 不过这个家伙去西海,到底是为了什么? 难不成是专程去拉拢拉斐特? 一个拉斐特,真的值得黑胡子专程跑上这么一趟吗? 此时酒馆里的人,已经跑得差不多了。 黑胡子从位置上站了起来,并向默克走了过去。 同时仔细打量起默克来。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些连梦想都能丢弃的家伙。 哪有资格羞辱心中有梦想之人? 默克却是默默皱起了眉头。 谁哈哈哈哈,黑胡子见默克没有马上回答,又马上补了一句, 假如我的海贼团如何? 刚刚默克的表现,他可是全看在眼里。 不仅仅气势惊人,能一眼震慑住别人。 更拥有着强大的恶魔果实能力。 随即,他目光落在了默克手中的三代鬼侧。 想来还拥有不错的剑术,这样的人值得他拉拢。 默克沉默了一下,随后又笑了起来,带着几分中二的道。 那可不行,我的梦想,可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 贼哈哈哈哈,黑胡子闻言先是一愣,随即不由放声大笑了起来。 看默克的眼神都变得不一样了,带着几分审视。 最后意味深长的道,很期待我们下一次见面。 说着,便走出了酒馆之中,因为他明白,眼前这个小子,不是屈居人下之人。 独Q紧跟其后,走出酒馆之后,独Q回头看了一眼,随即后对黑胡子道,这小子现在还嫩,可早晚会成为对手。 不如,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黑胡子打断了。 与警号三四,大海之上,这样的人多如牛毛。 我见一个杀一个吗?杀得过来吗? 与警号三四,说到这里,他也回头看了一眼,随即十分霸气道。 何况,他真的有一天,站在了我的队里面。 我会亲手将他的脑袋摘下来,贼哈哈哈哈,一句。 现在的默克,在他黑胡子的眼中,连对手都撑不上。 或者说,在他看来,默克将来能不能走到,能站在他对立面的层次,还是一个未知数呢? 黑胡子离开之后,默克不由深吸一口气。 老实讲,这个时候,他可不想和黑胡子正面起冲突,因为,没有半点胜算。 但是,他刚刚已经做好了动手的准备了。 可是,泽泽? 默克已经放在三代鬼车刀柄上的手,不由紧了紧。 变强的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强烈过。 实力不够,甚至连当别人对手的资格都没有。 或者说,别人连对你动手的兴趣都没有。 当黑胡子离开没有多久,刚刚那个服务过来,这是雏娘岛的永恒指针,三十万贝利。 默克脸皮抽了抽,不是他没有这三十万贝利。 而是暗叹,这黑市,真的是太黑了。 要知道,索大在罗格镇买的两把刀,加起来也就十万贝利。 不过他,还是爽快地付了钱,因为他差这点钱。 随即又不问了一句,你这里,有情报买搏? 服务员点了点头,当然,不过,你是找人,还是想了解什么事。 默克,雏娘阿塔,出生东海罗格镇。 曾经在雏娘岛出现过,我需要他现在所有的情报。 服务员,您稍等,说着,就转身离开。 默克眉头轻皱,因为他感觉得出来,这个服务员,和之前有些不一样了,不是带着几分卑微的笑容,反而带着几分隐隐的高姿态。 这令默克有些不太明白了,到底是什么,令他有所转变了。 他可是刚刚展现了实力,安理来讲。 对他应该更加的敬畏,才对。 有意思,默克看着服务员离开的身影,脸上露出了意味深长的表情。 很快,服务员又回来了,手中拿着一张纸,礼貌性的一笑。 你要找的这个雏娘阿塔,是个人物。 所以,价格有点高,在地下世界,人的情报,往往是根据人的实力和身份来定价的。 哦? 默克脸上露出了几分诧异,本来嘛。 就是冲着从武器老板得到了两把铭刀,才答应他找一找他。 没想到,竟然有意外之喜。 只要情报属实,价格不是问题。 服务员伸出一根手指,一百万贝利。 说完之后,更是掏出一个电话虫,贵是贵了点,可是贵有贵的理由。 收了你这一百万,我们的人会盯着他,他的位置亦有改变,我们会立马通知你。 直到你找到他为止,默克不由愣了愣。 这服务,倒也值这个价。 于是点了点头,随即从怀中掏出一颗蓝宝石。 服务员接过后,仔细打量了一下。 心中做出判断,这个虽然普通了点,不过一百万还是值的。 于是,将手中的纸递给默克。 厨娘阿塔,三十岁,厨娘阿塔,三十岁,曾经是厨神海贼团船长,二刀刘建豪,厨艺了得,实力也了得。 悬赏一亿三千万。 在当年厨娘岛厨艺比赛中,获得第一名。 可当天就被人算计,船员死伤殆尽,只有他侥幸活了下来。 所以,脾气变得异常的暴躁,一言不合就动手。 人现在还在厨娘岛,因为他坚信,当年算计他的人,还在厨娘岛。 这就是这张纸上所写的内容,默克的眼中十分的惊讶。 万万没有想到,这厨娘阿塔有着过亿的悬赏,这都够得上超新兴的价了。 而且,这个价还是几年前的,因为这几年一直在厨娘岛寻找凶手。 所以,他的悬赏一直没有变。 有意思,默克立马又道,当年算计他的人的情报。 有的话拿来吧,我一起买了服务员微微一愣,而后双眼一眯,看待你是第一次和我们合作,而且又成为优质客户的前置。 我魄力提醒你一次,凡是买下这个情报的人,本身的情报也会同样出现在那人的手里。 所以,你确定?默克微微一愣,随即双眼微眯。 因为这家伙话,透露出来的信息,可不是一般的答。 第一,他不是第一个向地下世界买凶手情报的人。 第二,那凶手来头不小阿塔,还在厨娘岛。 那就说明,买情报的人要么被处理掉了,要么在得知凶手的身份之后,退缩了。 不过还是点了点头,多谢。 不过将情报拿来一把,我都有些好奇。 服务员,好的,不过这价有点高。 毕竟,谁都知道,这份情报极有可能将一位悬赏过一的海贼,拉入麾下。 说着,还冲着默克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仿佛在说, 你不也是打着这个主意吗? 默克文言不由笑了。 哦?那我倒是想知道,他在你们地下世界值多少。 服务员,一千万贝利。 默克双眼一亮,价越高说明这阿塔的实力越强。 所以,听到这个价之后,反倒是一喜。 于是他掏出了一串珠宝项链,这个应该能抵一千万贝利。 服务员,你稍等。 此时他脸上的笑容,多了几分真诚。 卖掉过千万的情报,他的奖金自然也不会少。 很快,服务员带着情报,再一次回来了。 新世界,多福朗明哥麾下。 唐吉赫德家族成员古拉迪乌斯。 超人系,报报果实能力者,悬赏三千一百万。 实际拥有过亿的实力,利用报报果实能力,埋伏阿塔,炸死阿塔的除神海贼团。 除团长阿塔外所有人,并成功夺取阿塔手中的恶魔果实。 卧槽! 默克不由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万万没有想到,出手的人,竟然会是唐吉赫德家族成员古拉迪乌斯。 难怪,他的背后,可是多福朗明哥,与整个唐吉赫德家族。 不过,到底是什么恶魔果实,竟然让引来古拉迪乌斯出手。 而且,古拉迪乌斯选择埋伏,没有正面硬钢。 并且,埋伏都没有成功杀光掉阿塔,以除后患。 可见阿塔的实力。 也就是说,古拉迪乌斯的实力,不如他,却又不值得多福朗明哥亲自跑一趟。 所以才形成了现在这个局面。 默克顿时觉得,这钱花的值,更觉得,收这个除神阿塔,成为第一个伙伴,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默克忽然想到了什么,补了一句,对了,再给我一份,到雏娘岛的路线图,服务员轻笑一声,随即从怀中取出一张图,递了过来。 这路线图,算是我个人送给你的。 默克眼神一闪,那就多谢了。 随即又补了一句,接下来,是不是应该进入正题了? 服务员微微一愣,随即笑了起来。 你真是敏锐,这都看出来了。 呼服务员深吸一口气,又挣了正衣衫。 那我现在代表巴洛克工作室,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巴洛克工作室。 以你的实力,一旦进入巴洛克工作室,会立马成为巴洛克工作室的高级特工。 沃曹,刚刚是多福朗明哥的唐吉赫德家族,又再又是克洛克达尔的巴洛克工作室,真是厉害了,也是了,在地下情报网中。 新世界看多福朗明哥,伟大航道前半段看的是克洛克达尔的巴洛克工作室。 不过,他可没有给克洛克达尔当小弟的意思,都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甚至直接派出人手出手相助。 二,加入之后,只要完成巴洛克工作室下达的任务,其他时间可以自由行动。 而且,完成任务,巴洛克工作室会给予十分丰厚的奖励。 三,你可以选择合作的形式,情报优先给你,有人对付你,也会提醒。 但是要给贝利当然,也需要完成一定的任务。 如果选择这个形式,你是有选择权的。 不是每一个任务都必须去完成一年,只要选择分配下来的任务中的两三个便可。 不得不说,第三个合作形式倒是十分吸引人。 不过,没必要。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情报,用贝利买就是了。 毕竟说得再好听,一旦同意,也等同归属于克洛克达尔的巴洛克工作室麾下了。 所以,默克还是果断拒绝了。 服务员只能遗憾地离开了。 而默克却是看起了通往雏娘岛的路线图,很快两个小岛的名字,让他震了震。 威士忌山峰和阿斯卡岛,不得不说,这条路线与路飞所走的,有几分重合。 前者是赏金猎人的老巢。 威威公主和路飞,都会去那里。 后者则是圣剑所在的小岛特别是后者,对默克的吸引力十分的大。 要知道,圣剑可是十分诡异,而又强大的。 能让伤口自动愈合,还能增幅自身与同伴的实力。 甚至还能控制人心,人剑合一。 牛逼的不行,他要是将其吸收,实力必然会更上一层楼。 不过这威士忌山峰,倒是也要去上一去。 不是说要见见威威公主,也不是要再见见路飞一伙。 而是那里有一把铭刀花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在巴洛克工作社一个特工手里。 援助中,最后被达斯奇所得。 既然想拉拢阿塔,除了关于凶手的情报以外,怎么也得有件像样的见面礼吧? 而对于一名剑豪,还有比铭刀更合适的见面礼吗? 在这个酒馆饱餐一顿后,默克又休息了一晚上。 第二天一早,默克便再一次化为了一道光束,朝着颠倒沙儿去。 海军本部。 战国元帅不由惊地从位子上站了起来,更是惊呼一声。 什么? 正巧在他办公室的卡普与贺忠将齐齐看了过来。 特别是卡普。 他连手中的甜甜圈都忘了塞进嘴里。 因为他极少看到战国如此势态。 贺忠将眉头不由微皱,因为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只怕是又发生什么大事件了。 随即问道,怎么了? 护战国挂断了手中的电话虫,缓缓呼出一口气,才让自己平静一些东海接替斯摩格之职的野狗上校被杀了。 怎么会? 卡普一脸惊讶,要知道东海他也时常会去。 所以,十分了解。 整个东海,有点实力的海贼,也就那么几个。 可是无论哪一个,都没有胆子,更没有实力,去斩杀东海海军最高掌权者啊。 显然贺也是这么想的,东海海贼之中,但凡有一个像样的强者,也不至于被称为四海最弱。 所以,带着几分疑虑,难不成东海出什么强者? 战国点了点头,默克,年龄不详,出生地不详。 拥有不错的剑术,还是恶魔果实能力者。 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 随即又补了一句,根据情报,他的剑术,是跟斯摩格的副手达斯奇下士所学。 恶魔果实则极为特殊,不仅仅能拥有光与泥土的能力,竟然还拥有自然系特有的元素化。 啊? 贺中将与卡普,齐齐露出了错愕的表情。 卡普更是直言,战国你听错了吧? 哪有哪个自然能同时控制光和泥土的? 别说他了,就是战国,自己都自我怀疑。 要不是刚刚再三确认,他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不即使再三确认后,内心深处,还是难以相信。 难难自语,自然系,自然系,自然是自然界中的某一种自然元素。 怎么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会出现两种自然能力呢? 难不成,还真有这样的恶魔果实? 或者说,这个人同时拥有两种恶魔果实能力。 可是不管哪一种,都已经超出了他们一直以来的认知。 贺中将这时也回神了,转头对战国道,既然这人的剑术,是跟着斯摩格的那个副手达斯奇下士学的,那不如问问他们两人。 或许,他们两人会知道是怎么回事。 战国文言,双眼不由一亮。 与此同时,全力追击着草帽一伙的斯摩格,看着大海正在出神。 可没一会,一个士兵立马捧着一只电话虫,跑到了斯摩格的面前。 恭恭敬敬地道,斯摩格上校是本部战国元帅。 斯摩格文言,瞳孔不由一缩。 不仅仅是他,一边的达斯奇也不由看了过来。 脸上一片担忧。 要知道,斯摩格可是先掌后奏的,否则海军本部根本就不可能同意斯摩格上校追击草帽一伙的。 现在只怕是麻烦了。 要不然,也不可能是战国元帅亲自通电。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 只能硬着头皮接过电话虫。 战国元帅,我是斯摩格。 战国,默克这个人,你了解吗? 啊? 斯摩格和达斯奇奇奇奇一乐,因为他们两人都已经准备被训了。 同时又万分疑惑,不明白战国元帅为何问起默克来。 反应过来之后,两人虽然依旧心有疑惑,可是还是马上回答。 有一定的了解,他是我副手达斯奇下士的朋友。 不仅仅本身拥有极为恐怖的剑道天赋,还拥有十分特殊的恶魔果实能力。 战国,仔细说说。 斯摩格看向达斯奇,达斯奇立马会议。 三个月前,我和他在罗格镇的武器店相遇,他一下买下了两把铭刀。 用其中一把铭刀作为报酬,让我交他剑道。 我同意了。 当时,他对剑术一无所知,三个月后。 他的剑术,已经远朝于我。 离剑豪只有一步之遥。 剑道天赋,是我平生警剑,哪怕本部的那些擅长剑术的中将。 只也远不如他的剑道天赋。 恶魔果实能力十分特殊。 刚见面的时候 在武器店 他展露出类似超人系 斩斩果实的能力 能将人变成刀刃 之后 微捕草帽一伙的时候 他也出手相助了 可那个时候 他展露了元素化和控制泥土的能力 说到这里 他看了一眼斯摩格 随后才有补充道 我与斯摩格上校推测 或许他拥有多种恶魔果实能力 什么 达斯奇的话 引来了战国的惊呼 马上电话潮又变成了贺中将的样子 这家伙竟然拥有如此恐怖的剑道天赋 还拥有类似超人系 斩斩果实的能力 那家泥土与光 岂不是说 他是一个拥有恐怖剑道天赋的三能力者 关键是 这三个能力 一个比一个强啊 特别是类似闪闪果实的光元素能力 简直就是翻版的黄源啊 无论谁 面对这样的人 都会十分的头疼 因为 想战想走 全由他说了算 麻烦了 斯摩格这时忍不住问道 战国元帅 这小子是干了什么事了吗 竟然让您亲自通电 战国直言 因为这个家伙 杀了去接替你的野狗上校 什么 斯摩格与达斯奇 齐齐惊呼一声 同时 两人心中又十分的疑惑 达斯奇 不对啊 我和他相处三个月 能感觉得出来 他对海军并没有恶意啊 战国 他抢走了野狗上校 本来要上交的 一颗恶魔果实 这话一出 斯摩格与达斯奇 齐齐同孔一缩 恶魔果实 除了天龙人之外 无论在哪个势力 都属于最重要的战略资源 因为一颗恶魔果实 很快就能培养出一个强者 甚至是直接拉拢一个强者 所以 这话的信息量有点大 达斯奇握紧了手中的血走 一脸怒涩 我绝对不允许 明刀落入这种家伙手里 总有一天 我会将他手中的三代鬼车取回 回到战国的元帅办公室 此时 他已经挂断了电话虫 可是此时 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三个月离建豪 只有一步之遥 这是什么样的见到天赋啊 还有他的能力 战国顿感头大 一边的贺中将 也是一脸的凝重 要知道 他的好姐妹逃兔 都没有这样的见到天赋啊 包括卡普在内 三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之中 随后 贺中将率先开了口 战国 我建议悬赏 随后 贺中将率先开了口 战国 我建议悬赏一亿贝利 一亿贝利 卡普不由惊呼一声 不是他没见过世面 而这可是手赏 贺中将却是点了点头 没错 直接悬赏一亿贝利 得到明确的回答后 卡普微微一愣 随后又笑了笑 这叫默克的年轻 不光拥有恐怖的见到天赋 还疑似三果实能力者 悬赏一亿 真的一点都不高 光一个类似 闪闪果实的自然系能力 就值一个亿 不过卡普却没有 马上表达自己的观点 而是深思了许久 心中有了决断之后 战国才到 不如直接悬赏三亿贝利 把他捧到天上去 啊 卡普与贺中将齐齐 看向了战国 特别是贺中将 要知道 战国向来性格稳重 刚刚他说的一亿贝利 他都是根据战国的性格 才爆出的一个合适 又能让战国接受的悬赏 却是没有想到 战国竟然一反常态 忽然贺中将双眼中闪过一丝智慧的光芒 带着几分惊讶 你是想把他列入王下七五海之列 文言 卡普不由撇了撇嘴 对于王下七五海什么的 他表示不屑 不过 却也没有出声阻止 战国 没错 以他和斯摩格 达斯奇的关系 他答应的几率很大 当然 首先他要挺过这一波的浪潮 否则天赋再高 恶魔果实 能力再多也无用 贺中降效了 那就再加上一把火 在他的悬赏令上 将他三果实能力的表现出来 而且还要明确标明 他是三果实能力者 并且疑似 已经掌握 拥有多果实能力的方法 这话一出 战国先是一愣 随即不由大喜 他甚至已经看到 各方势力 向默克蜂拥而去 与此同时 在新世界 多福朗明格此时 已经接到了地下情报 类似闪闪果实的 自然系能力者 就凭这个 就敢与我多福朗明格为敌 行人就是不知天高地厚 他不由看向了一边的 古拉迪乌斯 那小厨娘 是你留下的隐藏 这一次 将他一并除去吧 古拉迪乌斯点了头 是少主 几天之后 颠倒山 一艘画着草帽的海贼船 驶入了港口 此时 一只买爆海鸥 飞到了他们头顶 纳美见此 直接扔出了一枚硬币 买爆海鸥接下后 扔下一份报纸 直接落到了纳美面前 纳美捡起一看 一双美目不由瞪的老大 随即惊呼了起来 陆飞 快过来看看 之前你和索隆在罗格镇遇到的是不是他 刷 纳美的话 一下就吸起了传上所有人的注意 奇奇走了过来 看向报纸 只见一张 收剑入鞘 藐视天下的悬赏令 出现在他们的眼中 随即就是那大大的悬赏金 整整三个亿啊 陆飞更是大呼 对对对 就是这个家伙 在罗格镇帮着海军抓我的 不过这个家伙 不是海军吗 怎么也被悬赏了 索隆却也点点头 没错 和我比见的就是他 没想到 他竟然拥有如此高的悬赏 见到天才 三果实能力者 随后他的目光 落在了悬赏令下边的一行字 待他看清之后 不由瞪大了双眼 也感到震惊 并在心中嘀咕道 果然 当时他并没有使出全力 与此同时 一个蓝发的少女 也带着几分 好奇地凑了过来 与此同时 一道光束 落到了他们甲板上 化为了一个人 来人自然就是默克 此时 他扫了一眼在场所有人 陆飞 索隆 山智 纳美 乌索普 巍巍公主 可谓是人都齐了 他也没有想到 会这摇桥 同时达到了颠倒山 毕竟 他可是比这群人 晚上三个月啊 也是 他们只能靠船航行的 而且 他们还没有永恒指针 可谓是一路全靠运气 不像他 有明确的路线 还有明确的永恒指针 能不快吗 你这个家伙 还想打架吗 陆飞立马摆出了一副干架的姿态 很显然 默克在他心中落下了很深的烙印 夏纳美与乌索普 吓得躲到了索隆的身后 山智则是一个闪身 挡在了巍巍公主的身前 一脸甜狗样 巍巍公主 你放心 我是不会让他伤害你半分的 默克 老实讲 整个草帽海贼团 他最看不上眼的 就是山智 纳美与乌索普虽然胆小 可是有事他们真上 可是山智 只要一个美女 直接就能让他跪舔 哪怕明知伙伴已经遇到危险 他都不还手 磨磨蹭蹭的没完没了 要不是草帽海贼团 个个有主角光环 等他搞定 纳美与乌索普这样没啥实力的人 早已经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 美其名曰 身世不达女人 其实就是纯种的舔狗 而且还是 没什么底线的那种 别激动 这一次 不会和你们动默克的话 还没有说完 一个人从天降 落在了甲板上 目光死死地盯着默克 眼神之中 闪动着贪婪 仿佛眼前的默克 不是什么人 而是一件西式之宝 随即又怪笑了起来 泽泽 没想到让我给等到了 真是好运气 你谁啊 默克一脸的莫名其妙 因为这人从来没有见过啊 这是索龙 从身后的那枚手中 拿过报纸 扔给了默克 应该是因为这个吧 默克结果一看 好家伙 真是好家伙 直接悬赏三个一步说 还他麻说 他拥有多果实能力的方法的 三果实能力者 这他猫的 不是把他架在火上烤吗 战国你个老鹰币 来人笑了起来 看了报纸 想来你也应该知道 我为何而来了吧 将服用多果实的方法教出来 否则 话没有说完 可是意思 已经表达得十分清楚了 哼 托鹰 这可不是 你能独吞的 还是说出来一起共享吧 这时 一群人走了出来 站在船下 盯着默克 为首的两人为 一男一女 男的外表 像个摇滚音歌手 女的身材高挑 留着一头金色短发 戴着黄色的帽子 和柠檬切片状的耳环 穿着有柠檬切片图案的黄色连衣短裙 以及白色的高跟鞋 手带白色手套 撑着一把黄蓝相间条纹图案的雨伞 长相迷人 总是面带微笑 从外貌上来讲 算是一个小甜妹 可是动起手来 绝对是凶残得很 因为 默克一眼就认出 这对男女 就是巴洛克工作社中的高级特工 Mr. 吴与Miss. Valentine 而在他们身后的 则是 Mr. 7 Miss. Father 与警号39 Estay 和Mr. 8 Miss. Monday 当然还有Mr. 11 默克的目光 直接落在了 Mr. 11手中的刀上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把刀就是花粥了 至于这些人 他一个都没放在心上 别说他们了 就是 Mr. 吴与Miss. Valentine 也是一样 两个小垃圾 真是浪费了 超人系爆炸果实 和超人系 公斤果实 这两颗相当不错的 恶魔果实了 秃鹰脸上 也带着几分不屑 你们一个悬赏 一千万倍率 一个悬赏750万倍率 也敢在我面前嚣张 谁给你们的胆 巴洛克工作室吗 苏 默克已经化为了一道光束 在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 Mr. 11的身边 一把夺过了他手中的花粥 并且欣赏了起来 下Mr. 11 被吓得连退了七八步 随即不由大怒 把花粥还给我 Mr. 7 Miss. Father 与锦号39 Estay 和Mr. 8 Miss. Monday 相视一眼 彼此都对从对方的眼中 看到惊恐 然后十分有默契地 退后了几步 混蛋 Mr. 伍杰姆 与Miss. Valentine 米奇塔 两人也是大怒 因为在他看来 默克这种无视他们的行为 就是对他们的羞辱 特别是杰姆 如果眼神能杀人的话 默克早就不知道 被杀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鼻屎空想炮 只见杰姆手伸到了鼻子中 扣啊扣啊 然后扣出一个老大的鼻屎 随后将鼻屎 利用炸弹果实的能力 正是默克 一旦被他击中 就会发生剧烈的爆炸 威力相当的不凡 但是 这太他妈的恶心了 很强的一颗恶魔果实 声声让他拉低了几个档次 他连挥刀的欲望都没有 再一次化作了一道光束 躲开这恶心的一击 同时 人已经来到了杰姆身前 食指点在了 他额头上 光元素迅速在食指之上汇聚 不好 杰姆不由脸色大变 他想躲 可是根本不可能来得及啊 嗯 可就在这个时候 默克感觉一道进风向他袭来 脸色不由微变 双腿一个发力 整个人退出去七八米 而这时 一个身材高大 肌肉发达 头顶留着和上头 身着一身武僧式的装束的家伙 站在了他原本所在的位置 Mr.伊达兹 波尼斯 默克不由露出了诧异的表情 真没有想到 克洛克达尔 竟然连他都派出来了 要知道 这可是克洛克达尔手中第一干将 达兹 波尼斯 此时也看了默克 脸上带着几分审视 本来以为 你这个家伙 只是运气好吃了一颗强大的果实而已 现在看来 你还是有点实力的 竟然躲开了我的微臣斩速刀 随着达兹 波尼斯的话声 一个顶着爆炸头的女人 一步一摇地走了出来 并且看着默克颇有深意的道 海军的悬赏也不是空穴来风吗 喂喂 我说你们巴洛克工作社真是够了 这时 第一个到来的图音 一跃而下 落在了两拨人的中间 一脸张狂 一副没有将在场所有人放在眼里样子 达兹 波尼斯 却是看都没有看了一眼 目光始终落在默克的身上 杰姆 米奇塔 这家伙交给你们了 默克看着面前这几个家伙 一个个都像是吃定他的样子 立马意识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 他没有拿出手的战绩 所以 即使他的悬赏再高 这些家伙 也不会将他放在眼里 所以 他要一场能震慑大部分人的战斗 否则 什么阿猫阿狗 都会找上门来 现在他才真正体会到 捧杀的威力 发炮除举斩达兹 波尼斯 将手心和手指 变成刀刃后 把手放在手腕和手腕之间 然后向默克猛扑 默克眼皮跳了跳 这个时候 他才反应过来 达兹 波尼斯 这是还没有觉醒武装色 所以他再强 都对自己造成不了半点伤害 所以 为什么克洛克达尔会派达兹 波尼斯过来 这可不是其他的小啰啰猛的 默克心中有了一个推测 难不成克洛克达尔也来了 否则解释不通啊 因为 没有人比身为自然系的他 更明白自然的无敌之处了 所以 默克躲都没有躲 任由达兹 波尼斯攻击击中自己 正如他所料 在元素化之下 达兹 波尼斯 对他根本就造成不了半分伤害 达兹 波尼斯 瞳孔不由一缩 你果然是自然能力者 喂 你们一个个 当我不存在吗 凸鹰 突鹰背后展开了一对翅膀 这家伙竟然是一个稀有的飞行类的动物系果实能力者 显然 他也要动手了 因为他不允许自己的猎物 被他人所抢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他眼光雨角看到了一个身影 整个人都为之一阵 立马转头看去 当彻底看清来人时 眼神之中露出了惊恐之色 随即双翅一阵 冲天起 竟然 想都没有想 直接选择了逃走 可是一道身影急速追上了他 一只铁钩狠狠地扎入了凸鹰的腹部 跑什么 刚刚你 可是一副没将巴洛克工作社放在眼里的样子 扑吃 凸鹰一口鲜血喷出 绝望至极 更是惊呼道 原来巴洛克工作社背后的人是你 来人自然就是七五海之一的克洛克达尔 克洛克达尔文言 咧嘴轻笑 你知道的太多了 所以去死吧 话声一落 直接将人灭杀 不带半点犹豫的 不得不说克洛克达尔的出场 相当的霸气 又拉风 达兹 波尼斯 朝着杰姆 米奇塔一行人 使了一个眼色 随即后一跃而起 来到了草帽一伙的海贼船上 与草帽一伙对上了 显然 他们这是 不打算留下火口了 草帽一伙 也自然知道 这些人来者不善 瞬间两伙人变得剑拔弩张起来 此时的默克 却是死死的盯着克洛克达尔 真没有想到 你也来了 克洛克达尔 一个类似闪闪裹石的自然系能力者 值得我亲自跑一趟 默克真是有些受宠若惊了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 整个巴洛克工作社 只有达兹 波尼斯 是他亲自去邀请的 不过现在这个局面 麻烦大了呀 但是 他绝对不退缩 一直秃鹰 所以 如果我不同意 加入巴洛克工作社 今天是不是和那个家伙一个下场 克洛克达尔 嘴角微微上扬 这就是我喜欢和聪明人说话的原因 不用太多的废话 所以 你的选择呢 默克文言 直接化作了一道光束 离开了现场 他不是桃 而是将花粥雨 放着两颗恶魔果实 与一种珠宝的包裹藏了起来 毕竟 他现在要面对的 可是克洛克达尔 带着这些 可不能全力一战 随即又化为一道光 回到了原处 正面面对克洛克达尔 看着默克去而复返 克洛克达尔 若有所思地看了看 刚刚默克所去的方向 克洛克达尔意味深长地道 看来你包裹里 有着你极为重视的东西 你那颗 从东海野狗上向那里 抢来的恶魔果实吗 不得不说 克洛克达尔 真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 一下就猜到了 胡月形沙丘 不过化身一落 他就发动了攻击 只见克洛克达尔 把手臂巨大化后 变成月牙状的 杀刃斩击默克 克洛克达尔这一招胡月形沙丘 是相当恐怖的 因为一旦被杀刃斩中 就会被吸光所有的水分 最终会无力倒下 而变成缺少水分的木乃伊 也就主角光环的路飞 被吸干了都没挂 换成任何一个人 被吸干水分之后 绝对死的不能再死 哪有要能复活 水是生命之源 可不是说说的 无论是谁 都离不开水 不过这一招 对它并没有用 自然 只要不是海楼十余武装色 一切攻击对它都造不成伤害 果然 杀刀直接将默克斩成了两截 可是 那又如何 还不是马上恢复如初 克洛克达尔 也与默克擦身而过 就在此时 克洛克达尔的嘴角微微上扬 不过这一次的笑容 却是带着几分争鸣 右手的金钩 反手就向默克的后肩位置扎去 当 就在这个时候 本来一动不动 任由攻击 击中自己的默克 手中三代鬼车瞬间出窍 反手一挥 挡下了这一击 随后两人各自退了几步 不过两人的表情各有不同 默克双眼死死地盯着 克洛克达尔那金钩 因为此时他的上面 缠绕着武装色 卧槽 默克大为震惊 可又觉得的理所当然 克洛克达尔 是什么人物 那可是敢向白胡子动手的家伙 最后还能与阴眼合伙 开启十字工会的人物 怎么可能连武装色都不坏 要真不会 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克洛克达尔看默克的眼神 更加的欣赏了 刚刚用杀刀来麻痹默克 从而让默克以为 他和达兹 波尼斯一样 都无法对自然系能力者 造成有效的伤害 没想到 这小子在第二次攻击的时候 出手反击了 说明一切都在这个小子的预料之中 反倒是他自己 显得有些丢愤了 看来你也是知道武装色的存在的 那你也应该明白 此时此刻只有我能对你造成伤害 而你对我无能为力 所以还要一意孤行吗 说完之后身上的气势顿变 带着几分杀意的道 先提醒一声 我的耐心可不太好 机会也不会一直给你说不定下一次出手 就是你的死期 默克不由放声大笑了起来 与锦号三四 要是换一个自然系 还真是这样 可你科洛克达尔 那就不一定了 与锦号三四 因为他没有觉醒武装色 要是别的自然 还真是无能为力 什么意思啊 科洛克达尔眉毛一条 心中却不由一紧 因为身为自然系 杀杀果实能力 自然明白 他这个果实能力 与其他自然不一样 有着一个极大的破绽 默克却是意味深长地问道 科洛克达尔你平时洗澡了吗 体会过冲浪的感觉吗 科洛克达尔脸一下就黑了 因为默克话中透露出来的意思 已经再明显不过了 此时 科洛克达尔看默克的眼神 也变得不一样了 如果之前 还有拉拢之意 那么现在 他是真的起了杀心了 因为 他不允许自己的破绽 被其他人知道 你想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科洛克达尔下身 直接化为沙子 随即向默克飞去 速度极快极快 转眼就已经来到了默克的身前 金钩缠绕着武装色 毫不犹豫地扎向了默克 默克早有准备 身体一蹲 成功躲开这一击 同时 手已经触碰到了地面 他的身体 也已瞬间发生了转变 下一个瞬间 地面涌动 最后化为一只巨大的拳头 对着科洛克达尔 就是一拳 这突如其来的攻击 真是让科洛克达尔 有些措手不及 不过 科洛克达尔 还是迅速做出了反击 只见他挥出金钩 赢了上去 显然是想来一次硬碰硬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当他的金钩 与地面涌出的拳头 狠狠轰轰在一起的时候 金钩仿佛轰中了泥潭 直接陷了进去 紧接着 手臂都陷入了泥拳支 中 不好 科洛克达尔脸色大变 声声停下了攻击 并且果断元素化 而默克的嘴角 却是怎么也压不住了 因为这仅仅只是开始 好些还在后头呢 果然 科洛克达尔的脸色在变 甚至眼神之中 带着几分惊骇 因为他发现 陷入泥拳之中的手臂 竟然无法元素化 不由惊呼一声 怎么可能 更可怕的是 这巨大的泥拳 仿佛化为无底的黑洞 在不断地 吞噬着周围的一切 沙漠大剑 科洛克达尔这个时候 对默克 再也不敢有半点小觑了 只见他将手臂 变成杀刃后 从地上 冲向泥拳与地面连接的位置 很显然 他这是 要将整个泥拳切断 从而让默克 失去这泥拳的控制 这样他才能脱困 刷这一招 绝对是 科洛克达尔的 最强攻击之一 不仅仅速度极快 威力也极为恐怖 直接成功达到目的 整个泥拳与地面断开 轰隆隆 可就在这一瞬间 你全竟然直接炸了开来 随即泥浆飞溅 手当其冲的 自然就是离得最近的 科洛克达尔 瞬间 他就被泥浆笼罩 就是现在 一刀流 修罗斩 默克等的就是这个时机 瞬间他和手中的 三代鬼车鬼气 直接爆发 并在默克身后 化为一尊手持鬼刃的修罗 刷 这一刀 直接斩中了 科洛克达尔身上 被泥浆所覆盖的腹部 扑斥 鲜血从一片泥浆之下 喷尸而出 怎么可能 科洛克达尔惊呼了起来 同时 他正开身上的泥浆 这时他才发现关键 泥浆脱落的地方 竟然湿了一片 科洛克达尔的瞳孔 不由猛的一缩 再一次看向默克的时候 眼神在变 果然 这个家伙已经知道了他的破绽了 绝对不能留此时 科洛克达尔对默克的杀心更重了 默克却是笑了起来 只要地面有滤直的地方 地下必定有水源 有水源的地方 土都是湿的 而他能制造 和控制所接触到的泥土 所以对他而言 对付科洛克达尔 只需要地下深处湿润的土便渴 当然 刚刚为了让科洛克达尔中招 用干土将湿润的土包住 从而让科洛克达尔大意 落入他布置的陷阱之中 科洛克达尔 被陷入泥泉之中的手臂 无法元素化 也就是因为被泥浆中的水分 湿了身体 无限沼泽 在科洛克达尔起沙翼的时候 默克也不可能错过这样的好机会 直接就开大招 在能力的作用下 地面化为一片沼泽 直接让科洛克达尔的双脚 陷入了气中 科洛克达尔 脸色再一次大变 地表干裂 科洛克达尔不敢大意 直接用右手碰已经化为沼泽的地面 沼泽中的水 直接被吸干 这一招 就是科洛克达尔的招牌招式 也是他制造沙漠的招式 能使整个大地干裂 并使大地上的建筑物 树木都被吸收水分 干裂化为一片沙漠 而当科洛克达尔抬头的时候 脸色不由一变 因为 眼前已经没了默克的身影 与此同时 整个港口都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紧接着 他就看到大海中的水 竟然在上游 不好 科洛克达尔 虽然不知道 紧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是他知道 绝对不是好事 果断后撤 轰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 因为下一秒海中出现了十多只巨大无比的泥手 每只泥手都足足有二十米之巨 并且每一只手都有一大片的海水 向他泼来十多只巨手带出的海水 就如同巨浪一般像科洛克达尔而去 科洛克达尔的双眼都快要瞪出来了 他还从来没有见过 有恶魔果实能力者 用这种攻击方式的 早已经跑到远处高处的默克 此时怪笑一声 恶魔果实能力本身是被大海咽弃的 可是 只要不是身体大面积的被海水所覆盖 那么能力 就能施展 并且 所施展的能力触碰到海水 也是没关系的 甚至像大妈那样 用能力制造海浪或滋米 所以 默克能做到现在这样 一点也不奇怪 而此时的科洛克达尔 已经没了退路 他是能飞 可是 作为自然系能力者 必须要元素后才能飞 只是 此时他大半个身体都湿了 根本就无法元素化 自然也不可能 非克洛克达尔脸色一沉 沙漠宝刀 克洛克达尔 把手臂变成杀刃后 巨大化放出 有把地面展开的锋利度 甚至可把沙漠展开 而这一次 他的目标 正是向他而来的海水 此时此刻 他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将眼前的海水 展开 从而让海水 从他的两侧而过 只有这样 他才有一线生机 刷杀刀迸尸而出 直接向海浪而去 与此同时 那十几只巨大的泥手 仿佛失去了控制 轰然落入了大海之中 那庞大的体积 砸得海面 再一次涌出了大量的海水 形成又一波的海浪 朝着克洛克达尔席卷去 所以 第一波海浪 虽然成功 被克洛克达尔的杀刀破开 可他又不得不面对 这第二波的海浪 克洛克达尔的脸色 变得极为难看 但是却又别无选择 只能再一次使出杀刀 企图 将这第二波海浪也切开 但是 你手的失控 也预示着 默克已经转化了能力 化为了闪闪能力 飞到了高空之上 只见他手食指 对准此时全神应对 海浪克达尔 雷射光线一道光束迸射而出 轰隆隆 雷射光线 直接击中了克洛克达尔 并且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紧接着 就看到克洛克达尔 直接被紧随而来的第二波海浪所吞噬 当一切都恢复平静的时候 早已经没有克洛克达尔的身影了 默克从空中落下 站在那里许久 难难道 克洛克达尔死了 堂堂七五海 就是这么被他干掉了 就连默克自己 都有些难以置信 梅丽号上的达兹 波尼斯 也不由瞪大了双眼 要知道 在他的心中 克洛克达尔 那就是强者的代名词 也正是因为如此 当克洛克达尔 亲自去邀请他的时候 他才会毫不犹豫地答应的 可现在 混蛋达兹 波尼斯 不由低骂一声 本来和索隆打得正激烈的他 顿时已经没了战意 因为 此时的战斗 已经失去了意义 怎么可能 此时 一个戴着牛仔帽的女子 站在远处的一个角落中 眼神之中满是惊骇 他也不敢相信 身为七五海的克洛克达尔 竟然死在了一个新人手里 这可是克洛克达尔 七五海 和那个如同他的梦魔一般的人一样 都是自然能力者 这样的人 在他眼中 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匹敌的存在 罗宾看着远处的默克 目光闪动 罗宾的身世 是让人同情的 在很小的时候 所有族人被图掠一空 只剩下罗宾一人苦苦地生活在这世上 是他的童年 还是生活在痛苦之中 不仅仅到哪里 都被称为恶魔之子 还受到了海军的通缉 身负几千万贝利的悬赏金 所以 他到了任何地方 都会被人追杀 他也在不断寻找靠山 来作为暂时的庇护 同时 又不断地经历背叛 造就了他 现在谁也不信性格 他与克洛克达尔 也只是相互利用 他需要克洛克达尔的庇护 同时也想找到阿拉巴斯坦王国的历史文本 而克洛克达尔 则是需要罗宾阅读古文的能力 从而找到冥王 现在吗 克洛克达尔死了 他的弥补也没有了 所以 极需要一个庇护 实力比克洛克达尔还强 有他适合的吗 新出海的新人 极需各种情报 极需寻找强大而又有用的伙伴 还有比他更合适的吗 罗宾的嘴角 不由微微上扬 因为此时 他有一个好主意 这边已经成功解决克洛克达尔的默克 已经朝着之前藏东西的方向去 当他来到藏东西的地方时 只见美女坐在边上 玩味地看着他 仿佛在这里等着他到来 默克瞳孔不由猛地一说 因为这个女人他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就是所有海粉的大案 罗宾 此时的他 有着一个小麦色皮肤 黑直的长发 戴着白色的牛仔帽 身上穿着配套的白色女士风衣 中间一件紫色露起小短衣 小短衣中间还是敞开的 用鞋带链接 事业线直接就成了亮点 下身则是一条铜瓷紫色的小短裙 将他那又直又长的双腿 完美地勾勒了出来 不得不说 这女人这个时候 虽然没有几年后那么的迷人 却也十分地有本钱了 不过话说回来 他怎么知道 他将东西藏这里了 所以 他早就在这个小岛上了 只是一直在暗中观察着事态 而他又选择出现在这里 默克瞳孔微微一缩 因为他心中有了一个推测 妮可 罗宾 不知道 你来此事何意 罗宾见默克 直接道破了自己的身份 脸色微微一变 不过马上恢复如初 随即 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一个迷人的笑容 我是来找你合作的 合作 这是默克没有想到的 他还以为会和原柱 直接上陆飞的船一样 直接上他的船呢 妮可 罗宾 我手中掌握着克洛克达尔麾下巴拉克工作社所有的情报网 还有特工的 当然 除了达兹 波尼斯 还有今天出现的那几个之外 毕竟 他们已经知道 M0就是克洛克达尔 但是 我有把握说服他们 继续为巴洛克工作社工作 哦 莫克双眼不由一亮 他怎么也没有料到 罗宾会来这么一手 这可比原柱之中 他个人加入草帽海贼团 完全不同 虽然克洛克达尔手下能拿得出手的勉强只有三人 分别是M21 MR2 MR3 但是 整个巴拉克工作社有着大量的情报人员 战斗不行 可是在伟大航道前半段 搞情报 还是有一手的 手里多一个庞大的情报组织 倒是一件不错的事 莫克看罗宾的眼神 都有些变了 那我要付出什么 罗宾文言沉默了一下 而后直言道 当我需要的时候 你要出手庇护我 莫克笑了 你指的是海军吗 罗宾瞳孔一缩 因为他突然感觉 眼前这个家伙 对他十分的了解 此时 他反倒是有些犹豫了 可莫克马上意味深长得到 只要你真心加入我的麾下 心中 没有别的小心翼翼 那么 你就是我的伙伴 即使海军大将来了 我也会护你周全 绝不食言 罗宾整个人一阵 一脸震惊的看着莫克 此时此刻 他心中彻底明白了 眼前这个人 对他的过去一清二楚 可即便如此 还愿意接受自己 这让他有些 以前他也遇到过 往往嘴上说着 转身就把他给卖了 但是看着一脸真诚的莫星 莫名的 让他有些心安 莫克此时已经走到了 藏东西的地方 将东西拿在手里 一边对罗宾轻笑一声 克洛克达尔都能护着你 以为我不如他 退一万步缠 你给我带来了克洛克达尔 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情报网 就值得我护着你 罗宾听着莫克的话 仔细想想 还真是心又安了几分 莫克则是审视起罗宾来 沉默片刻之后 不如这样 你让M21 MR2 MR3 这三组人 去阿斯卡岛 夺取此岛上的圣剑 成功之后 送到雏娘岛 而你 帮我找到范 奥卡 吉扎斯 巴杰斯 这两人 一个是狙击手 一个是拳王 罗宾表情一宁 他明白 这是一次考验 对他 也是对M21 MR2 MR3 更是对巴洛克工作社 都是一次考验 罗宾点了点头 而后展颜一笑 从先开始 你就是巴拉克工作社的Mr.0 你的话就是巴拉克工作社的最高指令 而默克话锋一转 你真的能说服达兹 波尼斯 老实讲 对于达兹 波尼斯 还是很看重的 这家伙的能力 要是开发到觉醒 绝对恐怖 而且他有这样的潜力 罗宾点了点头 当然 默克满意的点了点头 很好 那我期待 我们在雏娘岛相见 海军本部 战国的脸色黑的不能再黑了 因为他已经得到了 默克击杀克洛克达尔的情报了 贺中将在一边道 现在他击杀了克洛克达尔 已经世界证明了他的实力了 建议马上让斯摩格与达斯奇 前去邀请他 加入王下七五海 说完之后 又补了一句 一定要赶在他和海军再起冲步之前 雏娘岛 默克上岛之后 眼前不由一亮 现在他终于知道 为何这里叫雏娘岛了 因为这里真的满地都是雏娘啊 知性欲解 性感欲解 还有那种一看就坏坏的欲解 罗力 各种罗力 可爱的 厌世的还有各种风韵的少妇 少女 乖乖 就算他这样见过信息大爆炸的人 此刻也是瞠目结舌 咕噜 默克不由咽了一口唾沫 这绝对是一个不是女儿国的女儿国 简直就是男人的圣地与绝地啊 因为这样的地方 每个男人都想来 可是 第一个男人 都活不久 别问为什么 挖草 那个真大 大波罗 真实的大波罗 那有那个 腰是真的戏啊 这要是让他在身上扭上一扭 快活四神仙啊 这个 龟龟 这屯是真的翘啊 就是将整个雏娘岛的雏娘 都纳入后宫都不是问题 没事实那叫幻想 有实力 那才叫直面诱惑 此时他终于明白咒王了 九池肉灵 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呼呼呼默克深吸几口气 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同时在心中不断地默念 女人 只会影响拔刀的速度 要冷静 随即向一位雏娘问道 请问知道阿塔吗 阿塔 雏娘文言先是一愣 而后立马审视请默克来 同时带着几分警惕 你找阿塔有什么事 默克 我来自东海罗格镇 受他姐夫所托 如果路过雏娘岛的话 来看看他毕竟 他已经好些年 没有和他们联系了 雏娘微微一愣 随即脸色一暗 阿塔是他们雏娘岛三大守护者之一 他为雏娘岛 为了他们这些雏娘 付出了很多很多 也正因此爱 他不由叹了一声 随即道 你稍等 我去问问阿塔 愿不愿见你 默克 多谢 同时心中暗自嘀咕 这阿塔在这岛上 知名度很高啊 而且 看样子还很受人尊崇 很快一个戴着面纱的高挑女子 向他走了过来 阿塔 默克带着几分疑惑 因为海贼王之中 很少有女人待面杀的 来人点了点头 你就是姐夫所托之人 默克点了点头 随后摆了摆手中的三代鬼妾 三代鬼妾 他就是 在你姐夫那里得到的 阿塔的眼神 不由变了变 因为默克这话中 点出了 他姐夫是武器店老板 这让他心中信了几分 不过 这些年里 他经历的太多了 没那么容易相信人 于是又追问了一句 还有什么凭证吗 默克 你姐夫说 本来学走 你是最合适的主人 可是你姐姐根本就不同意 你离开罗格镇 所以 说到这里 阿塔已经彻底信了 因为这件事 只有他和姐姐 姐夫知道 所以 看默克的时候 眼神也清静了不少 颇有一种 他相遇固知的意思 阿塔 姐姐 姐夫他们还好吗 默克点了点头 除了你姐夫头上的头发 又少了一些 其他都挺好的 扑吃 阿塔不由笑出声来 你这话 要是当着我姐夫的面说 他一定会和你急 说完之后 又补了一句 你特意来此 真是太感谢你了 我也没什么好 报答你的 不如我做一顿好吃的 让你好好享受一下美食 默克双眼一亮 好他也想试试 他未来船上的厨娘的厨艺 阿塔带着默克 走入了一家 十分豪华的餐厅 默克冒昧地问一句 你出海以后 一直保持着联系 为何突然不联系了呢 阿塔闻言 身体未知一将 因为我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肥美的女人迎面走来 阿塔 海拉姐 这是不怨你 那怨就怨那些可恶的补奴队 默克又不傻 听到这里 奶能不明白 就这样一个 满天地都是 漂亮小姐姐的地方 而且 各个还是制服的地方 要是没有几个镇的 驻厂的强者 根本就护不住这些美女 毕竟 在海贼的世界里 漂亮的女人 同样是一种财富 不说海贼 光是那些专门在世界各地 抓漂亮女人 送去拍卖行 送去给贵族 甚至天龙人的补奴队 就够他们喝一壶的了 毕竟 这些美女 都能换来大笔的贝利 简直比抢劫都来得快 再听两人的对话 和阿塔蒙着的面纱 大概也能猜出 应该是在某次战斗中 为这叫海拉的厨娘受了伤 并且伤了脸 脸对一个女人来讲 那几乎就是等同于性命啊 虽然 她同情阿塔的遭遇 也欣赏阿塔 保守伙伴的行为 可是 内心却是暗喜 因为 阿塔这脸上的伤 让她成功拉拢阿塔的几率 又大了几分 所以 她直言道 阿塔愿不愿加入我的海贼团 如果愿意 我会替你以前的伙伴报仇 而且 我会治好你脸上的伤 如何 阿塔闻言 脸色一变 看向默克的眼神 都变得不太一样了 原来你和那些人一样 真正的目的 都是想拉我入自己的海贼团 默克十分的坦白 刚开始没那个意思 不过一路上了解到了你的实力 刚刚又了解了你的为人 再加上 我手中正好有你最需要的东西和情报 所以 很难不动心啊 阿塔眉头一皱 正要开口 海拉不由大喜 抢先一步 你能治好她脸上的伤 要知道 阿塔因她毁了容 可是她一直以来的心结 所以 对她而言 天大地大 没有比阿塔能恢复容颜更大的了 默克想了想 滑滑果实有美容的效果 就那大冰脸 和满脸的雀斑都能改变 伤又算得了什么 于是点了点头 不敢说十成的把握 但是八九成的把握 还是有的 显然 她没有把事说死 毕竟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啊 海拉一脸兴奋 好 我替她同意了 阿塔 海拉姐 要是那些补奴队 阿塔还没有说完 直接被海拉打断了 放心 这里有我和司机呢 说完又补了一句 再说了 你伙伴的仇不报了 你早晚都会离开不是吗 阿塔闻言 心一阵 可以想到整个雏娘岛的雏娘们 又有一些迟疑 可是 默克耸了耸肩 我在这里还要待上一段时间 那什么补奴队 我替你们处理了便是 你 阿塔与海拉齐齐看向了默克 眼神之中带着几分质疑 世界上唯一一个多果实能力者 还真有这个资格说这话 这时 一个长手足的高大女子 从一侧走了出来 不过 他看默克的眼神 带着几分敬畏 多果实能力者 不果实 不是一个人只能吃一个吗 阿塔与海拉一脸不解 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要不是 来人是他们的大姐西西斯 他们早就反驳了 来人却是诱导 而且在不久前 打败了七五海科洛克达尔 想来 这两天你新的悬赏令 就会发遍全世界吧 什么 什么 阿塔 海拉 不由琪琪惊呼一声 再一次看向默克的时候 眼神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如果默克真有这样的实力的话 那那些捕奴队 真不算什么 西西斯却是不由翻了一个白眼 随后他看向默克 因为来这里的人 大多都是别有用心 所以 去地下情报那里查了一下 没想到 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随即又补了一句 只要你真能让阿塔的伤痊愈 那我也支持他 加入你的海贼团 阿塔 西西斯 阿塔 实话告诉你 我早已经从地下势力 得到了害你同伴的人 阿塔闻言 不由瞪大了双眼 一脸震惊地看着西西斯 西斯这时 带着几分歉意 这是原本不应该买你的 只是之前一直选择沉默 那是因为那家伙远不是你能对付的 你又是那么的直脾气 我怕你不顾一切地去做傻事 说到这里 他又看向了默克 但是现在 你有了抗衡那个家伙的资本了 默克双眼威眉 不得不说 能守住这一整做美厨娘的人 果然不简单 一下就点到了重点 不过 默克心中也早有准备 七五海之一多福朗明哥 便是阿塔的仇家 因为当初伏击他的雏娘海贼团的 便是多福朗明哥麾下的古拉迪乌斯 阿塔脸色不由大变 确实 这家伙不是他所能抗衡的 单凭他 也不可能匹敌 阿塔的脸色变化 全都落在默克眼中 他立马补上一句 我也可以很直白地说 就算阿塔没有加入我的海贼团 我早晚也会和多福朗明哥对上 所以 你们完全不用怀疑 我在这方面欺骗阿塔 紧接着 他从手中的包裹之中 取出一个盒子 递到了阿塔面前 这是我的诚意 西西斯 阿塔 海拉三人不由相识一眼 随后阿塔拉过盒子 打开一看 先是一愣 随即不由惊呼一声 恶魔果实 默克 这是超人戏 滑滑果实 吃下它之后 能够让自己全身上下的皮肤 变得滑嫩无比 甚至能弹开攻击 最重要的是 它是恶魔果实之中 少有能让人脱胎换骨的存在 直白一点说 就算再丑的人 吃下它之后 就会变成天下一等一的美女 或者帅哥 还有这种恶魔果实 西西斯 阿塔 海拉三女 不由瞪大了双眼 眼中满是不可思议 阿塔颤抖着手 将恶魔果实拿在手中 之后又看了看默克 最终心中有了决断 将恶魔果实送到嘴边 一口咬了下去 很快神奇的是发生了 在十足的诚意下 默克成功将 厨娘阿塔收入麾下 时间转眼即逝 半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罗宾 Mr.E Mr.R Mr.3 已经来到了厨娘岛 并且秘密找到了默克 Mr.E双手 将圣剑递到了默克面前 默克看了看 Mr.E 又看了看罗宾 很是好奇 你是怎么说服他的 罗宾眨了眨眼 露出一个迷人的笑容 这可是秘密哦 默克闻言也是轻笑一声 却也没有再追问 而是接过圣剑 同时守向圣剑的剑身伸去 小心 Mr.E Mr.R Mr. 三三人脸色不由大便 这三个家伙 可是吃过这把圣剑的亏 要不是 他们用宝珠的力量压制 他们甚至无法带他出来 哈哈 默克不由大笑了起来 看来你们是吃过他的亏了 不过 对我而言 他只是补品 说着 他就在众人的目光中 接触到了圣剑 轰 圣剑上的诡异力量 仿佛受到了什么刺激 立马迸发 拼命往默克身体中窜 可是下一秒 默克吸收这股力量 想将自己同化成相同的诡异力量 不过 他身体中 属于三代鬼车的鬼气 一下就有了压力 他好像并不想被替代 再全力抵挡 可是一时之间 竟然谁也奈何不得谁 见到这一幕 默克露出了诧异的表情 他并没有急着出手干预 而且是看着两虎相争 到最后 竟然发现 两种力量有相容之事 双眼不由一亮 随即立马发动果实能力 在恶魔果实能力的干预下 两种力量 竟然真的相容了 他有着鬼气的霸道 又有圣剑上的诡异 同时 默克感觉自己 对能力的掌控 达到了新的境界 只见圣剑上的诡异力量 还有三代鬼侧鬼气 全都被吸入身体之中 这一次 不再是单单的吸收一点 然后将身体转化成相同的物质 而是彻底吸收 化为自用 圣剑最后 更是整个进入了默克的身体 并在身前化为一道 圣剑的纹身 手中三代鬼侧上的鬼气 也已经消失 变成了一柄普通的快刀 而这两股力量 却是在不断地 淬炼着默克的身体 默克甚至感觉 自己的身体各方面 在不断地飞速提升 最最重要的是 在圣剑入体的一瞬间 因为圣剑上 除了诡异的力量之外 竟然 还有一股霸道无比的力量 虽然很微弱 但是它确实存在 虽然这和圣剑 一起进入了默克的身体 可是却在不断地排斥着 这是什么 默克心中十分地诧异 之后动用进化后的 能识能力 疯狂地吸收 终于 其上 有一缕被成功吸收 而这一缕 直接窜入了 它的脑海之中 轰一股恐怖的力量 从默克身上爆发 并且以它为中心 向四周席卷去 罗宾 Mr.1 Mr.2 Mr.三四人 首当其冲 脸色 齐齐一白 罗宾更是身体晃了晃 差一点就倒下 霸王色 没错 圣剑上那霸道的力量 就是霸王色 而圣剑 也只有拥有霸王色的人 才能拥有 否则只会被圣剑控制 成功为它的傀儡 也就遇上默克这更强大的 恶魔果实能力 否则只有 被它控制的分 圣剑上的那一缕霸王色 也是那一任王者 手持圣剑不断战斗中 沾染上去的 就像黑刀 差别就是 黑刀是武装色缠绕 而圣剑 则是霸王色缠绕 当然 果实能力能吸收 圣剑上的霸色 也是因为 这一缕霸王色 是无主的 不过最最重要的是 圣剑一入体 立马进入人剑合一 剑道修为 直接飙升 就像原著中的萨卡 在圣剑入体之后 连跨两镜 进入了剑室的第三个境界 飞翔斩机 也就是直接能挥出 离体的剑气 关于剑道境界的划分 第一阶段 就是初级的剑士 当初索龙在庚斯郎的道场 以及遇到Mr.E之前 其实都可以算是这个境界 简单来说 就是能把剑拿起来 拥有剑招 就能称之为初级剑士 是剑道最底层的境界 不过索龙出场 就是这个层次的顶峰 离第二阶段一步之遥 第二个阶段剑客 是在和巴洛克工作室的 Mr.E交手时 索龙领悟到了斩铁 才算在第二阶段登堂入室 而成为斩铁剑客 第三个阶段剑豪 飞翔斩机 基本达到剑豪级都会这个 直接挥出离体的剑气 索龙在抵达空岛后修成 第四个阶段 也就是最后一层境界 黑刀 至少要达到终极武装色霸气 才可能修成 将武装色霸气 缠绕在刀剑上达到硬化的程度 能达到武装色硬化的 都需要终极武装色 真正做到无物不展 只要是单位面积 霸气强度逊于自己的 都可一刀两断 而现在 默克同样直接达到了第三个阶段 也就是说 现在的默克 已经是一位实打实的剑豪 呼默克深吸一口气 随即三代鬼车瞬间出窍 而后对准海儿 就是一挥 一道足足有两米高的斩机 并射而出 在罗宾 Mr.E Mr.R Mr.三四人 震惊无比的眼神之中 直接将海面斩出一道鸿沟 随即 默克又闭上了双眼 细细体会起来 此时的他 果实能力进一个境界 见到连跨两镜 进入剑豪之境 身体也在圣剑与三代鬼车的鬼气下 得到了质变 此时此刻 默克才真正有了十足的底气 与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怪物们 一决高下 而不是像打科洛克达尔那样玩鹰的 随即 他发现自己的霸王色 在一点一点的壮大 那一缕霸王色 在被他吸收后 成功让他觉醒了霸王色 并且霸王色觉醒之后 竟然在果实能力的辅助下 开始吞噬着一缕霸王色 哈哈 默克不由放声大笑了起来 因为他想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霸王色能如此 那武装色呢 月光莫莉亚 我来了 准备好了吗 泽泽 他已经无比期待了 吸收武主的武装色后 能不能像霸王色一样 成功觉醒武装色 更期待 成功觉醒武装色后 吸收掉黑刀上的所有武装色 他的武装色会强到什么层次 平静下来后 默克对罗宾 Mr.1 Mr.2 Mr.3 诉人道 罗宾 Mr.1 Mr.2 Mr.3 回原来的大本营 继续做情报生意 并且 向新世界渗透 希望当我进入新世界的时候 你们在新世界的情报网 已经有所建树了 四人其声 是 默克又补了一句 还有 你们不要忘了 提升自己实力 现在的你们 还是太弱了 当你们的实力 达到三亿这个水准时 那么就有资格 站到明面上 成为我船上的一员了 罗宾 Mr.1 Mr.2 Mr.3 四人文言 不由脸色一变 特别是 Mr.1 他可是一个要强的家伙 有人来了 达到剑豪镜 默克变得无比的敏锐 随后向四人使了一个眼色 四人立马会议 毕竟 现在他们还不能暴露与默克之间的关系 所以 四人迅速离开 很快 两个高大的身影来到了默克的面前 左边一人 有四个X型的伤疤 他脸上和脖子上分别有两个 分裂 卷曲的胡子 和棕色飘逸的头发 一直垂到他的肩膀上 最是奇特的 是他的左眼没有瞳孔 右边一人头上 留着墨西干发型 暗紫色长发竖在脑后 形成丁忌的样子 留着八字胡 身穿淡紫色条纹的西装 里身穿着深蓝色衬衣 打着白色的领带 身后披着白色的海军大衣 腰间跨着一把武士刀 这两个人都太有特点了 默克一眼就认出来了 他就是海军中将道伯曼和武蜀 这两个家伙 可是海军本部的精英中将 竟然携手而来 真是让他有些惊讶呢 道伯曼和武蜀 此时显然也已经认出了默克 脸色齐齐一变 道伯曼冷声道 看来刚刚在这里爆发出霸王色的 就是你了 一边说着 一边将手放到了刀柄上 一边的武蜀 也同样如此 竟然两位本部中将携手而来 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呢 默克的手 同样已经放在了三代鬼侧的刀柄上 武蜀文言 嘴角微微上扬 凑巧和道伯曼 一起来这雏娘岛上 享受一下美食而已 不过遇到你 倒真是意外 双方都已经锁定了对方 剑拔弩张 不掳 不掳 就在这个时候 武蜀身上 响起了电话虫的声音 嗯 武蜀一脸不解 道伯曼也是一脸诧异 想不明白 这个时候会是谁来点 武蜀看了看默克 最后还是选择 先接通电话虫 我是武蜀 请问哪位 下一秒 电话虫就变成了 一副抽雪茄的样子 于锦号三四 武蜀中将 我是斯摩格 在岛上遇到你的手下 所以特意通电一声 如果遇到默克的话 先别动手 战国元帅 让我邀请他 加入王下七五海 于锦号三四 武蜀 道伯曼 这通电来得真是时候 两人不由面面相识 随即武蜀道 斯摩格 我从来没有接到过 你的通电 说完之后 也不带斯摩格回答 直接就挂了 不好 斯摩格脸色不由大变 转头对一边的海军问道 你有看到 武蜀中 降向那个方向离开的吗 边上的海军 本能地指了一个方向 斯摩格立马化为了一道烟雾 急速向那个方向而去 达斯奇紧跟其后 我去 莫克则是有些惊讶 因为 武蜀这意思 已经很明白了 想干掉他 否则 不可能如此 莫克缓缓抽出了三代鬼车 既然对方想要他死 他自然也会不和对方客气 毕竟 此时实力大涨的他 一对二 也不处 更何况眼前这两人 可是海军中 将中实力派人物 拿他们 练练手再合适不过了 三人之中 最先出手的是道伯曼 只见他 同样抽出了长刀 武装色 更是立马 缠绕在刀身之上 因为他明白 眼前这个家伙 可是自然系 没有武装色的缠绕 任何攻击 都对其造不成半点伤害 随即双腿一个发力 道伯曼如同炮弹一般 爆射而出 他的速度极快 转眼之间 就来到了莫克的身前 手中长刀 狠狠地斩向莫克 那架势 就像要是将莫克 斩成两截 莫克也毫不示弱 同样挥出手中的三代鬼车 赢了上去 当 这一击 两人都没有花里胡哨 有的就是最直接的最拼 强大的反阵之下 莫克身体不由颤了颤 而道伯曼 却是连退七八步 莫克嘴角不由上扬 此时此刻 他已经可以与海军中 将正面对抗 而能轻松战上风了 平的 还是自身的力量 果然 双剑加持之后的身体 早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 且 道伯曼虽然落了下风 可是一脸的不服气 手中武士刀猛的一挥 一道斩机迸射而出 急速向莫克而去 莫克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就仿佛像是这道斩机的攻击目标 不是他一般 嗯 不管是道伯曼 还是武鼠 看着如同放弃抵抗一般的莫克 一脸的疑惑 下一个瞬间 道伯曼的 斩机就狠狠地斩在了莫克的身上 而莫克此时 就像是一个黑洞 将这道斩机 毫无暴露地吸收进了身体之中 道伯曼与无鼠两人 也算是见多识广了 可是还是被震惊到了 不由惊呼一声 这又是什么能力 不好丰富的战斗 让道伯曼有着超乎常人的直觉 而直觉告诉他 此时的莫克 极度危险 全神戒备 果然下一秒 莫克挥动三代鬼侧 一道两倍于他的斩机迸射而出来 不仅仅如此 甚至连速度都快了两倍 眨眼之间 就来一以了面前 好在他早有准备 见此手中武士刀 直接架在了身前 轰两倍于一的强大的斩机下 道伯曼只能勉强支撑 整个人 却在斩机的强势能力下 不断地退后 双只脚生生地 在地面留下了两道深深的脱痕 道伯曼 见莫克一招压 直到伯曼 武鼠在一边站不住了 脸上也露出了担忧之色 与此同时 手中武士刀猛地挥出 一道比道伯曼的斩机 更胜一筹的斩机迸射而出来 而目标 正是莫克的那道斩机 这是企图帮道伯曼一把 可是莫克又怎么会放人不管呢 手中三代鬼侧 再度挥出 一道斩机 同样迸射而出 成功挡下了武鼠的斩机 赫尔此时的道伯曼 也在强弩之末了 他大喝一声 爆发出全身的力量 才堪堪将莫克 那道斩机 打向了天空 呼呼呼之后 道伯曼站在那里喘着粗气 此时此刻 他看莫克的眼神 已经完全变了 之前 在他们看到莫克 灭杀克洛克达尔的情报时 真以为 像情报中说的一样 莫克是利用了 克洛克达尔怕水的缺点 又利用了对方轻视 与大意的情况下 反杀了克洛克达尔 如果有再来一次的机会 莫克对上克洛克达尔 根本就不会有半点机会 可现在看来 他们错了 其他暂且不说 就单单莫克在剑道上的实力 外加 刚刚那特殊的能力 就能与克洛克达尔 争锋了何况 他还是一个多果实能力者 咕噜 道伯曼不由咽了一口唾沫 此时他明白 这一次 只怕是 踢到铁板上了 嗖 无数一个闪身来到了 道伯曼的身边 因为他也明白 一对一 只怕没有半点机会 只有两人联手 方可与其一战 他与道伯曼相识一眼 下一秒 两人手中 武士刀齐齐挥出 一束一横两道斩击 一前一后 朝着莫克而去 此时的莫克 却是将三代鬼侧 收入刀鞘之中 随即摆出了 拔剑攻击的姿态 就在这一前一后 两道斩击 要击上他的时候 他动了 一刀流 鬼焰斩 莫克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进入了状态 那一前一后的两道斩击 更是直接被展开 不好 道伯曼和武蜀 两人脸色大变 瞳孔更是发生剧烈的震动 虽然他们的剑纹色 都已经捕捉到了 高速移动中的莫克 但是 莫克的速度 真的太快了 而当莫克的身影 再一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在道伯曼 和武蜀的身后了 缓缓地将三代鬼侧 收入刀鞘之中 扑吃 道伯曼的胸口 出现一道伤口 鲜血从中狂飙而出 然后 就看到伤口之上 燃起了火焰 武蜀虽然没有受伤 可是握着武士刀的手 却在不断地颤抖着 两人的实力差距 一下就对比出来了 前者即使剑纹色 捕捉到了莫克的身影 却依旧躲不开 而后者 却是用手上的武士挡下了 虽然 颤抖的手 已经表明 武蜀接下这一招 也不容易 莫克 却是嘴角上扬 露出一个冷笑 眼中泛起了杀意 他可不是圣母 对于想杀自己的人 他绝对不会心慈手软 绝空 莫克发动了能力 瞬间吸收方圆百米之内 所有的氧气 让百米之内 成了生物的绝地 道伯曼和巫蜀两人 虽然依旧在呼吸 可是他们发现 没有作用 一股窒息只敢袭来 两人相视一眼 眼神之中 闪过惊恐之色 他们怕了 可是 他们也明白 已经没有退路了 只有拼死一战 方有一丝希望 两人平住呼吸 脸上露出猙獰之色 手握武士刀 身上的气势也变了 助手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斯摩格急速闯了百米之内 要是一闯入 立马发现有意 脸色不由大变 乌 紧跟其后的达斯奇 也闯了进来 很快就双手 捂住自己的脖子 实痛苦地倒在了地上 哎 这一幕 自然都落在默克的眼中 虽然 他是以血走为报酬 请他教自己见到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自己 在见到方面的领路人 还是有一些情意在的 总不能连他 也一起干掉吧 最终 默克还是收了能力 呼道伯慢 无数 这才仿佛得到了解脱 痛快的呼吸 斯摩格 达斯奇 也恢复了过来 此时 两人看默克的时候 眼神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他们明白 此时此刻 他们与默克 早已经不是一个层次的人了 特别是达斯奇 不过 他是一个十分凝的脾气 还是十分气愤地 冲到默克的面前 你怎么能杀死野狗上校呢 他可是一名海军上校 说到最后 他的目光 落在了默克手中的三代鬼彻 你这样的行为 是在辱默他 默克文言 嘴角不由抽搐了一下 不得不说 这小真的是太天真了 所以 他也不惯着 十分直白地道 所以 只能你们海军在东海为所欲为 你在说我了三代鬼彻的时候 你好好去了解一下 那个野狗上校 是个什么货色吧 就这样的家伙 也身披着正义 真是天下第一大笑话 你什么意思 达斯奇一脸不解 斯摩格脸色微微一变 眼神也变得复杂起来 他和达斯奇不一样 了解许多人世间的黑暗 但是心中又是一喜 因为这样一来 默克并不是真的 只是为了一颗恶魔果实 就动了妄念去杀人 他心中有着善 就凭这一点 由他坐上七五海之位 远比其他海贼好得多得多 呼斯摩格深深吸了一口血痂 随即又缓缓地吐了出去 最后带着几分警告地 看向道伯曼和武蜀 战国元帅有令 由我和达斯奇 邀请默克加入王下七五海 说到最后 目光已经转到了默克的身上 你可愿意 七五海 默克文言 脸上露出了诧异的表情 因为他真是没有想到 战国会玩这一手 看过原著的他 自然早早地明白 这王下七五海 早晚有一天会被解除 甚至会被海军 一个个针对和追杀 最后导致七五海抱团 组成新的四皇势力 那如果他加入七五海 是不是也可以 借着这个身份 拉拢其中之一二 甚至能将他们 统统收入麾下 特别是女帝 一想到这个女人 默克突然觉得 手里的剑 慢上几分 也不是不可以 见默克不言语 达斯奇立马打起了感情牌 看着我们相处一段时间的情分上 好好考虑一下 我和斯摩格上校 可不想有一天 和你刀剑相像 此时的默克心中已经有了决断 于是立马顺势回到 本来我针对的是野狗上校这个人 而非整个海军 何况你和我之间 又有着教授见到情谊 所以我同意加入 好 太好了 斯摩格与达斯奇都不由大喜 道伯曼 无数 两人突然觉得 刚刚那一架 打得有些不值啊 伤都白受了 两人不由面面相去 气氛有些尴尬 要不 我们走 而默克却是瞥了一眼 道伯曼和无数两人手中的刀 他都感觉得出来 这两人手中的刀不是什么反品 绝对不在他手中的三代鬼彻之下 特别是无数手中的那把 哎 可惜了 要是斯摩格晚来一点 说不定这两把刀都会是他的收藏品 斯摩格从怀中取出一个电话虫 递到了默克的面前 这个直通战国元帅的电话虫 所有的七五海都有一个 默克接了过来 而他接过这个电话虫的那一刻 他就正式成为 王下七五海中的一员了 斯摩格这时递出了一张悬赏令 默克瞳孔不由一缩 他明白 这算是投名状 可是 这悬赏令上的人 还真不一般 一个月后 阿塔一脸惊叹 船长 你在剑道上的天赋 真是让阿塔自叹不如啊 这一个月里 默克向阿塔讨叫双刀流 进展之快 简直让阿塔几度怀疑人生 阿塔将花舟对到了默克的面前 船长 现在你也是双刀流了 这把花舟 还是他还没有说完 却是直接被默克打断了 这可是 你加入海贼团的入团里 哪有收回的 何况 我的第二把刀 很快就到手了 不过 我们得去完成一下 海军本部给的任务了 好歹 已经坐上七五海之位了 好歹也得做做样子 阿塔文言 不由轻笑一声 是了 再拖下去 是有些说不过去了 此时他 不仅仅脸上的伤恢复了 而且变得更加的漂亮了 自信 再一次回到了他的身上 随即又补了一句 船长搞定了这家伙之后 是不是就要去拉拢强者 壮大海贼团了 说到最后 他的双眼都亮了 因为他明白 想要打败多福朗明哥一伙 单凭他和船长是不够的 只有更多更强的伙伴联手 才能将其灭团 默克点了点头 一个月过去了 想来我要的情报 也快要送过来了 到时 带你收两个强者的伙伴 只是说到这里 话锋一转 不过在这之前 得先把我的第二把铭刀弄到手 作为一名剑豪 自然也是爱刀之人 所以 阿塔文言双眼一亮 我倒是好奇 是哪把铭刀 竟然能让船长如此看重 不会让你失望的 默克说完 人站了起来 眺望远方 嘴角微微上扬 终于来了 这帮家伙 阿塔顺着默克目光看去 脸色顿变 眼神之中的杀意 那是一点也不掩饰 咬牙切齿地道 这帮家伙终于来了 默克轻笑一声 不是从地下室里 买了情报 知道他们要来 才特意在这里等的吗 所以 别激动 他们的结局 已经注定 一艘小型船只 停在了港口 为首的是三个长的 十分相似的人 他们就是这一次 捕奴队的三个首领 阿塔眼神变得无比凝重 同时提醒到 船长 这是海猎团 十干部中的三人 他们是同胞三姐弟 中间的是 大姐亚西 超人系 冷冷果实能力者 左边的是二哥亚尔 动物系 雪豹果实能力者 右边的是三弟亚杰 是一位剑豪 实力不输于之前的我 默克双眼 微微一眯 不得不说 真不愧是专门给贵族 和天龙人捕猎的 最大捕奴队 没错 盯上这里的 正是海贼王世界中 最大的三个捕奴队中的海猎团 这帮家伙 真是什么逗恋 漂亮的男人 漂亮的女人 稀有种族 甚至是海贼团的船长 可以说 只要是被他们盯上的 就没有什么是他们不能补的 没有什么不是他们能买的 而这海猎团 作为海贼世界最大的三个捕奴队之一 实力真不是吹的 单说那三弟亚杰 实力能比得上之前的阿塔 就说明他的实力 也是过一级别的 再说大姐亚西 二哥亚尔 一个超人系 冷冷果实能力者 一个动物系 雪豹果实能力者 实力同样不俗 就这实力 甚至胜过未来超新星 十一人中的 大部分的海贼团 而这 还仅仅只是海猎团 十大干部中的三人 可见这海猎团的实力 也能从侧面体现出 整个捕奴行业的实力 刷亚西 亚尔 亚杰三人 从海贼船上 一跃而下 落在了 默克与阿塔的身前 三人的目光 先是齐齐 落在了 阿塔的身上 没办法 阿塔本来就要 脸蛋有脸蛋 要身材有身材 可谓是凹凸有致 性感又妖娆 可又带着几分 健豪的威士 让他整个人 都英姿飒爽的 矛盾的两种气质 完全地结合在了 他一个人身上 绝对称得上 是风格独特的美女 现在又吃了 超人系 滑滑果实 他的美又提升了不少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整个海贼世界中 也只有女帝汉库克 能与其相提并论了 这样的美貌 即便是捕猎过 许多美女的亚西 亚尔 亚杰三姐弟 也不由看得呆了呆 随即三人 双眼齐齐一亮 亚西更是大喜 一脸赞吧 真没有想到 这雏娘岛上 竟然还有这种极品货 说到这里 转头看向三弟亚杰 三弟 这一次终于能给你换一颗恶魔果实了 到时候 你的实力 绝对会是我们姐弟中最强的 亚尔也不由放声大笑了起来 哈哈 他们三人 三弟亚杰 本来就是天赋最好的 也正是因为亚杰 他和大姐 才捕猎到了天龙人满意的奴隶 从而换来了恶魔果实 让他们也成为了一方强者 现在 也是应该轮到他们三弟了 到时候 三弟实力大涨 或许会成为第四大补奴团 此时 他的眼神之中 闪动着野心的光芒 三人之中 唯独三弟亚杰 还保持着冷静 因为阿塔给他一种熟悉的感觉 随即他的目光落在了阿塔腰间的 瞳孔位之一缩 因为 他认出阿塔腰间两把刀中的一把 他猛然抬头 带着几分惊骇 你是双刀阿塔 说完之后 又补了一句 我就说 你怎么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 原来是你 什么 亚西 亚尔两人不由惊呼起来 随即脸色又大变 整个人也变得警惕起来 他们都是见过世面的人 一个人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大概率是因为 吃了恶魔果实 而这个双刀阿塔本身的实力 就不输他们三弟 现在吃了恶魔果实 实力定是大增 如果能不忌惮 不过好在 三人别人难以起经默契 所以哪怕阿塔实力大涨 他们也不处 喂喂喂 你们三个家伙 一见到美女 就一不开眼了吗 把我这大活人当空气呢 默克在一边 都有些无语了 他现在好歹也是七五海了 这么无视他 真的好吗 嗯 三人这才转头看了过来 看到默克的一瞬间 先是带着几分疑惑 随即脸色不由大变 瞳孔都不由在地震 大姐亚西更是惊呼一声 新任七五海 默克 默克也懒得和他们废话了 一指亚杰 转头对阿塔道 当初是他伤的你吧 那你就亲手将这仇报了 至于其他两人交给我 船长 多谢 默克的话 简直说到他心里去了 亚西 亚尔 亚杰三人则是对视一眼 随即十分默契的同时 发动了攻击 亚杰手中长刀瞬间出鞘 双腿一个发力 眨眼之间就冲到了 鄙视凯克塔的身前 冰封 亚杰 地面直接冰封 并且迅速向阿塔而去 所过之处 地面全都被冰封 指尖动物系 雪豹果实能力者亚尔 瞬间进入了兽人状态 下一个瞬间 人就消失在了原地 再一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在默克的身后 指枪食指如枪一般 直戳默克的后脑勺 不得不说 这三人的配合真是默契十足 最扛奏的动物系能力者亚尔来 拖住他 其余两人 一个强攻 一个控制 简直完美 这要是换成别人 还真就让他们得逞了 默克手中三代鬼侧瞬间出鞘 猛的一挥 一刀斩机 直接朝着亚西而去 斩机所过之处 地面直接被切开 大友将大地都一分为之势 面对如此恐怕的斩机 亚西脸色不由大变 也不得不停止对阿塔的攻击 那冰封之力 生生停在了阿塔身前三四米处 与此同时 默克挥出的三代鬼侧 并没有收回 而是顺着那一挥 向着身后 斩去 目标正是亚尔的出来的手指 混蛋 亚尔低骂一声 随即生生停下了攻击 显而又显得躲开了默克的这一剑 哼 此时 阿塔要面对的 只有亚捷 他不由冷笑一声 同时大刀出鞘 一把挡住了亚捷的攻击 花舟则是在空中划过一道寒光 朝着亚捷的颈部而去 亚捷瞳一缩 阿塔这一剑 速度奇快 角度奇轨 极难躲避 心中暗惊 这家伙的剑刀又有提升 阿塔的嘴角 不由微微上扬 这一个月里 可一直在叫售船长双刀流 期间 船长经常会和他交手 从而快速提升双刀流的对战经验 所以在这一个月里 有提升的不仅仅是船长 他也有 毕竟对他而言 船长也是一个相当好的陪练对象 但是亚捷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在最后关头 身体向后一样 刷花舟闪着寒光滑过 在亚捷的脖子上留下了一道伤口 却不足以致命 即便如此 也是把亚捷吓得不轻 在面临生死的境地之中 亚捷全身的力量 在一瞬间爆发 将阿塔逼退 自己却是连退了几步 与阿塔拉开了距离 而这一幕都落在了亚西 亚尔两人的眼中 两人不由大惊 十分担忧地惊呼一声 亚捷 你们还是担心 移下自己吧 默克再一次挥动手中的三代鬼侧 一道恐怖的斩机 再一次迸逝而出 不过这一次的目标 换成了亚尔 铁块 这一击来得太快 亚尔根本就来不及躲 只能被动防御 不仅仅是如此 他预判 默克这道斩机所中的位置 缠绕上了武装色 冰龙 亚西这时 更不敢放任默克继续攻击 直接给予了强力反击 默克的斩机 先一步斩中了亚尔 默克的嘴角露出几分嘲讽 海军的六事 竟然出现在了一个捕奴队的人身上 可普通的海军 自身想要学习 条件却是十分的苛刻 也就是说 拼死拼活 还不如抓上一个美女来的有用 真是讽刺啊 也是了 他们可是 专门给贵族与天龙人补奴的 只要把天龙人哄高兴了 想要海军六事 那还不是天龙人一句话的事 但是 这家伙应该不知道 铁块那可是 海贼第一换术 刷 默克的斩机 直接破开了亚尔的防御 在他的胸口 留下了一道横穿整个身体 深可见骨的伤口 鲜血狂喷而出 与此同时 亚西的冰龙 也已经离默克不足一米了 可是 默克仿佛没有看到一般 又好像是 来不及躲开 任由冰龙狠狠地轰在了他的身上 好 亚西不由大喜 他对自己的能力十分地自信 无论是谁 只要被他的冰龙击中 都会永远地被冰封 成为一尊冰雕 要知道他的能力 那可是和海贼大将亲质 是一个等级的 级别就在于 一个能元素化 一个不能 仅此而已 则则 可是这个时候 默克却是嘴角上扬 露出了几分笑意 这令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下一秒 他就看到了一个诡异的画面 那足足有七八米之巨的冰龙 在撞上默克的时候 就仿佛撞在了一个一空间的入口 迅速消失 又或许者 默克的身体 就像是一个一空间 直接将整个冰龙都装了进去 更令他头皮发麻的是 默克的身体 竟然开始急速变化 成为一尊冰雕 他可以对天发誓 这绝对不可能 是被他的冰龙冰封了 下一秒 一条足有之前两倍之巨的冰龙 从默克的背后窜了出来 不过目标不是亚西 而是已经被重创的亚尔 要不是时间差 就像是亚西的冰龙 穿过了默克的身体后 增大了一倍 轰向了亚尔 不好 亚西脸色大变 甚至有些绝望 因为他无力阻止 而亚尔 有的只有无边的恐惧 因为被重创的他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这足足有十多米之巨的冰龙 在他的眼中不断地放大 轰隆隆 冰龙狠狠地撞在了亚尔的身上 强大的冲击力下 亚尔直接被撞飞了出去 然后 冰龙并没有消失 而是顶着亚尔 一路撞了过去 凡是所过之处 不管世数 还是其他 全都在一瞬间被冰封 然后被撞成了碎片 直到撞在了两百米之外 一个小土山的山体之下 才停了下来 可是 强大的撞击之下 亚尔已经深陷山体之中 此时 他整个人都是软的 眼 耳之中 全都有鲜血流出 从那深刻见骨的伤口中 甚至能看到 已经被冰封的内脏 显然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亚尔亚西不由悲呼一声 随即恨意直冲脑门 让他失去了平时的理智 只见他 双手一挥 冰 灭尸 无数的冰坠 凭空而出 悬浮在他的头顶 随即如同雨点一般 朝着默克而去 无论是什么东西 不管是地面 还是树木 全都会被冰封 很快 默克百米范围内 所有的一切都被冰封 那一片 仿佛单独成为了一界 一个冰封的世界 可是 一个冰人在那个世界中 悠然自得 默克看着亚西 如同看傻子一般 你是不是傻 刚刚那冰龙都伤不到我分毫 这些冰锥子 就能伤我了 话声一落 默克手一抬 他的头上 立马也凭空出现 无数的冰锥 这亚西整个人都傻了 随后雨点般的冰锥 向他笼罩了过去 冰盾 亚西见此 果决使用能力 制造出一面 巨大无比的冰盾 挡在了身前 啪啪啪啪啪冰锥 在这巨大的冰盾 显得那么的渺小 又怎么可能撼动得了他 而此时 默克身上融合了 圣剑的诡异力量的 鬼气迸发 并且汇聚成一尊修罗 矗立在默克的身后 一刀流 修罗斩 默克与修罗齐齐挥动 手中的刀 一道比之前更强 更猛更锋利的斩机 迸射而出 绝望的怒吼 阿塔不有冷笑 你也有感情 真是可笑说这话的时候 脸上更是充满了嘲讽 随即又道 也好 有感情 你才能深切地体会到 亲人离开的痛苦 才能明白 那些被你们抓走亲人的人 有多么的痛苦 随着话声 阿塔发动了最强一击 双刀流 与锦号三四 双刀流 龙牙 与锦号三四 只见阿塔双刀向前 整个人向前突袭 同时一道龙形的 特殊斩机形成 他的两把刀 就是龙形斩机中的龙牙位置 这也是这一招名为龙牙的原因 亚杰见到这一招时 脸色不由大变 本能地想躲 可是 刚有动作 这龙形斩机的方向 竟然跟着有了改变 亚杰立马明白了 这一招只能应接 他一咬牙 手中武士刀向前一架 整个身体也微微下沉 当 下一秒 阿塔的双刀 狠狠地刺在了亚杰的武士刀之上 强大的冲击力下 亚杰整个人都向后退行 双腿在地面留下了两道身痕 可惜 最终还是没有挡下 在最后时刻 他的双手承受不住 手一抖 挡住阿塔双刀的刀身也偏了一下 这导致他的防御 直接被阿塔破开 阿塔的双刀 狠狠地刺入了亚杰的胸口 并将其冻穿 扑斥 一口鲜血从亚杰的口中喷出 他露出一个猙獰的笑容 海猎团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们 阿塔文言 根本就不想听他死前的狠话 双刀直接抽出 心血狂雕 亚杰也轰然倒地 阿塔的脸上 确实露出了笑容 因为除娘岛的危机 算是彻底过去了 他的一颗心也放了下来 这样他 也能走得没有顾虑 随即 他走到了亚杰的身前 将他手中的刀取下 而后仔细欣赏起来 两块刀五十公之一的长增迷虎彻 他已经眼馋很久了 他随即又看了一眼 手中的花粥 至此 他的双刀都已经是鸣刀了 这对于一个双刀流剑豪来讲 绝对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至于海猎团 他根本就没有在一起 要知道 他的船长可是七五海 他的实力也大涨 谁怕谁啊 而这个时候 默克已经走上了这三姐弟的船 这是一艘阳光美里号 那种的小型船只 十分适合现在默克这种 全员只有两人的海贼团 最关键的是 仔细查看之后 竟然发现这船竟然都是用上好的木材打造的 他是越看越满意 在没有打造属于自己的海贼船之前 这艘船绝对是一个好的过渡 默克不要笑了 这三姐妹 是特意给我们送船来的吧 布鲁布鲁 就在这个时候 阿塔提着包裹走了过来 包裹中 电话虫在不断地响着 默克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看来战国是等不及了 果然接通之后 电话虫中立马响起了战国的声音 默克已经一个月了 你还待在雏娘岛 你的时间可不多了 要是在半个月内 还拿不下我给你的目标 那我们之间的约定就不成立了 到时候话没有说完 可是默克明白他的意思 这是他成为七五海之后的投名状 这个要是完不成 他这个七五海之位 自然也就没了 默克 这不是有一群不知死活的捕奴队 在打我罩着的雏娘岛吗 所以 就缓了缓 不过目标我已经锁定了 他跑不了 战国 那就好挂断电话虫之后 阿塔眉头微微一皱 船长 半个月的时间 有点紧了 要不 默克却是摆了摆手 按原计划进行 目标那里 要等到Mr.三发来成功的消息 否则 去了 也暂时动不了手 Mr.三 阿塔一脸诧异 默克倒也不隐瞒 我手中情报组织中的一员 到时候你认识下 以后 你们少不了相互打交道 阿塔又眼一亮 默克手中竟然还有一个情报组织 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不过 默克手中的势力越大 对他越是好事 心中大喜 不过 他只是有点好奇 为什么一定那个Mr.三去呢 他不是搞情报的吗 目标在哪里 海军早就已经告诉他们了 正常来讲 完全没有那个必要 默克嘴角 却是微微上扬 战国给他的目标 可谓是驱虎吞狼 用心着实险恶 不过 对他而言 简直就是给他送来一员大将啊 得知战国给他的目标是这个家伙的时候 他做梦都笑醒了几次 十天之后 默克已经到达了魔幻三角海域 而他的目标正是月光莫利亚所在的恐怖三围翻 不过 当默克进入之后 眉头不由微微皱了起来 因为魔幻三角海域全是浓浓的迷雾 根本就无法判断方向 默克有些无奈 麻烦了 阿塔眼角抽了抽 提出了竞团以来第一个建议 船长 我觉得 出去之后 第一件事 应该先找一个航海士 默克点了点头 申表赞同 有道理等 搞定了这里 还有战国 给的目标之后 航海士就要提上日程了 不过现在嘛 默克伸出了右手 接触这里无处不在的迷雾 随即阿塔惊异的发现 默克整个人都变得有些虚幻 随即 他更是看到了 这一生都无法忘怀的事 只见四周的迷雾 仿佛是受到了某种控制 向四周散去 特别是头顶 一缕阳光照了进来 船长你这是 默克轻声一笑 我是超人系吸收果实能力者 无论接触到什么物质 我的身体就会转化成什么 同时 也会拥有类似的果实能力 比如 我吸收铁块 那我就会成为 类似铁铁果实能力者存在 再比如 我在吸收了这里的迷雾 那我就会拥有 自然系 迷雾果实的能力 操控迷雾 不就变得轻而易举了吗 什么 阿塔不由惊呼一声 眼神之中满是震惊 现在他才明白 默克悬赏令上所谓的 多果实能力 完全就是海军 对默克果实能力的误解 不过 这个世界上 竟然还有这样的恶魔果实 那岂不是等同于 拥有很多能力 什么火啊 光啊 岩浆啊 冰啊 土啊 太多太多了 此时此刻 阿塔无比的庆幸 庆幸加入了船长的海贼团 拥有这样的恶魔果实能力 成为四皇 甚至是海贼王 那不是只是时间的问题吗 一个多福朗民哥哥算个屁啊 恐怖三维帆船之上 月光莫利亚 和手下三怪阿布萨罗姆 霍古巴克 佩罗娜琪琪 抬头看着天 脸上满是震惊 他们的恐怖三维帆船 可是停在魔鬼三角洲的中心地带 虽然这个位置 并没有像其他位置那样 布满了雾气 可是正上方 同样是常年被雾气所笼罩的 现在却散了 烈日当头 阳光令整个恐怖三维帆船 都明亮了起来 更是刺得他们 有些睁不开眼 黑嘻嘻嘻 月光莫利亚怪笑一声 随即脸上带着几分疑惑 奇怪 按理来讲 魔鬼三角洲几百年来 都笼罩在了雨雾之中 怎么会突然散开了 霍古巴克点了点头 魔鬼三角洲 和无风地带十分的相似 都是天气十分稳定的海域 不应该有这样大的变化 说到最后 不知道为何 他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阿布萨罗姆一点不在意 管他呢 反正对我们影响不大 有什么关系 霍哥霍哥霍哥 佩罗娜也是发出了招牌式的笑容 只是这个时候 他头脸上带着几分迷茫 再加上 天生就有些呆得他 显得十分的呆萌 月光莫利亚这时 也终于回神了 转头对阿布萨罗姆道 阿布萨罗姆 你去船的边缘看看 看看大海之上的雾气 是不是也散去了 阿布萨罗姆 是 与此同时 默克与阿塔 已经来到了恐怖三维帆船的港口 阿塔不由瞪大了双眼 一脸的震惊 船长 这就是恐怖三维帆船 要不是 没了雾气 他能清晰地看到 恐怖三维帆船的船帆 都要开始怀疑默克的话了 不 即便是现在 他也是有些自我怀疑了 怀疑是不是眼睛出了问题 默克却是点了点头 别说阿塔了 就是他也是极为震惊 虽然他看过动漫 也知道这恐怖三维帆船大的恐怖 如同小岛一般 可是真正亲眼看到 并且来到他面前时 才能彻底体会到他的 真不愧是号称 是世界上最大的海贼船的恐怖三维帆船 突然他觉得 这恐怖三维帆船 作为一个秘密的大本营 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一想到这里 本来只想拿了刀就走的他 觉醒把这里占了 作为罗宾他们的情报大本营 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是什么 很快 阿塔再一次震惊了 因为他看到了一只巨大无比的蜘蛛 关键是 这蜘蛛还长着人类的上半身 不得不说 再一次颠覆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拉基 默克一脸不屑 因为他知道 这是月光莫利亚制造出来的僵尸 抬手就是一刀 直接将其一分为二 同时有些惋惜 这月光莫利亚 曾经也是横行于大海之上 大海贼 现在却是废了 哪里来的小子 竟然敢如此贬低我们船长 他可是王下七五海 一个身影 出现在了刚刚蜘蛛人的位置 瞥了一眼 被斩杀的蜘蛛人之后 转头看向了默克与阿塔 眼神十分的犀利 不过 当他看到阿塔的瞬间 整个人又兴奋了起来 双眼都变成了爱心 显然已经起了色星 随即就看到对方双腿一个发力 跃到了空中 最后稳稳地落在了默克与阿塔两人的面前 阿布萨罗姆是一个变态色情狂 经常利用能力之变偷窥女性 喜欢柔弱而不是强悍的女子 因此经常吐槽佩罗娜和星朵力 这时默克与阿塔也看清了来人 是一个衣着华丽 而面目可怖的长发男子 三怪人之一的阿布萨罗姆 默克一眼就认出来了 不过他对这个家伙 十分的厌恶 因为这阿布萨罗姆 就是一个变态色情狂 经常利用能力之变偷窥女性 和他一比 山智都显得单纯了许多 整个海贼之中 在海粉中最想弄死的人之中 常年排在第二 仅仅在逃之柱之下 不 或者说 在逃之柱出场前 他才是那个必杀的人 出场就十分猥琐地添了罗宾 后来又趁纳美在洗澡的时候 去占便宜 那个时候 纳美可是光着的 就那样 被他按在墙上 要不是山智这个家伙来得及时 这个家伙就要得逞了 但是有一点 不能忽视 那就是这个家伙 把纳美看光了 你骂 这你能忍 于是 默克将头凑到阿塔的耳边 这个家伙 是光月莫利亚手下的三干部之一 超人系 透明果实能力者 这家伙是一个色情狂 利用这个果实能力 没少偷窥女人 这话一说 阿塔的脸都黑了 看阿布萨罗姆 眼神也已经变了 他这辈子最厌恶的就是这种 无底限战女人便宜的家伙 杀意顿生 花周 长曾弥虎撤双刀 也瞬间出窍 寒光乍现 双刀流 急速斩 阿塔直接进入了高速度移动状态 在常人的眼中 他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 不好 本来还一脸色咪咪的阿布萨罗姆 顿感不妙 全神警惕了起来 可是一切都已经晚了 这个时候 阿塔已经出现在他的身后 花周和长曾弥虎撤 缓缓入窍 扑吃 阿布萨罗姆胸口 出现了一道X型的伤口 不仅仅身可见骨 巨大的伤口 更是将整个胸口 都切成了四份 怎么可能 阿布萨罗姆轰然倒地 只是他的眼神之中 满是不敢相信 不敢相信这个女人 竟然有如此的实力 他好歹也是 七五海手下的三干部之一 竟然连一招都挡不下 不仅仅是他 就连阿塔自己 都有些不敢相信 转头不可思议地道 船长 这个家伙 真的是王下七五海 麾下的三大干部之一 要知道 七五海麾下的干部 他也是遇到过的 比如那个伏击之下 杀了他所有伙伴 并且差一点 也要了他的命的 古拉迪乌斯 虽然 他对其恨之入骨 可是古拉迪乌斯的实力 却是无容置疑的 再看看眼前这个家伙 两者之间 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人 莫克 确实是 不过 你不要把他和多佛朗明哥的手下做比较 因为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 毕竟 这里只是伟大航道前半段 而多佛朗明哥 却是在新世界 与此同时 月光莫利亚 脸色却是一尘 因为他看到一个影子飘了回来 这代表 他制作出来的僵尸被杀了 霍古巴克 佩罗娜两人见此 眼神也不由变了变 随后两人相识一眼 得出了一个结论 有入侵者 月光莫利亚看向了佩罗娜 你去查看一下 说完之后 又补了了句 不要真身去 用你的能力 霍哥霍哥霍哥 佩罗娜发出了招牌式的笑声 随即发动能力 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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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个幽灵 被他制造了出来 并且在他的控制下 向港口而去 在半路上 正好和已经登岛的默克与阿塔 撞个正正 幽灵 阿塔的双眼都要瞪出来了 不得不说 在海贼的世界里 还是有很多人怕这个玩意的 布鲁克用灵魂出鞘 可是吓了不少人 所以 阿塔有此反应 也属正常 于是 默克立马提醒了一句 月光莫利亚手下有三干部 又称三怪 第一怪 就是刚刚被你斩杀的阿布萨罗姆 另外两怪 分别是霍古巴克 和佩罗娜 眼前这幽灵 就是三怪中的佩罗娜 制造出来的 他是超人系 幽灵果实能力者 还有这种恶魔果实 阿塔不由瞪大了双眼 一脸的不可思议 又吼吼吼吼吼吼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十分特殊的笑声 从他们背后传来 而且听笑声 还在快速的飞奔来 欧帅 默克双眼不由一亮 按道 怎么把这个家伙给忘了 然后笑了起来 转头看向阿塔 过会 你会看到更神奇的果实能力者 啊 阿塔一脸迷惑 不过他马上反应过来 转头看向身后 显然 他已经明白 默克指的是何人了 当一个飞奔的骷髅 出现在他的视野中的时候 他整个人都傻了 好吧 他不得不承认 那些幽灵也没什么 默克 布鲁克死过一次的人物 死过一次 阿塔先是一愣 更是带着几分不解 不过看着布鲁克那骷髅架 难难的一句 也是了 就这样的 没死透过都说不过去 默克却是听了一个正正 也不又笑了起来 这家伙是超人系 皇权果实能力者 被杀死之后 可以复活一次 啊这 虽然 心中早有准备 阿塔还是被惊到了 真的 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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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 幽灵离他们越来越近了 默克布鲁提醒了一句 阿塔 你还是先注意一下这边吧 阿塔转身再一次 看向那些飘来的幽灵 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屑 虽然 这个恶魔果实是让他一惊 可以仅仅只是 一惊 之前那个同为月光莫利亚 手下三怪的阿布萨罗姆 都没有接下他一招 实力太拉了 简直就是 浪费了这些强大的恶魔果实 超人系 透明果实 还有这个超人系 幽灵果实 一点 都不输自己吃的那颗超人系 滑滑果实 华周 长增弥虎撤双刀出鞘 随后双腿微曲 整个人猛地 冲了出去 目标正是飘过来的那些幽灵 刷就在双方要接触到的时候 手中双刀挥出 在空中划出几道寒芒 不好 阿塔脸色不由大变 因为他挥出的这几刀 别说将其斩灭了 根本就没有伤到这些幽灵半分 仿佛这些幽灵没有实体 他的双刀 都是穿体而过 关键的是 这太突然了 再加上 他之前傲视的心态 用力早已经老了 连回撤躲避都办不到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那些幽灵 与他自己撞了一个满怀 可是 这些幽灵依旧没有实体 从他的身体 之中穿过 就那一瞬间 他感觉自己心中 所有的负面情绪 都涌上了心头 一下就击溃了他的意志 与见识之心 人直接就跪了下去 我不应该活在这个世上 如有来世 宁愿当一只小鸟 又吼吼吼吼吼吼 就在这个时候 布鲁克也已经来到了这里 看着跪倒在地的阿塔 不由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 随即又震惊了起来 佩罗娜的能力 还真是麻烦啊 这些年里 不知道多少人被阴亡 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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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 这些幽灵转了一个方向 又朝着默克飘去 默克双眼一瞇 鬼眼霸王色 默克身体之中鬼气涌现 他的瞳孔都变成了紫红色 甚至燃起了紫色的火焰一般 同时 霸王色瞬间爆发 本来鬼气就拥有着类似霸王色震慑人的效果 融合圣剑的诡异力量后 就更强了 再结合霸王色 绝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 阿远在城堡之中的佩罗娜 不由尖叫一声 要知道他和幽灵 可是视觉相通的 又或者是灵魂相通的 也可以将这些消极幽灵 看作是他灵魂的一部分 所以 他不仅仅是真真切切的看到了默克 也同样感受到了来自默克的震慑 惊得本来就惨白的脸 更加的惨白了 额上更是渗出了一滴冷汗 呼呼 他深吸了几口气 才勉强让自己平静下来 于锦号三四 霸王色 于锦号三四 布鲁克却也是惊呼一声 作为一个老古董 一眼就看出来了 看向默克的眼神都变得不太一样了 刚刚那是怎么回事 这时阿塔也从消极状态中恢复了过来 立马站了起来 只是此时 他的脸色极为难看 同时 心中还是十分的不解 默克闻言轻笑一声 刚刚那是佩罗娜的消极幽灵 没有实体 一般的攻击对他们无效 而且 一旦被他们穿体而过 就会陷入无边的消极大中 任人宰割 今天要是你一个来 只怕是要交代在这里了 阿塔瞳孔不由一缩 默克却马上补了一句 故意没有提醒你的 记好了 新世界中 恶魔果实能力者很多 能力也是千奇百怪 不小心就会中招 所以 以后哪怕面对的人再弱 也要全力而为 对能力者攻击时 刀身之上 必定要缠绕武装色 切记切记 阿塔文言慎重地点了点头 不得不说 刚刚那个消极的感觉 只怕是一辈子也忘不了了 更不想再体会一次 这教训 这教训 真的是终身难忘 随即 阿塔又看向了布鲁克 活生生的骷髅 也是一大奇景 刚刚阿塔跪在地上 布鲁克还没有看清阿塔的真容 现在 阿塔已经站起来了 并看向了他 布鲁克一下就看呆了 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 美丽动人的美女 回神之后 红着脸 十分娇羞地 凑到阿塔身边 能让我看看你的妹妹吗 阿塔 一时之间 他竟没有反应过来 不过马上 他的眼神之中 冒出了熊熊木火 色骷髅 给我去死吧 布鲁克直接被踢飞了出去 泽泽 默克不由怪笑一声 草帽海贼团两SB 山智和布鲁克 前者是毫无底线 后者完全就是作为男人的好奇 无伤大雅 对手是女人时 他也会毫不留情地动手 而不像山智 一见女人就脚软 老实说 这个时候的布鲁克 实力有点弱 但是再弱 也能达到多福朗明哥 高级干部的水准 而且比其中几个强上不少 最重要的是 布鲁克的潜力 还是不错的 提升实力的速度并不慢 援助二年后 实力勉强还算可以 再加上 他现在也需要人手 还有 他和阿塔都是剑豪 想提升布鲁克的实力 还不容易吗 轮番殴打 还不信他的实力上不去 斟酌再三之后 默克发出了邀请 如果我猜得不错 你是来这里 抢回自己的影子的吧 不如这样 我帮你抢回影子 你加入我的海贼团如何 被击倒在地的布鲁克 立马站了起来 又吼吼吼吼吼吼行 布鲁克已经来了这里 很多次了 每一次都是以失败告终 所以 他自己心里也清楚 单凭他自己想抢回影子 几乎不可能 啊 阿塔一脸诧异 真没有想到 船长要收眼前这个色骷髅 默克 这家伙是个不错的剑客 离剑豪也就一步之遥 等他加入之后 你好好教导教导 我想 他的实力 会很快就提升上去的 到时候 我们对付多福朗明哥的时候 就会又多出一个 拿得出手的战力 这话一出 本来还有些情绪的磕打 立马进入了闲准模式 看着布鲁克的眼神 也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要吼吼吼吼吼 布鲁克再一次发出了 招牌式的笑声 只是此时的笑声 有些气弱 还本能地退了两步 因为阿塔的眼神 让他有不太友好的预感 城堡之中的佩罗娜 也已经回过神来了 此时的他 也顾不得其他了 跑出去 将归属于阿布萨罗姆麾下的 僵尸将军 全都放了出来 僵尸将军们 绝对是月光茉莉的 僵尸军团中 实力荡单 所以 他的速度很快 当默克 阿塔 布鲁克三人 刚刚来到城堡门前时 他们已经堵在了门口 为首的两人 分别是龙马和约翰船长 他们两人是僵尸将军之中最强的 倒是比原著中少了一个智武郎 但是 这两个家伙 对于现在的布鲁克来讲 足够了 转头对可塔道 前面两个僵尸 一个是龙马 一个是约翰船长 身前都是了不得的人物 现在即使是被弄成了僵尸 也有着不错的实力 正好给布鲁克练练手 你在一旁看着点 说完之后 又补了一句 只要不死 别出手 这家伙就算是鼓劣了 喝点牛奶就能恢复 布鲁克 听听 这是人说的话吗 阿塔文言 一脸认真地点了点头 布鲁克 其实不用这么叫真默克轻笑一声 随后道 你们在这里玩 我去挥挥月光莫里亚 说着 整个人化为了一团雾气 整个人飘散在了空中 啊 下一秒 对面的龙马 感觉自己手中一松 低头一看 好家伙 他的刀没了 阿塔也正好看到这一幕 双眼不由一亮 原来船长看上的是他的刀啊 真是好奇 会是一把什么样的刀 随即他的目光落在了约翰船长的身上 眼前两人都是被船长点过的 说是生前都是了不得的人物 这两人还真是使刀的 那这龙马手中的刀是好刀 这约翰手中的刀 也不会太差吧 所以 他向约翰手中双刀 也是来了兴趣 虽然 他一个人用不了那么多 可完全可以用来收藏啊 谁还没点爱好 月光莫里亚 仿佛也感觉到了有事发生 竟然从城堡的中心位置出来了 正好与进入城堡的默克 撞了一个阵阵 两人齐齐一愣 谁也没有想到会突然遭遇对方 回神之后 默克看着月光莫里亚 不由摇了摇头 这月光莫里亚当初也算是一个人物 23年前他只有27岁 敢挑战凯多 可惜被凯多击败 并失去全部伙伴后 直接被打击到怀疑人生了 之后因意志消沉 对自己的实力也产生了怀疑 只想着假借外物 以至于自身实力不断退步 已经完全没了当初的豪情壮志 有的只有肥胖身躯 月光莫里亚则是瞳孔微微一缩 作为七五海中的一员 有新成员加入王下七五海 自然是最先得到消息的一批人 所以 一下就认出了默克 黑兮兮兮 他不傻 默克不告而来 绝对不怀好意思 双眼不由眯了起来 冷笑了起来 随即质问道 你把阿布萨罗姆怎么了 阿布萨罗姆去了至今没有回来回复 而眼前 这个家伙却已经闯进了城堡 来到他的面前 心中顿生不好的预感 默克文言 淡淡地阴了一句 杀了 月光莫里亚瞳孔都在地震 最后咆哮道 小子你在找死 不得不说 月光莫里亚怒了 影香只见月光莫里亚 将自己的影子变成飞散蝙蝠 再将这些蝙蝠影子包围住默克 默克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一个冷笑 整个人直接化为了雾气 似萨去 下一秒 他原本的位置 那些蝙蝠影子 形成黑色箱子一样的立方体 他要是反应慢上一点点 立马就会被困在其中 不得不说 月光莫里亚 还是有点东西的 而且他的超人戏 银银果实 也十分的牛逼 可惜了 散去的雾气 在月光莫里亚的左侧 重新汇聚成了人形 随后他的目光 落在了月光莫里亚脚下的影子 因为月光莫里亚的攻击 基本都是影子化成的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影子 若有所思 这影子能力 好像也不是不可以 找个机会试试 飞散蝙蝠 只见月光莫里亚 再一次将自己的影子分裂 形成大量的蝙蝠形影子 随即全都飞向了默克 默克一脸的不减 这差不多的招式 没必要用处出来了吧 太掉价了 对他完全没有用 他再一次化为了雾气 成功躲开了所有的攻击 之后 雾气在月光莫里亚左侧的位置 汇聚成人形 脚刀影 而月光莫里亚 仿佛早就已经预料到一般 瞬间发动了攻击 他将影子化为长矛 向默克突刺 援助中 这一招的攻击力相当彪悍 甚至能穿透比巨人 还要巨大的奥兹的子嗣 这也算是月光莫里亚 最强的攻击之一 不过 他现在面对的 可不是白胡子海贼团的小奥兹 默克手中秋水瞬间出窍 随即手刀身稳稳地挡下了这一击 月光莫里亚 见此瞳孔不由一缩 他知道 默克不会这么容易被击败 可也没有想到 他最强的一击 在默克手中 却如此轻松地被挡下 不得不说 默克的实力 远在他的预料之外 刷 默克也不是一个 只挨打不还手的主 另一把明刀三代鬼撤出窍 寒光乍 一道横向的斩机 蹦射而出 直取月光莫里亚 这一击 默克是志在必得 老实讲 要是以前的月光莫里亚 躲避那是一点问题 也没有 可是现在的月光 莫里亚肥得走起来都艰难 怎么可能躲开 也正如默克所料 月光莫里亚 看着急速而来的斩机 脸色不由大变 银武者只见月光莫里亚 即将被斩中的位置 突然变成黑影 默克的斩机 在斩中黑影时 仿佛斩中了一个虚幻的 没有实体的存在 直接就穿体而过 轰在了不远处城堡的墙体之上 斩机立马将墙体 斩出一道贯彻墙体的斩痕 默克见此 瞳孔不由微微一缩 他想起来了 月光莫里亚的这招银武者 能让影子 跟自己本体交换位置 这招也能将自己部分的身体 跟影子交换 也就是刚刚月光莫里亚玩的那手 直接将腹部位置 与影子交换 不得不说 这一招用来闪躲对手的攻击石 非常好用 好吧 我有点小瞧你了 默克此时 认真了起来 随着这话 默克身上散出了大量的雾气 转眼之间 整个大殿已经弥漫着浓浓的雾气 严重影响了月光莫里亚的视野 月光莫里亚的脸色 一下就凝重了起来 因为默克的这一招 等于废了 他的双眼 现在这个局面 可是对他十分的不利 泽泽 可随即浓气之中 响起了默克的怪笑 月光莫里亚 双耳耸了耸 随即大喝一声 脚刀影 他再一次 将影子化为长矛 向声音传来的位置突刺 刷 也就在这个时候 另一侧一道 斩机破开层层雾气 狠狠地斩在了月光莫里亚的 那肥瘦的身体上 啊 月光莫里亚 不由痛呼一声 刷刷刷 默克在雾气之中 不断地变换着位置 同时 每变换一个位置 就会挥出一道斩机 从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角度 斩向月光莫里亚 啊 月光莫里亚不断地发出痛呼 同时充满怒意的吼道 小子 有本事出来 与我面对面 则则 月光莫里亚 我这招物引述不错吧 默克得意地笑了起来 这一招 他是学火影中的逃地再不斩的 这家伙就老喜欢用这招 但是不得不说 这一招灭起人来 真是太爽了 不过 一个月光莫里亚而已 即使放弃这有力的局面 来一场面对面对决 又有何聚 默克刀一挥 雾气尽数散去 秋水入鞘 手持三代鬼车 一刀流 鬼闪 默克瞬间进入了高速移动 冲向了月光莫里亚 刷默克与月光莫里亚擦身而过 手中三代鬼车在月光莫里亚的身上 带出一道血迹 不过还没有完 默克一个急转 三代鬼车又在月光莫里亚身上 带出一道血迹 一道 两道 三道 默克围着月光莫里亚转了一圈 连出十三刀 刀刀在月光莫里亚的身上 划出一道巨大伤口 当默克结束鬼闪 再一次显现出来的时候 月光莫里亚早已经伤痕累累 鲜血更是染红了她的整个身躯 月光莫里亚已经撑不住了 半跪于地 一脸惊恐 除了二十三年前 面对凯多时 她再也没有如此无力过 月光莫里亚知道 此时的她再也没有退路了 要么拼死一战 要么任命掩蔽等死 任命不可能 等死更不可能 所以 只能拼了 开大 直接开大 影子集合地 这是月光莫里亚的最强招式 利用恶魔果实的能力 把自己控制的所有影子 全部吸入自己身体内 援助之中 最后战斗中吸收了一千人份的影子 使自己不断巨大化 从而提升力量 其拥有的破坏力 十分恐怖 但是这需要极大的精神力控制 在精神力不足以支持的情况下 会失去意识或暴走 老实讲 月光莫里亚这一招 真的强 要是她的精神力不行 意志力也不行 援助中 她吸收一千人的影子后失控 直到当路飞二档 连续几次橡胶火箭炮 击中莫里亚的身体 破石里面的影子 都吐出来一半 才得以恢复意识 这家伙要是没有放弃 锤炼自身的实力 再锻炼自身的精神力 再用这一招 或许真能和凯多打一打 虽然 这一招有点借助外力的意思 但是 她真的精 不过 默克丝毫没有要阻止她的意思 看着不断吸收影子 不断变墙中的月光莫里亚 默克不由兴奋了起来 难难道 这才对吗 好歹是一位七五海 随着月光莫里亚不断的吸收影子 月光莫里亚的身体急速膨胀 到最后 已经何惧一般高大了 甚至连城堡都容不下她了 直接被撑破了一脚 而默克 却是已经退出了城堡 手紧紧地握在了双手之上 当月光莫里亚达到极限时 双刀出鞘 双刀流 阿比地狱 双刀流 阿比地狱 默克身上所有的鬼气 瞬间涌出在身边 呈现出一个阿比地狱的虚影 而默克却仿佛是处立在阿比地狱的鬼神 威严 凶恶 藐视一切 轰 双刀之上 燃起了紫色的鬼燕 默克缓缓地将秋水与三代鬼车交叉在身前 随后猛地向后一挥 一刀巨大的X形 带着熊熊鬼燕的特殊斩机 迸射而出 速度极快 月光莫里亚 甚至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刀特殊的攻击 就狠狠地斩中了她的胸口 一个巨大无比的X形斩痕顿时出现 可诡异的是 这伤虽然身可见骨 但是却没有半鲜血流出 那紫色的火焰 更是仿佛有生命一般 拼命往伤口内钻 二月光莫里亚 发出了惨烈无比的嘶吼声 刚刚吸收体内的影子 更是从伤口之中 疯狂涌出 月光莫里亚的身体急剧缩小 最后恢复到原来的大小 此时月光莫里亚 双膝跪地 嘴中不断地喷出鲜血 她明白 她败了 败得彻彻底底的 因为默克刚刚甚至等着她达到极限 否则默克早已经动手 失败者没有说话的权利 这是这个世界的准则 可嗨嗨 但是 我想求你一件事 如果可以的话 放过霍骨巴克和佩罗娜 嗨嗨 刚刚说话 月光莫里亚剧烈的咳嗽下 鲜血从口中狂涌 随即轰然倒地 这次 七五海 又去其一 默克看着月光莫里亚 有些感慨 她是真没有想到 这家伙死之前 关心的竟然是霍骨巴克和佩罗娜 唉 她不由叹了一声 小声嘀咕了一句 看在你如此重视伙伴的份上 给你一个面子 佩罗娜我可以留下 可是霍骨巴克那个变态一声 还是跟你一块去吧 她要是继续活下去 为了她老婆心夺利 还不知道要弄出多么疯狂的事来呢 默克正向阿塔 布鲁克他们所在的方向走着 怀中的电话虫响了起来 布鲁布鲁 默克微微一愣 随即不由笑了起来 因为这个电话虫 专属于巴拉克工作社的 能打通这个电话虫的人 只有罗宾 Mr.1 Mr.2 Mr.三色人 而现在通电的人不是罗宾 就是Mr.2 不管是哪个人 都是好事 一想到这里 默克的心情更好了 接通 我是Mr.0 电话虫响起了Mr.2声音 Mr.0 我是Mr.2 我已经到达了西亚岛 并且锁定了目标 默克满意的点了点头 很好 比我预料的要早到了两三天 隐藏好自己 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你的真实身份 Mr.2 Mr.0 你放心 我来的时候 就是换了脸 而且还不止换了一次 现在顶着的是岛上居民的脸 我甚至连芭蕾服都没穿 绝对不会有人认出我来 默克更加的满意了 好 那你就在那里等着 我这边也完事了 三四天内就会到西亚岛 不得不说 Mr.2这个能力 简直就是做情报的最佳能力 船上 默克刚刚挂断电话虫 阿塔和布鲁克两人 压着佩罗娜走了过来 这时佩罗娜远远地看到 远处月光莫利亚的尸体 瞳孔缩如针尖状 更是如同地震一般颤抖了起来 因为在她的心中 月光莫利亚那 可是无敌的存在 可没有想到 现在她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默克倒是露出了差异的表情 这么快搞定了 阿塔 那这色骷髅和那龙马 约翰船长练了练手 其他的 我出的手 默克文言 点了点头 这倒是 以阿塔觉醒武装色剑豪的实力 打这些人跟玩一样 随即他的目光 落在了布鲁克的身上 头骨与腿骨 还有手骨 都已经有了裂痕 显然伤得不轻 泽泽 看来被折腾得不轻 不过 这对他有好处 阿塔却是兴奋的道 船长 现在要去对付那个目标了吧 默克点了点头 巧了 刚刚Mr.R来电了 我们是时候去了 说话的同时 看向了佩罗娜 阿塔立马会议 船长 这小丫头虽然本身的实力不怎么样 可是果实能力 着实有点用 不如 像布鲁克那些收了吧 到时候对付多福朗明哥 也是一个不错的战力 默克看了看佩罗娜 又看了看阿塔 有些诧异 他同意加入了 阿塔转头看向了佩罗娜 佩罗娜立马像是受了刺激 连连点头 我加入我加入 默克眼神立马变得玩味起来 看来佩罗娜在阿塔手里 吃了不小的亏 这都快有心理阴影啊 随即顺水推舟 那就依你 从现在开始 他就是我们的伙伴了 最后目光落在了佩罗娜的身上 意味深长的道 不过 想成为我的伙伴 你这点实力可不够的 得好好提升一下自身的实力 佩罗娜 是船长 布鲁克向佩罗娜 投去了一个同情的目光 他算是时不体会了一下 很明白 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 惨啊 转眼过去四天了 默克一行人 驾驶着海贼船 来到了西亚岛的港口 终于到了 布鲁克与佩罗娜 这四天 他们几乎就是被默克与阿塔 轮番殴打 简直就是人间悲剧啊 所以 他们比默克与阿塔 都要迫切地到达西亚岛 不过他们心中 也很是好奇 船长到这里来 到底是为了谁啊 这时默克 却是拿出了两张悬赏令 白胡子二代 爱德华 威布尔 悬赏四亿八千万贝利 Mess 巴金 两亿三千万贝利 什么 布鲁克和佩罗娜 双眼 几乎都要瞪出来了 因为他们一个悬赏 三千三百万贝利 一个悬赏 四千一百万贝利 所以 对他们而言 不管是四亿八千万贝利 还是两亿三千万贝利 都是不可利敌的存在 咕噜 两人下意识地咽了一口唾沫 此时此刻 他们明白一个问题 加入了默克这种强者的海贼团 或许他们将来要面对的敌 都是这种级别的人物 两人不由彼此对视一眼 心中顿时有了夺利 也救了变强的心 因为 在这样的战斗中 没实力 那要是会死的 而他们不死想 所以 只能不断地努力变强 跟上船长和阿塔的脚步 没错 战国给的目标 正是爱德华 威布尔 Mess 巴金 对于他而言 战国这简直就是 给他送了份大礼啊 船长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顶着一张猥琐的脸的人 迅速走了地来 船长 呃 佩罗娜 布鲁克 阿塔 眼神奇奇一变 随后又奇奇 看向了默克 仿佛在说 我们海贼团 还有这么猥琐的人 别说他们了 就是默克嘴角 都不由抽出了几下 这张脸 和黄元 有得一比 不过他知道来人是谁 于是直接进入正题 Mr.R 爱德华 威布尔 Mess 巴金 在哪 Mr.R 船长 他们在这岛上的 一家旅馆住着呢 默克 那打探出来 他们在这个岛上 一待就是半个多月的原因了吗 Mr.R 两点了点头 那Mess 巴 应该在这个岛上 寻找一个宝藏 宝藏 默克有些诧异 要知道 他能在这个世界崛起 就是因为一个宝藏 难不成在这里 还能再捞一个 他不由笑了 了解到是什么宝藏了吗 Mr.R 好像是一个叫 约翰的船长 遗留下来的 约翰 默克转头 看向了阿塔和布鲁克 因为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 那个叫约翰的船长 被月光莫利亚 搞成了僵尸将军 被这两人给灭了 这家伙的两把刀 海贼团的收藏品 现在都还摆在 海贼船的收藏室的刀架上 阿塔这个时候 也反应过来了 转头回到海贼船 将两把刀取了出来 默克接过来仔细查看起来 发现刀柄上缠绕的布 好像有换过 不是原本的 因为细微之处 有更旧的痕迹在 有意思了 默克直接将两柄刀 刀柄上的布全都扯了下来 然后默克发现 刀柄中间 竟然有一条半个小指甲 那么粗的凹槽 凹槽之中 各藏着一张纸 默克立马将其取了出来 一张上记录着 他一生的经历 一张上记录着 他将生前的宝藏的位置 阿塔 佩罗娜 布鲁克 Mr.R 都好奇地凑了过来 随即阿塔有些疑惑地问道 船长 既然这两张纸都在 Miss 巴金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默克文言想了一下 Miss 巴金 和这约翰船长 原本是在同一个海贼团的 或许 他们之间本来就有所联系 又或者说 Miss 巴金 从哪里得到了其他的信息 此时的默克也有些期待 这约翰船长的宝藏 可是援助之中 小丑巴基所找的那个宝藏 想来 会有不小的收获 随即 默克将手中的两把刀 递给了 Mr.R 用这两把刀 想办法将Miss 巴金引出来 他可不想在人群密集的地方 发生大战 那样会波及许多无辜之人 Mr.R 是船长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太阳也已经到了正南方向 终于看到了 远处一个异常高大的人 向这边走来 随着他不断地走来 一个小矮个 也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之中 大高个脸上 长着和白胡子一样的咸月状 向上弯的白色胡子 身材魁梧 体态肥胖 长相丑陋 鼻子总有鼻涕流出来 有一个厚嘴唇 矮小的是一个涂着浓浓的红唇 戴着墨镜 拄着拐杖 满脸皱纹 身穿豹纹大衣的老太 这两人太具特色了 默克一眼就认出来了 来人正是爱德华 威博尔和梅斯 巴金 而此时 Mr.R正被爱德华 威博尔提在手里 Mis 巴金这时 也看清了默克一伙 他的目光落在默克的身上 脸上露出了一丝凝重 看向Mr.R 你那两把刀 是从他们船上偷来的 Mr.R连连点头 对对对 我就是趁他们上岛购买物资 船上只有一个人的时候 偷偷钱上去偷来的 Mis 巴金文言 又转头看向了默克 眼神变得犀利起来 更是厉声道 将约翰船长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Mr.R有了动作 只见他趁威博尔不注意 立马发动了能力 拉拉不断从他的手中涌出 将威博尔束缚住 他则是立马向默克这边飞奔来 Mis 巴金见此 先是一愣 随即大怒 他又不傻 哪能不明白 这是被算计了 威博尔 这家伙欺骗了我们 替妈妈将他杀了 被束缚住的威博尔本来 突然的变化中回神 一脸疑惑加呆呆的样子 一听到 Mis 巴金的话 整个人的气势 顿时就变了 强大的力量 直接将束缚自己的拉拉给震碎 最后朝着飞奔中的 Mr.R就是一刀 一道极为恐怖的斩机 蹦射而出 目标正是 Mr.R 斩机所过之处 大地都被展开 可见这斩机的威力 何其恐怖 默克手中秋水 瞬间出窍 朝着前方 就是一挥 一道同样恐怖的斩机 赢了上去 成功替Mr.R 挡下了致命的一击 思逃过一劫的Mr.R 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 更是感觉一股凉意 从脚底直冲头顶 现在他终于明白 为何Mr.0 再三叮嘱 不可立敌了 这实力 完全不是他这个级别的人 所能抵挡的 Mis 巴金瞳孔猛的一缩 此时他不得不正视默克 因为默克展现出来的实力 已经不逊色于威博尔了 而威博尔 则是他最大的依仗 默克文言 不由展颜一笑 我是来认清的 Mis 巴金一脸猛逼 不过马上 Mis 巴金的脸色在变 因为默克身上涌出大量的雾气 将四周全都笼罩在其中 让他和威博尔 都看不到任何东西 威博尔更是喊了起来 妈妈 妈妈 我看不到东西 不好Mis 巴金真不愧是人老成精 立马反应过来了 威博尔向后撤 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一股寒意 已经在他脖梗之处 他明白 这是有人将刀 架在了他的脖 子上 咕噜 Mis 巴金咽了一口唾沫 他甚至都不知道 对方是怎么靠近的 崩 来人自然就是默克了 妈妈 这个时候 威博尔的剑纹色 捕捉到了异常 整个人进入了暴走状态 默克见此 抬腿就是一脚 直接将面前的Mis 巴金 踹飞了出去 随即大声道 阿塔 佩罗娜 布鲁克 Mr. 二案计划行事 阿塔 佩罗娜 布鲁克 Mr. 二四人会议 立马冲向被踢飞的 Mis 巴金 消极幽灵 佩罗娜率先发动了攻击 而默克这边 等他们全都远离后 挥手将雾气解除 因为他要正面迎击威博尔 他要好好试试 他的实力 到底达到了什么水准 之前的月光 莫利亚太拉了 他还没有怎么发挥 这家伙就倒下了 眼前的威博尔 倒是一个不错的对手 威博尔先是转头四处寻找 妈妈呢 妈妈呢 最后他的目光 落在了默克身上 妈妈呢 刷他举起了手中 那巨大无比的大刀 直接斩向了默克 默克双眼一眯 将秋水收入了刀鞘 插入了腰间 随即整个人 变成了斩斩果实状态 他要试试 他此时的身体 到底达到了什么水准 而后双臂交叉在了头顶 当 威博尔的大刀 狠狠地斩在了他的双臂之上 默克立马感受到了 威博尔那恐怖的力量 双腿直接就被压弯了下去 他脚下的地面 更是承受不住 如此恐怖的力量 崩碎了开来 黄元在追击威博尔的时候 曾经感叹 威博尔有不属于 白胡子年轻时候的战力 后来 威博尔又被绿牛拿下 所以 默克一直认为 威博尔实力是强 可是绝对没有像黄元所说的那样 拥有不属于 白胡子年轻时候的战力 夸大 绝对夸大了 否则哪能被绿牛拿下 要知道 绿牛虽为大将 可却被红发 远远一个霸王色下走了 可谓掉价得很 此时 亲身体会 威博尔这恐怖的力量之后 默克才真正明白 黄元所说的战力 或许是指 白胡子没吃阵阵果实 全靠一身逆天的力量战斗的时候 当 而威博尔的刀还在下压 最后 默克的双臂 也被压了下来 刀重生地斩在了默克的肩膀上 不过 却没有伤到默克半分 要知道 他这个斩斩果实状态下 可是明刀级别 想破他的防 那就得先拥有一刀斩断明刀的实力 威博尔是强 可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水准 嗯 单纯的威博尔 见到这一幕 眼神之中带着几分疑惑 随即他更怒了 收刀 然后再一次高高地举起了大刀 最后 再一次斩向了威尔 不过一次 他的大刀之上 已经缠绕上了武装色 默克见此 瞳孔微微一缩 武装缠绕 默克不敢大意 瞬间武装色缠绕全身 此时的他 仿佛化为了黑刀 身上的视力 都变得不一样了 本来去月光莫利亚 就是为了得到秋水 而得到秋水 就是为了武装色 他又怎么可能不吸收 所以 他如愿以偿地觉醒了武装色 而且要把秋水盘成黑刀 那所需要的武装色 真是海量的 而这海量的武装色 全都便宜了默克 此时不说技巧 单论武装色的量的话 整个海贼王世界中 经过他的人 屈指可数 估计也就把自己的 名刀 盘成黑刀的鹰眼 还有以一双铁拳 打遍天下的卡普 在武装色上强过他 当威布尔的刀再一次斩了下来 力量依旧是那么的恐怖 不过在顶级的武装色 他成功抵挡下了 没错 武装色他比威布尔强上太多了 反倒是把两人之间的力量差距 弥补了不少 呵 默克大喝一声 全身的力量瞬间爆发 强行将威布尔的刀推开 威布尔因此连退了四五步 才停了下来 不得不说 威布尔呆归呆 可是战斗起来 真是一点也不待 稳住身形之后 直接又是一刀 默克也毫不示弱 不过这一次 他选择秋水出鞘 赢了上去 当再一次刀剑香击的金属香击之声响起 恐怖的力量 在两刀之间不断地撞 形成一股又一股的进风 向四周席卷去 将两人身上的衣服 吹得刷刷直响 这一刀 两人竟然平分秋色 哈哈 威布尔此时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 战意高昂 同时 他也明白了 武装色在战斗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足够逆转战局啊 现在他迫切地想学习一下武装色与霸王色的技巧 他相信 只要学会了这两种霸气的技巧之后 他的实力会再进一步 一刀流 生龙斩 海贼世界 有很多身材高大的人 在这一点上 他这个身穿过来 只有一米八五的人 十分的吃亏 所以 特意开发出来的招式 只见全身的鬼气 迸发出来 化作了一道龙形斩击 直冲天际 在这强力一击下 威布尔的大刀 直接被震退 手中的大刀 也被震得高高的举 而这个时候 威布尔胸前的空门大开 刷莫克一跃而起 双刀同时挥出 狠狠地斩在了威布尔胸口 蹦 强大的力量下 威布尔直接被斩飞了出去 狠狠地砸落在十多米之处 不过 莫克这一次用的是刀背 在战国通知的时候 他就已经将威布尔 当成了自己的得力干将 又怎么会真的伤了他 猴被击飞的威布尔大怒 一个翻身起来之后 立马冲向了莫克 手中大刀高高举起 随后一个立劈画衫 斩向莫克 住手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矮小的老婆婆走了过来 立色阻止 威布尔手中的大刀 声声停了下来 有些诧异地看向了来人 随即无比的惊喜 妈妈 莫克也看了过去 看到了来人 正是Mess 巴金 Mess 巴金对莫克 投去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随即看向威布尔 威布尔 刚刚是误会 这是你大哥莫克 以后你要像听妈妈的话一样 听大哥的话 知道了吗 大哥 威布尔转头看向莫克 呆呆的他更呆了 莫克脸皮抽搐了一下 这称呼 真是绝了 要知道 威布尔比他大上不少 也就欺负威布尔单纯 否则是个人 都会给你两大笔都 Mess 巴金脸一沉 威布尔还不叫人 威布尔立马弱弱地道 妈妈 你别生气 然后朝着莫克叫了一声 大哥 嗯 Mess 巴金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记好了 从今天开始 妈妈不在的时候 你必须要听从大哥的话 知道了不 威布尔点了点头 可是他为数不多的脑子 还是动了动 妈妈为什么不在 Mess 巴金 我得找你爸白胡子去 放心等我搞定你爸之后 会回来接你的 到时候 你们就能父亲相认了 莫克 这理由 可是真他妈的强啊 你就不怕 白胡子 过来给你来一拳 哦 威布尔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Mess 巴金立马又补了一句 放心 妈妈每天都会用电话虫和你联系的 电话虫 威布尔歪着脑袋 不太理解的样子 但是 不管怎么说 莫克是他大哥这事 已经定了 海军本部 布兰奴少校 急匆匆地进入了海军元帅战国的办公室 战国元帅 有紧急情报 说着 将一份情报 恭恭敬敬地递到了战国的面前 战国眉毛一挑 嘴角不由微微上扬 露出一个微笑 于警号三四 这个时间点 来的紧急情报 应该就是莫克搞定威布尔了 于警号三四 可是他只看了情报的一个开头 战国的嘴角僵在了那里 笑容也僵在了那里 随即怒从心中起 拍案而起 更是大骂一声 混蛋 随即立马拨通了莫克的电话虫 很快就接通了 我是战国 那边莫克的声音也响起了 战国元帅啊 看来海军的情报 真是厉害啊 我这刚搞定 你这边就得到消息了 战国压着怒气 我是让你处理掉微布尔 没让你收了 成为手下 莫克十分平淡地道 有什么问题 反正 从现在开始 他不再是海军的麻烦了 不是吗 说完之后 又补了一句 不对 应该说 从此刻开始 他也算是海军中的 一份战力了 你不应该高兴吗 你 战国被赌 完全说不出话来这话 从明面上来讲 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莫克是谁 那可是是王下七五海 而王下七五海 则是海军的盟友 现在微布尔又是他的手下 那对海军绝对是好事 但是 那只是明面上 实际上 海军并不希望 七五海的势力过于强大 而这个莫克本身在七五海中 实力也是能靠前的 现在 再加上一个 同样拥有着七五海级别实力的 威布尔 就有些不可控了 这是他绝对不想看到的 只是有些话 有些事 你可以干 但是不能放到明面上讲 所以 一时之间 他都不知道要怎么反驳了 总不能说 你是我盟友 但是不能增强势力吧 那也太不要脸了 而且 这话说了也没有用 咔嚓 战国气的 直接挂断了通电 护战国深吸了几口气 才让压下心中的怒火 这才拿起手中的情报 继续看了起来 阿塔 悬赏过亿 骷髅见客 又是哪里冒出来的 查 佩罗娜 超人系 幽灵果实能力者 悬赏四千多万 现在又加上一个微布尔 四亿八千万贝利 这才多长时间 莫克的实力增长有点快啊 等等 佩罗娜 那不是月光莫利亚的船员吗 要是平常海贼 这点悬赏 还真没有几个能让他记住的 可是 每一位七五海 都是他精挑细选的 所以对其本身的实力 还有其麾下的船员 也了解得十分清楚的 这佩罗娜 就是月光莫利亚的船员 脸色不由变了变 月光莫利亚 虽然实力大不前了 可其实力依旧不容小觑 再加上 他同样也是 一位七五海 王下七五海 虽然是同一个组织 可是 王下七五海 每一位都是桀骜不驯的 谁也不会臣服谁 这要是都联合起来 那还了得 他猛地抬头看向布兰奴少校 马上 让熊去一趟月光莫利亚那里 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可不相信 月光莫利亚 会无缘无故地将自己的船员跟随默克 布兰奴少校文言脸不由一正 是战国元帅 随即立马退了出去 给熊下达命令 这边一挂 默克却是在另一边撇了撇嘴 还元帅的 一点气度都没有 或歌或歌或歌哟 或或或或听到默克的话 佩罗娜和布鲁克两人 齐齐发出了招牌式的笑声 默克被两人的笑声吸引 朝着两人看去 当他看到两人的瞬间 脸色一变 大意了 随即立马下达命令 Miss 巴金 你跟我来 啊 阿塔 布鲁克 佩罗娜 Miss 巴金 Mr.R 齐齐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特别是Mr.R 因为之前的计划 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应该借机离开才是 但是他没有反问 因为他知道 默克自有道理 所以 立马着默克来到了船上 一上船 默克立马到 佩罗娜露脸了 海军那边定然也已经知道了 定然会派人去月光莫利亚那里 所以 我必须回去一次 现在 你变成我的样子 记好了 你要在这小岛上 闹点动静出来 让所有人都看到 我在这里 明白吗 Mr.R 二文言 立马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毕竟 现在船长可是七五海 去干掉另一位七五海 怎么也说不过去 除非船长不想当这七五海了 否则这事就不能漏 于是 Mr.R 立马点头 明白了 船长 默克吩咐完之后 吸收四周空气 化为了空气人 飘散在空气之中 在Mr.R 眼中 就像是默克 直接消失了一般 几秒钟之后 默克已经在百米高空 吸收阳光 化为了闪闪能力者 最后 化为一道光束 朝着魔鬼三角洲的方向而去 因为 只有光束之下 才有可能在海军的人到达之前 先一步回到恐怖三微帆之上 魔鬼三角洲 恐怖三微帆之上 一道光束从天而降 落入了城堡之中 没过多久 一个身材魁梧 头上戴着梯形的白色帽 拿着一本封面 写着 白爆的书家伙 凭空出现 在城堡中 观察着一切的默克瞳孔 不由猛的一缩 带着几分震惊 轻呼一声 熊 没错 来人正是巴索罗谬 大熊 巴索罗谬 大熊 南海出身 元索尔被亡国国王 熊带着几分不解地看向城堡 飞散蝙蝠 只见无数的影子蝙蝠 从城堡之中急速飞出 向城堡外的熊而去 速度极快 转眼之间 就已经到了熊的面前 眼看就要被笼罩在其中 摔 熊的身影瞬间消失 再一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在七八米之外了 卧槽 瞬间一动 城堡中的默克 看得那叫一个眼热啊 不得不说 熊的超人系 肉球果实 真是一个实用性很强的恶魔果实 攻击 辅助一体 一旦使用手掌中 会长出像是熊掌一样的肉垫 肉垫可以弹开任何触碰到的东西 甚至是对手的打击 剑式的斩击 都可以弹开 也可以将目标的痛苦与疲劳 全部从目标体内弹出 形成一个红色的熊掌气泡 可以将气泡转移到其他目标体内 其他目标就会承受第一目标所有的疼痛与疲劳 熊心中的疑惑很多了 虽然 这个时候 熊还有自己思维 并不是完全听从海军的指令 却也有了一探究竟的心思 压力炮 熊选择了 强势攻击 只见它利用果实能力 高速击打大气 发出强大的熊掌状的冲击波 向城堡的墙体而去 引到 城堡中的默克 将自己脚下的影子 化为了一道影子 组成的斩击 迸射而出 迎上了熊的压力炮 轰隆隆 两者碰撞在一起的时候 产生了剧烈的爆炸 形成一股强烈的冲击波 向四材洗卷去 将熊身上的衣服 吹得刷刷直响 有意思 此时此刻 熊的好奇心更加的重了 因为 此时城堡中 月光莫利亚 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超出了一直以来 他对月光莫利亚的认知 但 这确实是影子 果实能力 这一点 他能确认 所以 他倒也没有怀疑 城堡中的人 不是月光莫利亚 毕竟 人可以说谎 恶魔果实不会 随即熊瞥了一眼 城堡另一侧 看着那墙体之上 被斩出的痕迹 还有 高处最中心的位置 被顶破那一脚 一看就知道 不久之前 发生过大战 随即熊的身影 不由一顿 因为他眼角余光 看到了两具尸体 静静地躺在了不远处 如果他没有看错的话 应该就是月光莫利亚 手下三怪中的两怪 好了 有了这两个人的尸体 月光莫利亚 与莫克的关系 已经不言而喻了 铁定是不死不休了 到此心中 有了一个推测 难难道 这家伙 不会是被 默克打了一顿 把气撒我身上吧 或者说身上有伤 所以没脸见人 也是 被一个小辈给打了 确实没脸见人 算了 熊一个瞬间 一动离开了 反正他的任务 在看到两具尸体的时候 他的任务 已经完成了 至于佩罗娜 为什么跟着默克 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总不至于 月光莫利亚 为了和默克 暗中联手 用两个德利手下的命 来演一场戏吧 狐熊走了许久之后 才从城堡中 走了出来 随即看了一眼 远处的阿布萨罗姆 和霍古巴克的尸体 这两具尸体 他就是故意 放在那里的 卫帝就是让来的人看到 只要看到这两具尸体 就能打消来人 一大半的疑虑 再加上他展现出来的 类似影子能力的招式 那就能大概率的 把这事瞒过去 海军元帅办公室 战国的这熊的汇报 一颗心不由放了下去 月光莫利亚手下 只有三个船员 分别是佩罗娜 阿布萨罗姆 霍古巴克 以月光莫利亚的经历 绝对不可能用 其中两人的性命演戏 难难道 看来是我多想了 不过 默克这边要限制一下 而且伟大航到前半段 容不下这样的人 让他去新世界 和那里的家伙争斗去吧 想到这里 他心中已经有了算计 不如不如 这时默克申的电话 重响了起来 默克微微一愣 随即立马接通 电话虫立马变成了 罗宾的样子 Mr.0 我这边已经找到了 吉扎斯 巴杰斯的消息了 哦 默克双眼不由一亮 随即立马问道 这家伙在哪里 罗宾 新世界冠军岛 冠军岛 默克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罗宾 冠军岛本名嘉陵岛 此岛都是格斗家们 举行格斗比赛的地方 一个个格斗冠军 都是在这里诞生 所以渐渐的岛名 变成了冠军岛 此时 他正在冠军岛 参加格斗比赛 也正因为如此 他还要在此岛 待上大半个月 默克点了点头 知道了 干得不错 他只能暂时 与阿塔一行人分开 这样会节省时间 而为什么要去找 M 凯撒 骷朗呢 因为那里有一颗 蛟龙果实 看看原柱中桃之柱 吃下蛟龙果实 初步掌握之后 几乎同等于 凯多的青龙果实了 这样的果实 自然要是弄到手的 到时候 收了吉扎斯 巴杰斯 让他吃下 吉扎斯 巴杰斯 立马实力大涨 达到七五海水准 成为他海贼团中 又一得力干将 到时候 他和威布尔 会是他海贼团中的 两大父皇 所以 这颗人造恶魔果实 他志在必得 默克化为一道光束 朝着无风地带而去 没错 他选择穿越无风地带 直接到达新世界 随即 他找了一个小岛 落了下去 并且迅速找到了一家酒馆 一家坐满了海贼的酒馆 服务员见默克 立马一脸笑容地迎了上来 客人 你需要点什么 默克 有M 凯撒 酷朗的情报吗 M 凯撒 酷朗 服务员微微一愣 随即就明白 人家来不是喝酒的 是来找人的 这可是大盛业 于是立马道 您稍等 我这就去查一下 默克点了点头 随即随便找了一个空位坐了上去 喂喂喂 那家伙 好像是新进的七五海默克 默克的进入 立马就引起了酒馆中 一些海贼的注意 并且其中 有人已经认出默克的身份 眼神中带着几分震惊 不过震惊 马上化为了敬畏 七五海 虽然不如四皇 可也是实力与身份的象征 不过 有的人却是带着几分挑衅地看着默克 甚至有人还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在新世界 永远都不会缺那种 有实力 有张狂的人 当然 也不缺那种 有点实力 就认不清自己的愚蠢的人 不过在角落之中 一个身材高大硬朗 肌肉发达的家伙 吃东西的动作 不由顿了顿 转头瞥了一眼默克 眼神之中 闪动着寒芒 即使戴着的墨镜 都掩盖不住 嗯 默克若有所感 转头向那人看了过去 却只看到一个 留着黑色短发 连两侧有着闪电状 并角的侧脸 默克眉毛不由一条 因为不知道为何 这个家伙给他一种熟悉的感觉 好像在哪里见过 随即 默克摇了摇头 他在这个世界 又没有什么熟人 所以 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很快服务员走了回来 只是手里多了一个盒子 客人 这是关于M 凯撒 酷朗的情报 这家伙身份可不一般 所以有点贵 默克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 多少 服务员 两百万贝利 默克根本就废话 直接掏出了一颗差不多价值的珠宝 递了过去 服务员满脸笑容的结果 仔细查看之后 将M 凯撒 酷朗的情报 递到了默克的面前 默克打开情报看完之后 对服务员轻笑一声 拿来一个西西里岛的永恒指针 是了 在这个时间点 庞克哈萨德 还没有成为冰火岛呢 所以 只能找M 凯撒 酷朗这个人 不是庞克哈萨德 而情报中这个时候 M 凯撒 酷朗 就是在西西里岛 服务员从怀中 又将一个盒子掏了出来 递到了默克的面前 这是您要的永恒指针 十万倍 默克见此不由笑了 同时满意地点了点头 你服务 还真是周到啊 说着给了十万倍率 又赏了他一万倍率 服务员脸上的笑容 立马变得真诚起来 客人 您还需要吃点什么 默克 荤素个三道菜 服务员 那就给你上我们店中 最有名的几道菜吧 吃完之后 默克走出了酒馆 向阵外走去 当他走到阵外七八里时 默克停了下来 转身看向后方 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了一个冷笑 都跟了我一路了 出来吧 嘖嘖 哈哈哈哈 两人从右侧 一个相对隐蔽的地方 走了出来 并且十分张狂地大笑着 默克一看 嘴角不由抽搐了一下 因为这两人 一个很高很瘦 就跟麻干一样 一个很矮很胖 就跟一个球一样 不过 他们看默克的眼神 还是带着几分凝重的 显然 七五海的名头 还是有一定的威慑里的 瘦高个 我们是兄弟海贼团 洛基和马丁两兄弟 悬赏两亿三千万贝利 和两亿亿万贝利 默克 所以呢 洛基与马丁两人相视一眼 随即阴狠地笑了起来 所以 我们兄弟想见你的人头用一用 呵呵 莫克笑了 两人都没有过三亿的家伙 真不知道谁给他们的胆 马丁 哥 我感觉这家伙在嘲笑我们 洛基 那就让他知道 知道我们兄弟的厉害 话声一落 两人齐齐有了变化 只见洛基身上 长出了一层灰色的短毛 人也变成了人兽形态 而马丁 则是嘴中长出了獠牙 好家伙 两个都是动物系能力者 一个是动物系 系狗果实能力者 一个是动物系 野猪果实能力者 随即 洛基冲向了莫克 快若闪电 而马丁绝对是力量型的 他跟在洛基身后 也冲向了莫克 要是他没走一步 地面都震动一下 但是 你可不要小瞧了他 他的速度 虽然不如洛基 但也并不慢 称得上 是一个灵活的胖子 有点意思 莫克不由来了兴趣 手中的秋水瞬间出窍 一道斩鸡蹦逝而出 想冲在最前的洛基而去 洛基一个灵活的闪避 轻松躲开了这一击 他身后的马丁 就涌了 直接显出真身 化为了一只巨大无比的野猪 直直地 轰指剑这个家伙 硬生生地接下了这一击 不过在强大的冲击力下 他被强势击退了十多米 才稳住了身形 最后上一顶 莫克的斩鸡 直接被顶到了空中 最后 在空中炸开 将一片云彩都击散了开来 与此同时 洛基已经冲到了莫克的左侧 一个大鞭腿 直接抽向莫克的腹部 莫克手中秋水一架 轻松挡下 不过 洛基战斗的临场反应也很快 竟然 借着反正之力 人来了一个360度旋转 又是一腿 狠狠地抽向了莫克的后脑勺 帅 他快 可是莫克比他更快 秋水反手一刀 直直地斩向了洛基的腿 不好 洛基瞳孔一缩 因为这个时候 他已经来不及躲避了 武装硬化 他再狂 也不敢拿自己的肉身 硬扛利刃 毕竟 他可不是最强生物凯多 武装色直接就缠绕在腿上 崩 可是即使如此 在他在被斩中的时候 感受到了一股 无比匹敌的力量 整个人失去了重点 旋转了一个圈 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更是在地面 生生砸出一个人形的坑 可见 刚刚莫克这一剑的力量 有多么的恐怖 洛基的腿有点颤 而后双手 在地上一拍 整个人立马立了起来 再一次看莫克人眼神 都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没有张狂 有的只有忌惮 随即 他看向了自己的弟弟 因为在他看来 在力量下 唯有他的弟弟 方克与这个家伙匹敌 马丁这个时候 也看向了他 两人四目相对 十分默契地 相互点了头 最后 两人气气动了 只见洛基双腿微曲 而后整个人冲天而起来 天来了高空 双腿对准莫克连甩 一道又一道拦脚斩击 向莫克而去 卧槽 莫克都呆了 难难道 现在不会两招六拾 都成不了反派了吗 之前的捕奴队也是 吼 与此同时 化为巨型野猪的马丁 嘴张开一股力量 在其中汇聚 最后 一颗能量球 朝着莫克暴射而去 哼 莫克不有冷笑 你们还真当我是软柿子 那今天 我就让你们体会一下 我手中的刀有多力 莫克身上涌现鬼气 他开始认真了 刷 他先是冲着能着能量球挥出一刀 一道强大无比的斩机 蹦射而出来 直接将能量球一分为二 并且去尸不减 继续朝着马丁而去 随即 他不断挥动手中秋水 在面前编织了一道剑网 将所有篮角斩机挡了下来 吼 马丁再一次大吼一声 再一次无所畏惧地 冲向莫克的斩机 企图像刚刚那样 硬挡下莫克那一击一样 挡下这一击 可惜 他根本就不明白 认真起来的莫克 根本就不是他所能抵挡的 一头撞下去 嘴上的两根獠牙 直接被斩断 并且 整个人都被斩飞了出去 砸落在了十多米之外 人也恢复到原本的样子 而在他的身上 有一道巨大无比的伤口 从头顶直达腹部 差一点整个人都被一分为二 马丁 洛基不由痛呼一声 再一次看向莫克的时候 眼神中只有仇恨和惊恐 因为 莫克能一刀秒了马丁 那就有能力 同样一刀秒了他 不过这个时候 莫克却是微微皱眉头 目光却不曾看洛基一眼 而是死死的盯在另一个角落中 本来以为你和他们两是一伙的 现在看来 你这是想坐收渔翁之力 什么 洛基大惊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他们跟踪莫克的时候 竟然 还有人隐藏在暗中 跟着他们 哼 随着一声冷笑 一个高大的身影走了出来 真不愧是七五海 还真是警惕啊 我了个去 莫克这时也看清来人了 竟然是多福朗明哥的得力干将维尔哥 突然 他灵光一闪 想到了之前在酒馆中的那个侧影 现在想来 应该就是这个家伙了 难怪说 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呢 可不嘛 虽然没有见过这个家伙 可是看过原著的他 对这个家伙 还是实熟悉的 毕竟 这家伙算是海贼王中 比较出彩的角色 不过 这个家伙 怎么会在这里 这时维尔哥看了看 已经挂了的马钉 随即又看了一眼 空中的洛基 然补了一句 还得谢谢你 帮我完成了一半的任务 省了我不少麻烦 嗯 莫克先是疑惑 随即他立马明白了 维尔哥这家伙 是冲着这洛基和马丁来的 维尔哥中将 洛基现在更加的不安了 维尔哥却是淡淡一笑 你和马丁少将叛逃的那天 你就应该想到这一天 莫克双眼不由眯了起来 原来这洛基 马丁 是海军叛徒 我就说嘛 六是在怎么着 也是海军的机密 怎么也不可能 遇到的海贼都会的地方啊 蹦 维尔哥动了 脚下的地面都被他踩崩 随即整个人急速冲向了空中的洛基 洛基脸色不由大变 随即表情变得争鸣起来 真当我怕你不成 武装硬化 他的腿再一次缠绕上了武装色 随即 朝着冲上来的维尔哥 就是一腿 你果然还是 这么的天真 以为吃了一颗恶魔果实 就能联手杀其无海 取而代之 就能跟我动手 我现在就告诉你 垃圾就是垃圾 无论吃下什么恶魔果实 你依旧还是一个垃圾 话声一落 他同样一腿扫出 两人的腿 在空中狠狠地碰撞在了一起 咔嚓 一声十分清脆的鼓裂声 更是疼得洛基咬牙切齿 同时他的腿 再也挡不住维尔哥的攻击 蹦 洛基被狠狠地踢飞了出去 纸枪 一击得手 维尔哥又怎么可能轻易放手 直接就追了上去 给了洛基致命的一击 在地面的默克瞳孔 不由缩了缩 维尔哥真不愧是 多福朗明哥手下第一将 这实力真是杠杠的 不过 他确实也有这样的实力 援助中他 可是一个单虐烟鬼和罗 要不是他太大意 或者说对自己的武装色太过自信 又或者说是对罗的能力过于小觑 选择用身体应接的话 罗根本就没有半点机会反杀 搜一道斩机 直接朝着 默克而来 默克随手一刀 直接将这篮脚斩机斩飞 随后 他一脸无语地看着维尔哥 你是海军中将 我是王下七五海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们两人算是盟友吧 你给我一刀 是几个意思 关键他麻的还偷袭 太狗了 维尔哥眉毛一挑 随即轻笑一声 果然 和天真的家伙待一起 也会变得天真 竟然想着 借着弄死这小子的机会 来一个出其不意 默克还是一脸的疑惑 我们之间有我不知道的仇 随即他想到了什么 脸色微变 双眼也不由眯了起来 并爆出了一个名字 M 凯撒 库朗 是了 这家伙可是多福朗明哥的人 而M 凯撒 库朗 又是多福朗明哥 手中一张最要的牌 维尔哥自然是知道这一点 而在酒馆之中 这个家伙 想来是听到自己 向地下势力购买 M 凯撒 库朗的情报 所以 才盯上了他 维尔哥脸色却是顿便 看着默克的眼神 已经充满了杀意 作为一个海贼 能在海军做间谍这么多年 还一路升到了中将 脑子绝对灵光得很 所以 在默克爆出M 凯撒 库朗这个名字的时候 他瞬间明白 默克知道点什么 至少 默克已经将他和M 凯撒 库朗联系起来了 就凭这一点 今天哪怕拼死一战 默克也必须留在这 维尔哥是一个十分果决的人 心里已有了决断 立马就行动了 身在空中的他 脚在空中边踏几下 整个人立马朝着地面的默克 急速而去 速度极快极快 手中一根碧玉一般的鬼竹 缠绕上武装色 抽向了默克的头部 哼 老实讲 他也想干掉维尔哥 毕竟这个家伙 可是多福朗明哥的得力手下 可是他海军的身份上 让他有所顾忌 毕竟 以他七五海的身份 暂时还不是和海军彻底闹翻的时候 可是维尔哥先动手 那可就另说了 总不能挨打 还不还手吧 维尔哥实力又是这么的强 他不也留守 一个不小心搞死了 就算战国 也不能怪到他头上吧 则则 默克手上 秋水挥出迎了上去 同时武装色缠绕 当 两人的武器 在空中狠狠地轰在了一起 强大的威能 在两人之间不断地碰撞 形成了一股又一股的冲击波 向四周席卷去 不仅仅是 两人身上的衣服 被吹得刷刷直响 锁过之处 地面直接就崩碎了开来 当两人分开后 维尔哥的目光 落在了默克手中的秋水之上 看着缠绕在旗上的武装色 瞳孔微微一缩 体数 武装色 一直都是他引以为傲的 海军六世 就是那什么 CP900年天才陆旗 在他面前 又能占到几分便宜 单论武装色 整个海军 除了铁拳卡普 还有黑腕责法之外 即使是海军大将 都要逊色他一筹 可以说 他的武装色 已经达了最顶级的层次了 唯一不足的是 他还没有掌握武装色 外放的技巧 否则 他的实力 完全可以成为预备大将 这就是他自信的来源 可是 此时眼前这个家伙的武装色 好像比他还要强上一些 眼前这个家伙才多大 可越是这样 眼前这个家伙 越是留不得 D 维尔哥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再一次出现的时候 他就已经来到了默克的左前方 手中鬼竹再一次挥出 直取默克面门 秋水一横 轻松挡下了这一招 随即三代鬼车出窍 在身前划出一道优美 而又寒气逼人的弧线 铁块 维尔哥脸色微变 随即使出了六世上的防御招式 当 三代鬼车被挡了下来 维尔哥更是没有受到半点伤害 唯一的成果 就是在默克的力量下 连退了几步 维尔哥冷笑一声 你的武装色是强上我一线 可是我还有六世铁块作为防御手段 你照样破不了我的防御 默克闻言 双眼中闪过一道寒光 是吗 一刀流 修罗斩 指他先将秋水收入刀鞘 插入腰间 手持三代鬼车 鬼气疯狂涌现 在身后形成了一尊 手持三代鬼车的修罗 刷默克一刀斩出 直取维尔哥 不好 维尔哥脸色不由大变 他真没有想到 默克还有这种诡异的力量 不过 这还不足以让他退缩 手中鬼竹 架在身前 已经做好了防御姿态 为射 可就在这个时候 默克的双瞳 也涌出了鬼气 变成了紫色 只是一个对视 就让维尔哥 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轰几乎在同时 默克身上的 爆发出了一股恐怖的力量 向四周席卷去 霸王色 双重微压下 哪怕强如维尔哥 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一滴冷汗 从他的额上渗了下来 刷 更恐怖的是发生了 他手中缠绕着 武装色的鬼竹 竟然在默克的刀下 一分为二 没错 被斩断了 维尔哥的瞳孔 都在地震 可见 他心中有多么的惊悍 最关键的是 默克的刀来势不减 继续朝着他而来 手中的鬼竹都被斩断了 可没有自信 再用身体 硬接这一刀了 铁 不过 他是从战斗中 一步一步走上来的 战斗精力无比的丰富 所以 在最后关头 他成功进入了 高速移动状态 人也消失在了 三代鬼车之前 可以说 维尔哥西尔 又显得躲开了这一击 当他再一次现身的时候 已经在十多米之外了 呼 维尔哥不由深深呼出一口气 可是马上 爱原来的地震 电纹色捕捉到了默克的位置 他猛地抬头 果然 看到了默克 要是他心中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反而一颗星提到了嗓子眼 一刀溜 鬼龙灭世 一道足足有六七米高 并且燃烧着熊熊鬼燕的特殊斩机 最最重要的是 这道攻击快若闪电 几乎就在瞬间 就来到了维尔哥的面前 根本就没有给他半点躲避的机会 维尔哥的瞳孔 缩如针尖状态 这个时候 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武装 铁块 轰隆隆 维尔哥在此招之下 仅仅只是坚持了一瞬间 而后 整个人就被鬼龙所吞噬 当一切回归平静的时候 地面出现一个直径足足有二十米的大坑 维尔哥就躺在其中间 不过此时的他 哪有之前那般的从容与自信 更没有之前的强势 有的只有狼狈与凄惨 因为此时的维尔哥 身上的衣服已经完全破碎 胸前更是一道巨大的伤口 其上还有鬼咽在灼烧 嘴角不断地涌出鲜血 哼 维尔哥不由笑出了声来 只是此时显得有些猙獰 看来 天真的不仅仅是那两兄弟 随即他的目光落在了默克的身上 看来不仅仅是少主那里 就连海军本部对你的实力 也有着极大的误判 你现在的实力 已经直逼七五海之手阴眼了 默克 则是将手中三代鬼 彻底在了维尔哥的咽喉处 维尔哥仿佛也认命了 闭上了双眼 因为这一击之下 已经失去了反抗之力 默克却是微微皱眉 老实讲 很多海粉 都为维尔哥感到可惜 这样的人物退场实在是太早了 没办法 不管是他那黑中带着紫 并且能覆盖全身的特殊武装色 还有那一人狂虐烟鬼与罗的实力 都是那么的亮眼 就这么杀了 真是可惜了 默克心中顿时有了决断 只见他胸口那圣剑的纹身 开始散发出强烈的光芒 最后通过三代鬼车 涌入了维尔哥的身体之中 要知道 圣剑的诡异力量 可是有着控制人心的能力 呃 维尔哥瞬间如受重击 整个人开始挣扎起来 而就在这个时候 默克的手已经按在了他的头上 记忆吸取 维尔哥正在与圣剑的诡异力量抗争着 再也无法抵挡果实的力量 他的意志直接被摧毁 阿阿雅维尔哥惨叫不已 而此同时 默克的脸也有些惨白 额上更是渗出了冷汗 因为此时 维尔哥大量的记忆 疯狂地涌入他的脑中 卧槽 大意了 看来这一招 不能乱用 不 以后最好不用 不过 这一次 他并没有放弃 咬牙坚持着 到最后 他的头都快要炸了 这可是一个人一生所有的记忆 哪怕是隐藏在最深处 连本人可能都记不起来的记忆 太宠大了 当维尔哥最后一丝记忆 都被他吸走的时候 默克身体晃了晃 双眼都已经布满了血丝 记忆返回 默克又将记忆返回了回去 不过返回的记忆 已经被默克加了料 很多都是他凭空编出来的 又将维尔哥 关于多福朗明哥一伙的记忆 彻底留在了他的脑海里 呼呼呼 一切完成之后 默克喘得有些厉害 不由 坐在了一边 闭目仰神起来 现在 他真是体会到了 什么叫一个头两个大了 真的头大 仗得厉害 他都这样了 被搞得维尔哥 伤害更大 此时 已经失去了意识 好在 默克已经用圣剑的力量 给他治了伤 否则只怕要嘎了 许久之后 维尔哥才缓缓地醒了过来 睁开双眼的那一刻 维尔哥双眼之中 先是闪过一丝迷茫 随即看到坐在一边的默克时 立马脸一正 恭恭敬敬地站了起来 少主 默克此时也已经得到了缓解 但是人 还是有点晕晕的 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 这感觉太难受了 随后看向维尔哥 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 这一次苦也没白吃 多福朗明哥手下最强干部 最好的间谍现在是他的了 他不由满意地点了点头 你带着这两兄弟回海军吧 过段时间 我会给你送一颗恶魔果实过来 到时 希望你在海军上的地位更上一步 维尔哥文言先是微微皱了皱眉头 随即点了点头 是少主 默克 我知道你不想吃恶魔果实 不过我给你的那颗 十分适合体数强者 而且你要明白 恶魔果实 只是变强的一种手段罢了 并不会影响自己的修炼 维尔哥再一次点了点头 维尔哥离开了 回记忆去了 可是默克却是十分的高兴 这样一来 他在海军之中 也算是有一个暗棋了 而且还是一个绝对忠诚的手下 真想再来几个这样的忠诚手下 不过一想到刚刚的感受 果断放弃了 他可不想 整个脑袋都炸 就算不炸 他也怕变成贝加庞克那种大脑袋 半个月之后 默克已经来到了冠军岛 这是一个体数家们的胜地 所以是一个无主之地 不管哪个势力 不会轻易在这里捣乱 因为 动了这里 等同于动了整个体数家群体 一上岛 一个人立马赢了上来 请问您是来参加格斗比赛的 还是来观看格斗比赛的 默克文言 微微一愣 要知道 他在吸收维尔哥记忆的同时 他在吸收维尔哥记忆中的修炼方式 包括六式与武装色的修炼 他之所以半个月才过来 就是把这修炼方式 化为他自身的实力 所以 他一下就来了兴趣 现在还能报名 据我所知 这里的格斗比赛 早就已经开始了 我们这里的格斗比赛 是有两种的 一种 那就是一步一步打上去 另一种 则是挑战模式 现在前一种 是不可能了 不过 您要是对自己的实力有信心的话 倒是可以选择第二种 扑痴 默克还没有说话 一边的艺人 已经笑出声来了 阿里 这位腰间 可是插着双刀呢 一看就是一位剑豪 你竟然提议去参加格斗比赛 你要笑死别人吗 默克面前 明为阿里的年轻人 脸不由一红 他是党口接待中的新人 今天第一次来拉客吗 一紧张 竟然闹出这么大一个笑话 完了 只怕他要成为这一行一整年的笑料了 默克却是更加感兴趣了 哎 具体说说这第二种挑战 是怎么一回事 阿里一愣 随即按道 就当练习了 何况眼前这位 即使不是体术强者 也不是他能招惹的 所以 立马讲解了起来 冠军岛上 常年都会有三四个冠军常驻 您可以选择挑战他们 胜过他们 便可挑战这一届的冠军 阿随即又弱弱地问了一句 您难不成真想挑战前几届的冠军 先说明一点 这里只接受体术强者 和格斗家的挑战 默克文言笑了 谁还不会棘手体术啊 去哪里报名 嗯 阿里 还有四周的人琪琪 看了过来 他们在这里这么多年 还是头一次遇见一个实践的 来参加格斗比赛 有意思了 是个人都有八卦之心 一个个看向默克 眼神之中闪亮着光芒 阿里这里也反应过来了 眼前这个家伙 还真的 立马道 您请跟我来 我现在就带您去 在阿里的带领下 很快默克就来到了冠军岛最中心的位置 那里矗立着面很大的钟 阿里 您只要敲响这个冠军中 岛上的冠军们就会听到 一听到 他们就会出现 不过 小的再提醒您一次 这钟一敲 可就不能反悔了 更重要的是 您可是必须要用体术来挑战 否则坏了冠军岛的规矩 那将会被整冠军岛的格斗家群而攻之的 有意思 默克毫不犹豫地走了过去 喂喂 快看那个剑士要干什么 很快就有人发现了默克的举动 一脸震惊 这是要敲冠军中 来捣乱的吧 就是 一个剑士挑战格斗冠军 简直就是找死 嘖嘖 好久没有看到有人敲冠军中了 管他是剑士 还是格斗家呢 反正 有闹热看了 这个倒也是 而且 敢敲冠军中的剑士 起码也是剑毫吧 默克也没有管那些人在说什么 直接走了过去 而后 上去就是一脚 东 沉闷的钟声 直接响彻了整个格斗城 所有人的注意 立马被吸引了过来 一个个不管手里在干什么 全都停了下来 看向了城中心 因为那是冠军中的位置 有人挑战冠军 一个个双眼都亮了起来 随即其中很多人 迅速向城中心的位置而去 因为 凡是敲响冠军中的人 都将会在冠军中边上的格斗场 进行一场格斗 轰默克这边 一个人从天而降 强大的冲击力 直接将地面都轰出了一个大坑 来人是一个近四米的魁梧巨汉 站在了默克的面前 他身上紧紧穿着一件格斗背心 身上的肌肉整个炸裂 但是默克能看得出来 这些不是剑身的那种死肌肉 那是恐怖力的源泉 最强冠军 沸沸王 所有人都先是一愣 随即一个个惊呼了起来 因为他们 已经认出来 眼前出来的人 是百年来历劫冠军中最强的一位 完了 这家伙完了 竟然是沸沸王天啊 这个剑士也太倒霉了 这些年 他很少现身了 最强冠军 沸沸王 默克看着眼前这个人 双眼不由亮了起来 因为就是这一次的目标吉扎斯 巴杰斯 也没有这样的称号 他倒是要看看 眼前这个家伙 到底有多强 沸沸王却是以身高的优势 俯视着默克 他的目光落在了默克腰间的双刀之上 眉头一下就皱了起来 不过还是确认了一声 是你敲的冠军中 默克点了点头 沸沸王瞬间变了脸色 怒道 小子 你是来冠军岛找事的吧 完了完了 沸沸王要发怒了 则则 今天就好戏看了 赶紧去买票 一会就要被买光了 到时候想看热闹都看不着 机灵的人 已经迅速朝着格斗场售票处 飞奔而去 默克却淡然轻笑一声 随后反其手 食指对准了沸沸王 飞指枪 一道枪波迸射而出 速度极快 转眼就到了沸沸王的面前 沸沸王双眼一眯 有些惊讶 海军六世 说话之间 他仿佛没有看到 这一道枪波一般 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直到快要被击中的时候 他身体很是轻微的一阵 一股冲击波 从他的身上涌现 直接击碎了默克的枪波 八冲拳 默克眼中闪过一道光芒 同样有些惊讶 泽泽沸沸王怪笑一声 有点见识 这一手 可是我十年前和青椒打赌赢的 画风又一转 脸上的表情变得 意味深长起来 不过你小子 也有点意思 一个双刀剑势 竟然还会六世 倒是少见 不过 既然你会体数 那倒不算坏了规矩 打赌 默克文言微微一愣 直接抓住了关键点 沸沸王大笑了起来 哈哈 我不仅仅是格斗冠军 还是一位赌王 逢赌必赢 从未输过一场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 和我赌一把 默克也来了兴趣 赌什么 沸沸王 我和一个老友约好赌一场 时间马上到了 要是你输了 就替我在冠军岛上镇守一年 如何 我会说 哈哈 嗨嗨 沸沸王仿佛 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不由放声大笑了起来 不过马上意识到什么 收了笑声 用咳嗽掩饰了一下 那这样 我要是输了 任你处置 默克文言 也不由乐了 那你要是输了 就加入我的海贼团 如何 沸沸王愣住 随即看着默克的眼神都变了 你小子来冠军岛 不会就是站着我来的吧 默克 我来此位的是另一人 你是意外之喜 意外之喜 沸沸王笑了 意味深长的道 你也是我的意外之喜 我赢了你就有一个七五海 帮我镇对这里了 哈哈哈哈 默克傻眼了 原来这家伙 一早就认出他来了 未敌就是 在他出去和老友约赌的时候 让他来镇守冠军岛 不过 你就这么确定 施定我了 沸沸王 要是正常情况下 我还真不一定能打得过你 可这里的规矩 是只能用格斗术和体术 所以 你的剑刀不能用 自然吸果实能力也不能用 实力 直接减去一大半 要是这样 我还打不过你 跟你混也不是不能接受 哈哈 默克也是放声大笑了起来 那就试试 沸沸王 跟我来 化身一落 沸沸王双腿一个发力 整个人一跃而起来 冲天而起 落入了一旁的格斗场之中 默克紧跟其后 也来到了格斗场地之中 他们的到来 直接让场中还在比赛的人 都自动的退开了 这就是格斗场的规矩 当冠军来场 不管是不是在比赛 都要退场 让出场地来 而退场的其中一人 竟然就是吉扎斯 巴杰斯 默克也发现了这一点 不由瞥了他一眼 嘴角不由微微上扬 看来这个冠军岛 是他的幸运岛 不仅仅让他找到了吉扎斯 巴杰斯 还可能让他遇上一个 更强的家伙 随即他的注意力 回到了沸沸王的身上 沸沸王 开始了 说完之后 朝着默克勾了勾手指 挑战的规矩 挑战者先出手 D 默克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再一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在沸沸王的身前 随即一个发力 人已经跃到了空中 随即一脚 踢向了沸沸王 沸沸王站在那里未动 手臂一抬 轻松挡了下来 随即 沸沸王冲着默克轻笑一声 如果你在体术上 只有这点本事 你只怕就要留下来 给我手倒了 话声一落 力量爆发 将默克震飞了出去 随即 对准默克 就是凌空一拳 八冲拳 哄 一股强大的冲击波 从他的拳头上迸发 像被震飞的默克而去 切 你也太小看我了 默克双手交叉在了胸前 同样轻松挡下了这一招 随即在空中 右腿一甩 一道强大的蓝角斩机 瞬间形成 朝着沸沸王而去 沸沸王脸色微微一变 因为这道蓝角斩机的威势 相当不俗 已经达到了 令他不得不正视的层次 他看着默克沉声道 是我小觑你了 随后他再一次挥出一拳 不过这一拳 已经缠绕上了武装色 蹦 默克的蓝角斩机 竟然直接被轰散 可见这一拳的威力 与此同时 默克在空中连踏几步 整个人以极其恐怖的速度 冲向了地面的沸沸王 纸枪 龙爪 默克的手摆出了一个龙爪的样子 此时他的手上 也已经缠绕上了武装色 还想与我硬碰硬 沸沸王自然一笑 随后又是一拳轰出 迎上了默克的龙爪 轰 一招一拳狠狠地轰在了一起 强大的威能 在两者之间不碰地碰撞 形成一股股强大的气静 向四周席卷去 四周就如同 遭受了七八级台风一般 观众台上的人 一个个不得不压低了身子 才能保证在强风下还能安然地坐着 一招 一招 又一招 一拳 一拳 又一拳 两人不断地对轰 不过两人竟然谁也奈何不得谁 最终两人退开 相距七八米对峙 此时的沸沸王 看默克的眼神 已经完全变了 不得不说 你的体数相当了得 已经拥有了一般格斗冠军的实力 不过 说到这里 他扭动着脖子 发出骨头关节的声音 刚刚只是热身 现在才是开始 化身一落 他身上发生了变化 长出了长长的毛发 最后变成了一个人兽状态的沸沸 然后带着几分自得 我是动物系 沸沸果实能力者 接下来不要太惊讶哦 默克 一个动物系 沸沸果实能力者 有什么好惊讶的 还有不是不能用恶魔果实能力吗 这个纯属作弊吧 沸沸王仿佛看穿了默克的心思 格斗场的规矩 像动物系这种 能增强身体的果实 是能用的 可惜你没有 所以 注定输的人是你 额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双眼不由瞪的老大老大 因为 此时的默克 已经变成了 类似斩斩果实的状态 手臂和腿的一侧 都变成了刀锋 身体也变成了 坚硬无比的金属刀身 默克却是笑了起来 我这个虽然是超人系的 却也是增强身体的能力 应该也能用嘛 啊这 沸沸王直接就傻眼了 随即又笑了起来 即使你也有 那又如何 马上 你就会明白 动物系 沸沸王果实的厉害 要知道 我称 他为最强动物系 最强动物系 沸沸王 默克心中 十分的疑惑 这果实说破天 他也仅仅只是 一个普通的 不能在普通的动物 恶魔果实 别说幻兽重了 就连古代重都比不上 甚至在普通的动物系中 也不算好的 老虎 狮子 犀牛 大象 哪一个不比他强 不过疑惑归疑惑 默克却没有停下攻击 屁 默克再一次消失在了原地 再一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在沸沸王面前 纸枪 龙爪 刀锋撞的龙爪 绝对威力更强 但是 下一秒 沸沸王也消失在了原地 使得默克直接打空 也让默克十分的错愕 因为如果他没有看错的话 这沸沸王用的也是T 下一秒 默克就感觉自己的身后 有进风传来 默克脸色不由大变 反手就是一指 不过他却迎来了一个大大的龙爪 一指一爪 再一次轰在了一起 强大的力量下 各自被震退了七八步 此时的默克 瞳孔缩如针剑状 心中有了一个想法 不过还要证实 所以立马一个飞腿 隔空甩出 一道巨大蓝角斩击 蹦射而出 直取不远处的沸沸王 沸沸王再一次消失在了原地 再一次出现的时候 就已经在默克的左侧了 同样甩出一腿 一道稍稍迅速的蓝角斩击 朝着默克而去 卧槽 海贼王版卡卡西 默克一脸震惊 因为此时他已经确认了 这家伙 就是能复制他的招式 真是牛逼坏了 不过 这个动物系 沸沸果实 不 就像他说的是动物系 沸沸王 又怎么可能 会有这样的能力 总不能说 海贼王中的沸沸 和普通的动物不一样吧 等等 好像还真不一样 他不由想到了 殷家的那些沸沸 对哦 那些沸沸就能复制对手的招式 就像锁龙的招式 一下就被一只沸沸给学会了 所以 吃下动物系 沸沸果实的人 也拥有这样的能力 卧槽 那称一句最强动物系 倒也勉强可以 沸沸王得意地笑了 你的招式 我看一眼就能会 一话 你用我都会 你不会的 我也会 你怎么剩我 话声一落 沸沸沸王双腿微曲 随即整个人冲向了默克 鱼人空手道 七千枚瓦回旋踢 只见他 冲到默克面前的时候 在空中旋转了360度 踢向了默克 T 默克进入调整速度 躲开这一击 随即出现在了沸沸王的左侧 随即他的身上涌现出鬼气 蓝角 鬼岩斩 一道鬼岩与蓝角斩机 结合在一起的特殊斩机 蹦射而出来 眨眼之间 就来到了沸沸王面前 武装硬化 愚人空手道 唐草瓦政权 沸沸王利用 挥出的政权形式 产生全方位360度的冲击波 形成了一个 全方位的防御中 带着冲击的招式 轰冲击波与斩机 狠狠地碰撞在了一起 可冲击波 就如同纸片一般 被轻易地破开 沸沸王见此 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不过他的反应也很快 一个梯莉马躲开了这一击 随即同样一道蓝角斩机 向默克而去 反击起来 那是一点都不带犹豫的 默克再一次一击蓝角 鬼岩斩 两道蓝角斩机 直接碰撞在了一起 不过 默克的蓝角 鬼岩斩 依旧是那么的坚挺 沸沸王的蓝角斩机 就如同之前的冲击波一般 被斩开 一分为二 而蓝角 鬼岩斩去尸不减 朝着沸沸王而去 怎么可能 沸沸王惊呼一声 默克却是嘴角微微上扬 你是能一眼看穿 甚至学会别人的招式 但是你忘了 自身的实力 才是基础 自身的实力不行 你就是学会了别人的招式 依旧也改变不了 自身实力的不足 不得不说 这个果实能力 确实牛逼 因为 它可以省去能力者 不少修炼招式的时间与精力 而且 能集众多招式于一身 用来面对各种局面 这种情况下 你能强势碾压 实力相差无几的人 甚至是逆风战胜一些 比你强上一些的人 要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都是浮云 T 这一幕 默克再也没有留守 而是全力而为 进入高速移动后 默克冲到了沸沸王面前 指枪 龙爪 这一次 他武装色直接爆发 全都缠绕在了手上 同时鬼气 也缠绕在了手上 两种恐怖的力量 将默克的攻击 提升到了最高 沸沸王脸色一变再变 不得不说 默克的话说得十分的在意 但是 他还是有些不太服气 他是谁 他可是冠军岛 百年以来最强的格斗冠军 怎么可能 输给一个 不能使用自己 最擅长的力量的人 如果这样 他也真的输了 那他算什么 一想到这里 他的双眼不由眯了起来 同时 他也使出了自己的最强底牌 武装色外放 武装色缠绕在了他的拳头上 随即一拳轰出 迎上了默克的龙爪 最后的最强一击 他选择了自己最擅长的拳头 轰两人的攻击 狠狠地轰在了一起 沸沸王脸色一僵 因为他感受到了 默克手上传来了不可匹敌的力量 默克也是脸色一凝 因为他同样受到了重创 当他直接被击飞了出去 不过却没有受到半伤害 只见他在空中 翻了一个跟头 稳稳地落回了地面 有些诧异地看着沸沸王 如果他没有感觉错的话 刚刚那是武装色外放吧 他是诧异 可是沸沸王却是震惊了 不 是怀疑人生了 要知道 刚刚那一拳 可是用出了权力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连对方的防都破不开 好家伙 他自己破防了 这还打个屁啊 后知后觉的他 发现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本来还以为 占了大便宜 现在倒好 把自己给输出去了 默克也感觉到 沸沸王已经没了战意 不由展颜倾笑一声 你这是认输了 沸沸王黑着脸 你就是一个怪胎 这架打的 有点不服气啊 谁知道这个家伙 身体如此强悍 竟然 硬扛他的最强一手 毫发无伤 真是见了鬼了 整个世界 也只有凯多一人能做到吧 默克 说话算数不 沸沸王不由翻了一个白眼 我向来说话算话 不过在这之前 我得完成与老友的那场赌约 结束之后 我会来找你 默克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当然可以 说完之后 他的目光落在了 在场边的吉扎斯 巴结斯身上 沸沸王立马意识到什么 顺着默克的目光 看了过去 眉毛一挑 吉扎斯 巴结斯 看来 你是冲着他来的呀 倒是好眼光 如果不出意外 的话 他应该就是这一届的格斗冠军了 而且从他展现出来的实力 在历届格斗冠军之中 也算是十分出众的 难怪 你要特意跑一趟 咦哈哈哈哈吉扎斯 巴结斯也发现 两人向他看了过来 不由发出招牌式的笑声 老实讲 刚刚两人的战斗 他全都看在眼里 看得他热血沸腾 可他也明白 眼前这两个家伙 实力都在他之上 特别是默克 一个剑豪 类似以体术强压 有着最强冠军之称的沸沸王 简直不敢相信 默克 想要快速地提升实力 不能局限于这小小的冠军岛 要走出去见识一下 天下各方强者 只要你愿意 加入我的海贼团 我会带着你与天下强者对决 如何 吉扎斯 巴结斯文言 微微一愣 他是真没有想到 默克会向他发出邀请 随即又发出了招牌式的笑声 耶哈哈哈哈 在笑声中 他走向了默克 虽然没有回答 可是行动已经说明了一切 倒是默克有些诧异 他是真没有想到 吉扎斯 巴结斯会这么爽快地答应 吉扎斯 巴结斯 走到默克面前 船长随即又兴奋地看了一眼沸沸王 在他看来 还有比诗时能挑战这个 有着最强冠军之称的冠军 还让人兴奋的吗 何况 还有一个体术同样恐怖的船长 对于一个格斗家而言 诱惑太大了 毕竟 在这冠军岛 成为冠军都还兴奋 服服服不过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独特的声音 再一次响了起来 呃 又是一个拥有招牌式笑声的人 而且人要是海粉 凡是听到这个招牌式笑声的人 立马就会知道来人是谁 默克也一样 转头看去 果色迎面走来了一个十分嚣张的家伙 一头金发 戴着太阳眼镜 穿着粉红羽毛大衣 及九分裤 肩头鞋 更是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除了海贼第一流氓多夫朗明哥 还有谁 卧槽 这家伙 怎么会在这里 默克随即立马 看向了吉扎斯巴杰斯 对了 为了找这个家伙 他从地下室里 买了冠军岛的永恒指针 或许就是从这个家伙的势力中买的 反过来 他要去冠军岛的情报 自然也就摆在了多夫朗明哥的面前 一想到这里 默克瞳孔微微一缩 果然 还得有自己的情报系统 否则 十分的不方便 一个不好 自己的情报 就会完全暴露在别人的面前 不过这个家伙 如果是冲他来的 又是几个意思 吉扎斯 巴杰斯与沸沸王伯恩斯不由相互对视一眼 按道 今天是什么日子 冠军岛上 竟然一下来了两位七五海 服服服服服 很快多夫朗明哥来到了三人面前 再一次笑了起来 同时伸出他那长长的舌头 舔了舔嘴唇 带着几分疯癫 你还真是好手段啊 一下就收了两个不错的船员 刚刚默克与沸沸王的一战 他要是全看在眼里 两人的实力都十分的不错 特别是默克连自然系果实能力与剑道都没有动用 就击败了有着最强冠军之称的沸沸王 本来这一次来 他是要对付默克的 毕竟 默克收了厨娘阿塔 那就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对立 毕竟 那个阿塔不可能放弃向他与唐吉赫德家族复仇 那双方自然而然就会对上 既然如此 那还不如趁着这个机会 将默克弄死 永绝后患 毕竟 只要默克一死 一个阿塔成不了气候 可是刚刚默克展现出来的实力 让他都感觉十分的棘手 击败默克 他有那个自信 可是想要成功击杀默克 他心中已经没有把握了 但是 还是要现身震慑一下的 否则还真当他多福朗民 好欺负 一股恐怖的力量 从多福朗民哥的身上爆发 并且向四周席卷去 所过之处 人们 好像是被夺去了灵魂 一个个毫无征兆地倒了下去 只有极少数的人 勉强保持着清醒 只是他们 一个个脸色惨白 仿佛受到了什么伤害一般 费费王 博恩斯 吉扎斯 巴杰斯 两人瞳孔微微一缩 霸王色 同时 两人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默克见此 嘴角不由微微上扬 露出了一个玩味的笑容 这家伙 这是想给他来一个下马威 要是他又何距 霸王色瞬间爆发 咔咔 两人的霸王色 在彼此之间不断地碰撞 形成了一股恐怖的冲击波 席卷全场 甚至在这股冲击波之下 格斗场那坚固的强体 都出现了裂痕 与此同时 类似黑色闪电的物质 更是在两人之间不断地闪现 碰撞 多夫朗明哥脸色微宁 他真没有想到 默克同样也拥有霸王色 不过 他再次伸出舌头 舔噬着嘴唇 浮浮浮浮浮浮 因为此刻 他能感觉出来 默克的霸王色 应该刚觉醒没多久 与他相比 相差甚远 所以 他变得更加的癫狂起来 黑镜下的双眼 已经泛起了红光 随即 他的霸王色猛地爆发 把默克的霸王色 压向了默克 最后 只于默克四周一圈 还在默克霸王色的控制下 很显然 在霸王色对拼中 默克落入了下风 默克感受到了压力 可是没有动摇 心中的信念 只见他身上鬼气涌现 双眼之中 更是泛起了紫色的火焰 双眼猛的一睁 威慑鬼气与霸王色相辅相成 竟然把多福朗民歌的霸王色 反压了回去 多福朗民歌眼睛下的红光更胜了 不过却马上退去了 甚至先一步停止了霸王色 默克有些疑惑 他还以为这个家伙要动手吗 多福朗民歌沉默片刻之后 问道 你在找M 凯撒 酷朗 默克无语了 这家伙的情报 还真是绝了 连这件事 都能知道 这么说来 他也是因为这个才过来的吧 毕竟M 凯撒 酷朗 可是他和凯多合作的基础 默克倒也不否认 点了点头 他是你的人 看来你也收了一个不错的船员嘛 不过你放心 我找他 只是想从他那里拿一件东西 而不是为了他这个人 一件东西 多福朗民歌一脸疑惑 默克却是摆了摆手 放心 那东西对你 对他都是可有可无的 当然了 当我去取的时候 他要是不给 那我只能抢了 多福朗民歌文言 瞳孔猛的一缩 同时 心中万分疑惑 到底是什么东西 竟然 让他不惜和自己彻底翻脸 但是 默克这种态度 让他无法忍了 怒道 小子 别太张狂 却是没有想到 默克话锋一转 别这么剑拔弩张嘛 有笔生意找你做 嗯 多福朗民歌 差一点闪了自己的腰 嘿 这脸道 小子耍我呢 默克一脸真诚 我真的想和你做一笔生意 哦 多福朗民歌倒是爱兴趣 说说 默克 恶魔果实 在地下世界 这是你的生意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 恶魔果实 多福朗民歌 瞳孔缩如针尖状 随即意味深长的道 伏伏伏伏伏伏看来 你是所图非小 只怕 一个七五海 满足不了你 默克 我们还可以在情报上合作吗 说完之后 又补了一句 贝利不是问题 多福朗民歌深深地看了一眼 默克 颇有深意地说了一句 我记得 你船长的厨娘 可是和我唐吉赫德家族 有着血仇 你能放任不管 默克 那是他和古拉迪乌斯之间的事 多福朗民歌 表情微微一变 他是听懂了 阿塔与古拉迪乌斯之间的仇 由他们两人自己解决 他和默克 谁也不要掺和 这就是默克的意思 沉思片刻之后 你要多少恶魔果实 默克 你有多少 我要多少 多福朗民歌 服服服服服服小子 你有那么多卑力吗 默克 只要我想 我甚至能买下 你整个德雷斯罗萨王国 这话可不是说说的 贝利 他是没有多手 但是有两个地方 黄金遍地 等等 说到黄金 他怎么把天上那个家伙给忘了 那家伙 单论攻击 绝对是大将级别的 他差的 就是自身防御和武装色 只要在这两点下点功夫 天下能剩他的 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则则 默克笑了 空岛上 爱尼路没来由地 打了一个寒战 不由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要知道 自从他吃下自然系的向雷果时 他就从来没有打过寒战 多福朗民歌 听了默克的话 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买下他的德雷斯罗萨王国 好大的口气 知道 他的德雷斯罗萨王国 一天收入多少倍率吗 服服服服服 现在的年轻人 都这么狂了吗 而这个时候默克却是画风一转 我说认真的 普通的动物系和超人系两亿一颗 要是特殊的 像猿谷种 幻兽种 自然系这样的 价格 我们可以另算 说完之后 你要是不放心 交易地点由你来定 这话一出 多福朗民歌 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小子你来真的 默克 当然 多福朗民歌沉默了 许久之后 从怀中掏出一个电话虫 扔给了默克 准备好恶魔果实之后 我会通知你 之后 深深地看了一眼默克后 又补了一句 希望你不是在开玩笑 否则我会让你后悔 活在这个世上 话声一落 转身便离开了 多福朗民歌走后 吉扎斯 巴杰斯 有些疑惑地问了一声 船长 你真要向他购买恶魔果实 废废王 博恩斯 我怎么感觉不太对 这家伙 不会玩黑吃黑吧 默克文言笑了 不知道 不过 我倒是想黑吃黑一把 呃 废废王 博恩斯 吉扎斯 巴杰斯 两人不由相视一眼 好吧 他们是白担心了 不对 或许人家也早就预料 到时候谁算计谁 还真不一定吗 废废王 博恩斯 立马反应过来了 正要开口 默克却仿佛看穿了 他的心中所想 就算他不老实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也只有吃别的份 与此同时 多福朗明哥身边 已经多了一个人 他就是古拉迪乌斯 少爷 真要将恶魔果实 卖给他们吗 伏伏伏伏伏 发出了招牌式的笑声 注定是敌人的人 又怎么可能把恶魔果实 给他们呢 到时候 趁交易的时候 捞上一笔 再将他们灭了 一举两得 古拉迪乌斯文言先是一愣 随即有些犹豫地说了一句 少爷 单凭我们唐吉赫德家族 想全面默克一伙 只怕 虽然 他很不想承认 可是 又不能否认 默克一伙的实力 真的相当了得 多福朗明哥文言 脸一僵 可随即立马又笑了起来 服服服服服 这一次和凯多交易的物品之中 不仅仅有着人造恶魔果实 还有几颗动物系恶魔果实 其中包括一颗幻兽种 所以 这一次交易 他会亲自来 到时 借他的手 古拉迪乌斯文言 不由大喜 好啊 他好了 凯多纳要是有着世界最强生物之称的怪物 更是新世界四皇之一 绝对的霸主 默克一伙是强 可是和凯多的百兽海贼团相比 差得太远了 他已经仿佛看到默克一伙的灭亡了 哈哈 他也不由跟着多福朗明哥笑了起来 果然 还是少爷厉害啊 古拉迪乌斯 那少爷 我们约他在什么地方 多福朗明哥 还用约 他不是在找M 凯撒 库朗吗 把消息给他 他自己就会找上门来 古拉迪乌斯文言瞬间误了 这是要把和凯多交易的地点 当成M 凯撒 库朗所在的地点 送到默克手里 到时候 都不用他们说什么 交易被打搅 以凯多的暴脾气 分分钟灭了默克他们 布鲁布鲁 默克怀中电话重响了起来 Mr. 林 我是 Miss All Sunday 我已经带人到了魔鬼三角洲了 一切都在按你的吩咐 默克满意地点了点头 除了更换情报组织的老巢 你还要拉拢一些像样的人手 进入工作社 这样 你的情报组织 才能发展到新世界来 罗宾 是 随即罗宾想到了什么 立马补了一句 Mr. 林 M 凯撒 酷朗 好像有所察觉 人不见了 当然 也可能是有人 替他掩盖了行踪 默克 这我已经知道了 应该是多福朗明哥 知道 有人在查M 凯撒 酷朗的行踪 所以 出手了 罗宾一脸诧异 多福朗明哥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又是一位七五海吧 阿 这默克成名 就是因为 他杀了七五海之一的克罗克达尔 之前又是月光莫利亚 现在又和多福朗明哥对上了 这要是把多福朗明哥 也更掉了 那七五海 一半都死他手里了 七五海杀手 一想到这里 罗宾嘴角不由抽搐了一下 这边刚刚挂断了 罗宾这边的电话虫 电话虫就又立马响了起来 船长 我是阿塔 我们已经到了冠军岛了 你到了吗 默克笑了 到了 说着看向沸沸王 伯恩斯 吉扎斯 巴结斯两人 而且找了两个 十分不错的伙伴 两个 阿塔一脸惊讶 除了吉扎斯 巴结斯 还有谁啊 一边的吉扎斯 巴结斯 一脸惊讶 船长 你还真是冲着我来的呀 默克拍了拍他的肩膀 那说明你名声在外吗 哈哈 随即对阿塔道 我们在岛上的格斗场 你们过来吧 说完之后 默克仿佛想到了什么 立马转头 看向了沸沸王 伯恩斯 对了 你约赌士 约在哪里 离这里远吗 沸沸王 伯恩斯 黄金城 什么 默克一脸诧异 就是那个 有着世界最大娱乐城的黄金城 沸沸王 伯恩斯点了点头 对 我和盲侠一笑 就是约在那里 默克整个人都僵在了那里 好一会才回神 他缓缓地转头 你当当说 你和谁约的赌 一笑啊 你认识 沸沸王 伯恩斯 一脸诧异 一笑 名声可不显 说是小透明都不为过 真不明白 船长是怎么知道的 哈哈 默克不由放声大笑了起来 真是踏破铁鞋 无秘处得来全部费功夫 真没有想到 意外收了沸沸王 伯恩斯这个好手 还会有这样的收获 真是喜从天降啊 沸沸王 伯恩斯眉毛一挑 船长你这是 看上他了 难不成 他也有着不凡的实力 默克一脸诧异地 看向沸沸王 伯恩斯 你和他是独友 你不知道他是什么实力 沸沸王 伯恩斯文言有些尴尬 摸了摸鼻子 这家伙简直就是摔神附体 所以赌的时候 只要和他压相反的就行 又省力又省心 还稳赢 这样的独友 你不喜欢 啊 好家伙 默克竟然无法反驳 随即马上又笑了起来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一起去会会他 毕竟 谁和贝利有仇 哈哈 又霍霍霍霍霍 霍哥霍哥霍哥 在场所有人都不又笑了起来 贝利 谁不喜欢啊 就说沸沸王 伯恩斯 他就是本着去黄金岛 大赢一把的打算 随即 沸沸王 伯恩斯 眉头又皱了起来 没错 他是想去大赢一把 可是 如果全员都去 默克 吉扎斯 巴杰斯 威布尔 布鲁克 佩罗纳 阿塔 再加上 他一共七人 人人都大赢一把 只怕会惊动黄金岛的主人 吉尔德泰佐洛 这家伙可不好惹 所以 他不由露出了犹豫的表情 船长 黄金岛的主人 吉尔德泰佐洛 可是地下世界的大人物 我们还要对付多福朗明哥 要是再对上他 只怕不太妙啊 默克文言 双眼不由眯了起来 可是眼神却是闪着光芒 吉尔德泰佐洛 还粉哪个不知道 人称黄金帝 真要说起来 这个家伙 也算是一个传奇 他建立了世界最大娱乐城市 Grand Tezoro 更是成为了世界政府认可的独立王国 他更是一个商业奇才 控制着世界各地诸多产业 其拥有的财富 达到了整个世界的20% 黑白两道通吃 在地下世界 他是用金钱支配黑暗世界的黄金帝王 其势力遍及世界各处 在明面上 他是世界政府认可的独立王国国王 利用金钱的力量 自由操纵天龙人 甚至能动用世界政府的力量 他从一文不明的奴隶 成为世界首富 成为地下势力中的王者 成为能自由操纵天龙人 甚至能动用世界政府力量的人 你说牛逼不牛逼 绝对牛逼 他有一句治理名言 没有钱的家伙 只会一事无成 只有被支配的分 这话残酷又现实 说透了每一个世界的本质 不过这样的人 要是能收入麾下 那就如虎添翼了 退一万步 即使拉拢不成 将他的Grand Tesoro拿下 得到其中的财富 也是巨大的收获 确实吉尔德泰佐洛 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 不仅仅有着不凡的实力 更是有着强大的势力 想要拿下他和他的Grand Tesoro 并纳威以用 必须得有足够的实力 单凭我们这些人 只怕还有些难你们先去 我去找一个好手 到时候 我们好好大闹一场 你站了Grand Tesoro 废废王伯恩斯 不由瞪大了双眼 眼神之中满是震惊 哈哈 默克不由放声大笑了起来 我们海贼团 也得有自己的地盘了 我看这吉尔德泰佐洛的 这个最大娱乐城 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 他也明白 站那个地方 只怕世界政府和天龙人 都会坐不住 虽然 他对自己的实力 也有着极大的自信 却还没有狂道 以现在的实力与势力 就敢说 能在世界政府 天龙人的特殊针对 能保住这个地盘 难得不是打下 而是长期占领 必须在拉两个强者 默克忽然想到了什么 转头对沸沸王 伯恩斯 对了 你这里有没有橡胶 或者陶瓷 沸沸王 伯恩斯 啊 摩古镇 黑胡子 独Q 拉斐特三人 刚刚上岛 走在通向摩古镇的路上 黑胡子此时心情十分的不错 因为他在西海 找到了一个相当不错的船员 最关键的是 拉斐特给他出了一个 相当惊人的计划 让他心动不已 现在只要 找一个悬赏不错的家伙 荡成礼物 送到海军本部战国的办公桌上 那么这事 就成功一半了 贼哈哈哈哈 黑胡子笑了起来 嗯 可是 脸上的笑容马上一凝 因为他的贱纹色 捕捉到了一个人的气息 而且 这人的气息十分的恐怖 即使是他 都不得不警惕起来 他转头看向了空中 随即他就看到一道光束 从天而降落到了前面的摩古镇中 光 黑胡子眉毛一条 因为 光让他想到了两个人 一个是海军大将 闪闪果实能力者黄元 另一个 则是刚刚新进七五海多能力者默克 但是 不管是哪一个 都不得不慎重对待 不由在心中嘀咕道 到底是谁呢 又来这里干什么 与此同时 在这个小岛的另一侧 草猫一伙也登陆了 也正向摩古镇进发 已经落在摩古镇的默克 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个玩味的笑容 摩古镇还真是一个意义特殊的地方呢 他是万万没有想到 罗宾都已经被他收了 克洛克达尔也被他杀了 剧情早已经变了 黑胡子与路飞 这两个未来的黄 竟然还能在这个地方相遇 有意思 他走入了摩古镇中 唯一的酒馆 一进酒馆 就看到了一伙海贼 在那边叫嚣 好家伙 默克一眼就认出来了 不就是多福朗明哥的疯狂小迷地 贝拉米吗 看 这家伙 就是被揍飞的命 可是有时候 剧情他没变 但他又变了 比如现在 在默克过来的那一刻 贝拉米的副船长萨奇斯 听到了动静 下意识转头扫了一眼 而后一脸不在意地转了回去 可是 他马上又转头看了过去 随即他的目光 落在了默克手中的两把刀上 他也是一个使刀的 虽然他用的刀 是类似尼泊尔刀的那种弯刀 但是 他也算是一个剑势 而剑势对于好刀 鸣刀 那天生就有着喜爱 所以 只是一眼 他的目光就有些移不开了 萨奇斯十分张狂地道 喂 小子 把你腰间的刀拿过来 给我看看 我 默克一脸不可思议 这家伙不应该对找 之后会过来的路飞的麻烦吗 怎么就盯上他了 萨奇斯点了点头 对 就是你 把刀交出来 刷 贝拉米 还有他手下的李巴斯 穆磊 艾迪 几人 琪琪看了过来 眼神之中 带着几分戏血 因为他们看出来了 萨奇斯 这是看上对方的刀了 哼 默克忍不住笑出了声 想要我的刀 你可以自己过来拿 看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 萨奇斯文言 不由大怒 更是嚣张的刀 你可知道 我船长要是悬赏 五千五百万贝里的大中鱼 酒馆中有人认出了默克 一脸震惊地惊呼了起来 他是新任七五海默克 悬赏三亿 什么 萨奇斯整个人僵在了那里 咕噜 反应过来之后 咽了一口唾沫 一脸惊恐地 连退了好几步 仿佛只有和默克拉开一点距离 才能有一点点完全感 贝拉米此时也变了脸色 看向默克的眼神都完全变了 他所崇拜的多福朗明哥 也是一位七五海 也就是说 眼前这个家伙 那是和他所崇拜的多福朗明哥 是一个等级的人物 嘶 他深吸一口气 随即撇了一眼身边 已经吓破了胆的萨奇斯 大脑在疯狂地转动 他在想 如何能救下自己这副船长 刷 可是下一个瞬间 一道寒光乍现 而后萨奇斯 胸前便多了一道 几乎将他 斩成两截的伤口 鲜血四剑人 也缓缓地倒了下去 你 贝拉米 见萨奇斯被斩杀 心中不由怒气 可是 他迎上的 却是默克那藐视天下的霸者姿态 咕噜 贝拉米不由咽了一口唾沫 冷汗 更是从他的额上渗了出来 默克却是一脸不屑 欺软趴硬的东西 一辈子 也只能在这小小的摩谷镇 称王称霸了 贝拉米握紧了拳头 因为这是他有生以来 受到的最大的羞辱 也正是如此 激起了他 身为海贼的疯狂 弹簧狙击击 就见贝拉米 先将两边的小腿 都变成弹簧 再将变成弹簧的腿 压向地面 向脚部储存大量的弹力未能 然后 释放大量弹力未能 未能又转换成动能 整个人瞬间弹向默克 这一招储存的能量越多 打出去的 所造成的威力越强 可是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任他施展 也无用之功 人间默克伸出一只手 直接抓住了 弹过来的贝拉米的脖子 老实讲 这家伙还是有点潜力的 可也仅仅仅是有点 只是可惜了这个能力了 这个能力 真要开发好了 还是相当不错的 咔嚓 默克一个发力 直接贝拉米的脖子给扭断了 随即 如同扔垃圾一般 将人扔出了酒馆 酒馆之外 黑胡子 独Q 拉斐特三人 这个时候 正好来到酒馆外 贝拉米正好扔在了他们的面前 黑胡子 拉斐特 独Q 随即他们齐齐 看向了酒馆之中 正好与默克的目光对上 三人 齐齐脸色微变 随即黑胡子又笑了起来 贼哈哈哈哈 真没有想到 会在这里遇上你 心境七五海默克 此时 他的眼神已经变得不善起来 要知道 眼前这个家伙 就是干掉克洛克达尔 才坐上七五海之位的 那他干掉眼前这个家伙 也能坐上七五海之位吧 至于默克的多能力者 在他看来 和一个能力 没有太大的区别 因为 在他的暗果实能力面前 都一个样 嗯 默克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黑胡子眼中的杀迹 那是一点也不掩饰啊 傻子都能看出来了 他不由在心中暗道 这个家伙 不会是想和他动手吧 对了 这个时候 这个家伙 应该是想坐上七五海之位 然后 打推进城的主意 所以 这是想拿他的人头 当成筹码 谁给他的胆 要是得到振振果实的黑胡子 他还真心有忌惮 可是 没得到振振果实的黑胡子 他何惧 他的手中 已经放在了三代鬼彻 与秋水的刀柄之上 刷 只是没有想到 双方第一个动手的 竟然会是拉斐特 只见他手中的拐剑出鞘 随即挥出一道斩机 只取酒馆中的默克 默克眼都没有抬 手中三代鬼彻瞬间出鞘 在空中划过一道寒芒 拉斐特的斩机 就如同纸片一般 轻易地被展开 黑胡子剑刺 瞳孔不由一缩 拉斐特是他亲自拉入火的 所以 拉莫特的实力 他是十分了解的 剑豪 一个不属于白胡子 挥下队长的剑豪 当然 和马克尔 艾斯这些队长中 最强的几人 还没法比 但是即便如此 这样的实力 也足以在扬明新世界了 可没有想到 拉斐特的斩机 在这个默克面前 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 此时 他看默克的眼神 也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狂傲之中 带着几分警惕 拉斐特退下 这家伙 还不是现在的你能对付的 说着 黑胡子上前了一步 凝视着默克 七五海默克 默克嘴角微微上扬 随即走出了酒馆 站在了黑胡子的面前 王位的道 马歇尔 帝 帝奇 原是白胡子海贼团 二番队队员 为了夺取暗暗果实 杀死白胡子海贼团 四番队队长萨奇 现在 正被白胡子海贼团追杀 这种情况下 你还敢来招惹我 说到这里 他转头看向了拉斐特 跟我混吧 跟着他 没前途 正好我的海贼团 还缺一个航海士 拉斐特 啊 独Q 无语 本来脸就难看的黑胡子 现在更没法看了 当然撬他的船员 这对于一个海贼船长来讲 绝对是最强的羞辱 你在找死黑胡子此时 已经伸出了左手 暗暗能力发动 一个黑色 如同风扇漩涡 出现在他手中 默克脸色微色 因为瞬间 他就感受到 一股强大无比的吸力 将他吸向了黑胡子 看过动漫的他 自然知道 这一招暗水 黑胡子的招牌招式 他是以黑洞性质的无限引力 将对手吸向能力者 无论相隔多远 对方都无法逃脱 即使是拥有光的速度 而且 一旦接触到能力者时 对方恶魔果实能力会失效 也可以吸收果实攻击 但只能吸收小范围攻击 这一招绝对撑得上是能力者的克星 但是他可不是爱思那种 纯靠果实的家伙 武装硬化 瞬间 武装色缠绕全身 瞬间将暗暗果实的吸引 隔绝在外了 啊这 黑胡子双眼差一点瞪出来 就算是在新世界 就算他在白胡子海贼团 也没有见到几个 能全身缠绕武装色的 立马抓瞎了 这一手 直接让他的暗暗果实 失去一半的威力 刷 与此同时 默克动了 只见他手中三代鬼车 瞬间出窍 一刀流 鬼闪 默克瞬间进入了高速移动状态 再一次出现的时候 默克已经在黑胡子的身后了 扑痴 黑胡子的胸前 多了一道伤口 鲜血狂飙而出 默克嘴角不由微微上扬 果然 正如白胡子所说 黑胡子太自大了 第一次过招 竟然如此大意 贼哈哈 黑胡子瞳孔猛的一缩 随即像是受伤的不是他一般 放声大笑了起来 随即转身 双腿一个发力 整个人暴视而出 几乎在瞬间 就冲到了默克的身后 不得不说 黑胡子就是黑胡子 即使没有暗暗果实 他的实力 也不容小觑 真不愧是在红发脸上 留下伤痕的狠人 不过 默克直接反手 将三代鬼车斩出 可谓是快准吻 直接挡下了黑胡子的这一击 可是马上 默克如受重击 整个人被击飞了出去 十多米之后 默克才稳住了身形 在空中翻了一个跟头 落回了地面 与黑胡子对面立 武装色外放 默克双眼不由眯了起来 要不是他的武装色够强 只怕这一招要吃亏 此时此刻 两人都变得警惕起来 两人各出一手 又都吃了亏 谁也不敢再小觑对方半分 秋水缓缓地出窍 默克摆出了攻击的姿态 双眼之中 闪动着紫色的火焰 二刀流 龙牙 鬼气涌现 化为了一条鬼龙 三代鬼车与秋水 正是龙牙的位置 随即 整个人冲了出去 势不可挡 锁过之处 势如破竹 甚至连空气都被破开 在两侧 形成了两道进风 武装硬化 黑胡子双手 都缠绕上了武装色 随即双腿一个发力 整个人一跃而起 迎上了默克的鬼龙 拳头与双刀 狠狠地碰撞在了一起 强大的力量 在两人之间不断地碰撞 形成一股又一股的冲击波 向四周席卷去 轰隆隆 冲击波所过之处 地面都承受不住 如此恐怖的力量 直接崩碎了开来 街道直接被摧毁 街道上的店面 包括刚刚那家酒馆 瞬间化为了废墟 破碎的房屋残骸 被冲击波带到了空中 又被下一道冲击波 再一次摧毁 成为更小的残骸 而酒馆中的那些海贼 此时一个个 全都被冲击波带到了天上 每一道冲击波 都对他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此时一个个 全都眼神涣散 失去了意识 拉斐特与毒Q已经远离了 可是依旧在冲击波下 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拉斐特还好 他是一位剑猴 这样的冲击波 对他还造不成伤害 可是毒Q可就不一样了 本来就极为难看的脸色 现在更加的难看了 嘴角还挂着一丝鲜血 不过眼神之中满是庆幸 嗨嗨 幸好我们撤得及时 否则我怕是承受不住 这样的余波 拉斐特点了点头 确实如此 就连他都不敢站在两人太近 贼哈哈哈哈 两人相持不下 黑胡子再一次 发出了招牌式的笑声 不得不说 真是小瞧你了 你的实力 足以匹敌四皇麾下的最强者 默克 四皇麾下的最强者 卡尔 马尔科那样的父皇吗 父皇 嘴哈哈哈哈 还真是准确的形容 黑胡子笑得更欢了 随即画风一转 不过 只是这样 你还得 是我手下亡魂 霸王色 黑胡子身上 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力量 向四周席卷去 首当其冲的默克 自然受到的影响最大 脸色不由微变 随即 他的身上 也爆发出了霸王色 咔咔 两人的霸王色 也碰撞了起来 黑胡子瞳孔缩如真见状 你也拥有王者之姿 破 默克却是大喝一声 此时他全力爆发 双刀直接破开了 黑胡子双拳之上的武装色 在其双拳之上 留下了两道深可见骨的伤 好在黑胡子见识的快 在关键时候 收回了双拳 否则 双拳都要被斩落 黑胡子连了几步 与默克拉开了距离 此时看默克的眼神在变 你的武装色 不得不说 真的惊到他了 默克却是嘴角微微上扬 他的武装色 可是继承于曾经的天下 第一大件豪容马 那可是将秋水盘成黑刀的量 光是想想 就知道有多么的恐怖 按学道 黑胡子明白 已经没有再试探下去的必要了 只见他单手撑地 向地面大范围释放黑暗 被黑暗碰到的人或物体 会被吸入下沉 消失在黑暗之中 默克脸色微变 双腿一个发力 冲天起 来到了高空 并用月步停留在了空中 黑胡子的这一招 一旦被吸入黑暗之中 将会被以无限的力量压缩及粉碎 相当于一个小型黑洞 援助之中 黑胡子向艾斯展现自己的能力时 曾以此招 瞬间将一个城镇化为虚无 可见这一招的恐怖 所以 默克哪敢小去 只见默克伸手对准太阳 阳光照射下 身体开始转变 化为了光元素 聚光 瞬间 默克改变了四周光线的方向 都照在了他的手中 很快 一个光球汇聚而成 但是这还没有完 汇聚光线的范围越来越大 十米 二十米 三十米 一百米 两百米 最后 整个小岛上方的光线 汇聚到了默克手中 轰恐怖的光聚焦之下 连空气都已经被点燃了 光球外 竟然多了一圈白色的火焰 最诡异的是 整个小岛已经没有一点光线了 仿佛夜幕已经降临 最最诡异的是 光球是那样的夺目 可四周 却是半点光线也没有 一处黑暗 真是应了那句话 绝对的光明 等于绝对的黑暗 因为 绝对的光明面前 容不下任何一丝不同的颜色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光线汇聚 光球的体积 也在急速增大 当整个小岛的光线 尽在他手时 光球已经足足有二十米 再加上外面一层燃烧的火焰 足足有上百米 在空中 就如同一个小太阳一般 地面的黑胡子 瞳孔都在地震 难难道 这招 还真是莫名熟悉啊 还以为是艾斯队长来了呢 这个时候 黑胡子也不敢再大意了 使出了最强一招 只见他将刚刚释放出来的黑暗 化为了一个仿若黑洞的 巨大暗支球体 鹤两人几乎在同时大鹤一声 默克 圣光 炎帝 黑胡子 暗黑星 两人一个将手中的 带着火焰的球体 往地面扔去 黑胡子 则是将手中的黑色球体 向天上扔去 正在往镇上走得草帽一火 双眼都快要瞪出来了 因为这种级别的战斗 早已经超出了此时他们的认知了 不管是陆飞 还是索隆 阿纳美 乔巴 乌索普 这胆小三人组 已经抱在了一起 舌头都伸出来了 跑 陆飞 索隆 山智三人 率先反应过来了 转身就一个 扛起一个 将纳美 乔巴 乌索普 这胆小三人组 带着疯狂奔逃 生怕慢上一步 可是很明显 已经来不及了 那边 山智一指 左侧的一个小山坡 随即立马转了方向 急速而去 轰隆隆 与此风 同时两个球体 在半空之中 狠狠地轰在了一起 仿佛将整个世界 分为了一暗一光 两个界合分明的世界 当一切恢复平静的时候 黑胡子 早已经没了踪影 默克 好家伙 真是好家伙 溜得真够快的 不过 默克转眼一想 也正常 这家伙是谁 马歇尔 帝 帝奇 帝之一族 未来的四皇 即使是现在 还没有吃下 阵阵果实的情况 他也能在伤了红发之后 成功脱身 可见他的实力 有多么的强悍 陆飞一行人 从一个山坡背后站了起来 本来这个小山坡 再小也有十多米高呢 要现在 整个被削去了 只留半米在地面 要不是他们一个个 都紧紧地趴在地上 只怕他们都要和这山坡一样 被削了 斯陆飞 索隆 山智 纳美 乌索浦 乔巴 有一个算一个 奇奇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因为刚刚还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岛 此时却已经变成了一个光秃秃死地 要不是亲眼所见 他们绝对不会相信 不 即使是亲眼所见 他们此时都不太敢相信 纳美 乌索浦 乔巴 乔巴 胆小三人组 还下意识地揉了揉双眼 仿佛是在怀疑 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又或者是眼花了 咕噜 与锦浩三四 陆飞不由咽了一口唾沫 此时他有些怀疑人生了 从来没有动摇过的他 此时有些动摇了 面对这样的强者 他真的能将这样的强者一一揍飞 然后成为海贼王吗 能吗 他不由看向了索隆 此时他才深切地体会到 当初索隆面对鹰眼时的心情 憧憬中带着绝望 搜救在这个时候 一道光速从天降 落在了陆飞他们面前 纳美 乌索浦 乔巴吓得一跳 本能地躲开了陆飞 索隆 扇至三人身后 探出一个头来观望 陆飞 索隆 扇至 却是紧盯着来人 当看清默克的样子后 三人不由瞪大了双眼 特别是索隆 眼神之中满是不可思议 刚才战斗的两人中 有一人是你 不但默克回答 又小声嘀咕了一句 怎么可能 陆飞也是满脸的不可思议 随即带着几分惊惧的连连后撤 他要是深切地体会过 自然系的可怕 反正 此时的他 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 默克展颜一笑 陆飞 索隆 我们又见面了 乔巴看向陆飞 索隆 眼神之中带着几分惊喜 原来是认识的人呀 吓死我了 陆飞则是一脸紧张 你是那烟鬼派来 抓我的吗 什么 刚刚心里松下一口气的乔巴 僵在了那里 那探出头来说了一句 应该不是 他现在也是海贼了 山智 可他是王下七五海 和海军是一伙的 索隆却是上前几步 一脸认真的道 我想与你再比试一次 啊 索隆这话 可是太出乎意料了 不对 为什么要说咱 难不成你和这个家伙比试过 所有人都不由瞪大了双眼 一脸不可思议的样子 毕竟 刚刚那对决 真的超出了他们的认知了 反正在他们看来 索隆虽然强 可是和眼前这种怪物 还差得远呢 啊 默克却是微微一愣 随即不由笑了起来 点了点头 可以 索隆的到默克同意 脸上也不由露出了几分笑意 随即 将三把刀中的两把抽了出来 哟 默克一眼就看出来 索隆手中的三把刀 除了那还没有出窍的合道一文字 其余两柄刀 竟然也不是反品 泽泽 真不愧是主角团的二当家 没了三代鬼彻和秋水 照样 还有别的奇遇 刷 默克手中的三代鬼彻也出窍了 索隆见此 率先发动了攻击 二刀流 牛针像牛一样冲向前 使出无数的刺激 这是索隆罕有的冲前招式 速度极快 眨眼之间就冲到了默克的面前 当冲与默克擦肩而过的时候 手中双刀连续性斩出 不得不说 默克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那一瞬间 他竟然连续斩出了13次 绝对算得上是瞬间杀敌的招式 这要是一般人被秒了也不奇怪 可是 此时他要面对的是谁 默克 早已经成为剑豪的默克 虽然 单论剑道还远远不如 之前与索隆交过手的英年 可远不是现在的索隆能比的 默克手中三代鬼彻同样挥出 将这13次攻击 一一挡了下来 他甚至连脚都不曾动一下 可见两人此时的差距 索隆的瞳孔 都缩如针尖状态 要知道在罗格阵的时候 在剑道之上 他还略胜眼前这个家伙一筹呢 没想到 没多久 人家早已经超过了他 把他甩到了身后 他一直以来 对自己在剑道上的天赋 有着极大的自信 可现在 不过 锁龙终归是锁龙 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 并且 再一次摆出了攻击姿态 不过 他先将两把刀 收入了刀鞘之中 银勇将世上颓废的自我 一分为二 二刀流 拘合 罗生门 这一招是两把刀所使出的拘合斩 速度极快极快 会无声无息地击中敌人 连怎样拔刀也看不清 当 默克将手中的三代鬼车 往身前一架 角度正好挡下锁龙的这一击 还是那么的轻松 锁龙的瞳孔 不由梭如针尖状 两次攻击 让他再一次体会到了 当初被鹰眼支配的感觉 锁龙不由握紧了手中的刀饼 随即将合道 一文字抽了出来 让在了自己的嘴中 一是三十六烦恼 两是七十二烦恼 三是一百零八烦恼 三刀流 百八烦恼凤 此一发动 三把刀三股斩波的蓝色斩机 迸发而出 而后形成巨大的凤凰般的剑波 飞向了默克 有何 飞翔斩机 这说明 此时的锁龙 也初步达到了剑豪的水准 但是剑豪和剑豪 也相差甚远 默克依旧站在那里丝毫未动 手中三代鬼车随手一挥 一道斩机 立马迸射而出 并且 向锁龙的特殊斩机赢了上去 下一秒 两人的斩机 狠狠地斩在了一起 不过 锁龙的斩机 就如此指一般 轻易地被斩成了两截 而默克的斩机 却是去尸不减 继续朝着锁龙而去 锁龙见此脸色大变 双刀交叉在胸前 死死地挡下了这一击 强大的冲击力 锁龙立马感受到了一股 无法匹敌的力量 不过 意志坚定的他 却死死地抵挡 双腿更是在地面 留下了两道身痕 最后他拼尽全力 才将默克的这道斩机 轰上了天上 呼呼呼 不过个时候 他已经体力消耗过大 气喘吁吁起来 默克这时开口道 你也已经初步踏入了 剑豪之境 不过 和我还有一定的差距 我们之间的比试 不如 等到再一次见面的时候吧 锁龙闻言 脸色极为难看 可是他也明白 此时他与默克之间的 差距太大了 最后娇牙道 一言为定 默克又看向了路飞 嘴角不由微微上扬 之前他还一直担心 怎么说服爱尼路 加入自己的海贼团呢 毕竟 这个家伙可是一个高傲的家伙 想要收他成为海贼团的一员可不容易 不仅仅是实力 还得有一个让他心动的理由 现在 有了 泽泽 默克高兴的 都快要跳起来了 随后化为了一道光束 朝着长长岛的方向而去 因为 只要达到长长岛 那直接向上飞 就能达到空岛 毕竟 空岛几乎就在长长岛的正上方 光束是何等的快 转眼间就来到了长长岛 随后直冲飞消 向空岛而去 空岛神殿之中的爱尼路猛地睁开了双眼 他的剑纹色 可以说是整个海贼世界中 最顶尖的几人之一了 甚至能将剑纹色 笼罩整个空岛 所有进入空岛的人 都在他的监视之下 每一个到达空岛的人 也同样如此 所以 默克一入空岛 他就已经发现了 他抬头看了前方 因为剑纹色告诉他 来人 在急速向他而来 速度极快 并且还是在空中飞的 这让他大为震惊 心中难难道 青海来的强者 摔 这个想法刚起 一道身影 就已经落在了他的面前 爱尼路瞳孔不由猛地一缩 因为这个速度 已经不下于他了 最最重要的是 他看到的第一眼 竟然是一道光束 直到这光束 落在他的面前 才化为了人形 二者 爱尼路大为震惊 因为这能力 和他的能力太像了 区别就在于 他是雷电 而眼前这个家伙是光 但是 这不是神的力量吗 眼前这个家伙 又怎么会拥有 难不称他是青海的神 不得不说 爱尼路的实力 是十分恐怖的 但是他的见识 也是真的了 空岛就像是 把他圈进的牢笼 让他的认知 仅仅只在空岛 用井底之蛙来形容 他再恰当不过了 此时不由开口问道 你是谁 为何拥有神的力量 神的力量 默克愣住了 随即明白 爱尼路在说什么了 不由笑道 你说的是 你能控制雷电的能力 还有我刚刚使用光的能力吧 爱尼路双眼一瞇 你知道我能控制雷电 默克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继续道 这可不是神的能力 而是恶魔果实的能力 恶魔果实 爱尼路一脸不解 默克取出了超人系 屏障果实 就是像这种 当然你吃的是自然系 自然会与它有所区别 但是 你绝对是在吃过一颗恶魔果实之后 才拥有的控制雷电的能力 不过 我想你当时 将它当成了普通的水果 爱尼路闻言 脸色微变 因为默克说的没有错 他确实吃了一颗水果之后 才拥有了神的能力 随即眉毛一挑 那又如何 不管它是不是神的能力 我现在便是空岛的神 神 则则 默克露出了不懈的表情 随即玩味的道 那我们打一个赌 爱尼路 赌什么 默克 你会输给一个 实力无不如你的青海人 爱尼路闻言脸一沉 我乃全能之神 别说实力远不如我吧 就算同为神的你 同样不是我的对手 霹里啪啦 爱尼路的手中 闪动着电流 放电两千万伏特 爱尼路手中一道电柱闪现 瞬间落在了默克的身上 默克早有准备 吸收果实能力发动 然后就在爱尼路震惊无比的眼神之中 将这两千万伏特 全都吸收到了体内 怎么可能 爱尼路不由惊呼一声 霹里啪啦 紧接着更令爱尼路震惊的是发生了 只见默克的身体 开始发生了转变 身上闪动着电弧 最后 抬手同样一道电柱 释放而出 直接击中了他 爱尼路甚至能感觉出来 这足足有四千万伏特 完全就是他刚刚攻击的两倍 最让他无法接受的事 默克此时伸出了手 电流在默克的手中 不断地闪动 很显然 此时默克和他一样 都拥有了控制电流的能力 你 爱尼路整个人都傻了 要知道 他最大的依仗 就是控制电流 失去了这个优势 那他的实力 立马损失一半 这还打个屁啊 但是 他又立马恢复了自信 他的电流伤不到对方 那对方的电流 何尝又能伤到他 大不了打个平手吗 默克微微一愣 随即立马明白 爱尼路的想法了 威慑 默克身上的鬼气涌现 双眼瞳孔也闪动着紫色的火焰 与此同时 霸王色也爆发了出来 席卷整个神殿 爱尼路首当其冲 在鬼气威慑 与霸王色双重冲击之下 从来没有经历过 这种攻击的爱尼路 有那么一瞬间是空白的 刷 默克手中的三代鬼车 就在这一瞬间出窍了 并且缠绕上了武装色 当爱尼路回神的时候 默克手中的三代鬼车 已经回到了刀桥之中 爱尼路却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因为他感到了痛感 自从吃下那颗水果 拥有神的力量后 他再也没有感受过痛 这让他心中十分的不安 随即他低头一看 瞳孔直接缩如针尖 甚至如同地震一般颤抖起来 因为此时在他的胸口有一道伤口 虽然不大 也不深 可是伤口上流下的鲜血 刺激着他的神经 受伤了 他竟然受伤了 随即抬头看向了默克 眼神之中满是不可思议 仿佛看到了这个世界上 最最不可思议的神 你 你怎么可能伤到我 我可是神 无所不能的神 默克这时已经收刀入鞘 不过马上武装色缠绕全身 刚刚跟你说过了吧 你不是什么神 只是吃了自然系果实的能力者 而这个叫武装色 专刻自然系 爱尼路看着默克身上的武装色 眼神之中满是震惊 还有带着几分难以置信 默克却道 你可以将手元素一次看看 爱尼路文言 沉默了一下 不过还是选择了元素 随后 他就看到了 今生难忘的事 他那元素化的手 被对方握在了手中 元素竟然失效了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就几天过去了 爱尼路坐在神殿之中 此时的他 依旧不太敢相信 这个世界上 竟然比他了解的大得多得多 空岛 只是其中一个特殊一点的岛 而在青海之上 拥有着和他一样的人 岩浆 光 冰 泥 风 好 这些 他都能接受 毕竟 有一个就摆在眼前呢 不信也得信 但是这个家伙说 这几天会有一个青海来的家伙 将会痛揍他一顿 关键是 对方竟然在实力上 还远不如他 这就离谱了他 倒是要看看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家伙 一还真有人来了 艾尼路的剑纹色 捕捉到有人来了 他还就不信了 以他的实力 还打不过一个 实力远不如他的人 轰隆隆 卧槽 搬运完黄金 回到空岛的默克 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刷 默克化为了一道电流 来到了神殿 只见此艾尼路 已经被打倒在地 甚至晕了过去 而一边的路飞 还一副没有打过瘾的样子 默克不又摇了摇头 按道 这家伙可是你 卡果实能力者 把你磕得死死的 还不信 是你看到默克的那一刻 陆飞露出了 诧异的表情 随即头一歪 你认识这个家伙 默克点了点头 算是默认了 随即提起艾尼路 就要走 却没有想到 陆飞一个闪身 挡在了默克的面前 你不能带走他 默克一脸疑惑地 看向陆飞 几个意思 你还要杀了他 陆飞 他必须答应离开空岛 否则我还得揍他 说着还挥了挥手 默克愣住了 他突然明白援助中 艾尼路为何离开空岛 去往月球了 而且 陆飞一伙 也为何放心离开空岛了 也是了 如果没让艾尼路 同意离开空岛 除非杀了他 否则他们一离开 空岛依旧还是艾尼路说了算 援助中的艾尼路 只怕是被陆飞打自闭了 默克 放心吧 我会带他离开空岛的 不行 必须他亲口回答 陆飞那一根筋的毛病犯了 卧槽 默克看着眼前这个充满了热血的样子 此脚不由抽搐一下 这小子飘了吧 不会以为 打倒了艾尼路 就也能和他过过招了吧 默克不由抬起了手 握成了拳头 玩味地道 陆飞 你有多久没有挨过你爷爷的爱心铁拳了 啊 陆飞一脸疑惑 不过还是回了一句 很久了 随即马上反应过来 你知道 我爷爷的爱心铁拳呢 他可是记得 知道爷爷的爱心铁拳的人 只有三个 分别是他 艾斯 还有萨伯 同时 他还缩了缩脑袋 可见爱心铁拳 对他造成的心理阴影有多大 默克摆了摆手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 只要知道 我马上会让你重温一下 爱心铁拳的滋味 武装硬化 默克的拳头上 缠绕上了武装色 随即一个T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再一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站在了陆飞的面前 崩 一拳捶在了陆飞的头上 好痛 陆飞五头痛呼 崩 显然 默克没有打算 就这么放过他 一拳接着一拳啊 好痛痛 陆飞被捶得抱头乱窜 远处索隆 山智 纳美 乌索浦 乔巴几人面面相去 纳美弱弱地问了一句 我们要上去帮忙吗 乌索浦一脸惊恐 乔巴整个人都是僵的 要知道摩古镇那一幕 还历历在目呢 上去 那和找死有什么区别 锁龙眉毛一条 这家伙真要下死手 陆飞早死了 山智点了点头 因为此时此刻 颇有一种长辈教训晚辈的架势 别问他怎么知道的 他从小到大 就是这样被红角折服 这样被教训的 默克提着艾尼陆离开了 陆飞抱着头 一脸委屈地看着默克离开的方向 嘴里还嘟囔着 这家伙的拳头 怎么和爷爷的一样 打得好痛 已经吓到长长岛的默克 等着艾尼陆醒来 十几分钟后 一只新闻鸟从头顶飞过 默克从怀中掏出一枚硬币 投向了天空 新闻鸟立马接住 随即一张报纸落了下来 默克接住后一看 瞳孔不由一缩 白胡子海贼团第二队队长 波特卡斯 帝 艾斯被抓 马歇尔 弟弟齐 成为王下七五海 卧槽 默克真是惊呆了 剧情已经被他改变了 不知道多少了 没想到 艾斯还是栽在了黑胡子的手里 马歇尔 弟弟齐 还是成为了七五海 不得不说 这马歇尔 弟弟齐 也是牛逼 不久前才被揍了 转眼就把艾斯给弄了 而且 这家伙应该和原住一样 正打着推进城的主意呢 有意思 太有意思了 不辱不辱 就在这个时候 他怀中的电话虫响了起来 电话虫一接通 传来了战国的声音 我是战国 默克心中一动 立马猜测到了 战国通电 是为了什么了 笑道 这是要对付白胡子了 战国脸一沉 你怎么知道 他可什么也没说呢 默克瞥了一眼手中的报纸 摩根斯那鸟人 已经将艾斯被抓的消息 登上报纸了 我要是再猜不出 你们海军要干什么 那真是要蠢死了 战国文言 嘴角抽搐了一下 随即不由低骂了一声 混蛋 可惜摩根斯不在他们海军的控制范围之内 哪怕身为海军元帅的他 也无可奈何 护战国深呼一口气 才让自己平静下来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那也不废话了 三天后来 一趟海军本部 参加七五海会议 好 默克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嘴角却是不由自主地上扬 这时机真是太好了 只要处死艾斯的消息一公布 那么就是他拿下黄金城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 海军本部与世界政府 也没有精力来管了 泽泽 不得不说 黑胡子这一下干得漂亮 把即将对付他的火力 直接吸引了过去 艾尼路这事缓缓地坐了起来 再看到默克的那一瞬间 脸就黑了 沉生道 虽然本身很不想承认 但是确实输给了 实力远不如我的人 说到这里 他转头看向了默克 一脸严肃地道 我加入你的海贼团后 你真能教我那什么霸气 默克点了点头 当然 艾尼路 还会带我去见识一下 青海的强者 默克将手中的报纸递了过去 说来巧了 最近正好发生大事件了 想来 要不了多久 就会发生大战 到时候 我带你过去见识一下 艾尼路双眼一亮 输给一个实力远不如自己的人 对他的打击还是很大的 所以 他急需提升实力 还有对这个世界的正确认知 强者多吗 默克点了点头 很多 海军的最高战力全在 与我一样的七五海 世界第一大剑豪 甚至有着世界第一强者之称的白胡子 都会来 艾尼路的眼神更亮了 更是兴奋了起来 最后 他的目光落在了报纸上 火拳艾斯 默克 白胡子海贼团第二队队长 波特卡斯 D 艾斯 他和你一样 都是自然系能力者 实力估计也不差你多少 只是 你是电他是火 不过 你们十分的相似 都是将能力开发到了极高的层次 却没有觉醒武装色 身体的强度也偏弱 一句话 太依靠果实能力了 才让自由的破绽 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家伙明明拥有着极强的实力 还被生情的原因 也是你败在一个实力远不如你的人手里的原因 因为 一旦你们的果实能力对别人造不成伤害 或者说 暂时失去果实能力 你们的实力会直接损失大半 文言 艾尼路沉默了一下 不得不承认 默克一针见血 白胡子海贼团 就是你刚刚说的 有着世界第一强者的白胡子 默克 对 艾尼路沉默了 一个和他一样的自然性能力者 一个与他实力相差无几的人 仅仅只是这白胡子手中的一个队长 他又看向了默克 这么看来 他加入默克的海贼团 成为海贼团的副船长 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 于是点了点头 我愿意加入你的海贼团 说完之后又补了一句 不过 你得把那武装色交给我 哈哈 默克不由放声大笑了起来 终于拿下了这个傲气的家伙 黄金城 田中先生站在吉尔德 泰佐洛的面前 汇报道 这一次来了一些了不得的人物 吉尔德 泰佐洛一脸诧异 哦 说说 都谁来了 让你这么慎重 田中先生 爱德华 威布尔四亿八千万贝里 曾经被海军本部列入王下七五海的备选 废废王 伯恩斯 冠军岛百年来最强一任冠军 悬赏三亿两千万贝里 双刀雏娘阿塔 悬赏一亿三千万贝里 吉扎斯 巴杰斯 虽然仅仅只是悬赏两千万贝里 可他是冠军岛新任冠军 余夏的布鲁克 佩罗纳 虽然是寂寂无名之辈 却也都是恶魔果实能力者 最关键的是 他们的船长 就是新任七五海默克 吉尔德 泰佐洛听完脸色一正 眉毛一条 七五海默克 备选七五帝威布尔 最强冠军伯恩斯 倒确实有些棘手 没错 也有这三人才能入他的眼 其他人 哪怕悬赏过亿的阿塔 他都没放在眼里 更别说 只有悬赏几千万的吉扎斯 巴杰斯 布鲁克 佩罗纳了 虽然他很狂 可是他确实有这样的实力 吉尔德 泰佐洛的超人戏 金金果实 已经达到了觉醒层次 其实力 绝对是七五海这一集的 不输于多福朗明哥多少 他深思了片刻之后 转头看向田中先生 让巴卡拉过去盯着 随即又补了一句 让他们赢点 田中先生立马领悟了 一句送点钱 让这几个家伙玩高兴了 滚蛋 别让这几个家伙 输钱 万一闹僵起来 不好弄 这倒不是吉尔德 泰佐洛 而是值不值得的问题 像他们这种实力 要是在城里打起来 损失可就大了 所以 除非必要 否则不会在城中动手 除非能轻松 并且迅速地解决 何况他吉尔德 泰佐洛 最不缺的就是贝里 能用贝里解决的事 都不是事 废废王 伯恩斯 带着一群人 迅速来到了赌场 并且迅速找到了 已经在赌场的一校 立马走了过去 一校 今天我们得好好玩玩 一校 你这家伙终于来了 我的赌计 最近可是有所精进 这一次 谁输谁赢 还真不一定 哈哈 废废王 伯恩斯 不由大笑了起来 随即 转头对吉扎斯 巴杰斯 布鲁克 阿塔他们道 你们自己找地方 好好玩玩吧 我和这老友 叙叙就 布鲁克 又霍霍霍霍 我去玩轮盘转 佩罗娜 霍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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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玩水果盘 威布尔紧跟在佩罗娜身后 因为这些人之中 最需要保护的 就是他了 所以 默克离开之前 让他跟着全佩罗娜 吉扎斯 巴杰斯 与阿塔相识一眼 他们两人一个喜欢格斗 一个喜欢厨艺 对赌 他们是半点兴趣也没有 所以 选择分别跟着布鲁克 与佩罗娜了 当他们离开之后 一笑向废废王 伯恩斯 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这一次怎么带这么多人来 以往你和我一样 都是独来独往的 废废王 伯恩斯也不隐瞒 将前前后后的事说了一遍 最后苦笑道 我这也算是被你坑了 为了和你的赌约 最后把自己给输出去了 一笑 一时之间 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同时 眉头也皱了起来 因为他对海贼 没有什么好感 在他看来 海贼都是一些 肆意妄为家伙 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的家伙 默克早已经和废废王 伯恩斯通好气 所以这时废废王 伯恩斯劝道 于锦号三四 要不要加入我们海贼团 到时候 我们天天都可以赌两把 于锦号三四 一笑一挑眉 你的选择我不做评价 但是 我是不可能成为海贼的 废废王 伯恩斯 你的为人 我还能不了解 要是我加入的海贼团 是那些无恶不作的 我都不会向你开口 一笑不由笑了 难不成你想告诉我 海贼还有好的 废废王 伯恩斯 好的有没有我不知道 但是 像白胡子 红发那种 也不犯坏吧 一笑沉默了 这两个海贼团 对于自己 麾下的海岛居民 还是十分不错的 只要每年交一定的背里 便可得到他们的保护 平时也不会肆意的 欺如普通人 特别是红发 废废王 伯恩斯 立马又补了一句 我们船长 虽然是一个海贼 但是他却想建立起 一个和平的王国 所以 他需要一个心怀正义的人 成为王国的治安官 我觉得你挺合适的 而且 你要是加入了 你心中的正义 就能在这个王国执行 甚至 我们海贼团 所有控制的岛屿 你考虑一下 什么 一笑一脸震惊 反应过来之后 脸色都变了变 试探地问了一句 你们船长 不会是革命军的人吧 因为 废废王 伯恩斯的话 怎么的都像是 龙的革命军 废废王 伯恩斯 不是我们船长说了 只想保护好 他控制区域的人 而不是去推翻 世界政府 因为那会带来 更大的伤亡 更会令整个世界 都陷入混乱之中 但是有一句话 他没有说 只要拥有 绝对的实力 直接干掉世界上 所有的天龙人 他就会成为 新的造物主 统领全世界 推翻世界政府 干什么 只要他成为 新的天龙人 世界政府 都是他的 一笑 脸色却是再变 一笑心怀正义 按理来讲 龙的革命家 更适合他 可为何 最后选择了海军 很简单 因为他不想让 整个世界 都陷入战乱之中 他加入海军 想用自己的行动 来改变整个海军 从而影响 整个世界政府 不得不说 他有些被说动了 因为 此时他已经动了 加入某个势力的念头了 因为他发现 单凭他一人 就算他实力再强 也无法帮助更多的人 沸沸王 伯恩斯 见一笑没有马上回绝 双眼不由一亮 这说明 一笑在心中认真地思考了 他这算是 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立马道 我们船长 可是新任的七五海 背靠世界政府与海军 再加上他的实力 还有我们几个船员 相信要不了多久 就能建立起一方势力 要是再加上你 我们就能建立起属于我们的 万国 到时候 你的正义 便可贯彻整个 万国 一笑脸上的表情 有了微妙的变化 沸沸王 伯恩斯 我们船长还说了 与其不切实际去想拯救全世界 还不如在自己实力范围内 尽可能地保护好 自己控制的王国 让王国的子民 过上和平的日子 一笑的表情彻底变了 不过依旧没有出声 哈哈 走走 先去赌一把 沸沸王 伯恩斯明白 一笑不可能 这么快就给出答复 所以 没有急着要一个回答 拉着一笑 走向了一个比大小的赌桌 一个头顶礼貌的老人 本来背对着一笑 与沸沸王 伯恩斯 正赌得欢呢 就在沸沸王 伯恩斯 拉着一笑离开的时候 他侧过脸来 瞥了一眼沸沸王 伯恩斯与一笑 双眼之中 闪动着一样光彩 嘴角微微上扬 有意思 本来是过来玩玩的 没想到见到这么有趣的事 七五海默克 随即他的目光扫向四周 眼神之中满是惊叹 真不愧是世界第一的娱乐城 真是富丽堂皇 日进斗金 要是我们革命军能拿下这里 拥有了 这世界最大的肖金库 还怕没有资金 一想到这里 他不由兴奋了起来 看来得好好观察一下 随即向王汇报 看看能不能拿下吉尔德 太左洛 让这里为革命军所用 与此同时 两道电光从天而降 落到了这黄金城 这又是谁 田中先生 在远处正好看到这一幕 眼神之中 闪过一丝震惊 天下还有相同能力的人 这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 他立马向两人那个方向 飞奔而去 因为他是穿穿果实能力者 所以 哪怕在这个繁华的娱乐城中 也是毫无障碍 当他追踪到两人的时候 田上先生不由瞪大了双眼 一脸都不可思议 喃喃道 莫克 爱尼路暂时被他点忽视了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爱尼路转头看了他一眼 那藐视天下的神态 一下就震慑住他了 他能感觉得出来 这家伙不仅仅是表情傲视天下 实力也绝对不凡 因为只是那一眼 让他全身汗毛都竖起来了 咕噜 他不由咽了一口唾沫 心中满是惊骇 这家伙 不会也是莫克的船员吧 这要是再加上 威布尔 费费王 伯恩斯 阿塔 吉扎斯 巴杰斯他们 实力相当可观了 人数虽少 可个个都是精英啊 或许 又是一个红发海贼团 等等 他的目光再一次落在了莫克的身上 如果他记得没错的话 海军悬赏令上 虽然说是多能力者 可是其能力 今证实的 只有三个 分别是泥土 光 还有类似斩斩的能力 可刚刚那电光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 这家伙又多了一种能力 呼 田中先生 不由深吸一口气 还有 他身边这个这伙 难不成也是自然 而且还是控制 电流的自然系 难不成是 传说中被称为自然系中 破坏力最强的响雷果实 一想到这里 田中先生 头皮一阵发麻 不行 得马上向太左洛汇报 爱尼路 刚刚有人盯着我们 真的不用解决他吗 莫克摆了摆手 这里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娱乐城 怎么也得好好玩上一番 现在就开打 岂不可惜 玩 玩什么 爱尼路一脸的迷惑 莫克脸上露出了杰哥般的笑容 同时拍了拍爱尼路的肩膀 今天船长带你长长眼 包你发皇帝一般的享受 爱尼路更加的迷惑了 很快 莫克就带着爱尼路来到了一家酒馆 这家酒馆 不仅仅装修得十分的华丽 而且 门前站着几个 穿着十分清凉 风格各异的小姐姐 两位小哥 来玩不 莫克年轻又帅气 来了这个世界之后 随即实力的提升 现在有了强者特有的气势 让他身上有了更加独特的魅力 而爱尼路 本身长得也不差 特别是他那藐视一切的姿态 一看就知道是个大人物 年轻 帅气 还不差贝力 还有比这个更吸引他们的吗 所以几个小姐姐 看着两人 双眼都闪动着异彩 恨不得贴上去 好让两人感受一下 他们那肩挺又柔软的胸怀 其中一个领头的 立马赢了上来 两位小哥 玩点啥 莫克的手十分顺滑地搂在了对方的小腰上 还揉了揉 坏坏地道 你说 我们来能玩啥 别说 这腰是真细 还十分的柔软 莫克眼神下瞥了一眼 这臀也够翘 讨厌 这女人十分地会拿捏人 不仅没有躲开 反而用那柔软的地方 在莫克的手臂上蹭了蹭了 好家伙 这奶量 相当地 差了点 这个时候 莫克看到了一个女子 从里边走了出来 让她内心的想法 顿时来了的大反转 她一头淡紫色的绣发 黑色连衣裙 胸前大开 视野线深不见底 裙摆很短 刚刚好在大腿根的位置 两边还开着叉 关键是走起路来一步一遥 特别是那又挺又有弹性的X 乖乖 每走一步 都弹弹的 十分吸人眼球 再加上她那凹凸有致的身材 莫克突然觉得的 来这个世界这么久了 适当地放松一回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于是向怀中的女人问道 那是谁 女人小泉在莫克兄轻轻捶了一下 你还真是讨厌呢 搂着人家 还想着别人 不过这个女人眼力十分的好 分寸拿捏得十分的好 立马道 这位是我们这里最好的歌姬 十分有名 莫克突然有一种熟悉感 她叫什么 女人 卡丽娜 有图的兄弟 给配一张卡丽娜 最好的歌姬 卧槽 莫克想起来了 这不就是原著中那美的熟人吗 他们互称小贼猫狐狸精 你还真别说 只有取错的名字 没有取错的外号 眼前这卡丽娜 还真是一个狐狸精 与锦号三四 就塌了 与锦号三四 啊 女人一脸惊讶 随即弱弱地说道 她是歌姬只唱歌的 和我们不一样 说话间 她的眉宇带着几分羡慕 在这个人吃人的地方 能有自己选择 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 莫克却是放开了女人 走向了卡丽娜 嗯 卡丽娜是一个十分激紧的女人 立马有所感应 朝着莫克看来 在看到莫克的瞬间 先是一愣 随即双眼一亮 因为她一眼就认出来 莫克乃是新任王夏七五海 只是她的一颗心 已经变成了人民币 在她看来 莫克就是一个行走的财宝 她不仅没有因为莫克七五海的身份害怕 反而扭着小蛮腰迎了上来 这位客人 来我们这里 准备玩点什么 我可以做你的向导啊 嗯 这倒是把莫克给整不会了 两世为人 还是第一次 被一个自己看上的女人 头怀送抱 有意思啊 回神之后 立马明白这女人是什么意思了 毕竟 她和纳美一样 都是投宝达人 只怕是冲着自己身上的财宝来的 不过 她又不吃亏 怕个傻啊 立马十分自然地搂了上去 卡丽娜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 她的腰 已经在莫克的手中了 脸部由微微一红 她不露痕迹地挣扎了一下 想从莫克的手中挣脱 可是没有想到 完全挣不开 她也就顺从了 可在心中暗骂了一句 臭男人 先让你占点便宜 过会将你偷个金光 好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这时莫克 却是看到了一个一头红发的女子 朝着这边走来 她同样是一件连衣裙 不过却是长款 直到小腿 那羞身的连衣裙 将她的身材完美地展现了出来 凹凸有志 S型 说的就是这种 而且走起路来 仿佛每一步 都能勾起人的欲望 那曼妙的身姿 完美体现了 什么叫摇曳身姿 泽泽 莫克不由邪魅一笑 又来了一个大美人 随即朝着另外几个小美女人道 我这兄弟 就交给你们了 给我侍候好了 只要把他侍候好了 有赏 您放心 保证把你这位兄弟 侍候得舒舒服服的 说着 莫克怀中的女人 十分知趣地顺势离开 指挥几个美女 围向了爱尼路 爱尼路 她对女人不感兴趣 所以看着围上来的女人 有些厌烦 莫克却道 这也是修行 不能拒绝 爱尼路 女人还能用来修行 她怎么不知道 莫克安排完爱尼路 便不管她了 搂着 卡丽娜向来人走去 来人 也迎上了莫克 眉毛一条 带着几分傲然的道 这里有这里的规矩 还希望你能遵守 说完之后 目光扫了一眼 被莫克搂着的卡丽娜 她是哥基 不是陪人玩乐的 她是谁 巴卡拉 她可是泰佐洛麾下两大干部之一 地位超然 在这里 可谓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何况她和泰佐洛 有着超过伙伴的情分 所以 即使面对莫克 她也带着高高在上的那种姿态 要知道 他们可是连天龙人和世界政府 都能操纵的 一个七五海 真不算什么 要不是怕在这里弄起来 损失远大过利益 他们有何惧 则则 莫克的目光肆无忌惮地 在巴卡拉的身上 上下扫视着 巴卡拉眉头立马皱了起来 在整个娱乐城之中 还没有人敢对她如此无礼 再次重申道 希望你遵守这里的规矩 否则 这一次 她还没有说完 莫克打断了她的话 如果卡丽娜她 自己愿意呢 说话间 她的手顺着小蛮腰下 在卡丽娜那又翘又圆的批批上 轻轻拍了拍 卡丽娜整个人一僵 她怎么也没有料到 莫克这个家伙 竟然这般无耻 不行 得带她离开这里 找一个能转移注意力的地方 否则今天还不得让这个家伙 占尽了便宜 立马娇笑一声 这位大人 天夜还早 不如我们去赌场玩玩 然后再回来 找些姐妹欢乐欢乐了 莫克上手捏了捏 在卡丽娜咬牙切齿中 赞了一声 不错 Q弹Q弹的 随即对巴卡拉道 吉尔德 太左洛那家伙没有前途 不如加入我的海贼团 呵呵 这时一声 冷笑传来 莫克 卡丽娜 巴卡拉三人 齐齐看了过去 只见一个高大的男子 走了过来 他一头灰绿色头发 穿着粉色衣服和裤子 戴着紫色墨镜 最关键的是 全身金 金项链 金耳环等等 完全就是一个爆发户的气质 吉尔德 太左洛 卡丽娜不由惊呼一声 他在这里混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自然明白 吉尔德 太左洛 是何等的人物 甚至有一次 他亲眼看到 有世界政府的人 帮着这位处理掉几个 在这里闹事的大海贼 你敢信 反正他要不是亲眼相见 真不敢相信 不 即使亲眼看到了 内心深处依旧难以相信 所以 对于吉尔德 太左洛 他内心一直以来都心存畏惧的 巴卡拉的嘴角 却是微微上扬 因为在他看来 这天下就没有吉尔德 太左洛 解决不了的事 吉尔德 太左洛 缓缓走到了默克的面前 沉着脸盯着默克道 小子 我承认 你是有点实力的 也有几个不错的手下 但是 我这里不是 你能胡来的地方 说完之后 又补了一句 如果是来玩的 我举双手欢迎 可要是来闹事的 信不信只要我一个通电 就能让你设七五海之位 还有对我的船员放尊重一点 你的船员 默克文言 瞥了一眼巴卡拉 嘴角上扬 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表情 不得不说 吉尔德 太左洛 这话说的一点都没有吹牛 在他的超能力之下 还真能做到 但是 他何惧 默克眼神闪了闪 暗道 现在时机还没有到 先让你狂一狂 等 海军要处死艾斯的消息一出 我会让你的女人 跪下唱征服 一想到这里 他不由再一次 瞥了一眼巴卡拉 难怪他的身上 有着一股 令人向往的韵味 原来是人妻啊 他才不会相信 吉尔德 太左洛 与巴卡拉两人 是纯洁的船员呢 当一个男人 拥有了实力 地位 权力 与财富的时候 女色 那是永远避不开的话题 除非 不是男人 不过 他喜欢 只要是男人 哪个没有一颗曹贼之心 他也是一样 只是面上 默克却是摆了摆手 不必这么紧张 我来此仅仅只是因为 沸沸王伯恩斯 与一个老友约定了 来此赌一场 所以 我便带着其他船员 一起来你这世界最大的娱乐城 好好玩上一玩 随即话锋一转 不过 我这个人 很随性 最反感的就是 有人跟我讲什么规矩不规矩的 巴卡拉是你的女船员 我就不说了 可我身边这位 就是一个歌姬 怎么 完步的 说一句张狂的一点话 就是异国的王后 我看上了 国王也得让出寝宫 让我去快活快活 当一回一夜国王 说这话的时候 他的目光直勾勾的盯着巴卡拉 巴卡拉脸一下就黑了 不仅仅是他 吉尔德 泰佐洛也是 因为这话 怎么听都话中有话 这种事实的男人 就不能忍 哪怕仅仅只是 一个隐喻 吉尔德 泰佐洛 深深地看了一眼默克 最后就阴狠地道 好好玩 希望你们玩得开心 随即 吉尔德 泰佐洛 转身看向巴卡拉 我们走 则则 默克见此 不由怪笑两声 随后 看向怀中的卡丽娜 小可爱 刚刚你说 去哪里玩来着 此时此刻 卡丽娜才明白 今天只怕是招惹上了一个狠人 连吉尔德 泰佐洛 都吃别了 咕噜 卡丽娜咽了一口唾沫 随即紧张的手心都在冒汗 随即深吸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平静下 我是说 要不我们先去赌场玩玩 默克在卡丽娜的翘臀上拍了拍 说的有道理 我们走 不过马上画风一转 我船上还差一个秘书 你要不要加入 秘书 卡丽娜一脸的迷惑 什么时候海贼团 还有秘书了 那不都是那些公司富豪之类的人才有的吗 最重要的是 这种秘书一般都不太正经 都是那种 有事秘书干 没事干秘书的情况 一想到这里 卡丽娜也反应过来了 脸上不由浮现红云 眼神之中都带着几分羞涩 心中却有几分恼怒 当然 她是一个十分有头脑的人 此时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 决定权其实在默克看中她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不在她手上了 除非 她找到机会逃走 否则 她只能任人宰割 她握紧了拳头 大脑急转 默克却是仿佛看穿了她的心思 你也不比那巴卡拉差 可她却是这里的掌权者之一 拥有无数的财富 而你 只能利用自己的美色 来偷取一些财物 你甘心吗 说到这里 默克看着她 话锋一转 如果给你一次机会 让你也成为她 你会抓住机会吗 啪 默克重重的在她的翘臀上来了一下 一时之间 鼓浪滚滚 惊得卡丽娜 捂着后面尖叫一声 不过 马上发现 默克已经松开了她 默克看着卡丽娜 意味深长的道 好好考虑一下 说着 给她使了一个眼色 示意她带路 卡丽娜立马乖乖的给默克带路 同时 她的内心 十分的挣扎 因为她明白 默克这事 让她自己选择 巴卡拉一有不分 泰佐洛 这个家伙太过分了 就这样放过她吗 吉尔德 泰佐洛双眼一瞇 冷笑 怎么可能 敢惹我 她就必须付出代价 说着 她拨通了电话虫 我是泰佐洛 对方 我知道 这次通电 有什么事要谈 吉尔德 泰佐洛 心愿七五海默克 现在和她的船员在我这里呢 我希望你们 派人把她给处理了 新任七五海默克默克 对方显然有些惊讶 随即又立马问道 她是招惹到你了 吉尔德 泰佐洛有些不爽的道 我就问你 能不能解决 则则 对方怪笑两声 以我的权力与地位 只要背里到位 除了四皇 我都能给你干掉 只是马上话锋一转 不过不是现在 这家伙对我们还有用 等海军那边的事 解决之后 我会想办法 将她的命留下 吉尔德 泰佐洛双眼微眯 她能混到现在这个位置 不仅仅是靠她的果实 还有她敏锐的直觉 海军那边有大事发生 对方 这个不用你管 你只要知道 你的背里得到位 这家伙 就不会再是你的麻烦 吉尔德 泰佐洛 却是陷入了沉思 许久之后 双眼猛的一样 如果他没有记住的话 白胡子海贼团那个火拳艾斯 被海军抓了 那就对了 吉尔德 泰佐洛笑了起来 海军 艾斯 七五海 所有的因素加在一起 都表明一件事 那就是 海军本部 要对付白胡子海贼团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莫克必去海军本部 那这件事 倒是可行 转头对巴卡拉道 巴卡拉 走老渠道 送一一贝里过去 随即又对电话虫那边的人道 我要在接下来的大事件之后 看到莫克的人头 对方 他可是王下七五海 而且他本人和海军 也有着不错的交情 所以 少了十一贝里 还是你自己解决这个家伙吧 吉尔德 泰佐洛文言 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不过 最后还是认同了 点了点头 我会给十一给你 但是 我要的不再是莫克一个人的人头 对方也笑了 放心 事件之后 莫克连同他的船员 都会从这个世界消失 而后又补了一句 看在你给这么多贝里的份上 我想办法 让莫克 马上离开你那里 免得他给你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吉尔德 泰佐洛 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 多谢 莫克这边 在卡丽娜的带路下 很快就来到了娱乐城最大的赌场 还没有等他走进去 他怀中的电话虫响了起来 莫克眉毛一条 脸色微变 因为 这个时候有人通电 让他心中有了一些推测 果然 接通之后 电话虫那一端 立马响起了战国的声音 莫克 不是让你来海军本部吗 怎么跑到吉尔德 太左洛去了 给我马上过来 莫克瞳孔微微一缩 心中嘀咕一句 果然是这个家伙搞得鬼 不过这家伙 还真是手眼通天啊 他得到这里的心更胜了 随后一脸不在乎的道 战国元帅别这么激动嘛 你放心 在我们约定的时间内 我一定会到达海军本部的 不过 在这之前 我得在这里好好玩上一玩 这个你就别管了 战国也沉默了一下 随即语气 变得不容质疑起来 我说了 你马上过来 莫克的语气 顿时也变了 战国 你要搞清楚 我不是你的属下 海军本部我会去 但是我的事 还轮不着你来管 说完之后 直接就挂了 战国办公室 他手边的另一个电话虫 一直通着 将莫克与战国的对话 听了得一清二楚 此时另一端传来了几声怪笑 怎么样 我就说 这个莫克不受控制吧 此时另一端传来了几声怪笑 怎么样 我就说 这个莫克不受控制吧 说完之后 又补充了一句 他出海就杀了东海的最高海军将校 说明他对海军与世界政府没有敬畏之心 再加上他的天赋与实力 还有发展海贼团的速度 一旦他成长起来 必成大患 所以 还是趁着这个机会 将他一并除去吧 战国不由皱起了眉头 虽然知道这个家伙 定然是收了吉尔德 太左落的钱 可是 有一点他否认不了 要是任由莫克发展下去 必将成为海军和世界政府的大患 因为从情报中得知 莫克已经收了不少船员了 显然 有着极大的野心 不像熊 鹰眼那样独来独往 不像汉库克那样 一直待在无风地带 安心当他的女帝 不像圣平那样 心怀和平 更不像多福朗明哥那样 一心搞钱 所以 他心中也不由考虑起这个问题 你说什么 吉尔德 太左落 再一次得到了田中先生汇报 此时 双眼不由瞪的老大老大 眼神之中满是兴奋 田中先生 百兽海贼团的汉灾杰克 带着飞六跑中的润体 佩吉万达到港口了 吉尔德 太左落回神之后 立马问道 他们怎么会来 田中先生 他们应该是冲着拍卖的那颗动物系 恶魔果实来的 吉尔德 太左落 眉头皱了起来 拍卖行是多福朗明哥的 或者说是 与他合开的 每年都会有一到两次 拍卖恶魔果实 用来吸收客人 仔细想想 今年好像就是拍卖的日子 恶魔果实 无论对于哪个势力 都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 这些年来 他也拍了几颗 田中选择的超人戏 穿穿果实 还有巴卡拉的超人戏 幸运果实 都是这么来的 四皇中的两大皇 大妈和百兽 大妈独爱超人戏 凯多钟情动物戏 这些年拍卖行中上拍的恶魔果实 基本就被这两大海贼团包园了 这一次拍卖的 是一颗动物戏恶魔果实 百兽海贼团的人 能不来吗 一想到这里 吉尔德 太左落 嘴角不由微微上扬 他心中 已经有了打算 他转头对田中先生道 把我库存里的那颗动物戏恶魔果实 也送到拍卖行去 再把声势给我造起来 还有一定要让默克也知晓 田中先生与巴卡拉 彼此对视一眼 心中也是大喜 因为他们已经明白 吉尔德 太左落的打算了 这是要借刀杀人 田中先生 明白了 这就去办 他的速度很快 再加上他的能力 他的速度远比 慢悠悠的默克与卡丽娜快多了 所以 当默克 卡丽娜来到赌场的时候 就看到赌场对面的拍卖行 在卖里的宣传 今日是拍卖行一年一度的恶魔果实拍卖会 太左落大人今天心情好 所以 也拿出了一颗动物戏恶魔果实 来与大家同乐 所以 今天特意来拍恶魔果实人 你们可就幸运了 得到恶魔果实的几率大了一倍 动物戏 恶魔果实 默克一脸的诧异 卡丽娜 你有兴趣 说完又补了一句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交一千万的入场费 就能进入了 一千万的入场费 默克一脸惊讶 卡丽娜点了点头 真黑啊 默克不得不感叹一下 多福朗明哥赚钱的手段 虽然 真的很黑 可凡是有点实力 又有点财力的 哪一个不想去争一争 特别是那种 钱力已经耗尽 实力已经无法再提升的人 还有那种 迫切想短时间内提升实力的人 简直就是致命的诱惑 不过 这也太巧了吧 刚刚和吉尔德 太左落争锋相对 他反手 就又送了一个恶魔果实来 并且大肆宣扬 动静闹得他 想不注意都难 这要巧的吗 默克又不是傻子 很明显 吉尔德 太左落这行为 就是想让他注意到 这场拍卖会 可是为什么呢 想让自己拍下这两颗恶魔果实 然后 他暗中出手抬价 让他以极高的价格拍下 然后狠狠地大赚一笔 从而出口气 不至于吧 他吉尔德 太左落 可是黄金帝 一人独占整个世界 百分之二十的背力 这两颗恶魔果实 就算拍出天价 对他而言 也仅仅是九牛之一谋 那是为什么呢 默克一时之间 有些想不明白 但不管如何 默克确实来了兴趣 卡丽娜 我们进去凑凑热闹 卡丽娜一脸震惊 这可是进场就要一千万贝里 两人进去就得两千万贝里 而且还不带还的 也就是说 你没有拍任何东西 这一千万也不会还给你 默克却是不管 直接接着他 交了两千万贝里 进入了拍卖行 进入拍行后 他发现 已经有好多人进场了 而且 一个个都凶神恶煞的 一看就不好惹 最重要的是 其中一部分人 看他的眼神 变得贪婪起来 默克不由摸了摸鼻子 不得不说 战国那张悬赏令 还真是 效果斐然啊 可马上默克发现 这些人一个个神情大变 眼神之中 带着几分惊恐 默克转头 向身后看去 因为他已经感觉到 身后又有人进来了 只是之前没太在意 毕竟拍卖行进来人 太正常了 可现在这些人的神情 让他有些好奇 只是一眼 默克就愣住了 来人一共三人 为首的身材高大 体格强壮 嘴上还带有金属的鳄 头上与肩上 分别带有两根象牙状的装饰 身披毛皮大衣 还配戴有百兽海贼团 标志的腰带 左侧一人 是一个高个子 大长腿 以及极好身材的年轻女性 特别的是 头上有一对 类似于牛角的脚 还戴着浅粉红色 花形口罩 又则一人 是一个年轻男子 同样戴着口罩 只是他的口罩 是黑白相见的 这三人标志性太强了 默克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三人分别就是 百兽海贼团 汉灾杰克 润提 佩吉万 此时此刻 默克终于明白 吉尔德 泰佐洛 打的是什么主意了 这是想让他和 百兽海贼团的人 发生争执 从而动手 最后结仇 只要一结仇 哪怕这一次 他击败这三人 接下来也会面临 自杀狂人凯多 那个家伙可是疯的 不得不说 这吉尔德 泰佐洛 还真是打的一手好主意 那我倒是要看看 你送过来的 动物系恶魔果实 到底是一颗 什么恶魔果实 让你这么自信地认定 他会为此与 百兽海贼团对上 喂 别挡到 这是旱灾杰克的目光 落在了挡在 他们前面的默克身上 眼神有些不耐烦 要不是这里是 多弗朗明哥 和吉尔德 泰佐洛的地盘 早就一巴掌山飞了 敢挡在他身前的家伙了 当然 不是说怕 而是三方都有合作 多少要给点面子 这是杰克身后的论题 配吉万两人 认出了默克 眼神之中露出了惊讶之色 随即相视一眼 这家伙好伙 是新任七五海默克 新任七五海默克 杰克微微一愣 随即仔细打量起默克来 同时 他的眼神也多了几分凝重 自从海军搞出 王下七五海以来 凡是成为七五海的 哪一个 不是实力超凡之辈 所以 他也不敢小觑默克 但是 他对自己的实力 有十分的自信 小子 杰克刚要说话的时候 一个拍卖师拿着话筒 走上了高台 他身后 跟着一个人 双手捧着一个 装着恶魔果实的盒子 欢迎各位来参加 今年的恶魔果实拍卖 今天第一颗恶魔果实 是拍卖会自行准备的 动物系 黑豹果实 起拍价一亿倍里 每次加价 不能低于一千万倍里 杰克与润体 配几万三人 齐齐双眼一亮 动物系 黑豹果实 虽然不如他们所吃的原谷种 可是在普通的动物系中 算得上不错了 杰克 感价到两亿倍里 这个价一出 在场所有人为之一境 倒不是 他们出不起价了 而是忌惮杰克的实力 还有他背后的百兽海贼团 都在考虑 为了一颗恶魔果实 招惹上百兽海贼团 值不值得 默克却是撇了撇嘴 动物系 黑豹果实 在动物系中 确实已经算不错了 可依旧入不了他的眼 他更加期待的是 吉尔德 太佐洛那家伙 拿出来的那颗 所以 他并没有出嫁 还有出嫁的吗 拍卖师大声高喊了一声 在场的人 面面相去 一时之间 竟无一人开口 没错 他们是想要这颗恶魔果实 可是他们自认并没有实力 承担接下来 来自百兽海贼团的怒火 别说凯多了 就是现场的杰克 润体 配几万三人 就能横扫在场所有人 哼 这时杰克冷笑一声 同时转过头来 瞥了一眼默克 眼神之中 带着几分得色 又带着几分蔑视 因为在他看来 默克进场 自然是为了得到恶魔果实 可是却是连喊个价都不敢 垃圾 默克一脸黑人问号 这家伙脑残吧 两亿背离一次 两亿背离两次 两亿背离三次 嘣 拍卖师敲下了手中的拍卖锤 成交 随即身后的使了一个眼神 那人立马会议 捧着盒子 恭恭敬敬地送到了杰克面前 从现在开始 这是您的了 杰克满意地点了点头 接了过来 至于背离 拍卖会会自行 从他们的海贼船上去取 一切都是按老规矩 接下来 拍卖第二颗恶魔果实 这颗恶魔果实 可是泰佐洛大人送来的收藏品 所以 他绝对会让你们大吃一惊 啪啪说到这里 他拍了拍手 立马又一个人 捧着装着恶魔果实的盒子 走了上来 然后 拍卖师大声介绍到 他就是动物系 幻兽种 或痘形态恶魔果实 什么 在场所有人都不由惊呼了起来 他们刚刚进来的时候 是看到宣传了 直到今天 只知道泰佐洛也送来了一颗动物系 恶魔果实来拍卖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竟然是幻兽种 要知道 这可是比自然都稀有的存在啊 关键是 至今为止出现的幻兽种 没有一个失落的 咕噜 有人不由咽了一口唾沫 眼神之中 充满了贪婪之色 有人兴奋地站了起来 双手握成拳 要不是理智告诉他 这里是泰佐洛的地盘 他早已经动手抢了 就连旱灾杰克 润提 佩吉万三人 都变了脸色 幻兽种 那可是 比他们吃下的猿蛊种 更加稀有 更加强大的恶魔果实 哈哈 旱灾杰克放声大笑了起来 因为在他们看来 这颗幻兽种 就是他们百兽海贼团的囊中之物 卧槽 莫克都表示惊呆了 真的 霍斗那可是神话中的神兽 也是灾兽 霍斗跟啸天犬一样 也是一位大神的坐下神兽 啸天犬是二郎神的战斗神兽 而霍斗 则是火神祝容的战斗神兽 霍斗是火焰的象征 通体发黑 嘴里能吐出熊熊烈焰 一旦出现 就会带来大火 同时 他又以火焰为食 平时就躲在祝容身后 尽情吞噬火焰 以填饱肚子 好吧 莫克心动了 毕竟这一颗恶魔果实 相当于一颗动物系 加一颗自然系的烧烧果实 绝对牛逼 关键是 这颗恶魔果实 十分适合格斗冠冠吉扎斯 巴杰斯 有了他 吉扎斯 巴杰斯的实力 绝对会提升一大截 达到七五海一截 到时候 他海贼团的实力 又会强上一分 震惊过后 心中嘀咕了一句 太佐洛那家伙 真不愧是海贼世界里的首富啊 出手就是幻兽种 这时 拍卖师剑气氛已经差不多了 立马高喊道 这颗幻兽种气拍架五亿贝里 加价不得少于五千万贝里 崩 他猛的一敲锤 拍卖开始 杰克直接站了起来 五亿五千万贝里 出完架之后 杰克环视四周 眼神中的杀鸡 毫不掩饰 本来已经蠢蠢欲动的人 全都掩气息骨了 拍卖师眉头微微一皱 杰克这一举动 有点坏规矩了 你出架之后 别人畏惧你不出 拍卖会也没话说 可是站起来威胁众人 就不对了六亿 莫克果断出架了 刷 所有人都齐齐看向了 报价人的位置 当看到是莫克的时候 又齐齐一愣 特别是杰克 之前在他看来 莫克就是一个垃圾 要不然 第一颗恶魔果实的时候 就应该和他抢了 所以 莫克这突然的报价 真是让他有些始料未及 随即双眼眯了起来 杀意那是丝毫不掩饰的 佩吉万这时也站了起来 十分嚣张地盯着莫克 你真让和我们百兽海贼团为敌 莫克文言 嘴角上扬 带着几分嘲讽 这里是拍卖行 价高者得 你们要是没背离 那就出去 别在这里瞎逼逼 喂 小子你知道在说什么吗 脾气暴躁的润体 双眼一瞪 大有一言不合 就要干价的意思 莫克却是看向了拍卖师 难不成你们 这个拍卖行 不是价高者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倒是可以省下一笔背离 说完之后 莫克也站了起来 莫克身边的卡丽娜瑟瑟发抖 他真是怕了 眼前这些都是什么人物啊 找死 佩吉万怒火冲天 就要动手 却被杰克拦了下来 别激动 这里是拍卖行 那按拍卖行的规矩 价高者得 那就价高者得 随即便坐了回去 润体 佩吉万两人相视一眼 带着几分不解的看向杰克 杰克 有人替我们出背离 我们应该高兴才是 润体 佩吉万两人文言 微微一愣 随即不由笑了起来 是了 即使被这个家伙拍了去 出了拍卖行 他们可以再抢回来 白白省下了五亿五千万背离 大好事啊 莫克却是 对着拍卖师再次道 我想 没有要比我出的价更高了 这颗恶魔果实 是不是应该给我了 拍卖师文言 深吸一口气 六亿背离一次 六亿背离两次 六亿背离三次 崩 拍卖师敲下了手中的拍卖锤 成交 之后 又出声提醒了一句 您是第一次来这里拍卖 所以请在一天内 将背离交到这里 否则后果自负 莫克轻笑一声 放心 这点钱算个什么 现在就给你说着 莫克从卡丽娜身上 摘下一个精致的一个手势 果实能力者 瞬间他就成为了 精精果实能力者 黄金操纵 只见莫克手向前一伸 而后在众人惊骇的表情之中 四周的精元素 全都吸了过来 空气中的 地面的 地面下的 还有拍卖行的精致物品 众人身上的精致饰品 全都化为了精元素 向莫克手中汇聚 很快 一个金球出现 而且 金球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增 而莫克这招的范围 足足有千米 此时千米之内 出现了诡异的奇景 所有的黄金 全都化为了金沙 汇聚在一起 形成一片金云像拍卖行而去 太左落 众人的脸上露出了怒色 可是却又敢怒不敢言 相比于黄金 他们自己的性命更重要 很显然 他们都误会了 要知道 这里要是世界最繁华的娱乐城 这里又是娱乐城中最繁华的地段 可以说 整个娱乐城最有钱的人 都汇聚在这里 黄金能少吗 很快一个足足有桌面大小的黄金球体 呈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在众人震惊无比的眼神之中 莫克咧嘴轻笑 冲着拍卖师道 这个应该够了 啊这拍卖师都惊呆了 这简直就是再抢别人的背 来付账啊 这操纵 真是太太嚣张了 按理来讲 给个屁啊 直接动手抓人 真当他们是尼捏的呢 但是 他瞥了一眼 一边的汉灾捷克 润提 佩吉 太左洛可是发话了 这颗恶魔果实 拍多少不重要 重要的是 要让默克与捷克 润提 佩吉万打起来 于是 他挥了挥手 他身后捧着恶魔果实的人 立马将恶魔果实 就送到了默克的手里 默克接过之后 展颜轻笑一声 最后冲着汉灾捷克 润提 佩吉万三人道 多谢相让 说完 便抱起已经腿软的卡丽娜 向外走去 汉灾捷克 润提 佩吉万三人相视一眼 眼神之中满是震惊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家伙 竟然还能操纵黄金 那不是太左洛的能力吗 泽泽 随即起身跟了上去 并且齐齐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 汉灾捷克 更是对润提 佩吉万两道 下手的时候 有点分寸 可千万别搞死了 润提 佩吉万两人点了点头 眼神之中满是兴奋 就凭刚刚那个能力 把他抓回去之后 百兽海贼团 从此就不会缺背力 他们在打什么主意 在场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默克将卡丽娜 送到了对面的赌场门口 随即后 转头看向汉灾捷克 润提 佩吉万三人 霸王色 一股恐怖的力量 从他的身上爆发 并向四周席卷去 街道上的人 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毫无征兆 而有些实力的人 一个个惊恐地转头 看向默克 所在的位置 赌场之中的 威布尔 布鲁克 佩罗娜 吉扎斯 巴杰斯 废废王 伯恩斯 阿塔奇奇 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一笑 也眉毛一挑 随即意味深长的道 看来 这里要大闹一场了 废废王 伯恩斯站了起来 我出去看看 或许是船长来了 哦 那我也去见识一下 一笑跟着站了起来 威布尔 布鲁克 佩罗娜 吉扎斯 巴杰斯 阿塔 也迅速冲到了赌场的门口 正好看到 默克与汉灾杰克 润提 佩吉万三人对峙 默克 将手中的恶魔果实 扔给了吉扎斯 巴杰斯 刚刚从拍卖行 给你拍来的 动物系 幻兽种 或斗形态果实 既有动物系 提升自身各方面的能力 又能拥有控制火焰的能力 十分适合你 吉扎斯 巴杰斯 双眼一下就亮了 动物系 幻兽种 或斗形态 废废王 伯恩斯 布鲁克 佩罗娜 阿塔 奇奇 惊呼一声 随即 彼此相视一眼 按道 这种级别的恶魔果实 也能在拍卖行拍到 他们是不怎么敢相信 要不是 这是他们船长说的话 要不是恶魔果实 就在 已经给到吉扎斯 巴杰斯手里 他们绝对能笑出声来 拍卖行里 能拍到动物系幻兽种 还有比这个更好笑的笑话吗 而这个时候 默克又补了一句 这可是我花了六亿贝里拍来的 所以吃完之后 赶紧把实力给我提上去 六亿贝里 吉扎斯 巴杰斯 也不由惊呼了起来 拿着恶魔果实的手 都不由颤抖了起来 好吧 此时此刻 他对这个海贼团 有了归属感 对默克这个船长 也充满感激 不仅仅是他 其他人也感同身受 对这个海贼团 归属感大涨 而对面的汉灾杰克 润提 佩吉万三人则是急了 杰克 润提 佩吉万 把恶魔果实丢抢过来 润提 佩吉万两人齐声道 是 随即两人直接动手 只见他们 双腿一个发力 直接冲向了 手拿恶魔果实的 吉扎斯 巴杰斯 废废王 博恩斯 却是变了脸色 惊呼一声 百兽海贼团飞的 汉灾杰克 润提 佩吉万 百兽海贼团 吉扎斯 巴杰斯 布鲁克 佩罗娜 阿塔七七 皱起了眉头 他们来到新世界后 默克可是给他们 饿补过 关于四皇海贼团的人物信息 其中就有这三人 吉扎斯 巴杰斯反应过来之后 果断将手中的 恶魔果实吞了下去 因为在他看来 恶魔果实这种东西 只有吃下肚 才是最安全的 你敢 冲过来的润提 佩吉万两人 瞬间进入了兽人形态 瞬间他的速度暴涨 废废王 博恩斯 与阿塔相识一眼 随即两人飞尸而出 挡在了吉扎斯 巴杰斯面前 润头枪 这是润提的招牌招式 只见他使用头锤 缠绕武装色霸气 向挡在面前的 废废王 博恩斯撞去 废废王 博恩斯丝毫不拒 摆出一个挥拳的姿态 愚人空手道 娇瓦正拳 这是愚人空手道中 利用浑身的力量 使出的强力正拳 头与拳 狠狠地轰在了一起 随后 废废王 博恩斯连退了两步 而润提 则是在空中 飞出三四米 才落回了地面 而另一边 佩吉万一拳轰向了阿塔 站在那里丝毫未动 仿佛这一拳 轰向的不是他一般 佩吉万眼中满视不解 不过他并没有停下攻击 因为他的拳头 离对方已经寂静了 这个时候 对方无论是躲避 还是防御 甚至是反击 都已经来不及了 果然 下一秒 他的拳头就轰在了 对方的身上 可这一拳打实之后 佩吉万的脸色不由狂变 因为打实之后 他的拳头 仿佛打在了十分柔滑的东西上 丝毫都不着力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拳头 从一侧划去 丝毫没有伤到对方 不好 身为百兽海贼团中的干部 经历过无数场战斗 所以 直觉与经验都告诉他 危险 可是一切都已经晚了 阿塔早已经算到了一切 手中双刀出鞘 二刀流 二字狼突 只见他把双刀举起 摆出一个二字 再佩吉万的拳头 从他身上划过 整个人要与他擦肩而过的时候 瞬间出刀 扑吃 佩吉万瞬间中刀 整个人都被斩飞了出去 要知道 阿塔的二刀之上 可是缠绕着武装色的 措手不及之下 佩吉万根本就没来得及 做出武装色缠绕防御 胸前被斩出二字形的伤口 鲜血狂飙而出 佩吉万 护地狂魔润体 瞬间就急了 一脸心痛加担忧 高呼一声后 一个飞身 接下了佩吉万 不过与此同时 杰克此时 也已经跃到了空中 他绝对不允许 这颗患兽种 被人吃掉 肩上象牙里的两把下身直刀状 上身镰刀状的武器 已经被他取下 拿在手中 向吉扎斯 巴杰斯斩去 企图阻止吉扎斯 巴杰斯 吃下恶魔果实 佩罗娜 霍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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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博尔砍他 搜 威博尔吸了一下鼻涕 随即手中大刀横向挥出 目标正是空中的汗灾杰克 当 这两个家伙 都是属于力量型的 所以 两人的攻击 可以看作是纯力量的碰撞 威博尔身体颤了颤 脚下的地面 直接均裂了开来 可见这一击 力量有多么的强悍 在空中的汗灾杰克 则是被震退了 落回了地面 而这个时候 吉扎斯 巴杰斯 已经将奈克 换兽种吃了下去 混蛋 汗灾杰克 不由骂了一声 润提更是大怒 这世界上 谁也不能伤害他弟弟 目光死死地盯着阿塔 仿佛要将阿塔碎尸万段 佩吉万却是拉住了他 此时此刻 他不得不重新审视 眼前的这伙人 不仅仅是他 汗灾杰克也是一样 先是恶狠狠地瞪了一下 吃下患兽种的吉扎斯 巴杰斯 之后 目光击在了一刀 将他击退的威博尔身上 眼神之中 闪过一丝忌惮 刚刚那一击 他发现在力量下 竟然还输给对方一线 要知道 他向来都是以力量压制取胜的 最后 他看向了默克 此时此刻 他才不得不正视默克 连麾下的船长 都拥有这样的实力 身为船长的默克 实力又怎么可能会差 不 只会更强 现在这个局面 可以说对他与润体 佩吉万十分的不利 毕竟 他这边润体 佩吉万两人 对方同样只是两人 就轻松挡下了 甚至还轻松伤了一人 他这边 也同样被默克的一个船员挡下 也就是说 对方指出三人 就能与他们抗衡 可对方不仅仅只有三人 甚至是最强的船长默克 都不曾动手 正常情况下 选择撤退 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要是他是谁 汉灾杰克 只见他再一次挥动手中的武器 冲了上去 不过这一次 他的目标 直接就是默克 默克脸皮 不由抽出了一下 按道 真不愧是靠船果实能力者 真是勇啊 默克脸皮 不由抽出了一下 按道 真不愧是靠船果实能力者 真勇啊 随即手中三代鬼侧 瞬间出窍 迎着汉灾杰克的拳头 挥了出去 当 汉灾杰克缠绕着 武装色的拳头 与默克手中的三代鬼侧 狠狠地站在了一起 恐怖的力量 在彼此之间 不断地碰撞着 形成一股强大的气静 向四周席卷去 吹得两人身上的衣服 刷刷直响 街道上那些实力弱的普通人 甚至都有些站不稳了 可见 两人这一次对轰 达到了什么层次 你的力量 还不如你的手下呢 泽泽 不过杰克却是一脸轻面 因为他发现 这一拳之下 默克的力量 远不如纳威布尔 也不如他这步 在他这一拳之下 默克手中的三代鬼侧 再逐渐被他压了回去 默克嘴角却是微微上扬 力量只是自身实力的一部分 而不是全部 噼里啪啦 话声一落 他身上迸发出强烈的电光 随即电流顺着手臂 缠绕在了三代鬼侧之上 最后传到了汉灾杰克身上 即便汉灾杰克的身体再强悍 在恐怖的电流下 也无法承受 陷入了短暂的麻痹之中 就是现在 一刀流 修罗斩 鬼器从默克的身上奔涌而出 最后缠绕在三代鬼侧刀身之上 与三代鬼侧本身的鬼器融合为了一体 三代鬼侧瞬间出现了鬼器形成的紫色刀锋 随后默克大喝一声 全身的力量直接爆发 强势破开了汉灾杰克的拳头 三代鬼侧狠狠地斩在了汉灾杰克的胸口 扑吃 汉灾杰克的胸口被斩出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 鲜血狂飙而出 踏踏 一击被重创的汉灾杰克连退了好几步 才稳住了身形 胸口的刺痛让汉灾杰克难以置信 要知道 他的偶像就凯多 他一直以来所追求的 就是如同凯多一般 可以无视一切攻击的强悍身体 所以 他在锤炼身上花了不少的精力与时间 效果也是显著的 他的身体 就是放在整个新世界 那都是排的得上好的 能将他一击重创的 真没几个 而眼前这个家伙半倒了 再一次看向默克的时候 他的眼神 已经彻底变了 再也没有之前的蔑视 有的只有无比的忌惮 远处吉尔德 泰佐洛 田中先生 巴卡拉站在高处 俯瞰着事态的发生 吉尔德 泰佐洛 在看到默克手下 轻松挡下汉灾杰克 润提 佩吉万三人的时候 他的脸色 已经难看到了几点 田中先生 巴卡拉两人 也是一脸的凝重 他们俩的能力特殊 自认对付润提 佩吉万两人 不在话下 可是对上捷克 只有泰佐洛才行 再看看眼前这个局势 他们心中挖凉挖凉的 此时 他们万分庆幸之前的选择 没有和默克彻底翻脸 否则真不好收场 沉默许久 吉尔德 泰佐洛才开口道 真没有想到 默克一伙 竟然有如此的实力 只怕除了某一个四皇海贼团 全员到齐 否则 无人可敌了 此时此刻 吉尔德 泰佐洛 也认可了默克一伙的实力了 田中先生一脸担忧 我们之前和他们弄得 十分不愉快 之后 万一他们还要和我们过不去 要怎么收场 巴卡拉文言 却是不由效了 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贝里搞不定的人 如果有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贝里还不够多 吉尔德 泰佐洛点了点头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贝里的家伙 只会一事无成 只有被支配的分 而只要你的贝里够多 那你就能支配全世界 哪怕是那高高在上的天龙人 都要看你的脸色 何况一个默克 而他吉尔德 泰佐洛 拥有全世界百分之二十的贝里 还有什么人是他不能支配的 他转头看向巴卡拉 这局旱灾 捷克 润提 配几万三人 败局已定 我们得给默克一伙赔个礼 他默克不是喜欢恶魔果实吗 那就再送一颗恶魔果实去 是巴卡拉并没有提出异议 因为吉尔德 泰佐洛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默克与百兽海贼团这个仇 已经结下了 巴卡拉立马去准备了 吉尔德 泰佐洛又对田中选择 你去联系代马海贼团 就跟他们说 我要默克的人头 条件随他提 田中先生 这就去办 吩咐一切 吉尔德 泰佐洛 此时嘴角微微上扬 海军本部 新世界两个局 我看你怎么活 得罪我吉尔德 泰佐洛 无论你是谁 只有死路一条 与此同时 默克一击重创了旱灾捷克 正要乘胜追击 吉扎斯 巴杰斯 却是站了出来 一脸的兴奋 船长 让我试试这颗恶魔果实的实力 化身一落 吉扎斯 巴杰斯 立马进入了受人形态 同时他手一抬 火焰立马覆盖住整个拳头 见此 默克双眼不由一亮 笑道 好 我也很好奇 这颗恶魔果实的威力 混蛋 汉灾捷克对这种临阵换人 而且还换一个实力差的 行为 十分的恼火 因为 在他看来 这是对他的羞辱 只见他双腿微曲 随即一个发力 整个人再一次冲了出去 目标依旧还是默克 果然 汉灾捷克 就是汉灾捷克 一个自有 不过想想也是 这个家伙援助中 面对鹤 战国 一笑 都敢靠过去 现在他算是明白了 这家伙就是属于不打扶他 死不退缩的类型 火拳 吉扎斯 巴杰斯 对准重来的汉灾捷克 就是一拳 他手上的火焰狂勇 化为了一只 巨大无比的火焰拳头 轰向了汉灾捷克 汉灾捷克脸色大变 因为这个招式 他太熟悉了 毕竟 在凯多的带领下 和白胡子海贼团 干过不知道多少次了 所以 与火拳艾斯也战斗过 万万没有想到 这颗幻兽中 竟然还有 匹敌火拳艾斯的威力 这让他大为震惊 不过他的反应也很快 还在冲击中的他 直接就将武器缠绕上武装色 然后 挡在了身前 轰隆隆 汉灾捷克 直接被火焰所吞噬 当一切回归平静的时候 汉灾捷克站在那里 身上冒着烟 TUE 汉灾捷克 朝着一边吐了一口唾沫 而后扭了扭头 最后有些癫狂地笑了起来 哈哈 随着笑声 整个人已经化为了一只 巨大无比的长毛象 长笔一甩 直接就冲着吉扎斯 巴结斯去了 威哈哈哈哈 吉扎斯 巴结斯也不由放声大笑了起来 最后一拳轰出 带着滔天的火焰 赢了捷克的橡笔 在力量上 到底还是吉扎斯 巴结斯弱上一线 整个人连退了七八步 才停了下来 不过 倒也正常 他才刚刚吃下恶魔果实 虽然力量方面 确实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可是提升的有限 等他将这颗恶魔果实 开发到下一个层次的时候 他的力量 会直接来一次飞跃 严豹 吉扎斯 巴结斯 在这一次硬碰硬的对碰中 也已经明白了这一点 所以 十分明智的选择 用恶魔果实能力来战斗 只见他双腿微曲 而后一个发力 整个人冲天而起来 最后一拳狠狠的轰向了 地面 火焰立马在他拳头上炸开 形成一个火圈 向四周洗脚去 卧槽 兴奋过头了吧 费费王 伯恩斯 布鲁克 佩罗娜 阿塔 还有一笑 直接退走 因为他们可不想被波及 毕竟 这是一招大范围的攻击 而这种大范围攻击 通常都是敌我不分的 润体 佩吉万也是一样 他们此事已经十分明白了 现在的局势 对他们极为的不利 哪怕再加上他们两人 也远远不是默克一伙的对手 两人相视一眼 心中已经有了决断 借着这个躲避火圈的时机 直接急速离开 他们可不想陪着汉灾杰克 在这里疯 嗯 默克要是站在那里未动 自然看到了润体 佩吉万两人 随即化作了一道电流 急速追了上去 汉灾杰克这边 他是一点也不担心 虽然刚刚吃下恶魔果实的吉扎斯 巴杰斯 估计还不是其对手 但是还有威布尔 费费王 伯恩斯 布鲁克 佩罗娜 阿塔娜 弄一个汉灾杰克 绰绰有余 苏 默克追上了两人 现身挡在了润体 佩吉万两人面前 他的目光落在了佩吉万背上的背包上 因为 那里放着那颗动物系 黑豹果实 他突然想到 这颗恶魔果实 给威布尔倒是不错 就算不开发 单凭着吃下后 对自身的提升 也能让威布尔的实力强上一层 佩吉万自然注意到了默克的目光 心中不由一己 润体的脸色也不由狂辩 更是在心中吐槽了一句 之前 他们还想着 抢对方的恶魔果实 现在倒好 直接反过被抢了 同时 一个闪身挡在了佩吉万的面前 默克的目光 自然也落在了润体的身上 还别说 大X西腰大长腿 这也是一个身材火辣的妹子 脸虽然蒙着 可是一双大眼 忽闪忽闪的 一看就知道 相貌差不了 因此 默克突然对润体的真容来了兴趣 润体见默克的注意力 在他身上之前 转头对佩吉万道 我来拖住他 你快走 要走一起走 佩吉万一脸坚定 他们姐弟两人 从小相依为命 感情深厚 怎么可能 独自离开 润体文言 眼神一凝 力声道 那就拼死一战 润头枪 润体立马进入了人兽形态 只见他使用头锤 缠绕武装色霸气 向默克撞去 这一招的威力堪比超大口径的火炮 能把常人的头盖骨壮裂 能将地板彻底砸穿 将周围的人吹飞 人兽形态下的润头枪 威力更强 援助中 他用此招 曾把纳美和乌索普 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但是 默克可不是纳美 更不是乌索普 抬手武装色缠绕在手上 然后直接抓住了润体撞过来的头 嗯 润体直接就尴尬住了 因为他发现 他的头被默克稳稳地抓在手里 他的攻击就如同笑话一般 对默克一点伤害也没有 不仅仅如此 他现在无论怎么挣扎 都挣不开默克的手 解佩吉万不由大惊 直接化为了迅猛龙 随后尾巴一甩 抽向了默克 企图救下润体 默克却是提着润体 往那边一挡 嘣 佩吉万的尾巴 狠狠地抽在了润体的背上 毫无准备下的润体 直接被抽的鲜血 从嘴角流了下来 虽然受了不轻的伤 润体 佩吉万惊呼一声 他万万没有想到 默克会用润体的身体 来挡他的攻击 他一时之间 陷入了两难之境 不攻 那就无法救下润体 攻 万一默克在用润体的身体 来挡他的攻击 怎么办 嘖嘖 看着静在眼前的润体 默克带着几分好奇 我心中有一个疑问 你们姐弟为何要蒙面 难不成是长得太丑 果然 女人是听不的 有人说她丑的 被提着的润体 挣扎着回对了一句 你才丑 默克完威地笑了起来 是吗 那我来瞅瞅 说着另一只手 伸向了润体脸上的面罩 与锦号三四 不要与锦号三四 润体大惊失色 就连佩吉腕 也是一脸着急 嗯 润体与佩吉腕的反应 让他有些不解 不就是一个面罩吗 摘了就摘了 难不成 真的丑到没法看 不要不要 我求你了 当默克的手 接触到润体脸上的面罩时 润体竟然整个人软了下去 甚至哭了出来 默克一时之间 有些摸不着头脑 多大点事 刚刚被打背情货 都没有这个样子 真是难以理解 你这样 有点过了吧 搞得好像 我那傻你一样 佩吉腕在一边 已经取下了背上的背包 对默克道 只要你不摘下润体的面罩 这颗恶魔果实 现在就可以给你 这默克更加的无法理解了 这恶魔果实一交 哪怕他们 是飞六跑 也很难向凯多交代吧 最关键的是 不就是一个面罩 怎么搞得比命 都重要好吧 默克的好奇 已经完全被激了起来 今天不看看她的真容 只怕今晚都睡不着 于是果断 将面罩撕了下来 卧槽 只是一眼 默克被惊呆了 怎么说呢 润体的长相 与她的性格 完全就是两个极端 确切的来讲 她就是一个童颜JR 换个说法 就是一个奶胸奶胸的罗里 不过和佩罗娜 不是一个风格的 佩罗娜 是那呆呆的小公主类型 润体则是带着这点奶气 很可爱很可爱的那种 但是这不是关键 因为在她的左脸上 有一个纹身 虽然海贼身上 有两个纹身 再正常不过了 可是这个纹身不一样 因为这个纹身 在这个世界 就是一个禁忌 天龙蹄印 它代表着 天龙人的无上权势 与奴隶的卑微与屈辱 没有一个人 会闻这个东西 而且 凡是身上有天龙蹄印 都是天龙人的私产 无论你在哪里 都会被抓回来 甚至会直接出动海军最高战力 所以 身上有天龙蹄印的人 都会将她隐藏起来 一是怕被海军大将追捕 二是不想面对屈辱的过去 或者说 她是所有天龙人奴隶内心 最过不去的一道坎 因为 只要她还在身上 那么永远都是天龙人的奴隶 一旦暴露 就是身为四皇之一的凯多 只怕都保不住他们 默克将润体放了下来 随即目光看向了佩吉万 带着几分审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你的脸上也有吧 佩吉万仿佛已经认命 主动将面罩取了下来 露出了真容 这家伙长得还算不错 可是 脸上的天龙蹄印破坏了一切 默克却是沉默了 对于润体 佩吉万两人 突然有些同情 那些天龙人 怎么对奴隶的 援助中也能看出一二 本来是想解决他们的 现在 给你们两个选择 一 加入我的海贼团 我替你们除去这天龙蹄印 二 死在我的刀下 当然 他可不是圣母 救下他们 还有其他的目的 一 这两个家伙 实力也算不错 而且 一个二十二岁 一个二十岁 还年轻 而年轻就意味着 还有潜力 认真说起来 他们两人也算是天才 收了他们 也算拥有两个小有实力 并且还有潜力的船员 二 算算时间 同样拥有天龙蹄印的汉库克 现在应该二十八 二十九的样子 他是十二岁 被抓去当天龙人的奴隶的 十六岁被愚人首领救出 那么 距离现在也就是十二三年 论体 佩吉万两人那时 不是七岁和九岁 那就是八岁 十岁 所以 这两人极有可能和汉库克一样 都是十二三年前被救的 那么他们彼此之间 或许是认识的 用这个作为桥梁 应该能获取汉库克的初步信任 再用给他除去天龙蹄印来刷好感 直接把拿下他的几率提升到了最高 即便拿不下他 当七五海解除 海军来袭 他再也不能待在女儿国的时候 会选择来他这里 三 眼前这个奶罗利润体 和佩罗娜正好组成罗利组合 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 嘖嘖 一举三得 什么 润体 佩吉万两人不由惊呼了起来 看默克的眼神也已经变了 不再是之前的恐惧与祈求 有的 只有震惊与期许 他们为何加入百兽海贼团 一是 因为凯多足够强 而他们崇拜强者 二是 因为一旦他们的身份暴露 以凯多的性格与实力 或许会保住他们 但是 如果能除去天龙蹄印 那么他们就会重获新生 彻底与那段痛苦的回忆说再见 这是他们平日里做梦都不敢想的 因为天龙蹄印是无法去除的 即便有人有这个能力 也没有人敢替他们除去 因为一旦被发现 后果太严重了 这 真的能除去吗 这个时候润体 仿佛已经忘却了恐惧 一脸激动 默克点了点头 这天龙蹄印 应该是用落铁落上去 然后再用纹身颜料上色的吧 所以 严格来讲 这是一种伤 而只要是伤 我都能让他恢复如初 真的 得到明确的回答 润体 佩吉万两人 双眼都亮了起来 随即两人相视一眼 彼此之间的默契 立马就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了答案 于是齐齐点了点头 润体 佩吉万 见过船长 哈哈 默克不由笑了起来 随即与圣剑上的诡异力量 融合为一体的诡气 从默克的身上涌现 最后汇聚到了默克的手上 随即默克将手伸向了润体 润体下意识地向后躲了一下 毕竟刚刚默克那强势的手段 可是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强势 霸道 还有恐怖的实力 默克 别动 我现在就给你除去这天龙提应 润体立马站在了那里 任由默克手放在了自己的脸上 随即就感觉到 默克的手在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 默克手上传来的一股神奇的力量 让他的脸感觉痒痒的 还有默克手的触感 让他的心里也痒痒的 他下意识地看向了默克 他是那般的帅气又威武 强势 霸道 恐怖的实力 在此刻也变成了闪光亮 脸一下就红了起来 而随着默克的抚摸 润体脸上的天龙提应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淡 这一幕 自然也落在了佩吉万的眼中 这令他兴奋至极 因为默克真的能为他们除去天龙提应 太好了 最后 他甚至看到 默克将天龙提应上的色泽 都吸掉了 润体的皮肤 变得和其他地方一样的 光滑又白净 所以 佩吉万迫不及待地 将脸凑了过去 默克 啪 随即默克一个巴掌印了上去 佩吉万的脸上 立马多出了一个巴掌印 同时 他的天龙提应 立马就浅了一些 佩吉万一脸委屈 船长 默克不由翻了一个白眼 难不成 你想我像替你姐姐治疗一样 给你揉个半天脸 佩吉万 他脑中浮现了那个画面 浑身一僵 因为那个画面太美 算了 还是多挨两个巴掌吧 多大点事 润体看佩吉万的反应就明白 自己脸上的天龙提应 真的被除去了 不由用手摸了摸 兴奋的小脸都红红的 再一次看默克的时候 眼神中充满了感激 同时 眼神中还带着点异样的情感 因为 此时他既然有些失落 要是船长的手 能多揉一会就好了 那种温柔 是他从来没有体会过的 船长 这是那颗恶魔果实 佩吉万立马将放着恶魔果实的背包 送到了默克手里 默克接了过来 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 又一颗恶魔果实到手 真是不错 轰隆隆 就在这个时候 拍卖行的位置 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声 一下就吸引了默克与润体 佩吉万的注意力 三人齐刷刷地看了过去 只见那里雷电肆虐 润体 佩吉万两人不由瞪大了双眼 因为那雷霆的威力 即便是远离的他们 都能感受到 威慑力十足 可见手当其冲的人 会是一个什么下场 哈哈 默克却是笑了起来 因为这一看 就是艾尼璐的手笔 暗笑不已 这家伙是不是被坏了好事 才发这么大的火 随即转头对润体 佩吉万两人 走 带你们见一见 我们海贼团的副船长 润体 佩吉万两人不由对视眼 眼神之中满是震惊 如果他们没有看错的话 这应该是传说中 自然系中破坏力最大的响雷果实 也就是说 他们海贼团 有一个等同大将的船副长 之前能力敌杰克的威布尔 轻松挡下他们的沸沸王 伯恩斯 阿塔 再加上刚刚吃下 幻兽种实力大掌的吉扎斯 巴杰斯 还有两个还没有展露过实力的布鲁克 佩罗纳 这阵容 单从高端战力来上讲 已经不输给任何一个四皇海贼团了 要是 他们的船长 也已经是四皇一级的强者 那么 新世界 或许会又多出一位海贼皇帝 这家伙又是谁 难不成就是田中口中 和默克一起来的那个家伙 远处的吉尔德 太佐洛一直在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万万没有想到 吉扎斯 巴杰斯 和汉灾杰克 正打得激烈呢 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家伙 咕噜 吉尔德 太佐洛不由咽了一口唾沫 因为这个恶魔果实 简直就是专门克制他的 他是黄金 对方是雷霆 闪得他都没触跑 分分钟秒了他 不行 这个家伙和默克一样 也要死 否则他寝食难安 不仅仅是他 费费王 伯恩斯 吉扎斯 巴杰斯 布鲁克 佩罗娜 阿塔 甚至是一笑 有一个算一个 琪琪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特别是吉扎斯 巴杰斯 因为此时 这人就站在他的面前 刚刚这个家伙出现的时候 那手挫雷霆的姿态 差一点把他给下 尿 他转头看了看 已经倒在地上 浑身抽搐的汗灾杰克 嘴角不由抽搐了一下 因为他十分明白 即便他吃下了患兽种 他的实力与汗灾杰克相比 还是差上一线 毕竟 才刚刚吃下恶魔果实 虽然刚刚他与汗灾杰克 打得有来有回 可是时间一战 败的只会是他 可怜汗灾杰克都栽了 这要是换成他癌这一下 那结果 只会更惨 所以 他对这个突然出现的家伙 十分的忌惮 全神戒备着 这时 艾尼璐却是转头 看着吉扎斯 巴杰斯 眼神之中带着几分好奇 因为他刚刚可是看得很清楚 又是一个火焰 果然 默克说的没有错 在这青海之上 确实有着许多 神的存在 随即他的目光 向一边扫去 费费王 伯恩斯 布鲁克 佩罗娜 阿塔 一笑 当目光落在一笑的身上时 瞳孔猛的一缩 以他的剑纹色 自然能感觉出 这个家伙的实力十分的恐怖 等等 好像混入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他的目光迅速扫了回去 最后落在了布鲁克的身上 先是一愣 随即双眼 都快要瞪出来了 活着的骷髅 爱尼路 你这么快就完事了 这时 默克带着润体 佩吉万两人走了回来 吉扎斯 巴杰斯 先是扫了一眼润体 佩吉万两人 随后问道 船长他是 默克 正式介绍一下 他是爱尼路 自然系 响雷果实能力者 也是我们海贼团的副船长 说完之后 又马上补了一句 还有我身后的润体 佩吉万两人 也正式成为了我们的伙伴 你们都彼此认识一下 自然系 响雷果实能力者 副船长 这两家伙 也加入我们海贼团了 费费王 伯恩斯 吉扎斯 巴杰斯 布鲁克 佩罗娜 阿塔几人 那是一个比一个震惊 但是 马上笑得一个比一个欢 因为这代表 他们海贼团的实力 再一次提升了一大截 而这时 默克的目光落在了 一笑的身上 一笑先生 很高兴能在这里见到你 一笑只是点了点头 甚至带着一些排斥 默克眉毛微微一条 明白此时 费费王 伯恩 还没有搞定他 所以也不强求 点到为止 免得 起到反作用 同时 他向费费王 伯恩斯 使了一个眼色 费费王 伯恩斯 做了一个手势 表示明白 会继续拉拢 卡琳娜这时 已经彻底明白 默克海贼团的实力了 心中 也已经有了决断 只见他十分自然地 走到了默克的身边 双手搂上了默克的手臂 并且露出了一个 十分迷人的笑容 船长 是不是应该也介绍一下 默克有些惊讶 哦 你答应了 卡丽娜点了点头 好好好 默克连到了三圣号 转头给众人介绍道 他叫卡丽娜 从先开始 也是我们中的一员了 他是这里的歌姬 对这里十分的熟悉 所以 等拿下这里之后 由他来管理这里的运行 你们要多给他支持 一边说着 一边搂上了 卡丽娜的小蛮腰 这一次 卡丽娜没有排斥 反而十分的顺从 十分自然地 向默克怀中靠 在默克身后的论题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脸上有些不自然 其他人 则是点了点头 一笑的表情 却是一鸣 他万万没有想到 默克 竟然已经打这里的主意了 要知道 这里即便是四皇 都不敢轻动 毕竟 这里和世界政府 还有天龙人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甚至 这里时刻有世界政府的人 不由在心中赞叹了一句 还真有魄力啊 正如一笑所想 这里可是时刻 有世界政府的人 比如此时 有一个戴着白色戴花帽子 穿粉色连衣裙 和白色披肩的女子 站在一个隐蔽的角落中 观察着事态的发展 她是一个有着金色短卷发 蓝色双瞳 身材高挑 容貌的十分不错的优雅女子 她又是谁呢 她就是呃 艾尼璐转头看了过去 以她的见纹色 很少有人能瞒得过她 默克眉毛一挑 有人 她可是知道 艾尼璐那傲娇的性格 能让她注意到的 实力绝对不差 艾尼璐点了点头 两个 一个在正前方高处 另一个躲在角落中 高处那个 默克都不用去猜 因为那准是吉尔德 泰佐洛 那身在角落里的诱使 谁 巴卡拉 田中先生 这两人 只怕都不入艾尼璐的眼吧 她心中有些好奇 于是到 把她逼出来 艾尼璐转身 抬手就是一招放电 一到电柱 直接就冲着那个方向而去 轰隆隆 强大的电流 直接将那个角落中 躲着的人逼了出来 只见一个 曼妙的身影 从中一跃而出 落到了街面上 T 默克进入了高速移动 瞬间就出现在了那人的面前 拳头已经挥出 可是见到此人 不由微微一愣 拳头都不由慢了几分 因为这是一个熟人 她是一个拥有一头金色短卷发的女子 纳如丝般柔顺的发丝 轻轻拂过白皙的脸颊 散发出淡淡的香味 她的眼睛 犹如深邃的湖泊 蓝色的双瞳 闪烁着迷人的光芒 仿佛能够穿透人的灵魂 她的身材高挑修长 比例堪称完美 每一步都散发出一种独特的优雅气质 她的容貌 更是令人赞叹不已 精致的五官 如同雕刻大师手下的艺术品 微微上扬的嘴唇 带着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 让人不禁为之倾倒 她的皮肤光滑细腻 宛如羊枝白玉 散发着淡淡的光泽 她的一颦一笑 一举一动 都充满了魅力 吸引着周围人的目光 这样一个美丽动人 气质高雅的女子 究竟是谁呢 她就是 司徒希 默克双眼不由眯了起来 因为这个女人不简单啊 她有很多身份 可以说是一个多重间谍 首先 司徒希是克龙人 是Mats克龙实验成功作品 第一号 因不明原因 埋伏在天龙人直属秘密谍报机关 CP0内二十多年之久 主要工作 是负责监视 渗透 搜集情报 然后 又以CP0的身份 为了任务而潜入地下社会 成为了地下世界的帝王之一 被称为欢乐街女王 但是 她自始至终 都是贝加班克一方的人 在艾格赫德 为了保护贝加班克 而背叛了CP0 出场时 逼格十足的路奇 卡库两人 直接就被她放倒 虽然是偷袭 可也足见她的实力与心境 而此时的司徒希 正以CP0身份 潜入地下社会 也就是说 她现在是欢乐街女王 如果她猜得不错的话 刚刚艾尼路 嗨皮的那一条街 就是欢乐街 在地下世界 她和吉尔德 泰佐洛应该是一种合作的关系 同时 她又是世界政府 派来时刻监视 吉尔德 泰佐洛的人 她和艾尼路 吉扎斯 巴杰斯 汉灾杰克 润提 配几万六人 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她又如何能不注意 斯徒希却是看着越来越近的拳头 瞳孔猛 的一缩 双腿一个发力 整个人向后撤出七八米远 随后 站在那里 紧紧地盯着默克与艾尼路 此时 她的一颗心 提到了嗓子眼 因为 眼前哪个 都不是她能对付的 有意思 默克笑了起来 呼 斯徒希则是深吸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而后露出一个迷人的笑容 别误会 我是欢乐街女王斯徒希 只是被这里的动静吸引过来的 并没有什么恶意 默克深深地看了一眼斯徒希 意味深长的道 希望有一天 我们能有合作的机会 她可真是这么想的 因为和她搞好了关系 到时候 说不定能将被加班课搞过来 到时出场 背后跟着一排赤天使 想想就逼格十足 最关键的是 这赤天使 你想造成什么样的 就什么样的 到时候 整个一个大妈年轻时候的 想来十分的美妙 这简直就是所有宅男的挚爱啊 比上辈子那些充气的 硅胶的 强的 不是只一心半点 斯徒希 她是心中十分的不解 虽然她是地下世界的王者之一 可是 说到底 也只是一个搞黄色的 一般人都看不上 她也是看中了这一点 才会从这方面入手 打入地下世界的 难不成想和她 一起开娱乐场所 真要是这么想 她倒是不介意 反正她入地下世界 就是为了和各方人物搞好关系 从而搞到情报 默克是什么水准 她已经亲眼见过了 和她交好 世界政府自然会乐见其成 那我们以后再谈 说着 斯徒希尝试着离开 见默克并没有阻止的意思 心中十分的诧异 不过 心中也为之一松 趁机迅速离开 刷 默克与爱尼路 又齐齐朝着另一侧看去 因为两人都感觉 有人冲着他们来了 很快 一个人穿墙而出 正是吉尔德 泰佐洛手下的田中先生 此时他手中捧着一个盒子 递到了默克的面前 这是泰佐洛给你的礼物 希望你收下 哦 默克有些诧异 不过马上回过神来了 这是要和他和解啊 当然 默克也不是傻 不会真的相信 吉尔德 泰佐洛要和解 吉尔德 泰佐洛的目的很明确 至少现在 不想默克对他动手 默克笑了 因为政权他意 毕竟海军本部 还没有宣布处死艾斯 他还得再等等 于是目光落在了田中先生手中的盒子上 田中先生立马补了一句 这是泰佐洛收藏的两颗动物系 这一颗 就是你拍下的幻兽种 另一颗 就是他了 动物系 原谷种 嗜血金刚形态果实 原谷种 嗜血金刚形态 卧槽 默克突然觉得的 之前到手的那颗动物系 黑豹果实 一点都不香了 还有比这颗动物系 原谷种 嗜血金刚形态果实 更适合威布尔的吗 吃下这颗恶魔果实之后 只怕绿牛见了他 都觉得头疼吧 不得不说 这吉尔德 泰佐洛 真不会是海贼世界的首富啊 一出手 就是一颗幻兽种 一颗猿骨种 他相信 吉尔德 泰佐洛手中 还不止这两颗 至少超人系 铁定有 因为 要收藏 也不可能只收藏动物系 默克 灭吉尔德 泰佐洛心 更强了 随即 默克和爱尼路 回到了众人面前 并将这颗动物系 原谷种 嗜血金刚果实 递给了爱德华 威布尔 威布尔头一歪 吸了一下鼻涕 带着几分不解 默克也不解释 而是直接道 这是好吃的 吃吧 好吃的 水果吗 威布尔脸上浮现了笑容 随即接下 直接塞入了口中 而后 他处于一个猛逼的状态 默克明白 这是他在理解 突然多出来的能力 没办法 这家伙脑子过于简单 估计要好长一会 才能适应 所以 默克转头对沸沸王 伯恩斯道 他这颗恶魔果实 是动物系 原谷种 嗜血金刚形态 而你的 则是金刚形态 光听名字就知道 属于同一个类别的 所以 你来教教他 说完之后 又补了一句 与锦号三四 耐心一点 可能学起来很慢 与锦号三四 废废王 伯恩斯点了点头 放心吧船长 我会好好教他的 从冠军岛一路到这里 他和威布尔 也相处一段时间了 哪能不了解 威布尔的特殊性 默克的目光 在一众伙伴身上 一一扫过 最后目光 落在了躺在地上的 旱灾捷克 估计这个时候 吉尔德 泰佐洛 已经将我们 生情捷克的消息 传给了百兽凯多 如果再待在这里的话 免不了要面对 百兽海贼团 而我和爱尼路 要先去一趟海军本部 所以你们得 暂时性离开这里 或者说 让吉尔德 泰佐洛觉得 你们已经离开了 等到海军本部 与白胡子大战 开始的时候 你们也立马出手 将这里占了 说完之后 又补了一句 记好了 尽量不要 伤到这里的普通人 这话一出 一直没有出声的一笑 脸色微微一变 别看这只是一句话 可是透露出了 许多信息 所以 世界政府和海军 都能做到这样 或许这个世界 就不会这么混乱了 废废王 伯恩斯 吉扎斯 巴杰斯 布鲁克 佩罗娜 阿塔 润提 佩吉万七七点了点头 因为他们懂默克的意思了 默克这才转头看向 爱尼路 走带你去海军本部走一趟 到了那里 你就会见识到 青海的各方强者 爱尼路文言 笑了起来 眼神之中散发着战役 随即两人在众人的目光中 化作两道电光 急速离开 他们选择的方式 是从无风地带穿过 因为 那会省下不少的距离 对他们这种 能在空中飞行的人来讲 既省力 又省时间 电和光的速度 有多快 快得让你怀疑人生 这就是为何 援助之中 香波地群岛事件中 派出黄原的原因 因为无论在哪里 他都能第一时间赶到 海军本部 战国一脸的凝重 因为他也从吉尔德 泰佐洛那里得到了 关于默克一伙的情报 不得不说 默克不仅仅自身的实力成长 超出了他的预计 就连他招揽船员发展 势力的能力 也远远超出了他的预计 又是一个红发海贼团 当初红发 就是这样 以惊人的速度崛起 你还没有反应过来 他就已经达到了 令所有人都忌惮 并且毫无办法的地步 带着一众船员 硬生生地从白胡子 凯多 大妈这三皇手里虎口夺食 成就了第四皇 当时 白胡子 凯多 大妈 这三位海贼皇帝 那可是轮番对其发动攻击 可却一一被其挡了回去 可见 红发和其船员的实力 他的手下意识地敲着桌面 这是他思考的一个习惯 许久之后 他心中下定了结论 转头对贺中将道 借着这个机会 你去通知多福朗明哥 让他和熊一起出手 将默克留下贺中将文言 沉思了片刻 随即点了点头 这是我去办 多福朗明哥本来就和默克 有过节 想来这一次 他会十分配合的 说到这里 他的话锋一转 不过 月光莫利亚那里有些奇怪 没有半点回应 派人去调查 也无影无踪了 要不让熊再去一趟 战国摇了摇头 现在不行 他的实验处在关键时候 贝加庞克那边不会放人 答应与白胡子战斗的时候 能让熊参加 已经不错了 贺中将 那暂时就别管他 战国双眼一眯 将他的七五海之名除去 本来现在的七五海 已经满园了 分别是 熊 圣平 鹰眼 多福朗明哥 汉库克 默克 黑胡子 月光莫利亚的实力 严重下跌 要不是因为 就要与白胡子一战 让他来冲个战里 在黑胡子 成为七五海的那一刻 月光莫利亚 就已经没必要存在了 贺中将点了点头 随即转头 看向窗户外的天空 喃喃道 算算时间 他们应该也要到了 战国站了起来 走向了七五海会议的地方 搜 两道电光落到了海军本部 谁 海军本部的人 一个个被吓了一跳 一脸戒备地看向两人 不过 当看清默克的样貌时 琪琪又松了一口气 因为他们认出来默克的身份了 其中一个少校立马上前 你是来参加七五海会议的吧 我现在就带你 去召开七五海会议的地方 默克扫尸一周 只见四周的海军 一个个精神饱满 而且眼神犀利 一看就是精税 其中不乏小有实力的强者 而且 数量十分的庞大 他不由在心中赞了一声 真不愧是海军本部的精兵 同时点了点头 跟着少校 走向召开七五海会议的地方 在默克打量 这些海军的同时 海军也在打量着默克 当然 他们也注意到了爱尼路 眼神之中 充满了探究 要知道 刚刚他们要是看见了 默克和这个人 都是化身闪电落的 就是给默克带路的少校 也时不时地转头 打量爱尼路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召开七五海会议的地方 少校退了出去 因为这个时候 他还没有资格进去 默克与爱尼路 却是畅通无阻 当他们进入的时候 却见鹰眼翘着腿 坐在正中 一副藐视天下的架势 在他的右边 则是海贼女帝汉库克 左边是多福朗明哥 在边上 就是黑胡子和圣平了 默克嘴角不由微微上扬 熊估计还在实验室 月光莫利亚 已经被他干掉了 所以 这算是七五海全都到齐了 在默克打量他们的时候 他们也在打量着默克 特别是鹰眼 目光在默克脸上打量片刻后 落在了默克腰间的秋水 与三代鬼侧上 眼神立马变得锐利了起来 默克也注意到了鹰眼的目光 冲着他点了点头 在下默克 等这一次事件结束之后 希望有机会 和你比试 以下剑术 鹰眼闻言 嘴角不由微微上扬 随时恭候 福福多福朗明哥 在一边发出了招牌式的笑声 此时 他看默克的眼神 带着几分意味深长 他和吉尔德 泰佐洛消息互通 自然已经得知 默克已经被海军 与世界政府放弃了 只要这一次事件结束 也就是他生死之时 还想着和鹰眼比试剑术 下辈子吧 此时 他的心情 那是相当的不错 默克不由看去 多福朗明哥那眼神 也落在了他的眼中 心中不由一领 双眼微眯 警惕心大涨 以他现在的实力 多福朗明哥的实力 已经不足为惧了 可是多福朗明哥天龙人 与地下王者这两个身份 还是让他有所忌惮的 因为这个家伙 肯定知道一些 他所不知道的事 有时候 消息差 那可是要人命的 随后 默克的目光 又看向了黑胡子 眼神变得玩味了起来 贼哈哈 顿时也发出了 招牌式的笑声 只是他的眼神 充满了忌惮与杀鸡 哟 这不是黑胡子吗 上一次 你跑得挺快的呀 默克一脸的细血 你 黑胡子脸一僵 气得差一点暴走 俗话说得好 打人不打脸 骂人不接短 可这家伙 哪里痛就往哪里捅 真是打人专打脸 骂人专接短 真是气得人咬牙切齿 哦 鹰眼 多福朗明哥 慎平 女帝汉库克四人 目光不由在黑胡子 与默克两人身上 来回扫事 大家都不是傻子 一下就听出了 默克的言外之意 扶扶扶其中 多福朗明哥 再一次笑了起来 不由这一次笑声中 带着几分阴郁 随即意味深长地 瞥了一眼黑胡子 好了 这一次动手 又多了一个不错的帮手 默克默克 你死定了 要怪就要怪你 太嚣张 到处得罪人 呼 黑胡子深吸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这时 多福朗明哥的目光 却是落在了 与默克一起来的 爱尼露身上 眼神之中 带着几分探究 然后开始挑事了 默克 你有点不懂规矩了 你看看 在场哪个 带人过来了 何况 在场的可都是七五海 他有资格与我们平起平坐吗 默克淡淡一笑 转头看向爱尼露 这家伙不起你 要不找个机会 和他干一家 让他体会一下 来自空岛的神 是什么水准 霹里啪啦 爱尼露的手上 闪动起电光 看多福朗明哥的眼神 也变得十分不善起来 要不是 默克来之前就提醒过 不要在海军本部动手 只怕他早已经一到两亿福特轰过去了 竟然敢小瞧他 分分钟电成焦炭 什么 多福朗明哥 先是仿佛听到了这个世界上 最好笑的笑话 可是马上表情僵在了那里 目光死死地盯在爱尼露手上的电弧上 不仅仅是他 鹰眼 黑胡子 圣平 汉库克 琪琪瞳孔缩了缩 哈哈 默克带着几分得意地笑了起来 正式介绍一下 我海贼团的副船长爱尼露 自然系 响雷果实能力者 斯哪怕早已经有所推测 可是听到默克的话 心中还是一惊 像和默克有过节的多福朗明哥 与黑胡子 琪琪倒吸了一口冷气 因为他们十分明白 自然系 想雷果实能力者 代表着什么 即便是鹰眼 都不由多看了爱尼露几眼 众人也不再说 有没有资格这话了 因为 自然系 想雷果实能力者 确实有这个资格 与他们平起平坐 于是 默克带着爱尼露 坐了下来 多福朗明哥 颇有一种被打脸的感觉 愤恨的同时 又有一些尴尬 嘴角都抽出了一下 咦 黑胡子这个时候 也发现了多福朗明哥 与默克之间不一样的气氛 虽然 不像他和默克那样针锋相对 却也暗潮涌动 他的目光不由闪了闪 默克这时目光 落在了圣平身上 圣平这个角色 在海贼王中 也是十分出彩的 后来还成为了草帽第十人 最重要的事 为人相当的不错 值得一交 于是 默克向他点了点头 表示友善 圣平微微一愣 随即以一个微笑回馈 毕竟 在场的都是一方大人物 结交哪一个 对于他和鱼人族都是一件好事 最后默克的目光 落在了汉库克的身上 试探性地说了一句 最近 从凯多手里打挖了两个人 润提和佩吉万 实力都算不错 关键是 他们说与女帝相熟 不知道 女帝对他们可还有印象 当汉库克听到这两个名字的时候 脸上先是露出了不解 同时 心中努力想着这两个名字 默克见此又补了一句 十二三年前 哦对了 他们脸上受了一点伤 所以一直蒙着面 润提 佩吉万 十二三年前 脸上受伤 一直蒙着面 汉库克陷入了回忆之中 忽然脸色大变 人也一将 眼神之中 甚至透露出了惊恐之色 他想起来了 十二三年前 他和妹妹 还没有逃出来之前 在关他们的牢笼的侧前方 就关着一对姐弟 他们就叫润提和佩吉万 最关键的是 他们的天龙提 是刻在脸上的 汉库克不由握紧了拳头 因为他明白 眼前这个家伙 已经知道他天龙人奴隶的身份 心中万分的惊恐 生怕默克会将这事说出来 那他绝对走不出海军本部 甚至可能会被重新送回到天龙人的手里 咕噜 汉库克咽了一口唾沫 默克立马又补了一句 他们两人的伤 我都已经治好了 否则他们怎么可能判出百兽海贼团 来追随我呢 汉库克瞳孔缩的一缩 更是剧烈的地震 要知道 天龙提不仅仅是润提和佩吉万的禁忌 也是他们三姐妹的禁忌 更是一辈子的阴影 而现在 眼前这个男人说 他能除去天龙提 这让汉库克 如何不激动 汉库克的异常 众人都看出来了 但是 汉库克和润提 佩吉万之间 有什么联系 好像没有吧 毕竟 前者是无风地带女儿国的女帝 后者是百兽海贼团的两个干部 彼此之间 可是隔着无风地带呢 而且 也没有听说 凯多的人和汉库克之间 有过接触 等等 默克这个货 将润提 佩吉万 收入麾下了 胆可真肥啊 就不怕凯多这个家伙暴走 多福朗明哥 心中暗笑不已 他感觉这把稳了 即便 海军本部这边的局 弄不死默克 他另一边安排的局 也能借凯多的刀 将其弄死 这一次 甚至都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不对 这一次应该是凯多给他报仇 毕竟 这一次 可是他在帮他找回面子 福福福多福朗明哥 再一次笑了起来 要是汉库克此时 却是激动异常 但是 他也听懂了默克话中的意思 那就是 他加入对方的海贼团 才会替他除去天龙提应 所以 暂时将心中的想法给压了下去 只是深深地看了一眼默克 踏踏 这个时候 战国和贺中 降走了进来 所有人 都齐齐看了过去 战国扫视全场 最后十分直白地道 这一次召集你们来 是为了白胡子海贼团 二队长 艾斯氏 我们已经决定 公开处死艾斯 引白胡子 海贼团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直接就被盛平 给打断了 我反对 艾斯 同样的 盛平的话也没有说完 又被战国 给打断了 你没有反对的权利 说话的同时 战国看盛平的眼神 已经变得有些不善了 战国身边的贺中将 出声劝道 盛平 这是世界政府和海军 共同的决定 你齐武海的身份 以什么立场反对 别忘了 齐武海的身份 带给你的 还有带给鱼人岛的好处 一旦你失去这个身份 无论对你 还是对鱼人岛 都是巨大的损失 话中的意思 再明白不过了 你盛平要是不同意 那么齐武海的身份 将会被除去 鱼人岛 也不再是世界政府的同盟国 盛平脸一下就沉了下去 不得不说 这个威胁 正中要害 一边的默克 却是眉毛轻挑 他知道 盛平要被关入推进城了 援助之中 盛平可是 还没有进海军本部 就被关入了推进城 这个时候 陆飞大闹推进城了 等白胡子海贼团一到 黑胡子就完消失 偷偷去了推进城 然后盛平就跟着陆飞越狱了 他不由转头看向了汉库克 也不知道 剧情被他改变了这么多 陆飞那小子 是不是还是和原著一样 被打飞到了汉库克那里 一想到这里 他朝汉库克扫了一眼 暗道 过会在试探试探 随即又扫了一眼盛平 他的船长全是能力者 正缺一个有实力有人品 值得信赖的愚人作为伙伴 他觉得盛平挺合适的 要是陆飞没有暗原剧情到女儿岛 那么陆飞就进不了推进城 那样一来 他还真有机会 此时的默克 心情十分的不错 要是盛平 却是十分的纠结 愚人岛在他的心中十分的重要 可是他的原则也很重要 而且 愚人岛能有现在的平静 不仅仅是 因为他七五海的身份 还有白胡子的原因 所以 他不能恩将仇报 最后十分艰难的道 战国元帅 这件事 我不能答应 我不可能对白胡子海贼团出手 希望你们能理解 战国眉头皱了起来 理解 站在个人的角度 是可以理解 可他是海军元帅 代表的是整个海军 甚至是世界政府的态度 而不是个人 呼 战国深呼一口气 然后宁声道 如果这样的话 那只能请你先去推进城待一段时间了 意思再也明白不过了 绝对不给盛平半点通风报信的机会 盛平甚至没有反抗 只是点了点头 随即便向外走去 他举动 对在场所有人 震动都很大 哪怕像多福朗明哥 黑胡子这样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又或者像阴眼这种独来独往的人 而默克却是越发的欣赏 这人传言他收定了 至于王陆飞 让他去一边趴着吧 盛平离开之后 战国直接要求在场所有人住在海军本部 直到与白胡子海贼团决战结束 这让在场的人 齐齐 眉头一皱 不管是黑胡子 多福朗明哥 鹰眼 汉库克 哪一个是屈辱人下的人 哪一个不是说一不二的人物 战国这种口吻 让他们都十分的不爽 但是 在场每个人 都有自己心中的小算计 倒也没有人再出声反驳 于是便这样决定了 很快 他们分人 被安排在海军本部 一个十分偏僻的地方住下 只是战国离开的时候 深深地看了一眼爱尼路 虽然 他也已经得到了关于爱尼路的情报了 心有忌惮 夜晚夜深人静的时候 默克的电话重响了起来 默克一接通 电话虫立马变成了维尔哥的脸 船长 我刚刚得到一个情报 说是吉尔德 泰佐洛 多福朗明哥 和海军本部 打算在解决白胡子海贼团之后 对付你 默克文言微微一愣 他立马想到了 白天的时候 多福朗明哥看他的眼神 想来 就是因为这个事 默克双眼不由眯了起来 我知道了 你小心些 别暴露了 维尔哥 我明白 挂断通电之后 默克眼中寒光乍现 既然你们想要搞事 那就别怪我玩把大的 布鲁布鲁厄 没有想到 电话虫再一次响了起来 默克微微一愣 不过马上接通 电话虫又变成了罗宾的脸 Mr.0 我们这边已经能确定M 凯撒 酷朗的位置 已经派出Mr.2 Mr.3 Mr.Golden Week 三人过去 Mr.2 Mr.3 Mr.Golden Week Mr.20 还行 再加上 他可以变化成任何一人 可以很方便接近别目标 Mr.3 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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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厂控 一个强控 他们联手 对付一个M 凯撒 酷朗问题倒是不大 特别是Mr. Golden Week 这个强控 攻击方式奇特 估计连自然系都很难破除 毕竟 他的招式 不是真实的伤害 而是在你身上 画个符号 直接暗示影响 牛逼的不行 要是 再给他配上一颗 情绪 画画 颜料 灵魂类的恶魔果实 直接逆天 不过他也明白 以多福朗明哥 对M 凯撒 酷朗的看重 不可能不放人在M 凯撒 酷朗的身边 就如同原著中的自然系 学学果实能力者莫奈 或许这个时候 已经在他身边了 这两人联手的话 Mr.R Mr.San Miss.Goldenwick 一个不好 还真有可能栽了 于是出声提醒到 让他们小心一些 M 凯撒 酷朗身边 应该还有一个自然系 学学果实能力者 罗宾 船长放心 这个情报 我们已经掌握了 为此我们想办法 找到了两个海楼石手铐 以防万一 而且 以Mr.San的星计 加上Mr.R Miss.Goldenwick 两人特殊的能力 应该没问题 毕竟 他们的目的 只是恶魔果实 而不是与两人正面对战 当然 如果是不可为的话 他们也不会强来 默克这才点了点头 好 你办事我放心 这是坐在一边的爱尼路 本来听着两人的通电 突然 他抬头看向外面 提醒了一句 有人来了 默克文言 立马挂断了通电 没过多久 就从窗户中 看到一个曼妙的身姿 一 不一摇地 走到了他们屋前 咚咚咚 门被轻轻地敲响了 默克嘴角 不由微微上扬 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门没关 进来吧 说着 他瞥了一眼 身边坐着的爱尼路 突然间 觉得的这个家伙 有点碍眼 因为从窗户中看到人的那一瞬间 他就认出来人是谁了 看 门被推开了 随即随着开门引起的气流 卷来了一股淡淡的幽香 这股幽香 不似香水 没有关于人工的痕迹 真是沁人心脾 让人心旷神怡 默克明白 那是独属于女人的体香 白天的时候 坐的位置相距有些远 竟然没有想到 汉库克竟然还是如此的香 有句话怎么说的 女人就应该 香香的软软的 又体贴又温柔 眼前这位 真是又香又软 还大 虽然性格有些女王 可是一旦他爱上一个人 那么他就会在他面前 变得小鸟依人 简直就做妻子的不二人选 这要是天天搂着睡 那还不得没死 嗨嗨 默克咳嗽了两声 艾尼露一脸迷惑 默克 这家伙 还真是一点眼力尽都没有 有些后悔 带这个家伙来了 不过 马上他收拾了一下思绪 将目光回到了汉库克身上 不知道汉库克 你深夜到来 所为何事 汉库克进门后 目光就始终在默克的身上 现在闻言 直言问 你真的能出去 天龙提应这四个字 马上就要脱口而出 却又生生憋了回去 因为还有一个艾尼露在场 关于他最深处的秘密 不想有第三个人在场 默克也注意到了他的眼神 于是转头对 还不自觉的艾尼露道 你去外面盯着他 找我应该有一些私密的事要谈 艾尼露这才反应过来 有点不爽地走了出去 与汉库克擦肩而过的时候 艾尼露还冷哼了一声 完全没有被汉库克迷倒的意思 果然 能抵挡汉库克魅力的人 都是像路飞 艾尼露这种奇葩 看看黑胡子 援助之中 他都不敢正面面对汉库克 而是选择 让船员吸引注意力 最后来了一个偷袭 甚至偷袭成功之后 他都不敢暂时放开汉库克 黑胡子的原话就是 如果放开了汉库克 在场所有人都会死 这个在场所有人 也包括黑胡子本人 因为他也抵挡不住 汉库克的魅力 可见 汉库克的能力 与自身的魅力结合在一起后 达到了什么层次 汉库克则是回给艾尼露 更加藐视一切的眼神 艾尼露 带他出去之后 汉库克脸上的表情 却立马变得深沉起来 眼神也变得犀利起来 你真的 能将天龙提音去掉 默克点了点头 随即对汉库克道 把手伸出来 我是给你看 汉库克一脸的疑惑 不明白除去天龙提音 和他的手有什么关系 但还是一眼 伸出了手 默克将汉库克的手握住 然后指甲 在他娇嫩的皮肤上一滑 一道伤口瞬间出现 鲜血也流了下来 汉库克不由皱起了眉头 可是马上又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因为此时 默克手上涌出了诡异的力量 然后涌入了他手上的伤口中 伤口立马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转眼伤口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的皮肤 依旧还是那么的娇嫩 那么的光滑 要不是手上还有血迹 汉库克只怕刚刚是不是眼花了 这时 默克开口道 这就是我其中一个能力 能恢复自己和他人身上的伤 不管是心伤 还是就伤 而且 我还能吸收掉 早已经和皮肤融合为一体的纹身颜料 汉库克一脸傲然 那你还不帮我 将这天龙提映出去 默克见词 不由笑了 果然 这才是汉库克的风格 不过 他虽然也有色心 可和那些一见汉库克 就被迷倒的舔狗们不一样 于是只是带着几分欣赏 毕竟汉库克一摆出这个姿态 就会下意识地挺胸 本来就超胸的汉库克 立马变得更凶了 默克嘴角上扬 凭什么 心中却是暗倒 这要是能上手 那完美了 突然心中有了一个想法 双眼不由亮了起来 好像是 上手 也不是行 则则 汉库克 因为哀家实在太美了 所以 无论我提出什么要求 你都应该答应 默克双眼微眯 收起你这一套吧 对我没有用 汉库克见默克 丝毫没有被他所影响 心中一惊 同时对默克也另眼相看起来 因为 不管男女 很少有人能抵挡他的魅力 脸一正 眉毛一条 那你怎样才能将 哀家身上的天龙提应除去 默克轻描淡写的道 因为是旧伤 所以麻烦一些 不过 也不是太难的事 只要让我手暗揉半个小时 就能除去了 说完之后 又立马补了一句 维持一个月的治疗 就能恢复 一边说着 一边默克还一脸诧异的凑近了些 仔细端向起汉库克的脸 起了个怪了 润提 配极腕的天龙提应 是在脸上的 可是你 本来 还以为你是在脸上贴了什么东西掩盖住 可现在凑近了看 你的脸光滑细腻 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 汉库克本能地侧过了脸 可是心中却是一尘 而后带着几分震惊地看着默克 暗揉半个小时 为期一个月才能除去 此时 他的美目中带着几分羞涩 因为他的天龙提应可不在脸上 而是在背上可是女人的背 哪能让一个陌生的男子 暗揉半个小时啊 还一暗就是半个月 那还被占尽了便宜 同时马上反应过来了 带着几分怒气 你刚刚可是很快就能治好伤口的 怎么要暗揉半个小时 默克耸了耸肩 这可不一样 刚刚给你演示 只是向你证明 我有这个能力 但他只是心弄出来的伤 和天龙提应这样的十多年就伤 可不一样 汉库克为之与色 确实 就伤和心伤 完全不是一回事 最后露出了纠结之色 最后一咬牙 来吧 给人将天龙提应除去吧 随后 将身体转了过去 一副任你示威的姿态 默克入演的 先是汉库克那又黑又亮 又顺的秀法 随后就是那小蛮腰 紧接着 就是那又翘又圆的翘臀 最后就是 那又直又长 又白又嫩的大长腿 斯默克不由倒吸一口冷气 此时他有些不冷静 就问 谁有这么接近过汉库克 而且还是以这么一种 带着点暧昧 默克整个人都呆住了 因为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汉库克会这样的爽快 默克却是不知道 背对着他的汉库克 此时脸上也浮上了红韵 默克还想说 你还没有答应他的条件呢 可是 面对这样的局面 有几个能保持冷静 但是 下一秒 汉库克将上衣轻轻地撩了下来 那光洁又有着完美曲线的美背 那令人炫目的水蛇腰 甚至 隐约能看到 咕噜 默克不由咽了一口唾沫 不是他猥琐 更不是他看到女人就走不动道 就问你 面对女帝这样的画面 有哪个正常的男人 无动于衷 反正 默克此时有些口干舌燥 要不是地方不对 要不是时机不对 他真想救地震法乎 默克深吸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最后将手伸了出去 拥有圣剑力的鬼气 涌现缠绕在了手上 当默克的手指 触碰到汉库克的背上时 汉库克的身体 明显颤抖了一下 显然 他并没有表现出来的那般随意 默克尽情治疗了半个小时之后 恋恋不舍地收回了手 汉库克将衣服穿戴整齐 随即头也不回地打开门走了出去 不过在门口的时候停了下来 咬着牙道 我回去会查看 如果一点效果 也没有 哀家会杀了你 话声一落 汉库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只是 走得很是匆忙 显得有些狼狈 默克嘴角不由嘴角上扬 看汉库克的反应 他就明白 李拿下汉库克 只有一步之遥了 呼呼呼 汉库克回到自己的住处时 感觉自己整个都在燃烧 脸上身上都发烫 不过 他还是迅速走到了镜子面前 撩下了衣服 对着镜子仔细查看起来 这天龙蹄印在他身上十多年了 他是什么样的他 自己再清楚不过了 所以 他能看出来 这天龙蹄印有了明显的变化 烙天烙下的伤天龙蹄印 浅了不少 也淡了一些 可以说 刚刚默克给他的暗柔 确实有着显著的效果 汉库克的嘴角 已经怎么也压不住了 天龙蹄印对而言 就是一生的噩梦 他不由喃喃道 这是真的 那家伙真的没有骗我 随即他就想到了之前 默克给他智商时的感觉 那股奇异的力量 随着对方的暗柔 进入了他的皮肤 给他一种痒痒的感觉 但是不是那种难受的感觉 而是令人舒服的感觉 女人 对于对自己有大恩的男人 天生就有好感 如果这个男人 还和他有着亲密接触 而且这个男人 还是他第一次和一个男人 如此亲密的接触 那么这个男人在他心中的地位 会直线上升 如果这个男人 又有实力 人又帅气 那这个女人 很容易就会陷入爱河 就比如此时的汉库克 就像原著中 对路飞突然的迷恋一样 此时他对默克也产生了迷恋 甚至 有些意犹未尽 还想体会一下 那种感觉 刷汉库克的脸 立马红透了 全身也变得无力起来 一下就倒在了床上 身体扭动着 眼神 之中带着几分不解 阿姨家这是怎么了 难不成病了吗 在全世女人的女儿国 根本就不知道 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 更不知道 想一个人 又是怎么回事 他只知道 此时此刻 他脑中满是默克那鹦鹉的脸 他只知道 此时此刻 他很难受很难受 难受到整个人都 陷入了痛苦的无力中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就第二天了 这一夜 默克没有睡着 汉库克也没有睡着 所以 都早早的起来了 当他们走出门时 却是发现对方 也走出了门 两人四目相对 默克双眼变得炙热无比 因为此时汉库克疲惫着 带着几分慵懒 慵懒中 又带着几分情谊 这个态度下的汉库克杀伤力 真的是太强太强了 而汉库克腿一软 要不是他反应快 扶住了门框 只怕此时已经摔倒了 双腿也紧紧地合拢默克 此时回神了 冲着汉库克挥了挥手 走 汉库克咬着香唇 轻声道 默克 今天晚上 同一时间 我再帮你治疗 汉库克这个时候 再也稳不住了 脸上浮现了红韵 甚至他的目光 立马回避 不敢与默克对视 不过还是轻轻了点头 嗯 但是在他的内心 却是十分地期待着 甚至他的目光 立马回避 不敢与默克对视 当天晚上 默克的手 已经在他的小腹上游走 第二天 已在山巒之翼 来回攀登 快乐的时光 总是转眼即逝的 转眼就第三天了 而且按之前的步骤 今天晚上 默克就能如愿以偿了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战国通知集合了 尼玛 默克在心中 不由暗骂了一声 随即对汉库克提醒了一句 在人前 我们表现得陌生一点 因为今天我要做一件大事 免得牵连到你所在的女儿国 汉库克微微一愣 随即立马道 你要做什么 我都可以帮你的 默克摇了摇头 这件事太大 你牵连其中的话 很可能会给女儿国 带去灭底 直栽的 所以 你看着就行 汉库克文言 眉头微微皱 眼神闪烁 仿佛在心中下了一个决定 而一路走到七五海的会议室 两人也表现出陌生的状态 坐吧 战国此时 早早地坐在那里了 不仅仅是他 卡赫中将 黄元 赤犬 青智 全都在场 这阵容 即便是默克心头 也不由震了震 随即又扫了一眼 多福朗明哥 阴眼 黑胡子一眼 这一次 他甚至还看到了熊默克瞳孔不由猛的一缩 他明白 白胡子海贼团 只怕已经离海军本部很近了 战国也不废话 我们已经发现了白胡子海贼团的踪迹 离我们海军本部已经很近很近了 所以 我要你们几位七五海 与我们海军共同迎战白胡子海贼团 现在已经是这个局面了 众人自然不会拒绝 然后就跟着战国来到了严阵以带的港口 鹰眼 多福朗明哥 黑胡子 熊 汉库克 默克 还有爱尼路 站在一侧 就等着白胡子一伙的到来 没过多久 忽然黑胡子走向了战国 和战国说了几句 就离开了 默克嘴角微微上扬 别人不知道 他还能不知道 这家伙就是抢了一个借口 脱离战国与三大将的视野 这样一来 他才能按计划去推进城 默克转头冲爱尼路 使了一个眼神 爱尼路立马会议 不露痕迹地挡住了其他人的视野 随即 默克直接化为了尼尼 整个人也融入了地下 直接就顿走了 原地留下一个 与他一般无二的泥土分身 这个能力是 他是根据 克里加的饼干士兵开发出来的 不仅仅外表和默克一模一样 甚至还能像饼干士兵一样战斗 并且拥有着一定的实力 默克很快从地下移动到了海军本部最后的位置 那里现在几乎没什么人了 他从地下冒出 而后伸手对准天上的太阳 化为了光系能力 随后化为一道光束 直接就朝着推进城的方向而去 因为他要在黑胡子之前到达推进城 并且先踏一步 收拢一些人 卡特琳娜 戴鹏 大九之巴克斯 乔特 鄭王 巴特罗皮萨罗 与之西流 邦迪 瓦尔德 道格拉斯 巴雷特 孤高之洪 还有之前被关入其中的圣平 这几个人 各个都是好手 特别是圣平 与之西流 邦迪 瓦尔德 道格拉斯 巴雷特 孤高之洪 哪怕只成功拉拢其中一人 这一趟也不算白跑 何况 这里除了邦迪 瓦尔德 道格拉斯 巴雷特 孤高之洪这三人 他都很有把握 只要这些人到手 不仅仅打击了黑胡子 还能让自己的海贼团彻底成型 拥有抗衡任何一个四皇海贼团的同时 还能有人守守住自己的地盘 默克的野心也是很大的 这一次之后 他要一步就位 立足新世界 成为第五皇 海军本部离推进城本来就不 远 以光的速度 默克很快就来到了推进城上空 却是没有想到 在空中正好看到卡普 把艾斯压上了军舰 朝着海军本部而去 默克双眼微眯 按援助剧情 艾斯被压到海军本部 很快就被压到了处行台 海军本部的现场直播 也同时开始 随即公布艾斯的真实身份 白胡子海贼团登场 大战爆发 不过这暂时 不在默克的考虑范围 只见他 在卡普的军舰开远之后 直接落到了推进城的港口 随即迅速再一次改变了能力 与地面化为了一体 直接朝着推进城内部面去 当默克出现在推进城内部的时候 他感觉到了一股炙热感 让人感觉不是海上一楼地下一楼 红莲地狱 地下二楼猛兽地狱 地下三楼饥饿地狱 地下四楼灼热地狱 地下五楼极寒地狱 地下五点五楼新人妖乐园 地下六楼无限地狱 这就是推进城的分布 现在这股让人感觉不是炙热感 让默克明白 此时他已经达到了地下四楼灼热地狱 默克正打算再一次下盾的时候 听到了一阵剧烈 而又急促的鞭子抽人的声音 惨叫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默克探过头去一看 好家伙 真是好家伙 只见一个女人 在用手中的鞭子 不断抽打着他身前的犯人 显然是在言行逼供 不过 这个言行逼供有点特殊 因为默克一眼 就认出来了 这个女人萨迪 这个萨迪海底大监狱的狱祖长 推进城Level 4 灼热地狱 四只狱祖兽的指挥官 有着与狱长相等的权利 留着卷去金发 刘海遮盖双眼 佩戴蜡烛形状的白色耳饰 身穿桃红色紧身皮衣 和戴尖刺的尖头高跟鞋 口头禅士恩 有着严重的施虐癖好 只要听到遭虐打对手的惨叫声 就会变得相当兴奋 与变成女性的 人妖王伊万科夫 展开激烈交战 后来他指挥的狱祖 被草帽路飞 海峡慎平 Mr.林克洛克达尔击败 自己则与伊万科夫展开激战 被击败后 遭伊万科夫捆绑悬在半空 这绝对是海贼王中 最最特殊的一个女性角色 很多海粉 都喜欢看被击败后 遭伊万科夫捆绑 悬在半空的样子 别问为什么问 就是你懂的 最最关键的是 她的穿着 她的性格 还有她喜欢口头禅恩 都是海贼王中的一角 无疑不再刺激着你的神经 如果有人有特别的爱好的 那么这位绝对会是你的最爱 可是话说回来 如果有可能的话 又有哪个男人不喜欢呢 泽泽 下一秒 萨迪捂着自己的身后 一脸的震惊 随即查看整个房间 瞳孔猛的一缩 因为她发现 在场除了被自己绑着的那些犯人 竟然再无一人 对 应该是这样 因为这里 本来应该只有她和犯人 可是 刚刚脸她的人是谁 嗯 口头禅再一次想起 不过这一次 格外的不一样 整个推进城的人都知道 她有严重的癖好 喜欢虐打对手 听他们的惨叫声 可是 谁也不知道 她有另一种癖好 正好反过来 她捂着身后脸上浮现红韵 心中在推测 刚刚打她的到底是谁 她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家伙 麦哲伦 汉尼拔 萨迪脑中 立马就浮现了这两个名字 因为在整个推进城中 能打完她又让她找不到人的 也只有这两人了 而且 她知道 这两个家伙 也是一个迷恋女色之人 闹出过不少的笑话 比如汉尼拔 多年前 她还是一个新人的时候 有一个密斯 奥利布的女人 仅仅只是一个悬赏金 五千万贝利家伙 实力一般的狠 所以 以汉尼拔当时的实力 拿捏她轻松的狠 只要保持本心 绝对不会有意外 最关键的是 看守有介绍 说 密斯 奥利布 是非常狡诈凶恶的海贼 并提醒当时 担任看守的汉尼拔 务必当心 结果汉尼拔 直接被奥利布的美色索弥 轻易被击败了 这也成了汉尼拔一生的黑点 但是 倒是这两个家伙中的谁呢 他是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完全就是某个人临走时 一时的手牵 而此时 默克已经再一次顿入了下一层 心中不由感叹 这萨迪手手感还真不错 要是作为私人XM 应该是一件人生美事 要不是时间不允许 他一定和他好好玩上一玩 默克已经迅速穿过了第五层 来到了第六层之中 刷当默克进入第六层的一瞬间 第六层的犯人齐刷刷地看了过来 这里大部分人都早就被抓进来了 对于最近才扬名整个世界的默克 根本不了解 所以 众人都带着几分好奇 和几分凝重 嘖嘖 这是又来新的看守了 有几个都兴奋了起来 毕竟一直被关在这里 欺负一下新来的看守 成了他们为数不多的乐趣了 轰 一股霸王色 从一间牢房中迸发 向默克席卷而来 众人都看了过去 脸上露出了笑容 可是马上他们的笑容就僵在了那里 因为来人的身上 也爆发出了一股强大的霸王色 霸王色 众人反应过来之后 一个个惊呼了起来 倒不是说对霸王色有多么的震惊 毕竟 他们都是曾经在大海上叱咤风云之辈 见过不少拥有霸王色的人 就说这第六层拥有霸王色的人 也有好几个 他们震惊的是 一个看守 怎么会觉醒霸王色呢 要知道整个海军 也就只有战国 卡普 刚古空三人 可这三人 一个是现任元帅 一个是前任元帅 一个是海贼英雄 所以 霸王色在海军之中 可是极为稀缺的人 怎么会来当一个看守 是你 这是本来一直在担忧爱思 白胡子 还有于人倒的圣平 此时也被惊动了 再看到默克的瞬间 不由惊呼了起来 眼神之中满是不可思议 心中更是充满了不解 默克是谁 齐武海 世界政府 海军本部 推进城 哪个人会允许一个 齐武海独自一人 来到推进城的第六层 就不怕默克 把人都给放了 那乐子可就大了 喂 慎平 你认识这个家伙 慎平点了点头 默克 首赏高达三亿的新任 齐武海 是一位多果实能力者 还是一位剑豪 首赏高达三亿 多果实能力者 剑豪 齐武海 果然 所有人的关注点 都是不一样的 不过 马上所有人都反应过来了 等等 慎平你说 这个家伙是齐武海 众人的脸上充满了震惊 眼神之中充满了不可思议 心中却满是期待 慎平点了点头 而他的目光 却始终在默克的身上 心中思绪万千 真是齐武海 那这个家伙 怎么一个人来这无限地狱了 则则 默克没有理这些人 而是直接来到了慎平的面前 你现在已经被免去了 齐武海之位 甚至还站在了海军的队里面 心里有考虑过 之后要怎么办吗 愚人岛又会怎样吗 慎平沉默了 默克 加入我的海贼团 我带你出去 如何 这话一出 慎平微微一愣 带着几分不可思议的道 你来这无限地狱 不会是专程来邀请我 加入你的海贼团的吧 默克点了点头 同时又十分坦然补充了一句 当然 不过来都来了 再拉上几个 也是不错的选择 说到最后 默克想一个个尖牢扫去 一个熟悉 而又陌生的身影 出现在他的眼中 我加入 我也加入 刚刚还十分嚣张的家伙 此时一个个带着几分祈求 不是他们失去了强者之心 而是他们 在这里真的呆够了 无限地狱 快要将他们逼疯了 默克收回了目光 再一次看向了慎平 见慎平不语 不由问道 你不愿意 难不成 你想在这无限地狱中 度过余生 慎平这才开口 你这么一干 会和世界政府 海军本部彻底为敌 到时候 七五海之位 也会被免去 为了我值得吗 哈哈 默克不由放声大笑了起来 七五海之位 在我这里 从来算不上什么 而你 也值得我这么做 因为你的实力与人品 都值我这么做 毕竟 我的海贼团 可都是能力者 慎平文言 脸上的表情一致 可随又带着鸡杆机地看向默克 因为默克话中的意思 再明白不过了 他以性命相托 这份信任 可不是人人都能给的 别看很多海贼团 都有愚人存在 可是大多都是边缘人物 比如大妈海贼团的阿拉丁 他原为太阳海贼团船一间副船长 现为太阳海贼团船长 哪怕他娶了大妈的女儿 普拉林念 成为了大妈的女婿 他依旧没有成为 大海贼团的核心 呼 盛平深吸一口气 然后对默克道 那我能否拜托你一件事 默克瞬间明白他的意思 艾斯和白胡子对吗 盛平微微一愣 因为他震惊默克的心思敏捷 只是一句话 立马就明白了他的意图 默克却是笑了 放心吧 即便没有你 这一次我也会站在白胡子这一边 啊 盛平一脸诧异 实在是想不明白 默克这是为何 默克坦言 因为我得到了可靠的消息 世界政府与海军本部 已经决定了 一旦与白胡子海贼团的战争结束 就会出手对付我 将我永远留在海军本部 说到这里 不由耸了耸肩 既然如此 那我为何不趁着海军 与白胡子海贼团大战的时候 狠狠捅海军一刀呢 盛平这事也反应过来了 也是 这样一来 不仅仅解除了自身的危机 还能让白胡子 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 哈哈 默克却是笑了起来 当然 对我而言 战国和世界政府敢算计我 那就要付出代价 盛平深思片刻后 冲着默克点了点头 默克手指立马开始泥画 随即捅入了钥匙孔之后 直接打开了牢房的门 盛平从中走了出来 十分恭敬地道 多谢船长相救 默克 已经是伙伴了 就没有必要说谢了 随即他走到了西流的监牢面门 有没有兴趣 加入我的海贼团 西流看向默克沉默了片刻之后 点了点头 他可不想留在这里发霉 默克警告了一声 你记好了 入了我的海贼团 就要守我的规矩 在我的地盘上 你要是敢肆意地杀戮 我会亲手解决你的 当然 我也会让你享受杀戮的快乐 到时候 你会是我海贼团的战斗队长 专职对其他势力的攻法 西流文言 深色片刻 最后依旧点了点头 默克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将其放了出来 紧接着 卡特林 蝶美 巴斯克 乔特 阿巴罗 皮萨罗 一一被默克收入了麾下 紧接着 他走到了六层最里边的三个监牢 那里分别关着巴罗里克 莱德菲尔德 道格拉斯 巴雷特 邦迪 瓦尔多 除了被冰封着的邦迪 瓦尔多 莱德菲尔德 巴雷特两人此时 目光落在了默克的身上 这两个家伙 可都是皇级强者 收服他们的难度 不是一般的大 就算他们嘴上答应了 出来反悔了 又能拿他们怎么样 这时 莱德菲尔德 巴雷特两人相识一眼 他们都是什么人 世界上最顶级的强者 虽然 他们两人都很想 从这无限地狱中出去 但是 让他们投入一个小辈的麾下 他们真是拉不下那个脸 巴雷特看着默克双眼威蜜 小子 你能走到我面前 想来你是知道我是谁的 那我就愿意加入 你敢信吗 说完之后 有些玩味地笑了起来 默克摆了摆手 还真不敢信 不过 你要是加入最后 不加入的话 只要答应我两件事 我便放你出来 说到这里 他看向了一边的莱德菲尔德 你也一样 莱德菲尔德和巴雷特 再度相识一眼 随后齐声问道 说说看 默克 世界政府和海军那帮家伙 敢算计我 那我就要 和他们玩把大的 所以 第一件事 我想让你们跟我去海军本部 连同白胡子 好好大闹一场 我要让整个世界都知道 敢算计我 就是海军本部 我都给他打沉了 连同白胡子 打沉海军本部 莱德菲尔德和巴雷特 不由瞪大了双眼 不仅仅是他们两人 此时已经加入 莫克海贼团的众人 此时也是一个个目瞪口呆 咕噜 有人不由 咽了一口唾沫 莱德菲尔德 则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巴雷特瞳孔缩如针尖状 更是如同地震一般震动着 可见内心有多么的震惊 哈哈 随即巴雷特不由放声大笑了起来 本来以为我是这世界上最疯狂的人 没想到你这家伙 比我还疯狂 好 我同意了 莱德菲尔德在一边了点了点头 也好 就当是去会会老朋友了 可不 对他而言 战国 卡普 呵 白胡子 都算得上是老朋友 莫克笑了 第二件事 等海军本部的战争结束之后 答应帮我出手一次 莱德菲尔德 你就我们出去 我们帮你出手一次 合理的要求 巴雷特在一边点了点头 不算过分 我同意了 则则 莫克怪笑了一声 随即打开了两人的牢门 也解开了他们身上的海楼石手铐 脚铐 莱德菲尔德和巴雷特两人 重获自由之后 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 特别是巴雷特这个狂人 已经在摩拳擦掌了 随即扫了一眼 还被关着的一些人 这些家伙不放出来吗 莫克嘴角微微上扬 不是什么人都能入我的海贼团的 更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与我合作的 哈哈 巴雷特再一次狂笑了起来 随即深深地审视起莫克来 等到了海军本部 我倒是要看看 你有没有这么狂的资本 莫克 不会让你失望的 地下四楼 灼热地狱 麦哲伦的办公室 一个守卫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麦哲伦署掌不好了 有人闯入了无限地狱 将一步放了出来 什么 本来稳稳坐着的麦哲伦 立马站了起来 更是惊呼一声 眼神之中满是震惊 因为在他看来 推进城 如同铜墙铁壁一般 除了金狮子 从来没有一人 能从这里越狱 最关键的是 竟然是有人闯了进去 而不是犯人本身 用了什么手段越狱 这就问题大了 一颗星不由沉了下去 急忙问道 都有哪些人被放了出来 守卫 圣平 西流 卡特林 蝶美 巴斯克 乔特 阿巴罗 皮萨罗 巴洛里克 莱德菲尔德 道格拉斯 巴雷特 每说一个名字 麦哲伦的心 就不由一计 因为从圣平开始 没有一个是简单的人物 即便是他 都不得不认真对待 最最关键的是 最后两人来得菲尔德 巴雷特 前者可是戈尔 帝罗杰时期的大海贼 被称为孤高之虹 适色伯爵 仅凭一人 就与罗杰 白胡子海贼团 并驾弃驱 可想而知 他的实力有多么恐怖了 后者人称魔鬼后四 被称为鬼的继任者的豪杰 曾是罗杰海贼团的船员 实力极之强 连罗杰海贼团的同伴 都称其为怪物 无论力量 速度 技巧 还是身体强度 都无懈可击 最重要的是 在推进城的这些年里 这个家伙都不曾忘记训练 而且还是每天高强度的训练 所以 这个家伙 现在只会更强 单单是这两个家伙 麦哲伦就感觉头大 因为他也没有信心 将这两人挡下 何况 还有盛平 西流 卡特林 蝶美 巴斯克 乔特 阿巴罗 皮萨罗这几人 最最重要的是的 那个毫无声息闯进来的家伙 此刻 麦哲伦的手都有些抖 随即 他的双眼变得坚定起来 他是推进城的署长 守卫这里 是他的职责 他走了出去 他要去阻止这些家伙 这边已经出了 无限地狱的众人 一个个脸上 都带着兴奋之色 西流 船长 我先去将配刀找来 默克点了点头 随即想到了什么 对了 把那个萨迪给我抓了 以后 他就是我们船上的刑讯官僚 呃 西流微微一愣 随即他脸上的笑容 更加的邪恶了 更是露出了 男人都懂得表情 船长放心 我会将其原封不动地 交到船长手里 原封不动这四个字 他还着重了音调 默克倒也没有否认 不就是要一个女人吗 有什么好否认的 他们这一行人 实力最差的 都有本部中将的实力 所过之处 何人可挡 他们一路横行 很快就冲到了第四层 熔岩地狱 这里也正是麦哲伦所在的位置 只见他挡在了第五层到第四层的出口处 再看到默克一行人的瞬间 他就出手了 毒云 只见他从身体释放大量的毒气 并且朝着默克一行人笼罩了过去 默克眉毛一条 不得不说 麦哲伦这个超人系 毒毒果实 虽然副作用很大 甚至有着如厕果实之称 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他的强大 特别是在这种封闭的空间中 简直就是大杀器 这不 就连莱德菲尔德 巴雷特两人 都不由皱起了眉头 身为推进城的一员 也没少吃这个家伙的亏 所以 对毒毒果实的威力 深有体会 盛平却是立马上前一步 挡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摆出了攻击的姿态 不过却是被默克阻止了 随后就看到默克单手向前 吸收果实顿时发动 卡特林 蝶美 巴斯克 乔特 阿巴罗 皮萨罗 莱德菲尔德 巴雷特静静地看着 因为他们都想看看 默克的实力到底如 而下一秒 他们都不由瞪大了双眼 只见发动能力之后 默克手上出现了诡异的能量 形成了一个漩涡 顿时一股犀利产生 麦哲伦笼罩过来的毒气 全都被吸了过来 涌入了漩涡之中 分毫都没有遗漏 随即众人更震惊了 因为他们发现 默克的手开始有了变化 随即 整个人都有了变化 没错 他默克没有办法变成 和麦哲伦一样的超人系毒毒能力 可是此时 却变成了类似自然气的毒气果实 怎么样呢 麦哲伦见自己的能力 对默克不起作用 不由惊呼了起来 要知道 他最依赖的 就是毒毒果实的能力 而毒毒果实 威力最大的救毒 当毒对别人无用时 那这个果实基本就废了 对于他来讲 这个果实能力废了 他的实力 直接十损七八 默克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再一次出现的时候 就已经在麦哲伦的身前 崩 拳头缠绕着武装色 全力轰出 重重地轰在了麦哲伦的腹部 在默克那恐怖的力量 麦哲伦直接被轰飞了出去 扑吃 一口鲜血 从麦哲伦的口中喷出 二者 看到默克发此轻松地击倒麦哲伦 在场的人都入出了惊讶的表情 同时 再一次打量起默克来 最后盛平甚至忍不住心中的好奇 问道 船长 你这到底 是什么恶魔果实能力啊 怎么连毒气都不怕 默克倒也不隐瞒 直言道 超人戏 吸收果实 可吸收万物 化为万物 超人戏 吸收果实 可吸收万物 化为万物 一个个都露出了不解的表情 下一秒 他们震惊的人都快傻了 只见默克的手一抬 一个旋风就出现在他的手里 在场都是人精 哪能看不出来 这不就是刚刚麦哲伦释放出的毒气吗 怎么 默克都能用吗 那不应该是超人戏 独独果实能力者的麦哲伦 才能使用出来的招式吗 吸收万物 化为万物 众人再一次细细品味这句话 随即一个个误了 可正是因为误了 才更加的震惊 不 应该说是惊骇 几人 不由面面相去 世间还有这样的恶魔果实 那不等同于 同时拥有大量的恶魔果实能力吗 现在 他们终于明白 为何默克会被称为多能力者了 可恶 麦哲伦缓缓缓地站了起来 只是他感觉自己的腹部 如刀搅动一般 显然内部的脏气 都受到了伤害 可是 他依旧坚定自己的信念与职责 毒龙 麦哲伦再一次发动了攻击 只见他从身体释放三只巨大的龙形剧毒 这种毒与之前的毒气不一样 之前的毒气 一旦碰触到身体无感 将渐渐消失 但是 人不会死 要这个毒 一旦碰触到毒龙 就会立刻被毒素腐蚀 除非能迅速吃下解药 否则必死无疑 援助中 黑胡子一火 就是倒在这一招之下 要不是溪流就全灭了 当然 这也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 黑胡子对自己的暗暗能力太自信了 没想到 暗暗能力吸收不了毒的伤害 差点嘎了 但是 默克可没有这个弱点 天下万物 没有他不能吸收的 见到奔涌而来的三只巨大的龙形剧毒 默克再一次伸出了手 漩涡再一次出现在他的手中 这是他根据黑胡子的暗水 开发出来的招式 专门针对这种 恶魔果实的招式 只见三只巨大的龙形剧毒 再一次被吸入了他的手中 然后 他的身体再一次发生了变化 身体重的毒变成了两种 反弹 三只比之前大上两倍的龙形剧毒 从默克的手中奔涌而出来 朝着麦哲伦而去 甚至是速度 也快了两倍 眨眼之间 就来到了麦哲伦的面前 怎么可能 麦哲伦不由惊呼一声 而后只来得及 将自己的双臂交叉在胸前 做出最基本的防御 轰隆隆 麦哲伦直接被三只龙形剧毒所吞噬 当一切回归平静的时候 麦哲伦站在那里 颤抖着 默克这一招 不仅仅对他的身体上 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对他的内心 也有着极大的伤害 此时 他那颗坚定的心 已经开始动摇了 面对一个 无论是体数 霸气 都强过他甚多的 天克自己的恶魔果实能力者 他看不到半点获胜的希望 阿哲 圣平 西卡特林 蝶美 巴斯克 乔特 阿巴罗 皮萨罗 莱德菲尔德 巴雷特六人 都沉默了 因为默克展现出来的果实能力 真的太逆天了 咕噜 圣平不由咽了一口唾沫 难难道 除了动物系 其他的超人系和自然系 都被磕得死死的吧 其他五人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他们都在无限地狱 待了很长时间了 所以 对麦哲伦的实力 还是十分了解的 在这种封闭的空间中 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 正面应来很难取胜 因为你还没有靠近他 你就已经中毒了 而这样一个人 却被默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而且 他们看得出来 默克甚至 还没有使出权力 独知聚兵 地狱之审判 麦哲伦明白 现在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也就是到了拼命的时候 即便 拿不下默克 其他人绝对要留下 只见他从身体释放 骷髅型巨人的猛毒 跟一般释放的紫色之毒不同 这一招 是特制的鲜红色之毒 任何物质与之接触 都会受到感染 逐渐扩散开疆一切侵蚀 人只要接触 一下毒 就会逐渐蔓延 直到死亡为止 绝对是他最强的招式 最重要的是 这一招不是远程类的攻击 这样就有可能避免被默克吸收 转而成为默克的力量 只见一只骷髅型巨人的猛毒 站在麦哲伦的身后 他的目光也变得犀利起来 然后 双腿微曲 猛然一个发力 整个人一跃而起 来到了众人的头顶 双手一挥 他身后那只骷髅型巨人的猛毒 同样挥出了双手 向圣平 卡特林 蝶美 巴斯克 乔特 阿巴罗 皮萨罗 莱德菲尔德 巴雷特六人而去 六人双眼一眯 冷笑 这是把我们当成 随手可灭的小喽啰了 六人都曾是驰骋大海之人 何曾被如此小觑过 只见圣平率先动手 迅速冲了出去 鱼人空手道 唐草瓦政权 利用挥出的政权形式 产生全方位360度的冲击波 这一招攻防一体 360度无 死角 冲击波护住全身的同时 也对四周形成强力的伤害 轰隆隆 冲击波和骷髅型巨人猛毒的双手 狠狠地碰撞在了一起 刷儿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寒光闪动 在空中的麦哲伦背后 结结实实中了一斗 从空上砸落而下 他不甘地看着来人 发现竟然是昔日的铜辽西流 瞳孔不由一缩 竟然是你 他挣扎了几下 企图站起来 可惜连续被默克重击两次 现在又中了西流一刀的他 已经到了极限 最终还是没能站起来 西流则是不懈地笑了笑 随即转头 对默克挑了挑眉 船长 任务完成 说着 朝一边看去 默克顺着他的目光 看到了被打晕的萨迪 满意地点了点头 麦哲伦已经帮你们解决了 接下来 只要上去抢一艘军舰 就能直打海军本部了 慎平 你陆叔 你来给他们领路 我先走一步 慎平 是船长 所有人都没有反对 推进城最大的阻碍 就是麦哲伦 他一解决 整个推进城 对于他们而言 就如同纸糊的一般 就是再来的大将 他们都能给打废了 何况 这个时候 海军本部 正要和白胡子大战呢 哪可能有大将过来 随后 他们就看到 默克接触地面的石头 最后 整个人融入了地面 消失得无影无踪 好家伙 他们终于知道 默克是怎么 无声无息地 进入无限地狱的了 溪流张了张嘴 许久之后才发出感叹 船长这能力 还真是好用啊 眼神之中 闪过羡慕之色 莱德菲尔德 巴雷特两人对视一眼 按道 拥有这样的恶魔果实能力 注定会成为 凌驾于这个世界之上的强者 成为他们这种级别的强者 也仅仅只是时间问题 没错 这个时候 他们两人 也依旧认为 默克的实力 暂时还是弱于他们的 毕竟 默克的能力 针对的是超人系 自然系的能力招式 可是 他们一个是动物戏幻兽种 一个 光平体术和霸气 就能登顶 感谢观看